凡人修仙传第887-963章,懒人听书,只做精品,视频下方详情中可选取章节播放,并有全书播放列表,手机用户点击视频下方标题可展开视频详情。 本视频配有凡简字幕,手机用户可轻点视频,再点右上角三个点切换字幕。 第887章苦读 主人!出了什么事情? 作为和韩丽心神相印的气灵马上感应到了韩丽的异样,不禁开口问道。 有人靠近这里,一鸣结丹,一鸣铸鸡。 但现在在十里外地方停了下来,那鸣铸鸡身上气息有点熟悉,好像是那个风月,这倒有些古怪了。 韩丽摸了摸下巴,沉吟了起来。 要不要我以气灵之身过去看看。 银月漠然了片刻,开口说道。 算了,你伤势未好,我也只能动用铸鸡漆的修为而已,还是不要多事了。 他们应该不久就离去的,我用神识在这里监视他们的动向就可以了。 韩丽神识似乎感应到了什么,摇摇头的说道。 韩丽既然如此说了,银月自然不会有不同意见,口中秤势。 于是韩丽合上了双目,仍然静静的坐着。 但过了一顿饭功夫后,韩丽口中一声轻疑,面上骤然现出了吃惊之色。 这一次,银月识去的没有多问些什么含力却双眉马上紧皱了起来,脸色忽暗忽明的变个不停。 大眼前辈,我没有记错的话,你说过我身上煞气,似乎只有少数秘术可以消除,而其中佛宗功法又占据了一多半,真是如此吗? 的确如此。 除了佛宗帝功法外,儒门和道门的几种少见功法也应该有办法解除煞气,但绝不像佛宗功法这么有效罢了。 大眼神君懒洋洋的回道。 既然这样,佛宗功法最显著特性,就是修炼法力暗含佛力,大部分功法会呈现七色灵光,这也不假吧? 含力仍然阴晴不定的问道。 不错。 怎么? 你发现了什么? 大眼神君有些不解起来,声音也好奇了几分。 这么说,这个人还有些用处了,说不定是个机会呢? 含力低手喃喃自语起来。 大眼神君被问帝没头没脑,又不见含力回答其问,自然不乐意起来了,正想仔细问个究竟时,含力却似乎心中下了决定,猛然一跺脚,整个人骤然欲气化为一道清光从巨石中飞射而出,直奔某个方向破空而去。 这一举动让银月和大眼神君都大出意料,虽然心中纳闷,但见含力如此匆忙样子,也只能先将一肚子疑问都放进了心中。 十余里,含力几乎转瞬间就到了地方,竟是一小片草原上非常少见的树林,只有里许大小,树木有些稀疏并不怎么高大。 而在树林中间十余丈大的一处空地上,正有两人处在其内。 不过其中一名蓝袍人,背部一团黑色血污的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生死不知的样子,但他身上却浮现出一个光照护住其全身,呈现七色状,艳丽异常。 而在附近另一人,却是一名鹰眼紫袍的老者,正驱使一口火红的飞剑化为片片剑影,斩击着光照。 七色光照虽然不凡,却因为没有主人主持,已经开始晃动不已。 光芒狂闪起来。 韩丽没有掩饰的漠然出现,自然惊动了下面的鹰眼老者。 老者开始吃了一惊,但抬手神石扫过,发现韩丽修为止不过是铸鸡漆,心中又一宽起来。 他反心中顿起杀人灭口的心思,一抬手,一道黑芒一闪即逝的击射而出,竟是一只被黑气包裹的三棱钉,速度奇快之极。 韩丽冷哼一声,二话不说的一摸天灵盖,一朵墨绿色乌云,嗖的一声从头顶飞射而出,瞬间化为一只数尺长碧绿大手,迎向黑芒一把抓去。 鹰眼老者见到此目一正,尚未明白这是什么功法时,扑的一声问响,那三棱钉竟如同一根稻草般被大手一把捞了去,瞬间与老者心神失去了联系,同时毫不停顿的直奔下方飞射扑来。 这一下,鹰眼老者吓得魂飞天外,双手手忙脚乱得急忙瞎绝,要将那口红色飞剑召唤回来护身。 但墨绿色大手却在途中一闪后消失不见,下一刻却在老者上空仗许处诡异般闪现,瞬间化为一只巨大拳头狠狠砸下。 啊! 紫袍老者只来急惨叫一声,人被一下砸成了肉酱。 接着墨绿色拳头重新化为一只大手,往老者蚕尸上虚空这么一抓,马上一团鸡蛋大小的碧绿色光团,自行飞射入了五指中。 大手立刻向韩力飞射而回,一个盘旋后,化为一个墨绿色的婴儿落在了韩力尖头之上。 此刻他一手抓着那个乌黑三棱刺,一手抓着那碧绿色光团,脸上笑嘻嘻的样子。 韩力眉梢微微一动。 面对突兀人围攻时,无论情形多危急,他第二原因都没用动用一次,好留作出其不意逃命用,但现在牛刀小事一下,厉害之处似乎远超他预料之外,只是稍微使用变化之功,就这么轻易的击杀了一名杰丹修士。 看来第二原因,普通的杰丹修士还是无法抵挡的。 心中这样思量着,韩力也不说话的飘落而下,向那七色光照走去。 这时那口红色飞剑,因为那老者肉身被灭,连惊魂锁化元神都被禁制住了,自然失去控制的掉落在旁边,闪动着微弱的灵光,动也不动起来。 韩力眉理睬此剑,自顾自的走七色光照前,仔细观察了起来。 这时已经可以清楚异常的看到,这个光照全都来自漂浮在光照内的一块淡蓝色玉佩。 此物悬浮在蓝袍人身上树齿高处,闪着七色灵光,并不时有一些古怪佛文在灵光中闪动出现,正是韩力曾经给银月看过的那块刻有凝中缝的玉佩。 韩力凝望了此玉佩片刻后,才缓缓传声问道,怎么样,前辈? 这是佛宗炼制的法器吧? 从材料和炼器手法上看,自然谈不上什么佛门宝物。 但的确是经过佛宗高僧加持过佛门禁制的样子。 否则仅凭一剑顶接法器,不会如此通灵并能抵挡杰丹七法宝这么长时间攻击的。 看来这个冯家和佛宗有些渊源。 大眼神君已经完全明白了韩力先前之话的意思,冷哼了一声后,不冷不热的说道。 听到大眼神君如此肯定,韩力心中一喜,总算这次没有白出手了。 想到这里,他二话不说的上前一步,单手一抬,一只手掌轻轻低在了罩壁上,一层薄薄的蓝焰浮现在掌面处。 以他如今的修为,无法再驱使动多少钱蓝冰焰的,这些火焰就已经是如今驱使的极限。 但即使如此,七色光照也根本无法抵挡冰焰的极寒,砰的一声后,光照如同气泡般的崩溃消失了。 韩力走进了蓝袍人身旁,看了看其背部的黑色血污后,眉头不禁一皱。 这时他才感应到,此人气息不但紊乱微弱至极,身上还隐隐散发出一股死气,这分明是性命即将不保的样子。 韩力不说话的一仰手,一道法诀打在了其身上,随后又一张口,一团轻蒙蒙精气喷射而出,化为一片青霞,罩在了蓝袍人身体上。 然后他才袖袍轻轻一扶,一阵进风吹过后,将地上之人的身子翻转了起来。 韩力凝望了一眼之后,马上倒吸了一口凉气。 果然是风月不假,但他的脸孔如今完全变成了乌黑色,一对嘴唇更是黑的隐隐发紫,实在变得恐怖之极。 韩力脸色有些难看起来。 但略意思量后,神识瞬间照住对方全身来,并且目中蓝芒闪动不已,动用了明清灵眼。 这位身中如此奇毒,都以毒气照体,应该立即毙命才是,但至今还有气息,这倒有些奇怪了。 韩力自然不肯轻易放过的仔细探寻起来。 片刻后,韩力找到了什么,单手一抬一把拽住了对方的衣领。 滋蓝一声,对方衣衫被撕开了一小半,露出了胸前那把用链子拴住的银白色钥匙。 此刻这把钥匙闪动着乳白色灵光,不停驱散着蓝袍人胸口处的毒气,而胸口之外身体,也同样成了乌黑之色。 韩力目光闪动下,一把抓住了蓝袍人一只手臂,随即轻光涌现,一腾轻蒙蒙灵光顺着韩力手掌往蓝袍人身上急剧肚去,想将对方身上黑气徐徐逼去。 但是片刻后,刚度到了蓝袍人手臂上的青色灵气,突然诡异野状黑起来,并顺着灵气直往韩力手掌上急剧蔓延过去。 苦毒 韩力一声惊呼,手猛然一甩,立刻切断对方手臂上的灵气联系,脸色有些发白起来。 咦? 竟是识觉毒中的苦毒。 韩小子,你算白费心机了,此人根本无法救活的。 大眼神君黑黑一笑,颇有些幸灾乐祸的样子。 韩力听了此话,不禁一翻白眼,同时不服气的冷哼道,哼。 也许替他完全解毒,我做不到,但是让其暂时清醒,甚至多活十天半月,这还难不到在下。 只是要耗费的灵药可不是个小数目,也不知此人是否值得花如此大代价。 说完这话,韩力缓缓起身,面露思量之色。 主人,可以先让其清醒一下,问清楚一些事情,再决定也不迟。 银月却倾笑的出主一道。 这道也是。 不问清楚他和大晋佛宗的关系,总有些不甘心。 随后单手往储物带上一拍,一个洁白小平出现在了手中。 第888章 号圆丹 小平一番,一颗火红的杏仁般丹药,倒在了手心处。 看了这枚西年用高级腰丹炼制出的灵药,韩力脸上露出一丝惋惜之色。 这种原本用来给杰丹修士增加灵力的丹丸,用在此处的确浪费了点。 要是法力没被封印,银月没有受伤,直接使用搜魂秘术的话,也就无需这般麻烦了。 单手一捏蓝袍人下巴,熟练之极的一抖手腕,就巧妙的将下恶弄脱就了,嘴巴不由的大张了开来。 另一只手一弹,单要被一团青气包裹着,射入了蓝袍人嘴中。 韩力松开双手,单手往腰间一摸,一银光闪闪的细针出现在了手指尖处。 寒光闪动,银针化为几缕银线换扎向蓝袍人身体各处,瞬间就已完毕,锁扎之处,乌黑毒血射出持续来膏,一股闻之欲偶的腥臭随之散发而出。 韩力站起身来,双手倒背的站在一旁,静等对方醒来。 足足过了一盏茶功夫后,风月身上的毒血被放出了一大摊后,终于口中传出了滴滴的一声声吟,马上就要行转的样子。 韩力目光一闪,两手齐抬的食指连弹,一阵净风击射过后,仍在流淌的毒血立刻戛然而止。 接着尖头一抖,第二元鹰马上化为一朵乌云,斜射入一旁林中,不见了踪影。 是你,蓝袍人终于睁开了双目,看清楚了身前的韩力,口中发出惊讶之声,挣扎着就坐起了身来。 怎么,看到我很意外。 韩力瞥了风月一眼淡淡说道。 是道友救了我。 逢枕那个老贼呢? 青年虽然声音虚弱无力,但仍然充满了警惕之意。 你说的是那个穿紫袍的,在那边地上呢? 韩力目光向一旁扫了一眼,口中漫不惊心的说道。 风月眼珠微转,吃力的一扭搏梗,终于看到了紫袍老者不成人形的尸体残骸,脸上鲜尸一惊,接着终于露出痛恨之色,然后目光一转回到了韩力身上,脸上露出奇怪之极的神色。 这老贼难道也是韩兄击毙的? 看来韩兄神通真是高深莫测。 救命之恩,风某铭记在心了,以后一定后报。 风月有些试探的问道,同时一只手伸手去腰间掏出一粒丹药来塞进了口中,另一只手撑的就要勉强站起身来。 但是他才站起一半,就两腿一软的再次跌倒在地。 怎么回事,我怎么一点力气都没有。 风月倒在地上,脸色刷的一下,露出一丝惊慌之色。 以后后报。 看来道友还不知道自己的处境。 韩力没有出手相帮的意思,反而神色不变的说道。 这话什么意思? 我现在到底如何了? 你给我下了禁制。 青年瞪着韩力,脸上显出惊怒的样子。 给你下禁制,你也太高看自己了,我想要制住你,还需要下什么禁制? 你先看看你现在的模样吧。 韩力冷笑一声,一仰手,一件不大的东西扔到了枫叶的身旁。 竟是一面普通的青铜小镜。 风月闻言,脸上全是惊怡之色,但见韩力丝毫表情没有,一咬牙的将镜子拿起,往里面看了一眼。 啊! 怎么回事? 我的脸,这是毒气,我什么时候中毒如此深的? 难道那老贼用的那东西有毒? 风月一剑之下,顿时魂飞天外,不禁用嘶哑的声音大声叫道。 然后慌忙将腰间储物带,往地上一道,一片白光后,一大堆瓶瓶罐罐东西出现在了地上。 他急忙找出几个瓶子,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往嘴里猛赛丹药。 韩力冷眼旁观,在一旁认由对方自己服用丹药,一言不发。 服完了丹药,风月也顾不得和韩力再说什么,立刻在原地闭目打坐运气,想要将接着药力将毒逼运出来。 但是仅仅过了一会儿后,他再次睁开双睛,脸上惊恐之色反而更深了三分。 这怎么可能,这么多解毒剩药净一个都不管用,我中的是什么奇毒? 这位终于意识到了所中剧毒厉害,焦急万分起来。 虽然以前没见过,但应该是十绝毒中的苦毒吧。 这时,韩力才慢条思理的重新开口。 苦毒? 他们竟然用此毒来对付我。 那老贼果然针头靠了孔家,据传闻孔家正好有这种毒药。 风月面孔瞬间苍白无血,无法自制的尖叫起来。 孔家? 韩力眉稍动了洞,但马上神色如常。 不对,苦毒中了应该立刻毙命的,我怎能还苏醒过来。 青年忽然想到了此点,竟不知从何处生出力起来,一下翻身爬起,向韩力质问起来。 哼,别不知好歹了,要不是有些事情想问你,我会浪费浩元丹在你身上。 你能留下一条小命暂时活着,还要多靠你脖子上的那件东西暂时抵挡了一下毒气,否则毒性攻心,就是有仙丹神药也无法让你重新醒来。 韩力脸色一沉,不客气地说道。 你动了此物。 青年一听韩力提及银色钥匙,才发现自己是若性命藏起的东西,不知何时袒露在了胸前,顿时心中一惊,竟暂时冷静了下来。 我也很好奇,一位铸鸡七修士中了苦毒竟没有马上毙命,自然要探究些原因了。 不过天昊元丹,也只是将毒气暂时压下而已,一日后,毒气就会重新攻心,你还是必死无疑。 韩力为无所谓地说道。 昊元丹,我好像听说过似的,似乎是一种很珍惜的丹药吗? 我再接着再服用此丹,能否将毒气继续压下? 风月略思量了一下,有点紧张地问道。 对方竟听说过此丹药,这倒让韩力有点意外,但却冷漠地回道,继续服用然可暂时保你小命,但你知道此丹是用什么炼制成的吗? 这根本不是用来解读的丹药,而是杰丹七修士突破瓶颈增进修为灵丹,根本是有价无事的东西。 韩力后面没说什么,但话里之意却明显至极。 杰丹修士增进修为的丹药。 风月即使预料此丹珍贵异常,听闻此言仍然一时无语了。 不过,你真要想活命,倒也不是没有办法。 韩力忽然间笑了起来。 什么办法? 只要能救下小弟的性命,什么条件我都答应韩兄。 青年精神一阵,忙大喜地说道。 嘿嘿,我也不要你什么报答,只要一会儿老老实实回答我几个问题就可以了。 韩力打了个哈哈,不冷不热地说道。 行,只要风某知道的,绝不隐瞒风豪。 青年毫不犹豫地说道。 办法也很简单。 既然中了苦毒,这具身体毁定了,那干脆换一具躯体就是了。 以前中国识觉毒的修士,有不少都用夺舍之法逃过一命的。 韩力不动声色地说出了办法。 夺舍。 青年一呆之下,却大出韩力意料地苦笑了起来。 怎么,你觉得这方法不行? 韩力双眉一挑,面无表情地反问道。 多谢韩兄费心了。 但夺舍对别人可以,但风某却无法使用此法。 风月愁愁了一下后,吞吞吐吐起来。 无法使用此法。 难道你已经,韩力想到什么,心中有些意外? 不瞒道有,我已经夺舍过一次,现在躯体本不是我原先身体。 风月面带惨笑地说道。 这样的话,在下也无计可施了。 毕竟石绝毒,原本就无药可解的。 韩力叹了口气,在青年期望目光中,两手一分地说道。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吗? 韩兄见过石广,麻烦再多想一下。 一听韩力如此说道,枫叶满面惊慌,苦苦地哀求道。 不用多想,这石绝毒既然闻名修仙界如常时间,真有办法可解的话,就不叫石绝毒了。 韩力摇摇头说道。 这么说,我只有一天的尖可以存活于世了。 青年正在了原地,面色无邪。 没错。 即使继续服用好原丹多拖延些十日外,丹药一尽,你的死期同样马上就到。 韩力望着眼前青年,不带任何表情的说道。 韩兄有多少好原丹? 可否都卖给我? 犹如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风月回过神来后,死死盯着韩力问道。 怎么,风道友真还真想买在下的灵丹? 此丹倒也不是不能卖,不过,数量肯定不会太多。 而且要等道友先回答在下的一些疑问,再说此事也不迟。 韩力先皱了下双眉,接着又若无其事的说道。 有什么问题,道友尽管问吧,在下都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不能回答的? 风月惨淡的说道。 好,这样最好了。 先说说你的身份吧,你不是突兀人,是大尽世家的修士吧。 韩力不客气的如此问道。 道友既然已经猜到,又何必多此疑问? 风月抬手看了看掉落一旁的玉佩和胸前的银白色钥匙,一咬牙的说道。 看来这位以为韩力刚才看到了这两件东西,才刚刚猜出来的。 韩力嘴角一动,随即无动于中,凝中缝指的那个凝中。 冯家势力很大吗? 第889章冯家密哭 还能是哪个凝中,自然是观宁冯家了,在观宁府来说也算不小势力吧。 风月不加思索的说道。 观宁府? 这是哪一周府城? 韩力眼睛眯了起来。 大进各州叫观宁的府城,的确有好几个,但是凝中冯家,却只有辽州观宁府这一家了。 风月面带一色望了一眼,似乎对韩力问得如此细,有些惊疑了。 韩力却根本不在乎的点点头。 没有再询问冯家事情,却一直玉佩说道,此物如何得到的,有什么来历没有。 这件灵霞佩,是家父传给在下的冯家信物,倒有何故问起此物。 风月大感意外。 信物? 难道你们冯家子弟,人手一件顶阶法器信物吗? 韩力斜瞎了一眼青年,有些不信的问道。 当然不是。 整个冯家也只有三四件这样的信物,非直系血脉弟子不可能拥有此物的。 风月摇摇头。 这么说,你在冯家中地位不低了。 我是冯家的长房长子,若没有什么意外的话,本应该在数十年后,接掌冯家的。 风月嘴角抽搐了一下,目中闪过一丝痛苦的说道。 听到这里,韩力就知道果然和料想的一样,对方有大麻烦在身的,甚至这个冯家看来都出了什么事情。 事不关己,韩力下面没有问什么事情,反而盯着青年,问出了自己最想知道的问题。 你们冯家和大晋佛宗有何关系? 不要说什么也不知道,既然信物都能被加持如此深的佛门灵光,肯定有些关系。 佛宗和我们冯家的确有点渊源。 冯家有一位先祖,昔日是观宁千光寺的俗家弟子,而千光寺是佛门大宗金罗门的分支。 我们冯家原本修炼的就是佛家功法,但是自从千光寺数百年前就搬出了辽州,回归本宗去了,我们冯家弟子就改修儒家功法了。 风月先待了一待,但对此没有什么可隐瞒的,非常爽快的说道。 韩力文言,却心中一喜。 虽然不知道什么千光寺,但金罗宗却的确听过的,这可是是佛门在大晋四大宗门之一。 看来平家以前修炼的竟还是最正宗的佛门功法了。 这些佛门功法,你是否全知道? 韩力继续追问道。 在下不想修炼佛门功法,怎会去记这些法觉? 但是我们冯家,的确还保存这些功法的修炼之法。 犹豫了一下后,风月回道。 此时他已看出,眼前高深莫测之人,似乎就是冲着佛宗功法来的,心里不禁暗感诧异。 要知道佛宗功法到后期虽然威力其大,但是修炼速度之慢和苛刻,却是大进修仙界出了名,愿意主动修炼佛宗法觉得,还真是不多。 韩小子,你问问他们那位祖先,修炼到了何种境界,是否已经修炼出了舍利子? 只有修炼出舍利子的佛门中人,才可能修炼消除煞气的方法。 大眼神君,忽然开口提醒道。 有关舍利子的传闻,韩力在来大进之前,就早已通过点击了解了一些。 舍利子,是佛门中人特有的一种东西,有的是在结干期就出现,有的却是在原因期才会修炼出来,似乎没有什么规律可循。 对佛门外的修士来说,显得非常神秘的一种东西。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佛门中许多高深功法、神通,都必须有舍利子后,才可以进行修炼施展。 故而对修炼出舍利子的佛门中人,其他宗派修士即使修为远胜对方,也都大存忌惮。 韩力暗暗点点头,从容的向风月问出了同样的话语。 舍利子,昔日我那位仙祖的确修炼出了此物,要不是其他方面资质有限无法突破原因境界,仙祖恐怕也不会心灰意冷的开创了宁中冯家。 风月闻言,眉头微皱的回道。 韩力精神大振,看来运气还真不错,或许根本无需深入大劲,就可找到解除煞气地功法了。 想到这里,韩力微然一笑,神色也缓和了下来,现在我还有一个疑问,回答完就可以了。 道友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尽管问就是了。 风月勉强一笑的说道。 你只是一名铸鸡漆修士,为何这人会用苦毒这等歧毒对付你? 要知道从某方面上来说,石绝毒甚至可比一些珍稀丹药还要贵重。 他如果打算活捉你,就不可能使用此毒,但若一心想杀掉你的话,以他的结丹期修为,似乎更无需多此一举了。 韩力缓缓问出了盘旋心中的疑问。 原来是此事。 道友不知道,这冯枕老贼其实是我们冯家西年收留的一名魔道散修。 当年他因为得罪了一位高人而被追杀,为了保命,自愿给我们冯家为仆,甚至改了姓名。 那时我祖父尚在,冯家还算兴旺,故而可以庇护此贼。 而此贼先前是来此替冯家和突兀人一些部落的交易,我到此,原也是想找他的。 但没想到此贼暗中也投靠了孔家,才在驻地现身引我到此的。 至于用苦毒,自然是他身上早就被下了冯家的独门秘书,只要是冯家住击妻以上嫡系族人,都可以施法禁制助他修为。 他要不用苦毒暗中偷袭了我,我怎会毫无还手之力。 风月一听韩力提起此事,脸色不由的阴沉了下来。 原来如此。 据说苦毒是无形无色,并且沾上瞬间,就能让修为低险的修饰马上贪软陷入昏迷。 那个孔家,看来就是你们冯家大敌了。 韩力歪了歪头,有些恍然地说道。 不错。 孔家和张家,金家,还有我们冯家,算是关宁府的四大修仙世家了。 原本一向井水不犯河水的,但没想到,近些年我们冯家刚刚示弱了一些,孔家竟突然联合其他两家,冲我们冯家暗中下手了。 风月说到这里,脸上现出了猙獰之色。 他一位世家大嫂,如今落到流落一族草原,还被害得命不久矣,自然将这三家都恨得咬牙切齿。 我没有兴趣知道你们世家间的是非,但你的回答,我比较满意,现在可以先说说浩元丹的事情了。 这种丹药我所欲不多,大概还有十来颗的样子,应该可以让你再拖延十余日。 不过这种丹药,每一颗都价值数千灵石,你真买得起。 韩丽淡淡的说道。 数千灵石? 即使心中有所猜想,风月还是被这价格给吓了一跳,这可相当于一件顶接法器的价钱了。 好,我买了。 风月咬牙的答应了。 你身上有数万灵石。 韩丽眉梢一挑,打量了青年几眼后,似笑非笑的说道了,他可不信对方身上会带着如此多灵石。 我身上是没有数万灵石,但是我用这件冯家密枯钥匙做抵押。 风月一把姜脖梗上的银色钥匙拽了下来,丝毫犹豫没有的递了过来,看样子,早就暗中思量好的样子。 冯家密枯。 韩丽盯着此钥匙不语,没有马上接过来的意思,但他知道,对方自会主动解释的。 不错,这是打开我们冯家这千余年收藏密枯的唯一法器。 我身为冯家的嫡系长孙,在冯家经变之日,家族长辈自然让我带着此钥匙先逃了出来。 虽然我从来没去过那里,但里面的收藏,价值肯定远远不止数万灵石。 风月冷静地说道。 拿此物抵押。 我怎么确信此钥匙的真假? 就算是真的,你交给我了,难道不想让冯家东山再起了? 韩丽脸上不带任何表情说道,让人根本看不出心中所想。 哪还有什么东山再起? 据我所知,除了我之外,冯家其他逃出来的都只是些仆从和外系弟子之类的。 如今嫡系弟子,就只剩我一人而已。 否则,当日我早聚集其他族人了,又怎会孤身一人跑到草原来? 我要是一死,冯家血脉一断,密窟最终还是便宜了孔家人,最终会让他们寻技找到的。 如此一来,自然不如让我救命了。 若是在这十天中,我还找不到方法解去此毒,密窟就是送赠语道友了,也比落入孔家人强得多。 另外,韩兄最想得到的佛宗功法,同样就放置在密窟中。 风月脸上露音灵的说道。 韩丽沉吟的默然了下来,过了好一会儿后,才平静的说道,好,你可以用这把钥匙换取灵丹。 不过在此之前,我需要你配合我一下,让我搜索一下你神识中有关钥匙和佛宗功法的真假。 否则不要这个密窟,在下也不想被人戏耍一回。 搜魂。 那不是原英修士才会的神通吗? 你怎么可能会? 一听此言风月面色有些发白起来,目露恐惧之色。 强行搜魂,自然需要原英七以上修魏了,但若是被施术之人配合的话,则无需如此麻烦了。 而且我这密术和普通搜魂术大不相同,筑基七修魏虽然无法探寻复杂东西,但是从神识中判断出某事的真假,还是轻而易举的。 韩丽抿了抿嘴唇,随即松开的露出雪白牙齿,上面闪烁着寒光。 见韩丽这般表情,风月心中不禁意寒。 他身为世家弟子,自然知道搜魂的可怕,在一般情况下哪肯答应如此危险的事情,但是低手看了看乌黑的双手,想一想不答应后的后果,心中一阵的无奈。 好,我配合你施法。 但是你也只能探寻密枯和佛宗的事情,其他事情你不能碰触,我也不会对你放开的。 风月紧握下双拳,深吸一口气毅然道。 第八百九十章危机 这是当然,其他事情,在下也没有兴趣之道。 这个交易就算成了,此地有些惹眼,跟我到另一处再施法吧。 韩丽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不等对方同意,袖袍就往青年面上一扶。 一片青霞飞卷而出,直接照在风月的头颅上。 风月顿时一歪翻身栽倒,却又被青霞拦腰包住,轻轻漂浮而起了。 虽然韩丽的修为被封印,但在法力技巧运用,却仍然炉火纯青,根本不是助击修饰可比的。 这时,第二元英所画乌云也从一旁林中飞射而出,一换后,重新画为婴儿模样浮现在了韩丽身前,一只手仍然抓着那枚三棱刺,另一只手抓着鹰眼老者元神。 留着也没用,灭了吧。 韩丽瞅了一眼老者元神后,不带感情的随口说道。 第二元英一听此言,小嘴一脸的嬉笑起来,紧握的小手上漠然冒出黑绿色火焰。 绿色光团一颤之下,无声无息的在火焰中化为了一股青烟。 与此同时,韩丽也手指一弹,一团鸡蛋大小火球,击在了老者尸体藏骸上,火光冲天,鹰眼老者从此在世间形神俱灭了。 随后,韩丽又伸手往地上一招,一只储物袋和那口火红小剑,均都非射入了手中。 在将其余较明显痕迹清理干净后,韩丽就带着风月玉气飞天而起,向先前打坐乱石堆盾去。 在修为没有解封之前,他自然只能小心再小心些了。 不过说起来,现在韩丽也比较郁闷。 虽然他神石强大无比,堪比元英后期修士,但是现在一般情况下,却不敢将神石放出去太远,反而不得不主动收敛其大半来,否则万一被突兀人的大仙师或其他修炼神石秘术的突兀人仙师察觉寻来,那可真是死路一条了。 但是如果将神石紧收缩在附近,又有可能被高阶突兀人修仙欺近附近,尚不知道。 当初在草原中部摧玉是金虫时,他之所以被绝,一部分是有些松懈,大意了一点。 但更多也是因为将神石收缩在近处的缘故。 结果,人家元英中期修士追杀妖兽飞盾而来,顿速之快,竟然似乎不下于元英后期修士,二十余里距离净瞬间就到了跟前。 即使他绝了,也来不及收重离开,这才遭了无望之灾。 不过偌大的一个天蓝草原,竟恰恰碰到擅长飞盾之术的元英中期突兀人仙师,也不知道是对方运气太悲了,还是他更倒霉一些。 相信若是双方只要烧了一下解对方的神通,恐怕都不会动起手来。 每当想到此事时,韩丽自己都有些哭笑不得的感觉。 如今他固然煞气反噬,被害的法力遭封印,对方用那古怪神通只逃出去了七分之一元英,恐怕更是修为大损,还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新恢复。 一日后,韩丽如约返回了驻地。 此刻这里帐篷比起前两日来说,明显少了许多,看来是有一些部落修整完毕,陆续上路了。 但等韩丽回到仓路部的帐篷时,鹰鹿等人也早已准备妥当。 并准备好了马车,正等着韩丽这位仙师回来。 一见韩丽,鹰鹿自然大喜,急忙请韩丽上车,然后驱动车队离开了原地,直奔驻地另一面的出口。 韩丽坐在原来的马车上,轻轻闭上了双目,准备稍微养神一下。 但是他没想到的是,马车刚刚走走出了门口后不久,突然咯之一声地停了下来。 韩丽眉头一皱地睁开了双目,但也没有掀开车帘,直接将神石外放了一些,注意着附近的情形。 没过多久,陆续又有几个小车队赶了过来,车队的首领都客气地和鹰鹿打着招呼,然后将队伍合并到了一起。 这时韩丽才明白,这位仓路部的首领,在他不在的两日内,竟然联合了诸多小部落一起上路。 这些车队中都有一名修仙鸭队,但是他们的修为自然惨不忍睹。 其中有两个车队的先师,甚至还是练气期修为,按照突兀人的说法,根本还没有正式先师资格,也不知这两个部落如何拉进车队的。 韩丽被封印后的助击中期修为,反而成了车队总修为最高的一位。 韩丽摸了摸下巴,摇摇头地苦笑起来。 在他看来,拉上这些人上路非但没有什么助力,反而更累赘了一些。 这时,红狼部车队也匆匆赶来了,看着车队中的某辆马车时,韩丽目光闪动机下,就想将神石探出,忽然,另一缕极其轻微的神石从车队一扫而过,若不是韩丽神石实在远超对方,恐怕根本无法察觉。 韩丽神色一变,不及多想的急忙收敛了气息。 果然,那缕神石扫过整个车队后,立刻回头检查有修仙的车辆起来。 片刻后在韩丽身上盘旋了几圈后,最终没有所获的飞出来车子。 韩丽脸色阴沉的朝着刚刚出来的驻地方向,冷望了一眼。 而与此同时,在驻地中一座青石楼阁的二楼平台上,三名突兀人正朝着韩丽等所在车队方向站立着。 唯一名突眉老者突然口中一声轻疑,漠然睁开了压原先臂上的双目,脸上露出一丝疑惑之色。 英前辈,难道你陷了那人? 站在老者身后一男一女两名修士中,中年大汉脸色一变,面露紧张地问道。 哼,放心,不是那名外族人。 而是一人似乎中了剧毒,都以毒气罩踢了还没有毕命,这倒有些奇怪了。 突眉老者瞅了大汉一眼,有些不满地说道。 师叔,离兄也是有点担心罢了,师叔肯定不会怕那外族人的。 但这里只有师叔一名原英修士,那人又如此凶悍,就算师叔能抵挡住,但住地如此多小部落领和低阶先师要被卷进去,那可就糟糕了,我二人可担待不起的。 另一名宫庄女子,急忙含笑的替大汉解围道。 你不用给老夫脸上贴金,对方若是没受重伤,即使两三个我,也绝不是这人对手。 但现在对方既然受了大仙师的擒仙手,却也不足为惧了。 今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就会坐镇这里,以防止对方浑了过去。 外族人身上的培育是金虫的方法,圣殿一定要得到的。 而且不仅你们这个驻地,附近的所有驻地内,都会有和老夫一样的上街先师陆续注入其中。 等布置好了天罗地网后,圣女和另一位大仙师也会赶到附近圣殿,一等开灵仪式结束,圣女和两位大仙师就会动用圣器,召唤下圣兽分身,然后借助圣兽之威迅速搜出对方的藏身之地,到时候外族人是插翅南飞了。 秃眉老者不慌不忙地说道。 原来如此,我说下令的几位先师,自从下了命令后,却并未派人来催促过我们的行动。 工庄女子大松了一口气。 哼,你们的小把戏又能瞒过谁? 不过,这也怨不得你们,那人即使受了重伤,你们也不是对手。 不止你们,其他地方的搜寻队伍,凡是修为低些的也都差不多情形。 我们这些老家伙,也没指望真用打草惊蛇之法找出这人来。 毕竟外族人盾术实在不同一般,不但精通土盾之术,最后用来逃命的血色盾法,更是诡异之极。 就是发现了,没有大仙师在场的话,也不可能留住对方的。 我们也同样如此。 不过,你们知道此消息就是了,表面工作还是要做的,仍然在附近时不时地要搜寻一下。 老者哼了一声说道。 是。 中年大汉和工庄女子互望了一眼后,不禁欣喜地答道。 毕竟先前须以应付的行为,二人还是有些担心的。 但现在有了眼前之人的挑明,心中也彻底安心了下来。 对了,英前辈,既然才察觉到到车队中毒的那人有点古怪,要不要晚辈将其留下,让前辈探查明白原因再说。 大汉有些讨好的说道。 那人,突眉老者心中一动,手脸胡须了沉吟了下来。 算了,那人不是服用了什么灵丹,就是身上有什么必毒宝物,才能如此,也没什么太神秘的。 但他的师门长辈,应该有些来历才是。 而我关琪身上有死气存在,估计也撑不了几日,万一死在我们这边,恐怕会惹些麻烦。 突眉老者还是一白手,这般说道。 是,就依前辈之言。 拍马屁,结果拍到了马蹄上,大汉露出了善善之色。 而这时,突眉老者再向车队方向,又瞅了一眼,眉宇间不惊意地皱了一皱。 刚才不知是不是错觉,他在先前第一遍扫过车队时,突然眼皮轻跳了一下,竟在另一马车中的修仙身上,刹那间感受到了一股不寻常的压抑,但这种感觉是在太短暂了,等他第二遍仔细探查究竟一下时,又没在那人身上感到丝毫异样了。 这让他心中有些纳闷,愁愁不定起来。 第891章 巨符 对方给他这种感觉,真相只有两种,要么刚才是自己神识失误,要么对神识远超自己的修饰,很可能就是那名外族人了。 但这两种结果,无论哪一种揭穿了,似乎对他来说,都不太妙。 前一种倒还罢了,顶多在两个晚辈跟前丢了些颜面,凝生受些损,若是后一种那可是真是麻烦大了。 别看他在中年大汉和宫庄女子面前,表现出对重伤外族人手到擒来的样子,但实际上作为参加过堵截之战的修仙者之一,他对外族人的神通和那股以一敌众的凶悍大感畏惧。 那几名陨落修士,全身都被化为紫色寒冰,连元英冰封起来的凄惨下场,他可是历历在目的。 就是对方真受了重伤,拉着他一起陨落,估计还是轻而易举的事吧。 算了,附近也没有其他元英修士在此,这种模糊两可还危机性命的猜测,还是不要冒险证实了。 反正不久后,大仙师和圣女就会亲自出手对付此人的。 心中斟酌了一番厉害关系,突眉老者还是轻叹了一口气,打消了追上车子拦下对方的心思。 他若是还年轻个两百年,说不定还真想冒险一事的。 但如今时日不多,却越发的珍惜性命了。 突眉老者目睹车队,渐渐的远去,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倒让身后的男女二人,有些诧异的互望一眼,但却没有胆量去追问什么。 韩丽等车子驶出十几里后,仍然没见住地中那神石主人追踪而来,心中同样松了一口气。 刚才那神石搜来得极快,他虽然反应够快,但终究有些不太习惯修为骤降的状态,似乎神石收敛得晚了些,并不知道有没有真欺瞒过去对方。 而那神石如此微妙隐秘,一看就是修炼过相关的特别秘书。 心中稍微安稳一些,仍在车中不敢大意继续脸气收息。 足足走了大半日后,韩丽神色放缓,重新开始将神石缓缓放了出去,自动笼罩住方圆二十余里,注意一切异常,自己则一翻手,从怀中掏出了鹰眼老者的储物袋。 袋口往下倒转,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东西在白光闪动中倒了出来。 目光在这堆东西中一扫,韩丽伸手拿起一个小瓶,打开瓶盖放在鼻下绣了一下,略意思量后,就摇摇头挪开了。 又拿起另一支瓶子,做出同样的动作,仿佛在寻找什么似的。 终于,当一个不起眼的绿色玉瓶打开了瓶盖时,尚未等韩丽辨认其中东西,从中飞出一缕紫色雾气来。 韩丽脸色一沉,想都不想的一张口,一团青色光团喷射而出,一下将这缕紫气包裹在了其中。 但是刹那间,青光从里向外变黑蔓延来。 韩丽脸色大变,趁着青光还未完全被污染的瞬间,猛吹一口气,光团瞬间鸡射进入了小瓶中,韩丽拿起瓶盖,飞快的封住了瓶口。 这时,他才长吐了一口气。 总算没有白忙碌一番,得到一些残留的苦毒,也算是一样不小的收获。 石绝毒基本上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东西,而那个孔家能有子毒,看起来还真的不同一般。 他将此瓶小心地收进了储物袋,心中一洞,将一缕神石伸到了火狼部的一辆马车中。 在里面,风月正双手捧着一颗拳头大圆珠,双目紧闭的盘膝打坐。 一团团黑气从手中往圆珠中灌入,而让此珠变得乌黑发亮。 身前还放了一大堆药瓶,大半都已被打开了瓶盖,一些各色丹药凌乱地洒落在了一旁。 看到这一幕,韩丽摇摇头,将神石抽回。 他一眼就看出,那圆珠虽然是某种一宝,可以吸取一些毒气,但已到了容纳极限。 并且这些被吸的毒气,恐怕一会而后就会重生,对深入体内的苦毒来说,根本没有什么作用。 风月想凭借这十来天的拖延时间,来解除此毒,根本是痴心妄想。 韩丽心中如此想到,人就无悲无喜地闭上双目,进入了入定之中。 接下来的七八日中,一路较为平静,只有两头不长眼的低阶铁骑兽,一头撞上了车队,结果被剑猎欣喜的几名突兀人仙师几剑法器一阵轰击,自然化为战利品。 只有韩丽和风月,以及另外一名鸭队的突兀人仙师,待在车中没有出手。 风月倒还算了,那一名同样不喜外出的修仙者,却让韩丽心中起了兴趣。 结果神识略微一探后,并未发现有何异常之处,是一名二十七八的青年,整日的修炼,仿佛就是一名较勤奋些的助击期修仙者而已。 探了几次后,韩丽也就没有兴趣了。 倒是时刻注意的风月,在尝试了一连串的解读之法失败后。 显得急躁和不安起来,脸上时不时的露出绝望之色。 原来的黑发,也渐渐灰白了起来。 这也难怪,任谁知道自己死期降至而又束手无策,光是这份煎熬,就不是常人可以承受起的。 青年没有立即垮掉,都让韩丽有些吃惊了。 不过在心中,他却默默计算着十日,这位冯家的唯一嫡系血脉,可以存活的时间也就只有两三天而已。 韩丽自己却已在两日前参悟完毕大眼神君所给的口诀,心中踏实了许多,现在就是身份暴露,原鹰修士突然袭击围攻,他也不用过于畏惧了。 这一日下午,接近傍晚时,数百人的车队行进到一条宽约数百丈的大河旁时停了下来,开始补充水源,做饭休息。 而韩丽听到附近的河水流淌之声时,心中一动后,竟离开了车子。 仙师大人,你有何吩咐吗? 那位叫鹰山的清秀少女,正拿着一块腊肉式的东西进食着,一见韩丽出来,急忙脸色长红的将食物丢在一旁,恭敬的对韩丽失礼道。 在一起同行了这么长时间,韩丽可是第一次自行走出车子,这怎不让少女有些惊慌? 没事,在车中打坐了这许时日,出来看一看而已。 韩丽目光在少女稚嫩的脸上一转,又看了那硬邦邦的食物,温和的说道。 那,韩丽失,我去给你拿些清水吧。 少女仍有些手足无措的样子。 也好,虽然我早已屁股,但是一些清水倒要喝上一些的。 韩丽看了看不远处的大河,点点头的说道。 少女一听此言,心中的不安去了不少,立刻欢快的答应一声,拿了个水囊向河边跑去了。 在那里,各部落之人升起了篝火,并架上了一些牛羊之类的烤肉韩丽望着少女纤细的背影,似乎心中又触动了些什么,嘴角不经意的露出了一丝笑意。 一会儿功夫后,少女一只手拿着水囊,另一只手拿着一块烤肉,有些气喘了返回了韩丽的车旁,并有些不好意思的将两样东西都递了过来。 仙师大人,这烤肉味道不错,大人要不要尝一下?少女有些殷切的说道。 好吧。 我也好多年没有食用这些东西了,吃上一些,应该也不错的。 韩丽轻笑一声,没有拒绝的接过了烤肉,咬上了一口,味道还真的不错。 少女见此,渊源的脸上也露出了可爱的笑容。 你是准备参加开灵仪式的吧,这些日子,一直待在我的车子旁边,倒也难为你了。 把手伸出来,我看看你的灵根怎样。 韩丽吃了口后,就停了下来,随手将烤肉放在了一旁,从容的对少女说道。 多谢仙师大人了。 英山一听韩丽此言,仙师一呆,但随即毫无掩饰的兴奋起来,并伸出了玉璧。 韩丽一把抓住了少女手腕,灵气在其体内略移运转,并沉吟了起来。 其实若不是他修为落到住机器水准,根本无需接触对方身体,也可用秘术查看的一清二楚了。 韩丽,我资质怎样,有没有机会成为仙师? 少女忍不住的问道,脸上露出期盼之色。 还可以,成为仙师不成问题的。 不过,你能认识我也算是你的机缘,这瓶丹药在开灵仪式前伏下吧? 韩丽松开了五指,另一只手掌一翻,一个乳白色小瓶出现在了手中,递给了少女。 这是,少女接过小瓶,有些茫然。 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的丹药,但改善你的一些体质还可以做到的,也许以后可以让你在修仙路上更进一步吧。 韩丽漫不经心的说道。 像这种可以把低阶修仙者洗髓一惊的丹药,他自然早已看不上眼中去了。 多谢仙师大人赏赐。 少女心中一喜,急忙欢喜的再施一礼。 起来吧,以后能走多远,还要看你自己了。 对了,眼前的这条河流如此宽广,莫非就是横穿南部的天水河之流。 韩丽一摆手,目光从少女身上离开,突然问起了眼前大河的来历。 仙师大人说的不错,这的确是天水河的一条分干,在向前走上百余里,就可以见到天水河的主干了,那才是真正的天水河。 少女将瓶子小心的收好后,开心的说道。 韩丽文言,不再言语,但脑中却浮现了有关天水河的一切资料。 若是他没记错的话,此河奇长无比,是天蓝草原第一大河,一端可是和大晋境内的顺江相同的,而且两者还恰好是上游和下游的关系。 他心中隐隐有个想法,不禁沉吟了起来。 韩丽神色一动,漠然抬手,向大河对面的天空望去,脸色沉了下来。 你快去通知你们组长,说有东西向这里飞来,只是不知道是路过,还是冲着我们来的。 韩丽沉声冲少女吩咐道。 英山听此言吃了一惊,急忙小鸡啄米般的连连点头,然后向河边的鹰鹿等首领奔去。 片刻后,河边顿时一阵骚动,所有人急忙撒开双腿,往回飞奔。 结果大部分人尚未回到车辆旁边,远处天边就有绿光闪动,接着一阵阴沉的低鸣声传来,一只浑身绿光的巨大蝙蝠,有小变大的出现在了那里。 其争鸣可怖的凶恶样子,让车队中的凡人见了,一阵的心惊肉跳。 那几名留在车辆中的突兀人仙师,也纷纷走出了车子,均都面色凝重的望了过去。 第八百九十二章 亲验十 韩丽的目光却没有落在蝙蝠上,而是望向了站在巨幅被仙者。 虽然还相隔甚远,但在瞳孔蓝芒闪烁下,他早已看清楚这几人模样,心中不禁一正。 这一行人有八人四男四女,男的锦衫玉带,服饰华美,女的白袍赤足,腰缠金带,根本不是突兀人的服饰。 不过让他安心的是,这些人除了为首两人是杰丹七修为外,其余只是铸鸡七修仙者,看来不是冲其而来的。 就在韩丽心念如电之际,那只五六丈之巨幅,已飞至了车队的上空,狂扇几下巨斥,瞬间停了下来。 一股飓直奔车队而来,顿时几辆正当骑冲的车子被掀翻在地,皮带,箱子等物品纷纷从车中甩出,破裂开来,不少矿石,草药之类的东西,洒落了一地。 至于被狂风刮倒在地的凡人,更是大有人在。 这一下,那些原本面上微变的突兀人先师,更是心中大害,面面相去起来。 你们谁是为首的,出来说一声。 巨幅上一名四十余岁的男子扫了下面车队一眼,用突兀族语言冷冰冰的说道。 此人正是杰丹七的其中一名,另一位则是名二十余岁的白衣女子,虽然有几分姿色,但容颜冷若冰霜。 一听这话,鹰鹿心中咯噔一下,当即走出人群,一弯腰就想要失礼说话。 我指的不是凡人,是你们这些先师。 那男子脸色一沉,不耐烦地说道。 足下的巨幅突然一挥干翅,又一股狂风袭来,顿时将鹰鹿吹得站立不稳,连连倒退,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 其余突兀人先师见此,心中越发惊惧,对方来意似乎不善呢。 于是下一刻,他们所有人目光都望向了韩力。 毕竟在修仙界来说,修为最高的自动成为带头人,好像也无可厚非。 韩力见此情形,心中却一阵地郁闷。 不过,他也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到了此时,风月和另外一名突兀人修仙者,竟然还未从车中走出。 风月没有出来,还能了解一二,反正死期将至,自然有些自暴自弃的样子,不怕得罪高阶修仙者。 但另外一人,则是那位他曾经感到过好奇的突兀人,同样只是助击其修为,竟也拖大的不出来,这可大有问题了。 难道这些人是冲此人来的? 韩力如此地想道。 不知两位前辈和几位道友,到此有何贵干吗? 是想找人找物,还是另有差遣,晚辈等人一定竭力配合。 无奈之下韩力上前一步,镇定地说道。 听到如此不卑不亢的言语,中年男子目中寒光一闪,在韩力头上斗篷上转了一圈后,突然面无表情地说道,和我说话,先把斗篷摘下再说。 我要先看看你的容貌。 韩力听了此话,心中一阵郁闷。 但自存以前和突兀人仙师争斗时,都从未露出过真容,这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情,也就没多说地将斗篷摘下,即露出了那副普普通通的面容。 剧符上的这几名男女同时将目光落在了韩力面上,韩力甚至感受到了阵阵灵动从那男子目中发出,竟然还施展了什么秘术来观察它。 试用的真容,不是那名叛徒。 片刻后,男子目中寒芒一脸,对身侧的杰丹女子说道。 那女子文言点点头,目光在其余几名突兀人修仙者身上一转后,同样摇了摇头。 这时,那男子才转手对韩力淡淡说道,把你的同伴都叫出来,我们要找一人。 怀疑就混在你们车队众了。 找到后就会离去,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的。 那男子口中如此说道,但一阵低语传音后,马上一挥手。 巨幅上其余六名驻机七男女立刻飞射而出,停在了风月和另一名暗藏不出的突兀人所在车辆上空,分明已经找到了目标的样子。 而两辆马车到了现在,仍然寂静无声。 其余之人见此,大气也不敢喘一下了,那位拔姓大汉和雇佣另一人的部落首领,则脸色瞬间苍白无比。 寒厉眉头一皱,却没有说什么。 巨幅上男子见车中毫无动静,不禁冷笑一声,一翻手掌,数团拳头大火球就浮现而出,轻轻一甩,所有火球直奔其中一辆车子击射而去。 就在这时,终于从这辆车中传来了一声苦笑声,顾统领。 我已逃到天兰草原,避得如此远了,又何必非要斩尽杀绝,难道非要志在下雨死地吗? 话音未落,整辆马车爆裂开来,然后一股白蒙蒙的寒气迎着火球撞了过去,顿时这几颗火球在寒气中一闪即灭。 一名二十七八的彪悍青年,手捧一个晶莹雪白的圆珠,出现在了原地,脸色阴晴不定。 巨幅上的修饰一见紫目,却人人面露喜色。 江剑英,雪晶珠果然在你手上。 公主让你去带着此珠去景北寒山北悬老人,你竟敢选带此珠偷跑,现在还有何话可说? 识去的话,乖乖跟我们回去,或许还能留你一条残魂。 男子脸上喜色一收,猙獰的说道。 同时那六名铸鸡漆的修饰,身形一晃,分别将彪悍青年两侧,后路均堵上了。 让我去请玄兵老人,是让我做血迹吧。 别以为我不知道,当初派我此任务,不就是觉得我身具冰灵根,正好适合给那北玄天妖祭练此珠用吗? 我若是不跑,才是真正的死无全尸。 青年一听此言,雀目几反笑起来。 哼,就算如此又怎样? 不要忘了,你有今天的修为和境界,可都是宫中用各种灵丹妙药堆积出来的。 否则,数十年前你不过是一名企儿,早就化为一堆白骨了,还能成为修士。 更何况宫中还给你娶妻生子,留有后人,你以此身报答宫中,又有何不可? 另一名结单女子,却冰寒的说道。 放屁,应该说江某要不是身具冰灵根,宫中会收养我。 凭我的一灵根,就是宫中不收养,迟早也会成为某大宗的弟子。 至于娶妻生子,这些小恩小惠就想让我赔上性命,宫里的可真是打得好主意。 青年冷笑的说道,随后毫不迟疑的一脱手中雪白鲸珠,一股白蒙蒙寒雾从珠上冒出,化为一团二十余丈寒雾将它照在了其中。 你心中早有叛逆念头,怪不得连妻儿都不顾了。 那只有就将你拿回去交给宫中发落了。 你以为凭借这颗雪鲸珠,就可以对抗我们,真是失心妄想。 女子面无表情的说道。 一挥手,那六名柱基七修士同时单手一扬,一杆红蒙蒙的赤红法旗出现在了手中,接着脱手射出,化为六团赤红烈焰绒为一体。 一片母许大小的火云出现在了寒雾的上空,徐徐的压了下来。 从那青年一线身后,这些人就开始用大进言语交谈,其他突兀人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了,一头的雾水。 韩丽早就学过大进言语,在一旁则听得目瞪口呆了。 什么宫中? 统领 怎么听,好像也和一般的修仙宗门大不一样,倒有些类似乱星海中那些大小势力一般的存在,难道大进修仙界也和乱星海一般的混乱复杂? 虽然其余突兀人听不懂大进的言语,但也知道情况不妙,那些凡人早就偷偷后退开来,纷纷躲避起来。 到时那些突兀人修仙者生怕引起什么误会,不敢贸然离开,只能纷纷给自己加持一些护照,以防被误伤了。 火云和下方寒雾碰撞起来,热寒之气交织流动,化为阵阵的冷然争气,席卷八方,看起来好不惊人。 那雪晶珠虽然神妙,但是彪悍青年区区一个筑基期修士,连练化此物能力都没有,自然更无法做到驱使如意了,末一交锋之下,寒雾立刻大储下风。 寒雾中的彪悍青年显然也知道不妙,拼命的想驾驭寒雾冲出火云,却总被那六名修士联手困在了火云中。 没多久,寒雾一点点的缩小,彪悍青年拼命的往朱子中注入法力,仍然无法抵挡火云的消磨,一顿饭时间后,终究变得只有数丈大小了。 顾统领,你出手一下,他还有些用处,必须要活捉才行。 见此情形,杰丹女子忽然转手对男子说道。 放心,此事交给顾某就是了。 男子冷漠的点点头,纵身化为一道白红,击射进了寒雾之中。 那六名铸鸡修士剑子,同时施法,收了四周的火云。 寒雾中一阵翻滚不定,片刻后传出喷的一声巨响和一声闷哼声,接着寒雾渐渐退去,现出了里面的情形。 那男子傲然的站在原地,一手提着昏迷不醒的青年,一手抓着那枚雪晶珠。 在对方修为大损之下,男子以杰丹妻修为出手,果然一击就轻易得手了。 杰丹女子见此,脸上也露出了满意之色。 看好他,这一次总算没有白来。 男子一甩手,将青年扔给了一名手下,口中吩咐道。 然后目光一转,望向了一直观战的韩丽等人,面露沉吟之色。 不要多事了,这里是天蓝草原,不是我们九仙宫。 我们虽然和天蓝圣殿打过招呼了,但还是别招惹麻烦,突兀族很护短的。 女子见此,眉头一皱的说道。 知道了,那我们走吧。 咦,这个是,男子点点头,就要腾空飞回巨幅身上时,目光无意中一转之下,漠然落在了地上散落的一样东西上,发出一声吃惊的轻疑。 韩丽见此,同样随之望去,只见一块半透明的鹅卵状石头,搁置在那里。 此石头有些奇特,外部晶莹透明,但里面引有一火焰撞金光流转不定,散发奇特的光芒。 石头表面大部分都是脏兮兮的,让它先前毫不起眼,但是经过刚才的水热蒸汽冲洗后,这才显出了部分的原貌。 金燕石? 竟然是金燕石! 韩小子,你的机缘还真的非同一般。 韩丽正觉得有些眼熟,似乎在什么地方见到过此东西似的,脑中却先大眼神君吃惊的撑其声。 这时他才想起来,此物不正是炼制仿制七燕扇,所需要的最关键的一种材料。 在天南早已灭迹多年,就是能否在大晋找到,连大眼神君也没有十足把握的。 这时那男子似乎也认出了此时来历,目露狂喜之色的身形一闪,到了金燕石旁,一弯腰,就激动异常的去捡此物。 第893章出手 嗖的一声,男子眼前金光一闪,金燕石毫无征兆的腾空飞起, 斜着鸡舍而出。 男子吃了一惊,不提防下反应自然慢了一拍,等大吉的反手一把抓去时,但明显迟了一点,金燕石瞬间化为一道金芒,一闪即逝的落入了附近另一人手中。 这一下,无论大进修士,还是一旁有些摸不着头脑的突兀人,都挣住了,而这人自然正是韩力无疑了。 这时,韩力单手抓着手中的石头,细仔细的看了看,根本对其他人视若无睹的样子。 结单男子神色,瞬间铁青起来,把那东西交给我,再斩断一条手臂,可以饶你一条性命。 他死死盯着韩力,一次次的阴森说道。 韩力再次从大眼神军口中,确认了此石头正是金燕石不假后,一番手将石头收进了储物袋中,还冲着男子轻笑一声,不慌不忙的用说道,我同样看上此物了,既不想让给阁下,也不想自残,不如几位道友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就此回去如何。 男子听了此话,心中大怒,脸色一沉的两手握拳,身上顿时冒出了持许长的白色灵光来,一副就要动手的样子。 顾统领,怎么回事? 那奇怪东西,到底是何物? 若不是重要东西,就不要惹事了。 一旁的杰丹女子,却隐隐察觉到了韩力的不简单,突然开口道。 顾统领听了这话,犹豫了一下后,嘴唇微动的传音了过去。 片刻后,那名白袍女子露出震惊之色,沉吟了起来。 真是此物。 不会搞错吧? 白女女子面容一凝,用大进言语郑重的问道。 绝对没错。 你也知道,我原先是炼气部出身。 那本天地其实路早不知看了多少遍,绝对就是此物不假。 若是得到此祈宝回去献给公主,擒祸叛徒追回雪晶珠的功劳与之相比,根本不算什么了。 男子微露兴奋的说道。 女子听了这话,目光在韩力身上略一转,再次确认对方的确是助击其修为后,目中寒光闪动,眉宇间煞气渐生。 动手。 不光此人,所有突兀人全都一个不留。 没有人证,天蓝圣殿不会真为几名低阶仙师和数百凡人和我们先攻翻脸。 大不了这次交易的东西,价钱再降低一成。 白衣女子额眉倒数的说道,同时一张弹口,一道荧光从喷出,一闪之后就到了一名助击其的突兀人修仙身前。 那名突兀人虽然身上顶着一个蓝色护照,但又怎会挡得了结单修士的全力一击,当即一声惨叫后照破人亡,被腰斩成了两劫。 而那银红一个盘旋后,现出原形,竟是一口鸣晃晃飞刀,持许来长。 其余助击其的大进修士,一听卫的女子命令后,也立刻祭出了法器,纷纷扑向了剩余的三名突兀人先师。 那些稍远些的凡人,倒不急于一时灭杀,反正也无法跑到哪里去的。 一见这些大进修士动手,那三名突兀人修仙,自然惊怒交加。 但是他们一名是助击初七,两名是练技七,又如何是那六名助击七修士合击之手,虽然拼命反抗,但转眼间就这些修士绞杀了。 有两名干脆又扑向了风月所在的马车,准备将这位隐藏不出的人,也一起解决掉。 站在巨符上的杰丹女子剑子,心中无惊无喜,这种结果早在预料之中。 不过他目光转向男子这边时,脸色大变起来。 原来男子一听到女子动手的吩咐后,丽也喷出了自己本命飞剑,化为一道白红直接斩向韩丽。 但是韩丽叹了一口气,手掌一番,突然一面乌黑小番出现在了手中。 轻轻一换后,此番迎风便掌的化为一团光幕,护住了全身,迎红一斩向此幕后,竟然直接被反弹了开来,根本无法伤及分毫。 这一下男子自然一惊,情急之下,急忙催动自身剑绝,白红一阵回绕后,净化为一只树杖长巨蟒,一盘后就将黑色光幕围在了其中,血盆大口一张的拼命缠绕撕咬起来。 可那不起眼的黑色光幕仿若金金刚铸成一般,巨蟒的锦缠还是撕咬,根本毫无用处。 白衣女子瞅过来时,正好看到了这一幕了,不禁心中微微一沉。 对方敢抢劫丹修士的东西,果然是有所依仗的。 心中如此想到,女子却毫不迟疑的用手一点远处飞刀,法宝一阵轻颤后,顿时化为银红的击射而出,下一刻也狠狠斩在了黑色光幕上。 结果银红围着光幕连斩树下后,光幕安然无恙,晃都不晃一下。 白衣女子和男子互望一眼后,同时从对方目中看出了骇然之色。 你们不要管那车中的家伙了,赶快不火炎阵来炼化此人。 白衣女子陡然一扭头,尖声的吩咐道。 那几名铸机器修士,一听此命令,不假思索的的纷纷祭出了火红法旗,顿时一团母许大火云浮现在了光幕上空,并徐徐压下。 好,很好,也省得韩某再多废手脚了。 光幕中,这时却传来韩丽淡淡的一声话语,随后突然光幕顶部光芒闪动,一个黑绿色的婴儿笑嘻嘻地出现在那里,手中还拿着那杆乌黑小帆。 原因? 你,你是原因其修士? 且慢动手,我等马上就走,绝不敢和前辈抢东西的。 一剑婴儿显形而出,女子如大锤重击心头一般面无人色,知道自己刚才做了一件蠢事,急忙慌张地开口哀求道,同时神面一动,就要就要召回自己的飞刀法宝。 但是这时韩丽的第二原因却出了细细的冷笑,一抛手中小翻。 瞬间狂涨,化为了数丈高之巨。 黑蒙蒙磨气从上面狂涌而出,比火云面积大得多的魔云一下出现了光木上空,无论飞刀,巨蟒,还是火云都在魔云翻滚高涨之下,被淹没席卷进了其中。 一男一女还有那几名铸机器修士,就在此时,同时失去了和自己法宝,法器的联系。 阴罗帆 你是阴罗宗执法长老。 早已目瞪口呆的男子,一见此番模样,顿时吓得魂飞魄的大叫出声,当其周身灵光闪动,立化为一团刺目白光腾空飞走,竟连自己本命法宝也不顾了。 白衣女子一听男子叫出了对方翻骑石阴罗宗阵宗之宝石,也倒吸一口凉气,不及多响的数道法觉打入了巨幅体内,同时狱卒猛然一点巨幅。 巨幅身形骤然大了三分,身上绿光大放,一声怪名后,化为一道绿红破空顿走。 正好和杰丹男子相反方向。 魔宗瑕疵必报的习惯下,此女可不寄希望这位阴罗宗老怪物真会驻守,同时心中也大恨那男子为何多事,否则刚才回去的话,不就一切无事了。 那几名驻机器的男女修士,更是吓得魂飞魄散,同样一哄而散的玉气飞逃。 魔云中清光一闪,韩力身形浮现在了旗上,看着这些大进修士四散奔逃的背影,嘴角泛起一丝寒意。 一拍腰间储物带,十几道白光从袋中飞出,化为半尺来长的雪白蜈蚣鸡射而去,两两一组的追向那六名驻机器修士。 与此同时,巨帆上黑芒闪动,现出一个数尺大的幽黑孔洞出来,一只身上带着黑气的巨大式金虫从中飞射而出,双目中血色闪动几下后,猛然一展双翅,化为一道金光直奔结单男子脊椎而去。 而黑绿色猿鹰一等式金虫飞出后,一下纵身跃入了阴罗帆中,驱动他一头扎进了下方魔云中。 魔云骤然翻滚不定,忽然出一阵次鸣声的冲空而起,一晃之后出现在百鱼杖的高空处,直奔逃走的巨幅滚滚追去,黑蒙蒙的遮天蔽日情形,犹如魔神将士一般。 寒历却漂浮在空中动也不动,面无表情的看着这一切。 远处的那些突兀族凡人,何曾见过这种等级的大战,再加上见到几位仙师竟也都毙命了,更是吓得远远跑开了。 偶尔有几个胆大的留在附近,但见寒历这般威势,也根本不敢过来近身了。 几乎刹那间的功夫,那六名逃跑的助击七修士,就被雪白蜈蜈先后追上了。 这些助击七修士,又怎会是六亿双弓的敌手,虽然只是幼虫,但在那连结单修士都畏惧的寒气之下,根本毫无幻术之力的被划为巨大冰块,然后连人带元神都被钻入了冰中的蜈蚣撕成了的粉碎。 那名划为白光陶盾的男子,因为没了本命法宝,盾速也不比几名助击七手下快到哪里去,片刻后同样被巨虫追上了,结果在满面绝望之色下,魔化是金虫轻易咬破了男子数层护罩,并钻入了体内。 当即男子就从空中直接坠落地面,抱头痛苦的乱地打滚,一会儿功夫也就毙命了。 道是那位白衣女子的巨幅虽然等级不高,但似乎擅长飞顿之术,又在法觉刺激之下竟然顿速奇怪之极,但和韩力第二元英驱使的魔云一千以后的飞出了数十里后,终究被铺天盖地的魔云毫无怜香之意的罩住了。 从此,此女就无声无息的在世间消失了。 但等第二元英驱使魔云重新返回时,韩力手中把玩着那颗雪晶珠,正看着被大进修士丢在地上的某具东西,脸上全是纳闷无语之色。 第894章 天蓝圣女 所谓的东西,正是那位被大进修士勤下不久的彪悍青年,不过,一具尸体被称之为东西,倒也没有什么不妥了。 看着地上的气息全无的青年尸体,韩力喃喃低语了几句什么。 这可不是他下的毒手,而是当他想将青年就醒,问一下这些大进修士来历时,此人已经一脸污子,服毒自尽的样子。 看来这青年也够狠得,知道此次在劫难逃,竟然是先服下了剧毒,才出来应战的。 这样一旦被秦后,倒也不用怕受恋魂之类的痛苦了。 不过惊魂消散得如此之快,看来还另给自己动了什么手脚。 韩力摇摇头,心中颇有哭笑不得的感觉。 这位若是地下之道,原本可以被人救下的,但竟然因为自杀缘故错过了生机,真不知道会露出何种表情出来。 不过,韩力和此人素不相识,自然也不会另有什么特别感觉,没有多想的一个小火球射出,顿时将青年尸体化为了一团灰烬。 片刻后,魔云飞顿而回,第二缘鹰手持黑帆的现行而出,轻轻一挥中帆旗,一阵狂风过后,所有魔器都被收入了帆中,一个盘旋后射向了韩力天灵盖,一闪即逝的没入其中不见了踪影。 韩力这才朝四周看了一眼,见那些突兀族凡人全都站在极远之处,有些畏惧的丑向这边。 好了,这里无法再待下去了,跟我走吧。 在你毒死前,还要将密窟地址告诉本人呢? 韩力对某辆马车淡淡地说道。 原来你是阴罗宗长老。 怪不得能轻易灭杀了缝枕老妃,还有浩元丹这种珍稀丹药。 车帘被缓缓掀开,风月头带斗篷从里面走了出来。 声音有些异样起来。 隐隐带着一丝激动。 嘿嘿。 阴罗宗长老。 此事以后再说了,走吧。 韩力冷笑一声后,就二话不说地放出一把飞剑,欲起飞腾空而起。 风月略犹豫一下,也就不再迟疑地跟了上去。 顿时二人所化顿光,一前一后地渐渐远去,最终消失在了天际之边。 这时,远处的突兀足凡人才大胆地重新回到了车队,几名领仪照面后,各个面面相去地苦笑起来。 如今他们雇佣的仙师,死的死,走的走,而到底生了什么事情,他们还一头雾水,根本弄不清楚。 几日后,此事终于传了开来,一下死了数名仙师,即使都是低阶仙师,也不是一件小事了,特别里面还牵扯到了莱图物族和圣殿做生意的大进修士,更不能等闲事之了。 一些圣殿的仙师闻风而动的赶了过来,经过一番盘问分析后,终于认出了凶手,竟是前些日子一连斩杀了数名元英级仙师的外族人。 通过目睹此事的凡人之口,这位外族人的身份,似乎也水落实出了,竟是大进十大魔宗中的殷罗宗长老。 说出此话的既然是被灭的九仙公修士,大概不会错的。 况且突兀人又怎会不知道殷罗宗镇宗之宝鬼罗藩的威名,这让参加过堵截之战的那部分仙师,心中一领。 原来上次大战,这位殷罗宗长老还未尽出全力,有这种质宝都未使用。 不过拥有这般神通和身怀鬼罗藩,恐怕这位在殷罗宗长老中也是排名前几的重要人物。 至于此人为何会出现在了草原,并对他们大大出手,倒让另外一部分突兀人仙师有些恍然大悟。 毕竟数十年前的圣战,死对头木兰人背后就有殷罗宗的影子。 难道这位殷罗宗长老因为木兰人的失败,这次故意潜入草原深处来杀人报复或另有什么图谋不成? 似乎也只有这个理由,勉强说得通了。 得到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后,突兀人总算安心了许多。 毕竟敌人再厉害,知道了来立目的后,可就好对付多了。 一方面天蓝圣殿立刻派出了大批修士前往大进和草原交界巡视。 以防殷罗宗的人前来接应他们的长老。 另一方面,则集中了一批顿速极快的猿鹰级仙师,随时待命绞杀这位殷罗宗长老。 不管对方身份有何厉害之处,都不可能让对方活着离开天蓝草原,否则此事一旦传来。 以天蓝圣殿为的天蓝草原修仙界,可就真的颜面无存了。 于是,这一次的开灵日,某处圣殿由圣女亲自主持的开灵仪式,非常匆忙的仅花了两日就结束了。 而再过一日,在这圣殿后面一处防备严密的禁地中,百余名突兀人高阶先师经过沐浴界后,逐渐出现在了此地。 这是一片面积近千丈的巨型广场,中心处画有一幅巨型阵图,光是镶嵌阵图上各处的中品灵石,就足有百余块之多了。 在法阵中间的阵眼处,还见有一座五六丈高的灰白色长方祭坛,古朴简陋,就是用普通的白石制成,而四臂刻着几道不知名的符文标志,没有其他任何的名印了。 此刻法阵四周,光是圆英七的上阶先师就有十几位之多,这些人全都神情肃然的静静站立着,似乎在等什么人似的。 一顿饭的寂静后,有两女一男,从进至外并肩走了进来。 走到最中间的是一名体型修长的银袍女子,白纱蒙面,照住了大半玉蓉,但袖乌云般垂落尖头,肌肤如苏如雪,一双美目清澈梦幻,让人心醉窒息。 一侧的男子,是一名面容俊秀的青年,看起来只有三十余岁的模样,但却目光闪动间,却给人一种沧桑异常的感觉。 另一边的女子,却是一名身材丰满诱人的妖娆美妇,一身黄色衣衫,留有一头子断般的诡异长发,赤裸外露的双臂,各有一个拳头大乌黑鬼头死死咬在其上,而这美妇却秋波流转间,丝毫不见痛楚。 参见圣女,大仙师。 四周的重突兀人仙师,一见这三人进来,全都威攻了下身子,表示了敬意。 三人也向四周之人点头致意,走到了祭坛前三四丈处,才停下了脚步回转过来。 诸位仙师,不必多礼了。 这一次召唤仪式,不光是为了追杀那外族人,还是让圣兽分身永久停留在圣殿的一次尝试,希望诸位道友一定尽力协助本宫。 而为了这一次仪式增加成功率,两位大仙师特意花费了十年余功夫,才寻了两只合适的祭品,用来这次施法。 两位大仙师,先把祭品奉上吧。 银袍女子优雅的一转身后,如同天籁之音的悦耳话语声徐徐传出,清晰异常的传进了在场众人的耳中。 其余的突兀人仙师,一听此言,脸上大都露出了兴奋之色。 俊秀青年和子发每副互看了一眼后,微微一笑,同时轻拍了下手掌,顿时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从广场外传来,甚至连地面都有些轻颤了起来。 这一下,一些人不禁大感惊讶,急忙随身望去。 只见从广场的两侧,各走进来一队两丈高的巨大铜人,每队铜人共有八只,浑身金光闪闪,抬着一个巨大木架缓缓缓走向了广场中心,而木架上隐隐搁置着什么庞然大物。 当木架一步步的被铜人抬至了祭坛前,并稳稳的放下了,即使在沉稳的人看清楚了上面之物后,也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一只浑身清光的野牛般妖兽,一只盘旋数圈的雪白巨蟒,体积均都如同小山般的巨大,但全都在木架上昏昏沉沉,神志不醒的样子。 不光如此,仅凭这两只身上散的妖气,在场人之人就判断出来,这还是两只七级顶阶,即将迈入八级妖兽的可怕存在,怪不得即使两位大仙师也要花费如此长时间才能生擒活捉。 这一只青蜂牛和冰甲蟒,也算是蛮荒易重了,正好符合祭祀之用。 但能否真将圣兽分身借此留在人界,还要看天蓝一族的机缘了? 下面祭祀开始吧。 银袍女子目光秋水清冷的一扫在场之人后,口中不慌不忙的说道,随后起一玉手出木架上的某只巨兽轻轻一挥。 一鹏银丝玉手中击射而出,瞬间化为上百道银锁,一下将此妖兽困困的接接实实,然后荧光闪动下,巨牛庞大的身躯轻轻浮起,往祭坛处慢慢移去。 此刻,原本昏迷不醒的青牛却苏醒了过来,一见此景,顿时心知不妙的浑身颤抖,想要挣扎而起,但是身上早背下了数种极其厉害的劲致,外加纳上百道银链困术,又怎能动弹分毫,只能惊怒之极的目睹自己被悬浮移至了祭坛之上。 她张口想要大吼什么,但在试口中却无声无息,任何丝铭之音都无法传出。 银袍女子腰之一扭,漠然转身面对祭坛,银锈一甩,一团拳头大清光从中飞射而出,一个盘旋后停留在了青牛庞大身躯之上,竟是一只被淡青色火焰包裹的迷你小鼎,低溜溜转动不停,显得神秘莫测。 此女两手掐绝,悦耳的咒语声从弹口中缓缓吐出,轻艳高涨,小鼎渐渐开始变大,化为一只杖许高的骨顶。 若是韩丽在此,见到此目,恐怕立刻会惊得目瞪口呆。 除了顶上附带的火焰外,此骨顶竟然看起来和须天鼎有八九分相似,同样的造型,同样的花鸟重兽等图案,实在不可思议之极。 第八百九十五章 圣兽助身 天蓝圣女口中咒语声见急,忽然伸出一根玉指冲此顶一点,顶盖化为一道清光腾空而起。 随后灵光刺眼夺目,一片亮晶晶青沙从顶中飞射而出,幻化为了点点星光,照住了祭坛上空,让人凝望之后,不觉陷入如梦如幻之中。 银袍女子见此,咒语声一顿,冲祭坛上绑附妖兽的细练一点直,灵光一闪,银练还原为了细思,往妖兽身体中一乐,如同上百把刀刃同时切割而下,清风牛静活生生被分解成了上百分,血腥之气瞬间充斥了整个广场。 就在这时,青沙如同银河落下,往祭坛上密密麻麻的遗落。 顿时妖兽尸体上覆盖了一层清光,所有杀力忽暗忽明,仿佛在吸食的血肉一般。 让人有些毛骨悚然。 一团碧绿光团,从妖兽尸体中出其不意的飞顿逃出,直往空中击射而去,正是清风牛的苦修多年的元神。 但无数青芒从祭坛上击射而起,如同强弓硬弩一般,眨眼间将光团从空中击落,然后清沙一涌而上,就将妖兽元神淹没在了旗下。 偌大的妖兽血肉,仅仅一顿饭功夫后就抵化为了乌有,连一根残骨都没有剩下。 而吸食了血肉的清沙,每一粒都隐隐泛出了血色。 见到这一幕,银袍女子面色不惊,又冲那只白色巨蟒一挥手,银丝化练的同样将此兽捆覆各阶时,无声无息的移到了祭坛之上。 经过一般无二的血迹后,清沙在一连吸食了两只七级妖兽的精魂血肉,彻底化为一团血云,悬浮在祭坛上空移动不动。 银袍女子此刻又用法觉一摧俱顶,一阵温明后,此顶缓缓落在了祭坛之上。 开始召唤圣兽,两位助我一臂之力吧。 银袍女子扭对身边的青年美妇,带着一分恭敬说道。 这个自然,我等会尽全力的。 那名清秀青年威然一笑,从容的说道。 此发依美妇也抿嘴一笑。 银袍女子点点头,两手一抬,食指连弹,一道接一道法觉连串向四周法阵中飞射而去。 瞬间各处同时亮起了灵光,法阵运转起来。 祭坛上聚顶在河下方法阵在呼应一般,同样一暗一明的闪动着青色灵光, 顶上所带的火焰,此刻却显得有些微弱起来。 女子走上半步,微扬预警,口中响起了晦涩的咒语声。 这一次,一侧的两名大仙师,同时伸出一只手掌搭在了此女相间之上,精纯的灵力,缓缓注入此女体中。 此女浑身荧光闪动,额上头上,一个牛胶身的古怪图案慢慢浮现。 两手一合在一分,两道精纯灵力所化光柱从手心处喷出,积在了顶上。 此顶低溜溜的旋转不停,将这些白光进西其内,接着,突然从中喷出一片青色光霞,刹那间汇聚成一颗头颅大小的光球,不断往中间挤压凝聚,四目之极。 银袍女子见此情形,脸色凝重起来,手中喷出的光柱开始呼吸呼唾起来,似乎在操纵这顶中的霞光。 身旁的清秀青年和紫发一美妇,同样不敢怠慢,灌注在天蓝圣女身上的灵力,一刻不敢停下。 时间一点点过去,光球越夺目耀眼,并开始出了刺鸣之声。 此时,法阵四周也共鸣地射出五色灵光,不停地飞入光球之中。 银袍女子目中神色更加谨慎,咒语却越来越低起来。 一顿饭的功夫后,轰隆隆的一声巨响,光球一缩一掌尖爆裂开来,一轮青色骄阳瞬间升起,但又一闪即逝的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却是一个鸡蛋大小的青蒙蒙光洞浮现在了圆处,但此孔洞也只出现了片刻,就溃散消失了。 而就在这片刻功夫,一道赤芒就从中击射而出,一头扎进了空中的那一片血云之中。 悬浮的血沙如同剑道磁石一般,马上一扑而上,将赤芒死死包裹在其中,一个直径持许大的血茧立刻成形,并可清楚地看到血茧内部有东西在蠕动。 四周的那些突兀人仙师,此时各个看得目瞪口呆,而银袍女子却莫不作声的一点巨顶,大片青丝席卷而出,一下将血茧从空中拉入了旗内,接着一道光红天外飞来,将巨顶盖得严严实实。 青色火焰高涨两三丈,将巨顶淹没在了其中。 祭坛下的法阵,灵光闪烁下也开始聚集起惊人灵气,往青燕中缓缓注入。 天蓝圣女这时,才真正大松了一口气。 仪式还比较顺利,但是否真能将圣兽分身留下,还要等一个月才见分晓。 但毫无疑问,即使圣兽分身还无法久待人界,但这次滞留七八日时间对没有问题的。 这些时间足以借助圣兽神通,找出那名外族人。 下面大家可用回去休息了,一等圣兽重铸铃身完毕,我和两位大仙师就会亲自带队,去捉拿那位外族人。 银袍女子明眸略意转动后,对在场众人清冷地说道。 广场中的突兀人仙师,自然没有其他意见,当即纷纷攻身离去。 不过,有些心中好奇的,还是不尽多瞅了聚顶两眼。 不久之后,整个禁地就只剩仙子女和两名大仙师了。 徐道友,孙仙师。 还要麻烦二位护法两日了,以防圣兽在顶中重铸灵体时有意外声。 天蓝圣女纽队美妇二人缓缓说道。 这个自然,我二人也不想食余年心血,最后功败垂成。 美妇不加思索地一口答应下来。 清秀青年则没有说什么,但也点了点头。 银袍女子这才心中一松,而这时,顶中隐隐传来了一阵雷鸣般的低吼声,银袍女子神色一宁,随即和这二人互望了一眼后,当即肃然地在祭坛四周盘膝坐下。 两日后,这座天蓝分店响起了一声接一声的悠扬钟声。 附近许多还未离去的各部落和低阶修仙者,全都诧异地骑向圣殿望去。 结果只见从圣殿后方,有十几余道顿光破空射出,化为一串绚丽惊鸣,向南面天空扬长飞去。 虽然顿光速度太快,无法辨认出到底是何人在其中,但如此惊人顿光自然不可能是低阶先师了,引起了不少人一阵的惊叹。 而这些顿光,没有任何停留之意,一路向南飞驰。 三日后,天蓝草原第一大河,天水河南端的一节水面上,一道青红飞射而来,围着河面兜了一大圈后,竟现出一只牛胶身的赤红妖兽。 此妖兽不断太大,只有三四丈而已,但是通体却照在一层青蒙蒙霞光之中模样,有些模糊不清,而妖兽牛之上,天蓝圣女衣衫飘飘地站在那里,眼波流动地打量着此处水面。 片刻后,天空陆续亮光闪动,中盾光飞射而来,为的正是两名大仙师。 林道友,圣兽找到那人了。 开口的正是紫发美妇。 应该不会错的,那人既然随身带着如此多的试金虫,即使放在了灵兽袋中,也瞒不过圣兽灵绝,应该在面不远处的。 这人也真够狡诈的,竟然潜入河下顿走,我说如此多人为何都无法献其踪迹? 我们过去吧。 银袍女子胸有成竹地说道。 好,我倒也想看看此人是否真是阴罗宗长老。 中了呼凶的大五行秦先手,还能这般安然无事,徐某也想会晦其神通。 清秀青年冷冷地说道。 听说这人外表不太大,很年轻的样子,本夫人也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厉害角色。 此发美妇悠然地说道。 既然两位道友都如此心急,那我们走吧。 银袍女子轻笑一声,额上银纹浮现,用某种上古语言,和身下的牛娇身怪兽弓声交谈了几句。 然后那怪兽鼻中哼了一声,就化为一团清光,自顾自的击射而去。 其余修士见此,急忙跟上。 这一次沿着河面紧紧飞出了四五百里地,前方出现一段狭窄许多的河道。 接着从遥远之极的地方,隐隐一道血影从水下冲出,随后远处血盲连闪,那个人骤然在原地消失不见。 不好,那外族人竟然察觉到什么,先施斩秘术跑了,现在出现在数百里之外的地方。 这人神识好强大,恐怕真有些棘手了。 其他道有动作太慢,我们三人先走一步,将对方堵住。 否则对方一有了小心,下一次就不好追踪。 稍等青年和美妇跟上,这位天蓝圣女,果断异常的说道。 另外两人自然没有什么意见,当即随手给落后一些距离的那些人了一道传音符稍微叮嘱了一下,三人就飞快的全力追去。 虽然在如此远的地方,谁也无法用神识锁定外族人,但依仗着圣兽纷身的高深莫测神通,三人仍然死死的咬着寒厉的尾巴,一路追了下去。 这一跑一追,就是一日一夜的时间,他三人虽然一连几次都被寒厉用鞋影盾甩出了千里之远,但不久后就会再次调整方向,重新追了上来。 而被迫一连使用了三次解封之法的寒厉,现还无法甩开这三人时,心漠然沉了下去。 第896章 诱敌 前辈,这些突兀人数次被晚辈甩开了千里之外,但每次都能追踪上来,难道世间真有什么强化神识功法比大眼爵还要厉害,竟然可以探测千里之外吗? 韩力脸上苍白无血的问道。 此刻他正处于解封之中,化为一道青红,正在空中风驰电掣。 一连三次解封,并同时使用血影盾数次次,这让韩力身体岌岌可危。 若不是用数种高阶秘术强行压制下功法反噬,并不惜连服十余滴万年凌辱,来弥补精血的部分亏损,恐怕早无法坚持下去了。 就是这样,等其收工后解除封印后,没有两三年功夫法力是无法回复到巅峰了。 当然这还是他担要众多的情况,换了其他修士,就此被打落一层境界都是大有可能的。 在这种糟糕情形下,他还被原英后期修仙者追杀,其中的危机可想而知了。 而在无法弄明白对方准确跟踪的原因之前,血影盾也不能轻易动用了,否则人未甩掉,自就先被毁了大半。 哼!老夫虽然对大眼觉强化神识上信心十足,但也绝不敢夸口整个修仙界第一。 比老夫资质好的修士,从古至今就算不多,但也不不会太少的,有彼此法觉更厉害地功法,有何其的。 不过,这次你被紧追不放,不是真有人在千里之外就用神识锁定你了,而是你被非人的东西盯上了。 大眼神君冷哼一声,客气的说道。 非人的东西,你说的是那只妖兽。 韩丽一惊点醒,有些醒悟过来。 不错,你不觉得后面的那只妖兽模样很熟悉吗? 简直和突兀凡人口中描述的天蓝圣兽一般无二。 多半就是圣殿的那些老家伙,实在漠不开被你击杀如此多上阶纤师的颜面,特意从上界召唤下来的东西。 像这种并非人界的存在能有神通锁定你,并非稀奇之事。 大眼神君提点的讲道。 天蓝圣兽。 我当然注意到了此兽,只是这东西身上的法力波动并不强,只有七级左右的水准而已,和木兰人的圣秦差的也太多了,他能有这种神通? 寒眉头一皱,有些怀疑的样子。 嘿嘿,你们和木兰人的那场大战,我也听你说过了,木兰人召唤的圣秦,显然是一种类似投影的召唤,使将上界灵秦的部分力量借助宝物之力,凭空在此界化形而出罢了。 本身就是个幻影而已。 而现在跟在后面的那只妖兽,我感应了一下,的确却是实体不假。 若是如此的话,很可能是天蓝兽使用了和谷魔魔化戒体类似的神通,借助其他妖兽或者媒戒,让自己分神降临此界了。 不要小看这种手段,说起来,这种召唤才是真正的分身降临,神通境界都非同小可,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不久就会成为这一界最可怕的存在。 据我所知,类似这般降临的存在,这一界早就有了树起了,只不过,这些存在似乎都在惧怕什么,平时低调得很,修仙界的普通修士很难找到他们。 大眼神君声音凝重了起来。 我们人界还有这种鬼东西。 不过,晚辈可没时间细讨论此事,不管那是妖兽还是圣兽,前辈可有办法助我摆脱他的追踪。 否则解封时间一到,那可真麻烦大了。 韩力神石向后再一次远远扫过,后面的三人一兽又出现在了感应范围内,不禁有些焦虑起来。 上界的异兽灵禽数不胜数,谁知道这种东西是用何种神通找到你的。 你的脸器收息之术,在我看来已很完善了,看来除非灭杀了此兽,没有其他好办法。 不过,我倒以临时教授你一种简单的假死之法,让你身体彻底消除生气,但能否管用我没有多大把握,毕竟那妖兽也许并非靠气息追踪你的。 眼神君给了韩力一个冰凉的回答。 韩力沉默了下来,目中寒光闪动半晌后,突然狠狠开口道,好,那就杀了此兽。 你想先杀天蓝圣兽,恐怕没有机会吧? 这东西可同时有两位突兀人大仙师陪着的。 最后那位蒙面女子有原因终其修为,应该是天蓝圣女,神通也晓不到哪里去的。 大眼君有些惊讶起来。 不花费些代价,自然没有机会了。 但我若拼着第二元鹰不要了,也并非没有机会的。 韩力声音钉寒急,阴森的说道。 主人,你打算如何做,小碧也来帮忙一下吧。 银月这时也默然开口了。 你的伤势如何,如果仅以气灵体引敌,能坚持下来吗? 韩力闻言一正,但仍旧缓缓的问道。 我是主人本命法宝的气灵,就是受伤再重,只要在主人非箭不悔,我也是不灭之身,主人无需替我多虑,顶多此次后,在主人的法宝中多沉眠一些年月就是了。 银轻轻一笑的说道。 好吧,现在的情形真的不太妙,也就再苦你一次了。 韩力只考虑了片刻,只能叹了口气的说道。 随后,韩力先从大眼神君那里问来了假死法绝后,心中略意参悟,真的没有任何问题,这才伸手一摸自己的天灵盖。 黑光闪动,第二猿鹰浮现在了头顶之上,一张口,吐出了那面鬼罗翻来。 他收手持此番摇晃不已,纵身往空中一跳,眨眼间乌运汇聚,风起云涌,百余杖黑云铺天盖地,魔气万千。 这东西你也拿着,要是那位天圣女带着圣兽去追你的话,你就用此剑灭杀了他。 韩力森然说道,一仰手,一把血色小剑飞射入了魔云中不见了踪影,正是那把血魔剑。 接着魔韵发出一声刺耳的尖鸣,滚滚地向一侧飞顿而去,声势实在惊人之极。 韩力看着远去的魔云,脸色阴沉之极,手掌一翻,一个小瓶出现在了手中,网口中一道,一滴灵气盎然的乳液滴入了口中。 随后他周身灵光大胜,青红已比先前顿光还快一分的速度,破空远去。 这怎么回事? 我没有看错吧,那人原因竟然单独出窍顿走了。 后面追赶的人用神识同样感应到了这一幕,不禁经已起来,此发美妇更是峨眉一挑,直接诧异起来。 不对,要是普通的猿鹰出窍,其躯体应当无法行动才对,但现在那人仍然方向不变的逃顿着,难道此人修炼了类似三师元神术的神通? 清秀青年摇摇头,面色凝重的道。 若是使用化身之法而逃的话,根本无法瞒过我等感应的,只要盯住猿鹰所在,无法混淆我等的耳目。 但现在是一个完整猿鹰飞走,也并非贵道有修炼的六魂分圆诀这样的猿鹰分裂之术。 这倒有些怪异了,难道真是传说中的第二猿鹰? 此发美妇露出沉吟之色。 银袍女子同样也秀眉紧锁,心中暗惊。 圣兽能否感应到其中的蹊跷? 青年一转手,冲天蓝圣女说道。 不行,圣兽只是一缕分神将士,想彻底开启灵智还需要上百年修炼才可,现在修为更是只有七级兽的水准,无法施展过多神通的。 银袍女子叹了口气的说道。 这倒有些麻烦了。 这样吧,既然无法分辨猿鹰真假,也不可能让这猿鹰就此溜走,不如我独自前去此猿鹰,孙仙师继续陪同圣兽和孙道友去追原来那人。 以我的神通,是对付区区一个猿鹰不会花费太多时间的。 清秀青年想了想后,易得说道。 也只有此法叫稳妥点了。 有我陪着圣女绝不会有事的,徐兄快去快回。 但那原因说不定是对方的主原因,先别下死手,找出是金虫的培育之法再说。 法美妇笑吟吟的说道。 这个自然,我心中有数的。 而银袍女子想了想,也觉得没有问题,同样点头同意了下来。 当即徐姓青年和这二人分手,化为一道十余杖长臂红,追向了韩丽的第二原鹰,转眼间就不见了踪影。 而天蓝圣女和美妇则方向不变,仍然追着韩丽不放的跟了下去。 一前一后,韩丽两拨人之间,转眼又追出了上百里,并渐渐拉近了和韩丽的距离。 只有五六十里远了,也差不多了,银月,你也动身吧。 韩丽心中略意估算后,袖袍一抖之下,一头银色小狼从袖中飞射而出,身形一滚后,竟然变化成了另一个韩丽出来。 韩丽脸上露出一丝苦笑,但时间紧迫也没多说什么,一仰手,一只灵兽袋和一枚拇指大青猪扔给了对方。 你是气灵之体,没有肉躯,别的法宝也不好驱使,就带着这袋是金虫和这枚雷猪吧。 同样若是那妖兽你的话,你不用考虑其他人,只要灭杀此兽或者暂时重创他就可以了。 韩丽仔细的叮嘱着道。 主人放心,若是天蓝圣兽追我,我一定不会让他轻易逃脱的。 对面的韩丽口中发出银月的声音,然后将两物收好后,化为一道荧光斜着破空飞去。 第897章 仅怕银残 韩丽望了下远去的身影,感觉变换成自己模样的银月,气息也变得和自己一般无二起来,不禁轻叹了口气,看来此女的幻术似乎又大进一步了。 前辈觉得,银月的幻术造诣能瞒过后面两人的耳目吗? 反正在下不是近在咫尺确认的话,十有八九无法看穿的。 韩丽忽然间问道:"你的这位气灵来历不同一般啊?岂只是你,她的幻术变幻,连老夫都有些看不透的感觉,颇有些欲强则强,欲弱则弱的样子。 平后面两个小辈,没有那圣兽作怪的话,短时间内肯定没办法分辨其中真伪的。 大眼神君给了韩丽一个模糊两可的答案。 韩丽一阵无语,这句话可没有让他安心分毫。 方向一变,他朝银月相反方向急顿而走。 韩丽自然不知道,他让银月携带部分是金虫而走,巧合之极的用对了手段。 见到前方之人突然以一划二的分头顿走,数十里外的紫发美妇和银袍女子不禁面面相去的互望了一眼,停下了顿光。 这是什么,化身之术吗? 连气息和灵气强弱,都一般无二,这小子的手段,还真的不少。 紫发美妇一幅额前秀发,嘖嘖撑起起来。 隔着太远,无法用神识辨认其中的真伪,我让圣兽查看一下吧。 天蓝圣女也大感头痛的说道。 随后,此女用古语和身下天蓝兽滴滴说了两句,顿时身下的天蓝兽,青色灵光闪烁不定,一对牛角渐渐变得透明剔透起来,仿佛水晶一般夺目。 但是过了片刻后,树生丝鸣传来,神识中得到了答案的银袍女子,神色微变起来。 真有麻烦了,对方可能知道,我们暗示金虫气息追踪的,竟然两个人身上都有是金虫存在。 这人肯定将灵虫分成了两部分,圣兽也无法区分不同了。 就是说,这两人一个也不能漏掉了。 紫发美妇额眉一挑的说道。 没关系,我们一人追一个。 现在离他如此之近了,这种分化我们的小手段,下面再用也没有什么用了。 既然对方存心打着分化我们力量的主意,我们不好好领教一下,也太对不起对方的苦心了。 银袍女子忽然间间冷笑的说道。 这么说也对。 不过,听说这人修为只有元英中期,神通却并不比我们元英后期若哪里去,但对方有伤在身,你就是碰到真身,料想也无碍的。 我追另一名,只要对方不再用那鬼盾数,料想片刻之间,就会和你会合的。 此发美妇还有些担心,叮嘱了几句。 孙天师尽管放心。 那种血色盾数虽然诡异,但显然使用代价不小,否则对方只要接连使出此盾数,早就把我们甩得无影无踪了,哪还会和我们拖延至今,估计对方也到了山穷水尽了。 况且我还有圣顶护身,绝没有问题的。 银袍女子奄然一笑后,傲然的说道。 这般说倒也不错,那我先走一步了。 美妇报以一声倾笑后,人就化为一道紫光,追向了一名韩丽。 而天蓝圣女,看了看另一名韩丽,目中寒光一闪,同样驱动圣兽追了过去。 他们果然分开了。 韩小子,你的分化之策还挺有效的。 看来那只圣兽真的只是分神降临此界,现在还不足畏惧。 但你若不能在极短时间内击杀那只天蓝兽,等解封时间一到,再加上那二位大仙师回返,那可真是走投无路了。 而且,那名天蓝圣女恐怕并不好惹。 大眼神君难得用观心的语气说道。 我心里有数的。 我又不是想击杀此女,只想灭杀那只圣兽而已,不会花费太多时间的。 韩丽一边用神石监视着身后追来的银袍女子,一边口中沉声的回道。 哦!那老夫拭目以待了。 大眼神君的声音又变得淡然起来。 韩丽没有再说什么,心里暗暗估算着时机差不多时,顿光一个盘旋后,猛然回过身来,一拍妖间灵兽带。 顿时剩余的数千金色弑金虫,从袋口中蜂拥而出,温明的这化为一朵金云盘旋升空。 与此同时,数十口金灿灿飞剑,也从袖袍中击射而出,在法掘一摧之下,化为上百道惊人剑光,围绕他身前盘旋不定。 和! 两手掐绝后,一声轻斥声发出,众剑光一阵微颤的冲天而起,空中金芒夺目,转眼间一只六七杖长巨剑赫然成形。 韩力又一张口,一团拳头大紫燕朝上喷出,迎风化为一只持续长火鸟,一头扎到了巨剑上。 扑得一声轻响,紫色火鸟爆裂开来,巨剑瞬间被一层紫燕包囊在了其中,接着无数拇指粗细的电弧,在雷鸣声中浮现在了紫燕之中,声势惊人之极。 韩力见此情形,却眉头一皱,略想下后,突然一团氢气从口中喷出,击在了剑上,顿时巨剑表面金壶乱弹,但雷声却刹那间销声匿迹。 韩力这才满意的一点头,神石一催之下,金剑往高空中破空射去,转眼间就顿入了一朵乌云中,无声无息起来。 这时,那天边境引有光点闪动,那位天蓝圣女已经追了上来。 韩力瞳孔微缩失下,一斗袍袖,一套青色飞溅鱼游飞出,另一只袍袖则飞出一面蓝色小盾,挡在了身前。 同时两只手掌翻转间,一只握住了那面从坠膜骨中得道后,就从未动用过的紫色骨镜,另一只手则捏住了还有鱼有一次的降临符。 以他现在的解封后修为再使用此符的话,修为应该比前两次时增长得多才对。 心中思量着,他静静地停在原地,静等对方的到来。 别看那牛手交手的圣兽别看修为不高,但顿速还真是非同一般的快。 从刚开始显出踪迹,倒飞至了韩力前百鱼杖处停下来,几乎只是轻呼吸几下的时间。 韩力冷冷打亮了对方一眼,目光闪动击下。 这天蓝圣兽看起来,除了模样古怪些外,实在无法看出有多厉害,并且那只硕大的牛手还隐隐给人一种呆呆的模样。 与此授笔,站在其上的天蓝圣女惹眼之极,无论其过人的绝世风姿,还是一身不可小瞧的高身修为,都让韩力不敢大意分毫。 此女现行而出后同样扫了一眼韩力,对韩力的年轻模样露出一丝惊讶,但马上目光就被空中的巨大重云所吸引,宁谋中现出惊喜交加的神色。 你,银袍女子犹豫一下,就开口想问些什么的样子。 但韩力生怕对方发觉了暗藏空中的巨剑,并且身上解封时间也有限,怎会和此女多啰嗦什么。 当即二话不说的冲重云一点直,重云嗡的一声,直接飞向了对面。 同时身前盘旋飞舞的青色飞剑,也马上化为片片剑影,向此女席卷而去。 你找死。 韩力一点没有怜香惜玉的举动,自然让天蓝圣女心中大怒,口中一声娇叱后,玉手一抬,一只碧绿手镯从手腕上鸡射飞出,瞬间狂掌变大,化为一胳膊粗细的巨环迎向了剑影。 而此女另一只手同样一把摘下腰间灵兽带,反手寄到了空中。 带口金光闪动,一连飞出十余朵巨大金花,正是十余只成熟体的金色巨虫,击射向了虫云。 此女没有注意的是,在高空中,一朵乌云悄然的向其头顶处漂浮而来,越来越近。 那只玉环显然是一件威力不小的古堡,青色剑影方意和其接触,就被圆环一阵急转后,被全入了其内。 韩力顿赶飞剑大有辗转不灵之势,心中为之一领。 至于那十余之成熟体金虫一冲进韩力的虫云中,一番嘶咬后,也同样大触在了上风。 韩力看得清楚,她的飞虫虽然数量众多,但是根本无法咬动这些巨虫身体分毫,反一口一个的,被这些巨虫吞噬得不亦乐乎。 脸色一沉,韩力二话不说的猛然将手中将灵符往身上一拍,顿时一条血色胶影幻化而出,接着附身其上,周身血光闪烁,浮现出了一块块血色鳞片,头上钻出了胶脚,变成了半胶半人之躯。 一股惊人气势,随之从韩力身上窜出。 咦?这是什么功法? 银袍女子远远目睹此目,心中一阵诧异。 但却丝毫不惧,一张口,一件手帕般的法宝从口中击射而出,滴溜溜的在身前一阵盘旋后,一下长至了树杖般巨大,并直直的树立而起。 只见巨帕上面,竟绣着一条银色聚残的图像。 见到此画像韩力一正,正在思量此宝有何神通时,惧怕上的银藏画像灵光大放,突然活过来般的一张口,一蓬银光激射而出,随之迎风变长的化为纤细银丝,根根发出痴痴之声,激射向韩力这边而来。 两人之间的摆于帐广空间,瞬间全都被这种银丝充斥得密密麻麻,好不惊人。 韩力吓了一大跳,不禁多响的一点指身前蓝光盾,此盾立刻化为高大光幕,将其护得严严实实。 同时在张口一喷,一团紫燕飞出了光幕爆裂了开来。 诡异的紫色寒气光瞬间遍布身前树杖之处,滋蓝一声脆响,高约十丈的一面紫色冰墙,晶莹艳严丽的屹立在了身前。 第898章 双顶 噼啪之声大响,银丝扎在了冰墙之上,上面顿时浮现了风潮般的细孔,密密麻麻。 一时间冰墙被射得千疮百孔,眼看就将被摧毁的样子。 韩力见此,却莫不作声的一仰手,一道法觉打向了前方。 兵壁上紫光流转不停,放出了惊人的寒气,不但受损的地方马上恢复如初,而且拿些原本正肆虐的银丝,凝结了一层厚厚的紫兵在旗上,刹那间被冻结得无法动弹分毫了。 不仅如此,寒气还眨眼间化为了紫色冰焰,顺着银丝飞快往那件锦帕状法宝蔓延而去,如同无数条纤细紫蛇恶狠狠扑去一般。 银袍女子脸色一变,这是什么功法,竟如此厉害。 此女心中有些惊讶,但手上动作却丝毫不慢,两手一掐绝,预指优雅的一点身前悬浮的紧帕,上面的银藏画像在一张口,一股质白色火焰喷射而出,顺着口中银丝,同样化为无数火蛇直接迎向了紫燕。 冰火两种火焰在银丝中间撞击到了一起,方一接触,紫白两种颜色交织在了一起,但是片刻后紫燕明显大战上风,将白焰逼得节节后退。 银袍女子见此,眉头不由的微皱,口中用鼓语低语了几句,顿时身下的天蓝胜兽一声低吼,轻蒙蒙火焰从口中喷出,加入白焰之中。 青白火焰柔和汇聚,竟一时抵挡住了冰焰的攻击。 银袍女子接着玉手一抬,一个八角形的铁牌出现在了手指尖,往天空一抛,铁牌漠然间化为一块巨大八卦图,凭空生出赤红色烈焰赤焰,往韩丽这边砸来。 韩丽嘴角微一抽搐,脸上毫无表情,但背后霹雳声一起,一对银翅浮现而出。 眼见那八卦图落下时,身形微微一晃,骤然间在银色电弧闪动下,从原地消失不见,八卦图自然落到了空处。 下一刻,韩丽出现在了三十余帐外的地方,背后双翅在一扇动下,人又漠然消失不见了。 雷顿术 天蓝圣女看见韩丽向自己逼近,喃喃低语一声,美目中闪过一丝凝重之色,两手捏出一个古怪的发觉。 足下天蓝兽在一张口,喷出的却是白茫茫的雾气,将一人一兽迅速掩眉在了其中,原地瞬间化为了数十丈光的大片雾海。 在一声雷鸣后,韩丽出现在了雾海的边缘处,脸上露出了意外之色。 这白雾有些古怪,她的神识竟无法侵入其中,一时间无法锁定对方的踪影。 不过,她可没时间和这二人捉什么迷藏。 韩丽脸色一寒,一挥手,一面紫色古镜浮现在了胸前,两手将此镜一举,全身灵力往镜中注入,随后灵光闪动,一道紫萌萌光柱从镜面中喷涌而出,一闪即逝的射入了雾气中。 紫光所过之处,白雾翻滚,片刻功夫,大半雾气就被击散得七零八落,眼看对方就无处藏身了。 但在这时,雾气中一股青燕喷出,一下抵挡住了紫色光柱。 韩丽蟒凝望过去,才隐约看见竟是那只天蓝兽独自躲在雾气深处,大鼓往外喷吐着青色妖火,而及上面的银袍女子竟然踪影全无。 这个线让韩丽又惊又喜,原本她还想入如何才能分开此女和圣兽,如今对方竟然主动舍弃此兽,这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虽然不知道这位天蓝圣女藏在何处,准备施展什么手段,但这种机会韩丽自然绝不会放过的。 想到这里,韩丽丝毫犹豫都没有,神念一催之下,早就藏在高空云中的巨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煎鸣,一道惊电闪过,分开云雾急斩而下,速度之快,眨眼间就到了天蓝兽头顶。 剑上紫燕金湖,轰隆隆的响个不停,天蓝兽连躲闪的动作都没有来及做出,就从到尾的被一剑劈成了两半。 韩丽先是一喜,但接着面色大变。 天蓝兽的尸体净化为了鼓鼓白雾,不见了踪影。 此兽竟是适用幻化之术变幻的一个虚影,而一时情急之下,他顾不上分辨,竟还真的上了大档。 不好。 韩丽暗叫一声,顾不得再在雾气中寻找天蓝兽真身,就要抽身向后射去,但突然大片青蒙蒙光芒从头顶照射而下,身影立刻一凝,动作变得呆滞迟缓起来,同时空中传来悦耳的咒语声。 他一惊得急忙抬看去,只见在一团荧光中,银袍女子浮现在数十丈的高空处,额上浮现出古怪银纹,口中念念有词,正将一只眼熟知己的小鼎倒在气空中,而从此鼎内喷出大片的青光,将方圆三十丈的范围都笼罩在此宝之下。 虚天鼎 韩丽一声惊呼的脱口叫道,脸色刷得一下苍白无比,一眼就认出了小鼎来。 他惊骇得急忙内视体内一看,自己的虚天鼎正好好的待在体内。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世上竟有两个虚天鼎? 韩丽惊怡的尚未明白其中的奥妙,头顶上的小鼎就在灵光闪动下,狂掌巨大起来,转眼间化为了直径三四丈的巨顶。 同时此鼎被银袍女子法觉一催,顶口开始刺目耀眼,连绵不绝的轻沙,亮晶晶的从顶中飞卷而出,化为大团沙云,迎头向韩丽照下。 韩丽见此,想也不想的背后银翅一动,就要立刻化为电弧遁出青光笼罩范围。 但就在这时,从白雾中传来阵阵的滚雷般低吼,声音不大,但一股无形波动瞬间从韩丽身上扫过,背后银翅上荧光闪动几下后,电弧竟无声无息的灭掉了,雷顿术一时间失去了效用。 这是什么神通? 韩丽惊骇得朝雾气中匆忙瞅了一眼。 只见蓝兽的影子若隐若现的浮现在雾气边缘处,就是不知是真是假了。 而这时沙云落已到了洞顶石鱼仗出,韩丽无奈之下,只能一点挡在身前的蓝光盾,此盾化为一大片蓝色光幕,迎头都向了空中。 沙云与蓝光芳一接触,青沙灵光大放,前端的沙力同时狂涨巨大起来,墨盘般大小的巨大沙力源源不断的直坠而下,狠狠砸在了光幕之上。 轰隆隆的巨像接连不断,蓝光盾虽然神妙,但怎能接得住如此多距离的撞击,眨眼间光幕一阵乱晃,蓝光暗淡无比。 不仅如此,部分沙云突然一分为二的化为两条沙胶,灵活异常的绕过光幕,从两侧向韩丽扑来。 韩丽不及多想的一张嘴,一口小鼎喷出了口中,手指往顶上一弹,一层蓝色冰烟在小鼎表面浮现而出。 正是他修炼过了第一层通宝绝的须天顶。 虽然只能借助此顶极小部分的威能,但现在到了这种地步,韩丽自然也顾不得其他了。 伸手往顶盖上一幅,一片蓝霞从顶上飞卷而出,瞬间将他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 而韩丽两手在左右一分,对准两只沙胶食指连弹,食余道青色剑气纵横交叉,狠狠击在了沙胶之上。 扑扑之声接连响起,沙胶头部只被射出了十余个拇指粗细的孔洞,毫无效果。 韩丽心中一紧,身形移动得想避开此击,但是身上沉重如山,动作迟缓无比,根本无法快速行动。 结果两只沙胶一下扑到了身前,砰砰两声闷哼后,重新化为了沙云,将韩丽带霞光都包裹在了其中,化为一只巨大沙简,风雨不透。 空中的银袍女子见到韩丽拿出一个和其手中圣鼎模样相似的小鼎石,先是吃了一惊,但随后见韩丽轻易被灵沙困住,杀金下的绝色玉绒又露出一丝清笑。 圣鼎中灵沙威力有多大,她可一清二楚,只要被此杀困住,就是几位大仙师都无法一时半刻脱身,现在对方的生死可就在她一面之间了。 轰一声巨响后,蓝光盾所化光幕也被击碎溃散开来,其余沙云同样坠下,罩在了韩丽身上,杀金立刻又大一圈。 这一下,此女更是心中大安,身形一动,脚踩锯顶的轻飘飘坠下,但只落下十余杖,下方就一边凸起。 原本应该凝结如铁的沙茧,突然间有无数道蓝芒从表面透出,接着位在此女催动法觉之下,沙力就呼吱一下的自行滚落崩溃,重新化为了松散状态的沙云,轻轻的漂浮在空中不动。 而在沙云的中心处,一团蓝侠夺目闪烁,韩丽手托小鼎的站在其中,抬凝望向此女。 银袍女子的身形戛然而止,凝眸终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脸色也一下变得难看至极。 一声冷哼韩丽口中传出,她单手一拍虚天顶顶盖,一圈圈的波纹状的蓝光清晰之极的浮现在四周,随之四下的扩散而去。 蓝纹所过之处,青纱漠然消失不见,仿佛被吞噬掉的一般。 女子目睹此景,心中大害,急忙两手掐绝,就要再次催动这些灵莎攻向韩丽,但是她们静静的待在原地,丝毫反应都没有,竟一下和此女失去了神识上的联系。 银袍女子顿时情急了起来,猛然玉族一点脚下聚顶,聚顶低溜溜的一阵旋转后,喷出了一股更加耀目的清光,直接向韩丽头顶照去。 第八百九十九章精转 韩丽两眼一眯,通宝爵第一层功法运转流动,将小鼎一举过鼎。 一声龙吟之音传出,鼎盖一下化为蓝芒一飞冲天,接着鼎中五色灵光万道,天蓝圣女发出的清光如同万川归海一般,化为一树的青霞,一闪即逝的被收入了鼎中。 银袍女子大吃一惊,韩丽也正了一正。 就在这时,天蓝圣女足下聚顶也发出了怪异的瘟鸣,接着在清光中呼唤为了一道青红,朝下方击射而去。 银袍女子花容失色,急忙双手掐绝地想要召回聚顶,但是法觉失灵,清光根本不加理会地直接投射入了下方的小顶中,不见了踪影。 天蓝圣女心中惊怒交加,可事情并未结束。 韩丽手中须天顶,忽然自行脱手飞出,低溜溜一转后,顶口自行对准了一旁的白雾, 引有霞光闪动。 白雾中顿时传来一声惊惧兽后,一道黑影从雾气中击射而出,往高空顿走,正是那牛手娇身的天蓝圣兽。 但是一匹绚丽蓝霞从顶中喷出,已让人难以置信速度地追上了天蓝兽,瞬间将其席卷包裹在了其内。 天蓝兽口中拼命地狂吼,挣扎,但蓝霞似乎正好是其克星,根本毫不效果,反而一个盘旋后,霞光中的此兽体型急剧缩小,被直接带着飞入了顶中。 顶盖一个盘旋后从空中落回,重新盖上顶口,将天蓝兽就此关在了顶中。 这些异变发生得极快,全都是一眨眼功夫而已。 银袍女子玉蓉刷的一下苍白无比,她实在难以接受,明明自己大战上风的,怎么一转眼功夫就跌入了深渊。 不但对方破困而出,而且连圣鼎和圣兽分身竟同时被收了去。 不过,此女也并非一般之人,目中冷光一转之下,顿时落在了韩丽手中的须天顶上。 她很清楚,造这一切巨变的缘由,就在这和圣鼎差不多的东西。 而由圣鼎失控来看,此鼎和圣鼎大有渊源才是,否则不会出现这种惊人转变,此鼎一定要夺下来。 此女刹那间,心中下了决心。 韩丽自然惊喜交加,但见此女目中寒光闪动,又怎会不知对方打什么主意,当即一声大笑后,背后银翅轻轻一扇,人就化为一道银湖,出现在了数十丈外的地方。 毫不迟疑的冲巨剑招了招收,接着食指幻影般快速晃动,结出了一连串古怪手印,周身轻光闪动,一股惊人灵气从身上冒出。 一张口,树团精血喷出后迎风而散,化为丝丝血雾,灵光瞬间变成了青红的妖艺之色。 同时裸露出来的双手,脸孔,开始异常烟红起来,转眼间鲜红似血,吓人之急。 而在血雾中,韩丽身影若无的模糊起来。 不好。 一见韩丽此举动,银袍女子当即想起了什么,心大吉的一声叫翅,两手齐扬,两棚荧光射出,化为了密密麻麻的无数银丝,铺天盖地的向韩丽召来。 方圆树石杖的范围,一时间银全部光闪闪,好不惊人。 但韩丽一等巨剑飞射而回,身影就在血雾中晃了击晃,一道斜影击射而出,漠然在空中消失不见。 下一刻,天边处仿佛有血光闪动两下,韩丽就此踪迹全无了。 天蓝圣女心中一沉,急忙将神石放出,但刚刚找到百里之外的目标,韩丽再一次斜影顿后,就逃出了其神石的极限了。 此女面色铁青,悬浮在空中一动不动起来。 与此同时,在千里之外的另一处地方,清秀青年身前盘旋飞舞着九只嗡嗡作响的碧绿飞轮,望着地面上一望无际的草原,脸上露出一丝古怪之色。 木盾树吗?被击伤到了这种地步,还可以借助草木之力潜藏顿走。 那剑魔器,威力也不小,刚才拼死的反噬,还真有些棘手。 不过,他连夺舍之力也没有了吧,区区一个圆英,受伤如此之重,这一会儿功夫,圆英肢体也该消散崩溃了。 倒是从刚才开始,就有一种不好的感觉,难道其他人出什么事情了? 青年目光闪动机下,喃喃低语了几句,抬手朝反方向瞅了一眼,略瞅瞅一下后,漠然九轮合一,化为一道碧红朝回顿去。 而在某一片不起眼低矮灌木丛中,一面乌黑发亮的小帆插在在地上,帆面闪动着黑光,上面一个半尺大孔洞若隐若现,一个寸许大小的黑绿圆英,昏迷不醒的躺在其中,身上黑气滚滚,正静静吸引着帆中暗藏的精纯魔器,自行疗伤着。 另一方向上,子发每副花了一番手脚,用一件玉制古堡困住了数千式金虫,在挡下让他吓了一挑的雷珠后,就轻易的一剑洞穿了对面青年的身体。 但结果对方身上光芒一闪,忽然化为了一名妩媚的女子,白光闪动,身体化为了点点光点,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美妇不禁正在了原地。 数个时辰后,清秀青年,子发美妇还有天蓝圣女,再次聚集到了一起,将各自情形互相讲述一番后,全都面面相聚起来了。 这么说,我们这次非但没有从对方手中得到是金虫的培育之法,反而丢掉了圣鼎和圣兽。 青年眉头一皱,声音低沉的说道。 圣鼎也就算了,族内还另有一只备用的,还可以召唤圣兽,但是圣兽分身被那人收去了,这个恐怕会招惹上界圣兽的震怒,一定要夺回来才行。 此发美女同样脸色不太好看的说道。 这一次,是我太大意了,没想到此人竟然有办法克制圣鼎,才导致此事发生。 那就由我去一趟大进,将圣兽分身救回吧。 而且对方那只小鼎如此古怪,竟能控制我们的圣鼎,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事情。 我怀疑此物正是圣鼎所仿制的那件通灵之宝正体,否则,无法解释此事的。 银袍女子却显得镇定异常,缓缓说道。 通灵之宝? 不太可能吧。 这等宝物根本不是这一界应出现之物,应该全都被上古修士,带到了上界才对。 圣鼎也是我们突兀祖某一代有绝世之才的大能仙师,利用秘术沟通圣兽,才从对方口中得到的仿制之法,怎么可能作为正体的通灵之宝,反遗留在人界? 此发美副脸露不信之色。 这个可说不定的。 既然连古魔都能够出现在人间,通灵之宝偶尔有数件也留在人界,也并非不可能之事。 清秀青年却摇摇头的淡然道。 一听古魔两字,子发美副和天蓝圣女脸色均都一变。 哼,人人都说古魔如可可怕,可惜我们几人没有机会和对方交手测试一下。 但此魔的顿数真的是神妙之极,竟然根本不和我们照面,就从容的横穿草原,去了大进。 此发美副有些不太服气的样子。 那是因为此魔已经身负重伤,再加上一入草原,就被我们几人恰好碰见了,一路紧追不放,逼得其没有时间滞留养伤,否则还不知会在草原上惹出多大乱子来呢。 青年叹了口气,露出了一丝苦笑。 不管那人宝物是否真是通灵之宝,他杀了我等这么多仙师,又收走了圣兽,绝对不能就这样算了的。 我身为圣女,圣鼎也是从我中丢失的,我一定要亲自将其找回来才行。 否则下次召唤圣兽时,我们可不好回应圣兽的质问。 银袍女子面色阴沉的说道。 听了这话,青年和美副互望了一眼,似乎交流了下看法。 既然圣女如此执着此事,去一趟大进倒也无妨。 但是大进不少门派对我们突兀足仙师有些偏见,圣女最好还是不要暴露了身份。 毕竟以那人的神通,在大进的势力应该不小才对。 可以先去阴罗宗看看,看对方是否真是阴罗宗长老,摸清楚了身份后,再返回草原通知我等几人即可,我们几位都可助你一臂之力。 青年点了点头后,如此的说道。 我知道了。那人神通并不在我之下,我不会贸然行动的。 银袍女子脸带凝重之色的说道。 于是,三人当即挽回而行,天蓝圣女准备处理完一些事情后,就立刻动身去大进寻找寒历。 大进辽州,是大进一百零八州中,面积足可排进前十的大州,但可惜地域大部分处于严寒之地,常年积雪笼罩,故而人口稀少,富裕程度在所有州郡中只能排名中下而已。 而辽州境内的顺江则是次州排名第二的大江,也是少有几条在迅期不会结冰的江流,故而每年到了此时,无论是贩卖货物的商人,还是另有急事的路人,都会沿江坐船顺流之下,这可比什么骑马坐车,可省事的多了。 而每隔一段水道,此江都会有大进的官船沿江巡视。 不过尽管如此,客船如此之多,此江游如此之长,自然有众多亡命之徒,不惜冒杀头灭家的风险,而铤而走险打劫过往船只。 故而有一些大些的船只,少不了要顾一些手脚利索,懂些武艺的标尸驻船保护。 王铁枪就是这么一名护船的普通标尸,从其名字上就可看出,他自然在枪法上颇有些功夫。 但是这些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他坐护船标尸的经验实在太丰富了,从年轻时就开始入这行以来,一干就是二十余年,从一个虎头虎脑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江湖老手。 现如今他稳稳地站在一只大船的船头上,单手按着船边的木栏杆,打量着附近过往的船只,脸上目无表情。 这次的随船而行,对他来说只是非常的普通的一种护送,唯一有些特殊的,就是据说船主人是某一官府要员的家镇,颇有些来历的样子。 一般来说,这样的半官船性质的船只,就是那些江匪也不愿轻易招惹的,算是较轻松的一种护送了。 而此行也像预料的那样,大船走了大半的路程,都一帆风顺,毫无波澜。 现在他正在思量着,这次船主人也大放得很,给的银子看样子足可以给家中妻儿买上几体好布,做上几件好衣衫了。 想到这些,王铁枪脑中不禁浮现出了七八岁大幼子模样,嘴角不禁微展露出一丝笑容。 但就在这时,突然大船一侧传来女子的惊讶叫声,快来看,这里有一个好大的冰块,里面,里面好像还有人呢。 第九百章船上 王铁枪一听此话,微微一震,听声音好像是船上那名叫黄鹰的小丫鬟叫声。 但顺江在其他时候或许会在江面凝结成冰,但是在汛期却绝不会有冰块的,更何况今日的天气。 王铁枪忍不住抬看了下天空,只见火红太阳正当中午,即使身上只穿着一件薄薄的皮腰,仍然觉得微微热,有些想出汗的样子,何况那冰中竟然还有人。 即使走江湖这么多年,如此稀奇的事情他也是头一次听说,伸手摸了摸背后背着的两杆冰铁短枪后,鬼使神差般的抬腿向声音出处走了过去。 一走到大船的一侧,他一眼就看到在那里聚集了七八名人,有男有女,有丫鬟,男仆,船公,正簇拥成一团,对着河中的某样东西,指指点点,口中称极不已的样子。 目光略一斜撇,果然在船侧四五丈远的东,有个白乎乎东西在河面上一飘一浮的,非常的惹眼。 凝神细望一下,果然是一块晶莹剔透的冰块,里面也真有一道人影困在其中的样子。 真奇怪了,难道是以前的什么人吊到河中,现如今在化冰的从水底漂浮上来了? 王铁枪不禁露出吃惊之色的喃喃自语道王兄,出了河事。 身后传来脚步声,一句低雅的话语声传来。 高兄弟,你也来了。 没有回头,王铁枪就知道背后来的是和他多年的老搭档,一名修炼了几年硬工,并且拳脚功夫也小有名气的得标诗。 哦,冰中还真有人呐,这可是稀罕之事啊。 一名落腮胡子的大汉,漫不经心的走到了旁边,嘖嘖的撑其道。 一个死人,就算再奇怪,也无所谓的。 王铁枪冷笑一声,淡漠的说道。 这道也是。 死人最起码不可能来截船的。 大汉摸了摸粗硬的胡子,嘿嘿一笑的说道。 你们吵嚷什么呢? 不知道夫人刚安息了吗? 一名如生打扮的中年人走出了船舱。 见到这种情形脸色微沉,对那些丫鬟仆人训斥道。 这位是周师爷据说是那位官家大员的心腹之人,正是他雇佣的王铁枪二人,并和那些官卷一起上船同行的。 师爷,和李,那名叫黄英的小丫头,有些怯生生的伸出白嫩的手指,指了指和面。 周师爷见到王铁枪二人也站在此处,原本就有些奇怪,见小丫头如此一说,不禁看了一眼过去,结果见到那冰块和冰中的人影,自然也满脸诧异之色,但随即眉头一皱的说道,只是个死人罢了,多看也无意,都散去做事去吧。 难道非要我去叫王管家来吗? 说到最后时,儒生的口气严厉了几分。 一听王管家三个字,这些丫鬟仆人立刻脸色大变,马上一温而散,剩下的两三名船员,也偷偷摸摸的溜走了。 王铁枪和大汉互望了一眼,觉得待在这里也不太好,就要一同走开。 但是较高大风的大汉在临脉洞脚步前,禁不住的再看了一眼和面,却顿时身形一致,口中出一声惊呼,怎么可能,这个人还活着。 一听此话,王铁枪和周师爷均都吓了一跳,同样看去,却并未现什么异常,那人影仍在冰中一动不动的样子。 儒生用怀疑的目光看了大汉一眼。 不会有错,冰中那那人刚才动了下眼皮,我真的看到了。 大汉肯定的说道。 高兄弟不会骗我们的,看来那人真的未死。 王铁枪毫不不犹豫的选择相信同伴的言辞。 周师爷见此,有些将信将疑,但是他想了一会儿后,还是摇摇头说道,就算那人真未死,也不管我等之事。 不用给夫人小姐惹什么麻烦,其他的船只既然未曾多事,我们也无需过问。 王铁枪听了这话,心中并未有什么气氛和不平,那冰中之人看起来实在有些诡异,不让其上传正中他心意。 毕竟九炮江湖,他对这些怪异之事的提防可远比一般人强多了。 倒是高大封面上露出一丝惆怅。 周师爷且慢。 救人一命盛造七级浮屠,而家母也一向慈悲为怀,这人既然未死,就先救上来再说吧。 一个甜甜的声音,忽然从船舱中传来,接着走出了一名身着锦衫的秀丽少女。 其背后跟着刚刚离去的丫鬟黄英,此刻正低眉垂眼的跟在后面,看来正是他告诉了少女此事。 二小姐 这不太好吧。 让一个陌生人上传,周师爷一见此女,恭敬的失了一礼,但脸现迟疑之色。 没什么不好的。 这个人既然在冰中大难未死,还遇见我们,也算是我们家的功德。 反正船上空房甚多,安排一下就是了。 难道我们这么多人,害怕他一个垂死之人不成? 此女轻声的说道,眉宇间现出不容置疑的神色。 好吧。 既然小姐如此吩咐了,那我这就叫人下去救人。 如生略思量一下,只好抱拳答应了。 锦山少女微微一笑,就不再说什么,带着小丫鬟走回了客舱。 而周师爷却望着船舱,眉头紧锁起来。 两位也听到了,这人看来还真要救下了。 不过这冰块如此巨大,恐怕还要麻烦二位一趟了。 周师爷苦笑一声的说道,没关系,在下别的没有,一把子力气还是有的。 高大风不以为意的说道。 王铁枪却重新打量了聚兵两眼,然后才缓缓的点点头,表示没有问题。 不知在黑暗中待了多久,一阵的头痛欲裂后,让韩丽终于从昏昏沉沉中苏醒过来了。 但他尚未睁眼,耳中就先听到了稚嫩的女孩声音。 老夫子,这人到底什么时候能醒来呀,都已经两天两夜了,真的没有事吗? 小姐可还一直等我的回话呢。 哼,你这小丫头知道什么,老夫只是略懂一道而已,怎知道她什么时候醒来。 但此人病症也着实古怪,明明脸色苍白吓人,戏血大湿的迹象,但把过脉后,偏偏迈向强劲异常似乎身体比普通人都强壮得多,这实在让老夫百思不解。 一个苍老的声音,有些郁闷的说道。 嘻嘻,我看是老夫子多半把脉把错了。 那个女孩似乎和老夫子非常熟悉,竟开口取笑起来。 胡说,以前你们这些人谁有个头疼脑热,不都是老夫看好的,何曾出过差错? 也许这人得的是从未有人见过的怪症,老夫又不是大夫,看不出来又有何奇怪的。 那老似乎有些尴尬,但仍硬着头皮说道。 听到这里,韩丽才感觉到自己正躺处在一个舒适之极的床榻上,身下扑着厚厚褥子,身上盖着光滑的棉被,身体温暖异常。 听着这一老一少用大劲的言语交谈,韩丽心中稍安。 看来她不但被一些凡人给救了,而且终于到了大劲的境内。 不过,她现在的处境可着实不妙嘛。 她在醒来的瞬间,就用神识就将体内的情况探测了一遍,结果倒吸了一口凉气,满心的苦。 在逃离了天蓝圣女的追踪后,顿出了万里之外后,她解封时间就到了。 当即跳入河中,采用了大眼神君所教的假死之术,将自己封在寒冰中,然后任由冰块顺流漂浮,这才逃过了突兀人的追杀。 但现在的身体状况,实在糟糕透顶。 甚至比她预料的情况,还要坏上三分。 不但因为血影钝过度使用,而让浑身经血大失而,身体虚弱无比,而且真元的亏损更是严重异常,让其修为再次狂跌数层,竟然掉到了炼气期的水准。 如此一来,不经过五六年好好地敬仰恢复,真别想再次恢复当初的修为了。 韩丽暗叹了口气,忽然又想起了什么似的,急忙查看了下自己的体内的重飞剑。 结果在一口飞剑中找到了原神同样虚弱之极的沉沉昏迷的银月,这才心中微松了一口气。 但是第二元鹰的未归,也让他大感头痛。 虽然距离相隔太远,无法准确感应什么,但显然第二元鹰分明并未像其预料的那样,被突兀人大仙师灭杀了,仍然有一丝似断非断的微妙联系,让他知道此元鹰仍然存在。 但若是无法在一定年限内召回此元鹰,对方一旦独立后,对自己的反噬可就预想而知了。 唯一让他不慌的是,一旦恢复了原本修为,第二元鹰的初期修为绝不可能是他对手,找到对方将其再次收服,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多难的事情。 心中如此想到,他忽然在神石海中传音了起来,前辈,我在冰中昏迷了多久,才来到大晋。 附近可有什么大晋修士出现? 嗯?你总算醒了? 你在河底漂流了一年多,最后冰上附着的法力耗尽,冰块才自动浮上水面的。 不过,韩小子,你的情况实在不怎么好啊? 大眼神君应了一声,有些懒洋洋的回道。 我自己的身体,如何不知道情形不妙? 但这一次总算能侥幸逃脱,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也没什么可抱怨的了。 毕竟在那种情况下,也不是人人都能在原鹰后期修仙手中溜走的。 韩丽笑了笑,反而有些自得的说道。 哼,你倒想得开。 不过老夫还没问你,你有通灵之宝的事情? 为何从未向老夫讲过? 怪不得,有几次闭关练功,都是将老夫放在了闭关室外。 老夫可是早就想亲自研究下真正的通灵之宝,废话别说了,等惠尔抽空将那小鼎拿给老夫仔细看看。 大眼神君口气一变,有些郁闷的说道。 第901章 曹梦荣 拿给前辈研究下,当然没有问题,不过这也得等我挥后,才能将顶从体内取出。 韩丽平静的说道。 好。 既然答应了,这事也就算了。 不过船上还真有一位修仙者,但只是个炼气漆两三层的小丫头,根本不值一提,你留一点就是了。 大眼神君口气缓和了下来,然后就不再说话了。 炼气漆两三层。 韩丽心中一震,但还是睁开了双目。 咦,老夫子,这人醒了。 韩丽一眼就看到,在自己床前处,一名看起来只有十四五岁的少女,一见自己睁开双目,顿时大喜的叫道。 此女皮肤白嫩,圆脸大眼,颇为的可爱。 嗯,老夫自然看到了。 而在少女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则坐着一名灰袍老者,六十余岁的样子,慈眉善目,正不动声色的打量着她。 老夫子,你先陪着她,我去通知小姐了。 为等韩丽想开口问些什么,圆脸少女就对老者叽叽喳喳的说了一句,人就一溜烟的跑了出去。 韩丽不经为之一症。 呵呵,这丫头就是这般性子,公子不要见怪呀。 老青摇了摇头,冲韩丽和善的一笑。 不敢,是两位救了在下吗,这里是何处? 阁下是,韩丽同样抱一一笑,坐起身来后,缓缓问道。 这里是顺江江面上。 你在河中生死未卜,被我家二小姐叫人救起的。 而老夫和文,是夫人聘请的一味息息。 老者抚摸了下短须,汉者说道。 原来如此。 在下姓韩,一定要向这位小姐,多谢救命之恩。 韩丽轻吐了口气,拱手说道。 我家小姐的确是菩萨心肠,但会不会见你,可就不好说了。 不过韩公子能否说下,为何会出现在兵中,而且竟然还未生死? 老夫很感兴趣。 老者面带笑,但目中满是感兴趣之色。 这个,韩某不想虚化欺骗夫子,但的确有些难言之苦不便相告。 韩丽愁了一下,还是坦言相告。 这没什么,谁都有些不便的时候。 老者却大度的狠,摆摆守候,毫不在意的样子。 就在这时,那名圆脸少女又蹦蹦跳跳的走了进来。 夫子,小姐让这位公子静静休养,其他事情都等以后再说。 少女一边口中说着,一边有些好奇的打量着韩丽。 韩丽察觉后,冲奇笑了笑。 结果小丫鬟立刻脸色微红的低下了头,并且心念转动暗思量道,这人看起来一点不起眼,和小姐以前的一些朋友相比,差得很远啊,但不知小姐为什么如此留心这人。 既然小姐吩咐了,公子刚醒来,还是好好休息吧。 老夫就先告辞了。 老者起身告辞起来。 韩丽自然口中又一番感谢之言,目睹老者带着少女走出了屋子。 独自一人的韩丽,立刻看着木制屋顶漠然下来,半晌后,才惊叹了口气。 接下来的两日里,除了有个粗手粗脚的屠妇送来一日三餐外,并没有其他人前来打脚,这让韩丽比较满意,自然抓紧时间服用丹药打坐修炼。 至于大眼神军口中那个炼气漆两三层的小丫头,韩丽神石稍微外放一些,也就发现了那名女子,是一名容颜秀丽,小家碧玉般的年轻女子,从旁人对她称呼来看,正是那位就自己上来的二小姐。 这韩丽没有过于意外,看来此女应该折现了她的修士身份。 而通过偷窥了船上其他人的闲聊,韩丽也知道了此船的大概情形。 船上之人似乎是辽州某帝一位曹姓县位的家眷,因为调任走得匆忙,所以自己先走一步上任去了,而让家眷慢慢后行。 但真正的官眷也只不过有数人而已,一位原配夫人,两个妾室,还有三名公子小姐。 这位二小姐则是原配夫人所生,据说从小体弱多病,曾经在幼年是寄养在某女官中一段时间,近些年才返回家中的。 另外两人都是妾室所生,一位是大小姐已经到了嫁娶的年纪,早已定亲完毕,马上就要许配他人的样子。 还有一位的三公子,年仅十一二岁。 其他的有点身份的人,则就是那位和夫子,周师爷等人。 还有一位面目冰冷的王管家,专门负责管理所有的丫鬟仆人的。 而船上的标师,就是王铁枪二人。 不过,韩力稍一流心就者现了,不说那位二小姐是一名低阶修仙者,就是那位王管家身上也有不弱的真气流动着,远非两名标师那种粗浅江湖功夫可比的。 而那些吓人中,也有数人动作矫健,身上隐含煞气,似乎也不是一般之人。 心中虽然有些奇怪,但一弄清楚船上情形后,韩力就将神识收回,不再理会的的自行修炼起来。 两日后,那位二小姐果然派小丫鬟请韩力过去一趟。 韩力自然不会拒绝,终于在船上的某间大些的屋子内,见到了那位二小姐。 此女一见韩力,就挥手平退了其他之人,然后才冲韩力笑了一笑。 韩兄也是道门中人吧。 小妹曹梦荣,玄玉道门下弟子。 不知韩兄是那派门下。 此女客气异常的说道。 在她看来,韩力身上既没有魔器佛光,也没有如门浩然之气,自然只能是道门中人了。 玄玉道。 韩力眉梢动了动,并没有听说过此名字。 不过这也很正常,除了十大正门,十大魔宗外,大晋的其他门派,她知道的少之又少。 本门只是辽州的无名小派,韩道友不知道,并不稀奇。 曹梦荣见韩力有些迟疑的样子,轻笑的解释道。 曹道友过谦了。 韩某一届散修,刚进入大晋修仙界不久,原本就对各宗门不熟悉,倒让道友笑话了。 韩力抱了抱拳,做出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 原来韩兄刚出山。 小妹也同样才离开师门不久,不过本门的确只是一个小派而已。 倒是韩兄如此年轻,修卫就如此精湛了,真是可喜可贺呀。 曹梦荣明眸一亮,奄然的说道。 没什么,在下也是侥幸而已,曾经有过一点机缘,否则也走不到这一步的。 韩力只能模棱两可的回道。 女子见韩力不想细说的样子,理解的微微一笑,没再追问此事,而是话题的一转的又说道,韩兄怎么会在江中被韩冰封体? 莫非遭遇强敌? 差不多如此吧。 韩某还要多谢道友出手相救呢。 韩力苦笑一声,不怨戏提的样子。 这等小事不算什么,其实小妹也看得出来,韩兄即使不用出手相救,过不了多久,也会冰化脱身的。 只是这样漂浮在江面上,可实在有些惊世绝俗,故而小妹也就多事了。 而且我等小派和散修,原本就应该互相扶持的。 此女神色一正的说道。 听了这话,韩力心中有些意外,仔细打量了此女两眼后,就不动声色的点点头,没有说什么。 对了,不知韩兄恢复的如何,若是不嫌弃的话,可以在船上多待几日,小女子正想在修炼上请道有多指点一二。 在下意时也没有要事,多待几日倒也无妨。 但是指点就谈不上,可以互相交流下修炼经验。 韩力沉吟一下,不知出于什么考虑,竟没有一口拒绝地答应下来。 曹梦荣闻言大喜,当年此女因为资质有限,离开师门较早,并没有得到什么高深法术的传授,现在能得到明显修为远胜她的韩力指点,这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于是约好了时间后,韩力和此女在交谈一会儿后,也就客气地告辞离去了。 韩小子,你怎么会答应留下来? 不想赶紧找块灵脉之地,恢复法力了。 大眼神君一等韩力回到了屋子后,就忍不住地询问起来。 灵脉之地自然要去寻找的,但这些灵地肯定被大晋大小宗门占据了去,而且大晋修仙者似乎也比我预料得多得多,以我现在的修为出去乱闯,实在冒险了些。 我可不想在没有自保之力前,在路上稀里糊涂地就送了命。 韩力冷静地说道。 哦?那你的打算是? 我身上带的丹药足够多,而且还有数种灵眼之物,足可以让我一年内就恢复住基期的修为,那时候再去找解除煞气方法也不迟。 至于此女虽然看起来有些心机,但是修为尚浅,也没有什么恶意,正好借先了解一些如今的大晋修仙界,再谋后行动。 都已经到了大晋,也不差这一两年的等候了。 韩力徐徐地说道。 随便你。 但是我的时间不多了,再拖几年,我怕都等不到看到自己的心血了。 毕竟收集那些材料,也需要不少时间的。 大眼神军似乎有些担心。 前辈放心,在寻找解除煞气之法的同时,我就开始留心这些材料了。 不过,最好的方法还是借助某一派的力量帮我们收集,这样,才可省去不少时间。 韩力似乎心中有数,缓缓地解释道。 怎么借助? 这可不是天难,你这韩长老的名头,在这里恐怕不好使啊。 大些宗门不会理睬你,小宗小派又没有这等实力去做此事。 毕竟我们需要的材料,无异不是世间难寻之物。 大眼神军似乎不太看好此法。 具体的方法还没想好,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也许不用我们找,机会就自己送上门。 韩力自嘲地回道。 接着他不再和大眼神军说下去了,随手从储物袋中拿一套阵棋,在四周部下了一个简单的进制。 人就上床,扶下一枚丹药,盘膝打坐起来。 第902章 恶客 辽州五员府下,一座叫信安的小城西边,有两名身着青山道袍的苗条女子,并肩走在一座偏僻的小山上。 她们足不白光闪闪,脚尖一点地下,人就向前毫不受力地飘出丈许远去。 因为道袍够长,动作幅度又极小,远远看去二女就犹如贴的低空飞行一般,姿势优美至极。 鲁师姐,这次师父真的不出手帮忙吗? 仅凭我们即使再加上曹师妹,恐怕还对付不了西灵宗的那人。 那可是练气七七层的修士了,据说深得西灵宗掌门的器重。 而我们一个是六,一个是七层,合力倒也能一战,但若是对方再带其他帮手来,我们就不是对手了。 而若是输了,曹师妹就不得插手那人救人之事了。 而她要救之人可是官府要犯,恐怕要祸及曹师妹之父的。 两人中一名年约十七八的清秀女子,正有些郁闷的向另一名年纪大些女子说道。 这也没办法的,我们修仙宗门原本不应该轻易掺和官府之事。 曹师妹只是我们玄遇道记名弟子,师父只是传授了她一点点粗浅的法术,所以在这方面没有多说什么。 毕竟官府本身也供奉有不少低阶散修的,好处理一些和修仙相关的事件。 但这次西陵宗那人要救之人和她大有渊源,并且知道了曹师妹和本门的关系,亲自找上门来,我们玄遇道的人自然不好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但师父也以记名弟子为借口,推辞掉了责罚曹师妹的事情,让那人自己来处理。 那人走后,师父立即叫我们二人过来,点名那人十有八九会用挑战方式来逼曹师妹退出。 师父明知我们和师妹关系匪浅,让我们稍此口信,何尝不是存心让我二人助师妹一臂之力。 否则,明明已用灵鸟送过此消息给师妹了,又何必让我二人再跑一趟。 于师姐他们虽然修为高深,但和我们不是一个师父,与曹曹师妹关系也一般,不会为此出手得罪他人的。 师父也算尽力了,毕竟西灵宗和我们玄遇道也有些交情,作为长辈,他实在不好直接出手偏帮的。 另一名相貌温婉女子,也叹了口气说道。 我记得曹县位当初我们道观附近任职时,似乎是个蛮不错的人,对师父他们也很恭敬的。 若真因此事受到牵连,实在是无妄之灾呀。 年轻些的女子,还有些不忍的样子。 万一真的如此,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好在失去犯人之罪,他身为县位并非是直接负责的官员,顶多丢去官职,罪不至死。 不过曹师妹好雅兴,知道了此消息,竟然还在这种地方约见我们,难道已有对策了? 年长女子沉吟了一下,有些迟疑起来。 师姐何必费神? 一会耳到了封顶,问上一问,不就清楚了。 年幼女子轻笑起来。 师妹说的也是。 年长女子点了点头。 于是二女加快了脚步,一顿饭功夫后,二人总算到了封顶,结果不约而同的轻疑一生此处不大,只有百余杖而已,但在封顶上却多出一间茅屋来。 而在茅屋前,还有一座简陋的石亭,里面正有一男一女围着一张青石桌,坐在石墩上交谈什么。 男的面容普通,并且有些苍白无血,女的则相貌秀丽,却恭敬的凝神听着什么。 二女刚一出现在封顶上,那男子就立刻察觉到了,停止了口中的话语,牛手望了过来曹道友,看来你约的人到了。 男子微笑的说道,并且站起了身来。 两位师姐道了,真是太好了。 那女子一望过来,立刻面露喜色的起身迎了过来。 师妹气色不错吗? 咦? 你修位好像精进了一层,真是可喜之事。 年长女子一脸笑盈盈之色,但仔细打量过这位师妹后,却不禁有些意外了。 我也是前些日子刚刚突破的,比起两位师姐来,还差得远呢。 曹师妹抿嘴含笑,同样非常高兴的说道。 曹师妹,这位是哪个宗门的道友,修为竟如此之高,好像有识曾境界了。 另一位年轻些女子好奇的打量过如山男子后,却忽然大吃一惊的问道一听此言,年长女子心里震惊,用神识一扫后,脸上也露出了一丝骇色。 在下韩丽,一介散修,正在曹姑娘家做客而已。 韩丽从容的说道。 原来如此,我说师妹如此镇定呢,原来有韩兄这位高人在此坐镇。 那位吴小宇来了,自然是自找没趣了。 年长女子露出喜色的说道。 两位师姐请坐,我们慢慢再谈吧。 韩兄虽然是散修,但在修炼之道上却经验丰富,小妹如此短时间就能突破瓶颈,实在是受韩兄指点颇多的缘故。 曹梦荣请两位女子入庭后,才笑吟吟的如此说道。 哦,那我二人也要和韩道友多,刚一坐下,年长女子正想说些客套的言语时,突然山下一阵长笑声传来,声音浑厚而洪亮。 那人来了? 她怎么知道此地的? 来得这般快。 两名道庄女子一惊的又同时站起来,牛手望去。 两位师姐,不用惊慌,是我约此人来的。 这位吴道友早在数日前就找到小妹了,我在得到韩兄同意后,特意约她到此一会的。 曹玉荣却面色不惊,胸有成竹地说道。 原来如此,我二人虽然坚诚赶路,还是来晚了一步。 年长女子有些意外起来,但心中却未知一安。 毕竟一位炼气七十层的修士,足以应付一位八层修士的挑战了。 就在这时,从风下冲上来一道团白光来,隐隐有两个人影并排而立的在里面。 飞行法器。 她会有此种法器,另一人是谁? 年轻女子见到此幕,师生起来。 曹梦荣和另一女子互望一眼后,同时从对方幕中看出了单心之色来。 相比其他类型法器而言,飞行法器的确是稀少得多了,即使低阶的飞行法器价格也远在普通的中阶法器之上。 像他们这种低阶修仙,哪有灵石去购置中阶法器,能有一件低阶法器,也大都是师门赏赐之物。 若是无法进阶的话,估计终生也就只能有此一件法器了。 故而能被赐予飞行法器的低阶修士,肯定都是大有来历之人,对他们这样的小宗门来说,更是如此。 那两人来势汹汹出现在封顶,韩丽却淡淡望了一眼后,神色丝毫没变。 现在据他被曹梦戎救起,已经是八九个月后的事情了。 不知是伤势并没有那么严重,还是服用的丹药效力远在预料之上,仅仅花了大半年时间,韩丽就将部分元气补充了回去,让修为悄然的回到了住基期的境界。 虽然他元气仍然亏损严重,精血也大半未补充完全,但总算在修仙界有了自保之力了。 当然以这位曹梦戎的修为,自然无法看出他掩饰下的惊人变化。 而此女在他站住附近的这段时间,经常来找他询问些修炼上的不解和困惑之处。 以韩丽的原因中期修炼经验,指对方练气期的修炼心得,自然是大才小用,往往几句话,就让此女毛色顿开,恍然大悟。 让曹梦戎大喜之余,对韩丽越发的恭敬。 特别等在韩丽指点下,此女竟从练气期三层进阶到了四层后,竟隐隐执起弟子之力来。 韩丽见此情形,表面上丝毫异样没有,但心理已经准备好,等再过一个多月就要离开这里了。 毕竟这几个月,她也从此女口中对大晋修仙界有了大概了解,总算不是睁眼瞎了。 至于炼气期的丹药,她虽然有些,但却不会在如此虚弱下,轻易乱送人的。 毕竟杀人多宝的事情,在大晋修仙界同样数不胜数,甚至比天男还乱几分的样子。 但就在前几日,曹梦戎却接到了师门传来的警信,此女一惊,自然找上了韩丽。 一听指示的炼气七八九层的对手,并且还并非那种生死仇杀,韩丽就漫不经心的答应替她出手了。 做完此事后,就正好可以借机离开了。 而眼前冲上风顶来的两名男子,虽然法器光芒耀眼,韩丽眼中看得清清楚楚,只不过一名炼气八层和一名十一层的修仙而已,自然不会放在心上。 于是其余三女兜露惊疑之恩,她却缓步走出了亭子,抬望了望空中后,从容的说道,在下是替曹道有助权的,两位谁打算出手切磋一下,总不会想来混战一场吧。 哼,幸亏再下来了,否则吴师弟还真要吃个闷亏呢。 阁下面孔陌生得很,修为也不错,但黄某一人就足以对付了。 一起上吧,省得到时候输了另找借口。 空中光团降落地面上,光芒一闪,献出了两人出来,其中一名双目细小的中年人,手持一件木板状法器,不客气地说道。 而另外一名三十余岁的大汉,则冷冷盯着韩丽等人,看来就是那位吴小语了。 马玉林 怎么是你? 你一名西陵宗执法弟子,怎能轻易参与他人私斗? 年长女子面色大变,出声质问道。 看来鲁仙子还不知道,在下可不什么外人。 吴师弟和在下有些殷亲关系,替其出手,毫无问题的。 中年人面无表情,生硬地说道。 一听此言,这位鲁师姐的话语戛然而止,年轻女子却脸现焦虑之色。 曹梦荣玉荣殷情不定,同样不知说什么好。 那我们马上开始吧。 等切磋结束了,在下还赶时间,另有事情要做呢。 抬看了看天时,再看了看对面的中年人,韩力竟露出似笑非笑表情地说道,然后自幼踏上前一步。 那中年男子见此,冷笑一声,一抬手将那木板状法器收起,另一只手却从储物袋中掏出一只淡黄色小叉出来。 第903章参王大会 见到两人要动起手来,其他人下意识地后退几步,停住了呼吸。 像这样炼气期如此高的修饰打斗,对他们来说,可实在是一件难见的事情。 但对韩力来说,对付这样一名炼气期修仙者,实在提不起什么兴趣来,只是站在那里双手倒背,静等对方出手。 那名叫马玉林的中年人,看韩力这么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心中大怒,二话不说的一只托起小叉,口中念念有词,另一只手则掐动法绝。 片刻后,那小叉微颤动几下后,放出淡淡的灵光,忽然化为一道黄芒直奔韩力射来。 韩力神色不变,也根本没有动用法器的意思,从容的一抬手,十几道俘禄同时从手指尖射出,顿时化为十几颗拳头大翅红火球,一连串地迎了上黄芒。 马玉林见此,心中一阵冷笑。 他的这件黄蜂叉可是师门钦刺的中阶法器,那可能是被一些小火球就可以抵挡的。 不过虽然如此想,他仍然不愿硬碰硬,以免有丝毫损伤了法器。 当即两手掐绝的一摧,黄芒漠然一转弯,划出一条弧线打算绕过火球,从一侧攻击对方。 韩力微微一笑,随手冲空中一点指。 这些火球同时一顿,在其往空中一聚,一团车轮般大火云凝结而成,随即变形,化为一只杖许长火蟒出来。 红光一闪之下此蟒飞快射出,身子一盘,就将那飞叉所化黄芒缠在其内。 马玉林大吃一惊,急忙将全身灵力往法器中狂住,想让飞叉挣脱而出。 但插上黄光之大放片刻,就在交织闪烁中反被火蟒越勒越紧,灵光瞬间暗淡无光起来。 甚至传来一阵阵的低鸣,这分明是法器要被摧毁的前兆。 住手! 道友法力高强,马某认输了。 这位中年人见识不妙,根本舍不得自己的法器,急忙色变大声叫道。 韩丽听到此话,淡然一笑,冲天空一点止,火蟒一个盘旋松开了飞叉,然后砰得一声爆裂开来,化为了点点火苗,消失得无影无踪。 韩丽不费吹灰之力的就击败了修为如此高的对手,让亭中三女又惊又喜。 而对面的大汉吴小雨则面色难看起来,迟疑的冲自己师兄喃喃的说道,马师兄,这是。 算了,吴师弟。 你也看到了,对方有高人在场,我连黄凤叉都动用了,还根本不是对手,这只能说你那职子命该如此。 马玉林不容分说的打断了大汉的言语。 他收回了法器,检查过后发现并没有受损,才心中略安,但对韩丽的神通,却大感敬畏,当即不愿再烫这次的浑水了。 吴小雨听到自己师兄如此说道,自然满心的不情愿,但连连气气实诚的师兄都不是对方对手,他自然更加不行了。 下面,自然没什么细说的,两位犀利灵宗弟子,幸幸的玉气离开了山峰,下山而去了。 而曹梦戎三女,却将韩丽围在一起,问起了刚才师斩的法术。 韩丽随便找了一个熟能生巧的借口,又讲解了一些,施展低阶法术时的操控小技巧,才含糊的应付了过去。 接下来,那两名道庄女子开始诚心向韩丽请教一些功法上的疑难不解之处,韩丽也举重若惊的一一回答。 时间就这样一点点过去,等到天色将晚之时,三女自然不好再久待,只好有些不舍的离去。 过了一晚,等三女连金再来之时,却发现茅屋中人影全无,只留下一封告辞的信韩。 曹梦戎看完信韩,人不禁正在了那里,不知为何,韩丽骤然离别让此女心中空荡荡的,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 她的两位师姐此时,似乎也看出了什么,不禁面面相去了起来。 千里之外的地方,韩丽一边欲气缓缓飞行,一边在神石中和大眼神君交谈着。 韩小子,你真要先去江陵府,打开冯家密窟。 大眼神君问道。 当然,无鬼所神大法的功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失灵,自然要先找佛门功法,解除煞气了。 否则此事如复古之躯,怎么也无法安心恢复法力的。 韩丽悠悠的回道。 我劝你还是不要记太多希望在此上了。 我可不太相信,一个小小家族的修佛者,真会有解除煞气的高阶功法。 大眼神君仿佛故意想给韩丽浇一盆冷水,淡淡的说道。 我自然知道此事。 但是冯家密窟也是最容易处理事情,能找到最好,不行的话,也只有去那些出名的佛家宗院去。 但以我现在的修为,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了。 韩丽眉头一皱,缓缓的说道。 哼,你的修为大将后,有许多简单事情都变得难办起来。 若你还是有原因中期修为,直接找到佛宗去,那些秃头说不定直接卖你这么一个原因修饰面子呢。 大眼神君哼哼了几声的说道。 韩丽闻言,只能摇摇头的苦笑而已。 佛宗据说是非常排外的佛教宗门,就算他还有原因中期修为,佛门又哪会将本宗高阶功法轻易外泄。 实在不行,他也只有想办法混入佛门,看看能否偷到一本出来了。 不过,一想到要混入佛门就必须受戒剃度,这可让韩丽有些无语。 也许去儒门找一下解除煞气之法,更容易一些。 韩丽郁闷之下,不禁如此的想到。 关宁府远在辽州最西端,距离五元府并非一般的远,韩丽玉气飞行了足足走了一十几日后,才终于进入了关宁府地界。 这一路上,韩丽岛也没有碰到高阶修仙者,只有几个煉气漆和助击漆的偶尔玉气远远看见,韩丽也没有理会的远远避开,只是闷头赶路。 再飞行了几日后,地面上的凡人渐渐稀少,景色也开始荒凉,仿佛到了穷乡僻壤一般。 但两日后,韩丽终于在一处叫笋云镇的地方,落下了法器,并沿着一条土路,缓缓走进了镇中。 此镇比起路上看过的其他城镇简陋得多了,面积不但狭小,也只有纵横交错的三四条街道而已,房屋也大都是用黄泥和木条糊成,显得有些脏乱不堪。 韩丽眉头微皱着,走在小镇的一条土路上,不时的向左右扫视着。 此时的天气寒冷异常,但韩丽却只是一剑如山披身,任谁一看也大感异常,但过往的一些穿着厚皮大衣的凡人,却对此种情形视若无睹,没有谁脸上带有惊讶之色。 韩丽脸现沉吟之色,正觉得有些古怪之时,忽然神色一动,对面迎头走来一高一矮两名白袍人。 这二人年纪不大,二十余岁的模样,但是身上灵气流动,却是炼气七七八层的修仙者了。 这两人看了韩丽一眼,脸上现出一丝亚色,走到韩丽面前三四丈远时,停下了脚步。 高个子嗖骁的青年,突然恭敬的一拱手,口中问道,不知前辈尊姓大名,可是来参加参王大会的。 参王大会? 没听说过,韩某只是听说附近灵草众多,来此寻找些灵药的。 韩丽心中一正,脸上没有掩饰的现出一丝诧异。 我说呢,大会已经开始一日了,前辈要是参加大会,早该去了雪灵山了。 看来前辈真是路过此阵的。 那白袍青年露出恍然之色。 不过,没关系,前辈现在参加仍能来得及。 这一次大会,是我们将宁三大家联合举办的大会,会上不但有众多灵药出售,还有十几株数百年的灵药和一株千年野参王拍卖。 现在大会应该才进行了小办,最后的压轴拍卖,还未开始才对,这可比前辈满荒山找灵药方便多了。 大会上还有诸多散修和一些小宗门交换灵药材料,我们三大家不抽取任何费用的。 另一名矮个子青年,有些讨好的说道。 不光因为韩力显示出的筑机器修为,而且身上的储物袋和灵兽袋全都不止一只,这就足以让这二人不敢怠慢。 三大家。 莫非是孔,赵,董三家。 韩力目光闪动一下,有点意外的问道。 不错,我二人正是孔家弟子,专门在此接待一些文风赶来的前辈。 原本以为到了现在,应该不会再有客人来,正想也去参加盛会的,没想到恰好碰见了前辈。 搜消青年笑着说道。 此阵已经归你们孔家直接管辖了吗? 我看那些凡人好像对我们修仙者,都习以为常的样子,这可不多见的。 韩力没有直接回答对方邀请,而是向左右看了一眼后,忽然开口问道。 前辈真是慧眼如炬。 此阵早在五六年前,就已经归我们三家共有了,镇上的居民也都是我们三家的外系凡人,故而对我们修仙者没有什么害怕的。 高个子青年开口解释道。 这样啊,这倒有些麻烦。 韩力烧沉吟了一下,脸上却露出了为难之色。 怎么,前辈还另有什么事情吗? 可否告诉晚辈二人,我二人也许能帮上前辈呢? 矮个子青年神色一动,殷勤的说道。 第904张关中人 没什么,此事以后再说不迟。 既然有此盛会,在下就先过去看看吧。 韩力烧沉吟一下,平和的说道。 那好,晚辈就给前辈带路。 护望一下后,矮个子青年当即笑着说道。 随后二人从身上各摸出一个圆盘状法器,抛到了空中,人跳到了上面。 而韩力烧沉,则随手扔出一口闪闪光的飞剑,身形一换后,人也到了上面。 前辈的法器竟是上街飞剑,前辈一定是那个大宗门出来历练的内侍弟子吧。 否则,这等品质法器普通弟子肯定无法得到师门赏赐的。 高个子青年瞅了一眼韩力的飞剑,脸色一惊的说道。 一旁的矮个子青年也一脸羡慕之色。 嘿嘿。 在下师门有规定,历练时是不允许随便透露师门的,两位道友就不要套在下的话语了。 韩力轻笑一声,直接挑开的说道。 那二人被韩力说中了心事,脸上有一些尴尬,但是越肯定韩力真是某大宗大派弟子了,神色间更见恭敬。 下面三人玉器飞天,催动法器朝小镇的南部飞顿而去。 这个所谓的雪灵山距离小镇并不太远,在小镇上就可以隐隐看到那连绵一片的黑乎乎的山头。 这个雪灵山其实应该叫做雪灵山脉才对,山脉足绵延有万里之遥,也算是辽州境内有有数的大山脉了。 而且此山脉深处据说有妖魔鬼怪出没,不要说凡人,就是修为不低的修仙,有时也会在山中莫名失踪。 但这些失踪修士的亲朋好友和失门中人,成群结队的找来时,却搜遍了大半山脉丝毫异常都没有限。 但以后,仍然有修士在山脉中继续无踪。 但好在并非每个路过山脉的人都会失踪,并且失踪的也大多都是辽州本地的低阶修士,在山脉外围是安然无恙,故而经过一番叮嘱告诫后,本地修士都不再深入此山,失踪之事立刻寒有声了,渐渐也就无人追究山脉深处的异常了。 江宁三大世家举办的参王大会,当然不可能是在山脉深处了,而是最外围紧靠小镇方向上的一个高大山峰上举行。 韩丽从空中向山峰顶部望去时,只见一大片华丽异常的楼台电格出现在风顶之上,目光闪动击下。 他一眼就看出,这些建筑崭新异常,分明是最近才建立起来的,脸上不禁露出若有所思之色。 前辈到了,就是这里了。所有道会的筑基期修士都会被分配间单独的厢房,而解单以上的前辈则会有一个单独的阁楼,以保证诸位前辈好好休息。 高个子青年指着下面,有些讨好的介绍道。 韩丽点点头,没有多说什么,但神识却悄然放了出去,往这片地方小心隐秘的轻轻一扫。 眉头不经意的微微一皱,里面竟有一名元英修士,不知是前来参加此会的修士,还是凭诊临死前所说的那位孔老怪。 大进世家实力还真不容小瞧的,要知道,在天南修仙家族修为最高的也不过是杰丹忠厚期罢了,元英级修士,天南的修仙家族根本无法培养出来。 不过有一点让他意外,这位元英修士身上气息,竟隐含一些湿气在内。 虽然很轻微,掩饰的也很巧妙,但韩丽神识实在超过对方太多,即使对方用心良苦,还是留心之下察觉了那么一分出来。 难道此人修炼的是魔道邪派功法? 他没记错的话,孔家是出自如门泼妇盛名的天圣宗门下,至今还受此宗支持。 不管这位元英修士是不是孔家老祖,光是结交这等人物,恐怕孔家都大不应该的。 韩丽心中如此思量着,仁泽跟着二人落在了庄院的门口处,结果立刻从大门内走出四名蓝袍修士迎了出来。 几乎与此同时,在地面下二十余丈深的一间密室中,一个漆黑如墨的棺材突然盖子动了一下,接着一只洁白如玉的手掌从缝隙中伸了出来,把盖子轻轻一推,一个玉冠黄袍的男子子漠然从里面坐了起来。 此男子三十余岁,相貌清奇,脸上引现惊疑之色。 怎么回事,刚才突然间一阵的心惊肉跳,难道有人子偷窥我不成? 这男子喃喃地自语起来,迟疑一下后将自己神识小心地放出,把整个山峰上上下下都搜寻了一遍,特别庄院中的众修士,更是仔细知己。 但是半赏之后,此人毫无所获,并未发现其他原因及修士,眉头紧锁地沉吟起来。 也许只是哪个老不死的路过这里,偶尔探查一下罢了。 有这黑玉冠掩饰我的尸气,应该不会引起对方怀疑才是。 玉冠男子自言自语说道,再次将身子烫回到了管材中,盖子自行地重新合上。 密室中再次回复了平静。 地面上,韩力已被一名蓝袍修士引进了在庄院中间修建的一处巨大广场,里面各种服饰的修士密密麻麻,竟足有五六百人之多。 不过这些修士却被分成几块,分别聚集在明显划分出的几个区域中,或在商谈,或在交易东西。 而在广场四周遍布大小不一的摊位,有摆在桌上,有直接摆在地面上,毫不热闹的景象。 韩力会心的一笑,这让想起了当年初入修仙界,参加泰南小会的情形,如今想起来,真让人感慨呀。 不过韩力有些意外的是,在广场的正中间却有一座临时搭建的巨大帐篷,上面白光闪闪,竟是一剑法器。 而帐篷足有百鱼帐之广,门口处正有些人进进出出的样子。 目光一转,在广场左右两边,还各有一座同样有灵光闪动的青石殿堂,虽然有修仕在里面活动,但比起广场和中间的帐篷外,人可就稀少多了。 并有些修仕或在殿口处徘徊不定,或和同伴交头接耳的商量什么。 有资格在此的,除了三家的一些低阶弟子外,自然都是筑基期以上的修仕,甚至结单的在寒神石一扫之下,就有十几名之多。 这样规模除了原鹰修仕外,修仕数量足可堪比天难易等的大派了,而这只不过是大进一些地方世家举行的交易会而已。 心中暗自思量着,韩力有些感叹。 近来前已有招待的弟子告知过了,知道上午是自由交易时间,下午才是拍卖会的开始,若是有什么珍惜材料,法器宝物都可以提前交予拍卖会的。 而预定的交易会时间是三天时间,而现在正好是第二天,到了三天才是那只千年参王的压轴拍卖。 恐怕来这里的结单修仕,都是冲此误来的吧。 韩力看了几眼后,就信不走入了广场之中。 他这样一位新加入的铸鸡漆修饰,虽然脸孔比较陌生,但没有谁会注意的。 一进入其中,韩力也立刻化为一名普普通通的修饰了。 四周摊位的东西,果然像预料的那样,根本没有什么可看的。 也许里面的确有些对铸鸡漆和结单漆还有些吸引力,但对经手过各种珍漆材料不计其数的韩力来说,自然兴趣不大,唯一能让他停留脚步的摊位,就是那些看起来比较古怪的法器或材料了。 不过这样的东西没有有很多,韩力仔细辨认后,又认出来其中的大不来历。 剩余的虽然根本没见过,但也没什么研究的价值。 花了不少时间溜带了一圈后,韩力一无所获,正想走向中间的帐篷,看看那宗门贩卖的东西时,忽然神色一动,人警觉的回转身来,只见身后两丈远处正站着一名尖耳猴腮的老者,有些愕然的望着韩力,有助击初期的修为。 这位道友,你好像跟着在下转了好半天了,难道阁下认识韩某吗? 韩力目中寒光一闪,冷冷的说道。 道友不要误会了,在下金元并非想对道友不利,只是有些好奇而已。 小老儿首次和道友见面,但见道友似乎对各种东西都了如指掌的样子,在下实在钦佩之极。 老者有些尴尬的一笑,但随即若无其事的解释道。 哦! 没想到道友还是个有心人。 不过,跟踪我这么久,不是就只想对韩某说这些吧? 韩力无动于衷的模样。 呵呵! 看来道友也是明白人。 其实除了好奇之外,小老儿其实有一事向求。 什么事情,说来听听。 韩力两手抱歼,面无表情。 金某这里有一件一宝,一直无法判断其用途和来历,想让道友鉴定一下。 当然若是道友识货,就此卖给道友也是无妨。 想必凭道友的身家,也肯定买得起此宝。 老者打量了韩力腰间灵兽带和储物带两眼,两眼眯成一条缝的笑嘻嘻说道。 一宝! 韩力眉头皱了皱,目光在老者身上盘旋了一会儿。 好吧。 既然道友跟了在下这么久,看来也有诚意的,在下看看也无妨。 我们找间密室谈谈吧,正好在下也有些话,想找人了解一二。 韩力点点头,忽然一指旁边的某间偏店说道。 密室! 这要付一块零食的,有些奢侈了吧。 老者闻言言一愣,有些迟疑起来。 没关系,这点零食在下出就是了。 韩某只希望道友的一宝,不要让在下太失望才是。 韩力似笑非笑盯着老者,悠悠的说道。 第905章天机屋。 嘿嘿,道友尽管放心,这东西是小老儿冒起险才得到的,绝对非同一般。 金元干笑几声的说道。 韩力点点头,不再多说什么,当即带着老相一侧的殿堂走去。 走进殿门,里面是一处数十丈广的巨大厅堂,空荡荡的只有一名身着青山的铸鸡漆中年女子,在中间的一块蒲团上打坐闭幕。 一见韩力和老者走了进来,她立刻睁开双目,站起身来。 两位道友到此,是想看看本店收藏的一些法觉秘书,还是需要一间秘室和人交流修炼心得。 此女目光一扫韩力二人后,韩肖说道。 给我二人一间秘室即可。 韩力平和说道,心里丝毫没起去看点集的兴趣,毕竟可以对外让人普通修饰看的秘书功法,可想起普通了。 居一块零食,而且只要出了本店,秘室就要收回的。 中年女子微笑的说道。 随后伸手往腰间一摸,一个数寸大小的微型石屋,就出现在了手中。 韩力见此东西一正,但随后神色如常的拿出一块零食交于对方,然后接过了此东西好奇的打量起来。 怎么? 道友是第一次见到天机屋吗? 中年女子看到韩力这般表情,起了些兴趣的问道。 不错,在下的确从未见过这等东西。 这是法器。 韩力颠了颠手中的东西。 轻飘飘的,仿佛丝毫重量都没有。 天机屋算是法器,也可不算是法器,但很方便,只要注入灵气即可放大使用了。 当然低阶的天机屋只能放大缩小,并未有其他功效,说是法器实在是勉强了些。 但高等阶的天机屋却可以附带阵法,加持尽致,甚至是可以堪比法宝的存在。 当然我们现在给道友的,只是较普通的一种,除了可以隔音防窥视外,就没有其他功效。 女子详细的给韩力讲解道。 韩力听到这里,心中一阵惊讶。 虽然他进来时被告知说这里有密室可供租用,但也没想到竟然使这种稀奇的东西,这东西在天南可没有。 多谢道友指点了。 韩力口中称谢,然后在对方指点下,向一侧的偏殿走去。 金元紧跟在韩力身后,但片刻后就忍不住的说道,道友竟第一次见天机屋,还真让小老儿有些意外呢。 不过这也难怪,这种东西一般都是天机阁专门出售给散修和经常远途跋涉的高阶修饰用的。 道友如此年轻就有如此修为,一看就是哪个宗门精心培养的弟子,这等华而不识的东西。 自然不会去购置的。 而且这种东西价格实在不菲,有灵石自然还是去购置法器灵要更合算了。 哦! 像这种较普通的天机屋,大概要多少灵石? 都是这样一种形状吗? 韩力随意的疑问。 低阶的,只要百余块灵石即可,高阶的则看附带的法阵尽致了。 但基本上比同阶的法器要贵上许多。 至于形状嘛,倒是五花八门,有塔形,楼阁,宅院等各式各样形状。 甚至听说,天机阁最顶阶的天机屋,根本就是一个小型洞府,异常方便。 老者看韩力似乎对此感兴趣,就将所知的都讲了出来。 小型洞府 韩力听到这里身形一顿,有些吃惊了。 嘿嘿! 韩兄还是不要想这种好事了。 这种洞府形的天机屋,最简单的也要数万灵石一个,哪是我们这种修饰可想的。 老者有些自嘲地说道。 韩力神色恢复正常,点了点头。 这时,他们已经来到偏殿中,只见此处稀稀拉拉的有五六个石屋出现在殿中,无疑不和韩力手中的微型屋子放大后一模一样,并且表面闪动着淡淡白光。 韩力心中一动,随意地用神石探测其中的一间房屋,果然神石方一接触,就被一层禁制挡住了。 这种禁制简单异常,神石可以轻易地迫进而入,但同样禁制一被破坏,屋子的主人立刻可以现有人偷窥了,马上就会警觉起来。 这倒还真是一种比较保险的防止他人偷听的手段。 心中如此想到,韩力那个微型屋子拖起,手上清光闪烁,注入了些灵力进去,顿时屋子微微热起来,同时颤抖不停。 韩力毫不犹豫地将屋子扔向了一处空地,白光一闪,轰得一声闷响后,一个数丈大小的屋子,出现在了眼前。 金兄,请进。 韩力瞅了石屋两眼后,就扭对老者客气地说道。 那小老儿就不客气了。 别说,这天机屋在下虽然见过,但还真没进过几次呢。 金元摸了摸下巴处稀疏无几的短须,嘻嘻一笑,就上前几步拉开石门,走了进去。 韩力笑了笑,同样缓步进入了屋中,并随手带上屋门。 屋子里面不大,倒也精致,中间不但有石桌石椅,还有附有一张青石长床。 老者已经大模大样地坐在了一把石椅上。 韩力伸出一只手掌按在了墙壁上,将屋子进至瞬间积了起来,踩走过去,坐在了老者对面。 先前听道友说,有事要了解一二,不知是何事情。 老者突然神色一正地问道。 没什么,在下准备在观宁府逗留一段时间,但是对此的世家宗门和一些忌讳不甚了解,我听道友的口音,正好是本地人的样子,想找道友打听一二罢了。 韩力不动声色地说道。 原来是这种事情。 没问题,不是小老儿自夸,不仅是观宁府,就是整个辽州都没有小老儿不知道的事情。 韩兄想先听些什么? 老者表情一松,笑着说道。 既然此地主人就是观宁府的三大世家,就先从此地的世家说起吧。 最好能将近些年生的一些大事说上一说,也好让在下场常见识。 韩力神色惬意地说道。 观宁府修仙世家,怎么说呢,这片地方基本上应该属于儒门范围,因此大大小小的世家也多是出自儒门各宗之下。 但是观宁四大世家却并非如此,除了孔家外,其余三家却各有传承。 四大世家? 观宁这地方不是三大世家吗? 韩力嘴角一瞧,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嘿嘿。 观宁三大家只是这几年的事情而已,十年前还应该是四大世家才是。 但是其中的冯家,不知怎么得罪了其余三家,结果一夜之间被这三家连根拔起。 嫡系弟子都被铲除得干净,听说,当时冯家在商量什么大事,所有嫡系弟子正好都集中到一起,老者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 韩力作者,静静听对方讲述冯家当年生的事情,在和那位冯枕讲述的一一对比,看看其中是否有什么蹊跷之处。 讲完世家的事情,老者口中又开始讲述观宁大小不一的宗门宗派。 这较晶元的老者显然去过不少地方,也经历过一些事情,不仅江宁府,其余府城似乎也了如指掌。 韩力听得很满意,也对整个辽州的修仙界有了一个清楚认识,这可比那曹梦容身上得到的情报细致得多了。 不过,这位似乎是个话搂子,一讲起来就吐沫横飞,口若悬河,片刻不停,甚至还不时表一些自己的看法见解。 而这一说,足足花费了一刻钟时间。 当老者终于有些意犹未尽地闭上嘴巴时,韩力展颜一笑起来,有劳倒有替在下讲了这么许多。 不过,下面可以说说金凶的义宝了,能否拿出来,让在下先开开眼界? 义宝? 当然可以。 小老儿还想让韩兄帮在下鉴别一下呢? 老者自满口地答应下来。 然后在韩力注视下,其有些神秘地从妖间储物袋中掏出一个玉盒来,放置了桌上。 韩力目光往河上一扫,神石照在了其上,但随即心中一正。 神石一扫过去,河中之物竟然产生一种怪异的排斥之力,竟无法渗进河中,这一下,韩力真的感兴趣起来。 而金元则小心地打开盒盖,露出了一团金光药木的东西来,拳头大小,朦朦胧胧的样子。 道友可以细看看此物,看能否认出来。 金元将玉盒往韩力身前一推,有些殷切地说道。 韩力眉稍微跳,一眼不得拿起玉盒,拖在眼前,细望了起来。 这时他才看得清楚,这竟然是一个仿若气泡般的存在,表面闪着异样的金光,中间则透明空空。 但是上面丝毫灵气都没有,仿若凡物一般。 端向了半天后,韩力伸出一根手指,灵光一闪,被一层金光包裹着,往上面轻轻一戳,随之手指伸线里面。 软软的,柔柔的,仿佛真是一个气泡般存在。 韩力面上露出一丝亚色,想了想后,再次将神石放出,缠在其上,结果气泡微闪击下,就将神石推到了一边。 不过,这次韩力不加思索之下,加大了神石强度,一缕接一缕神石往此悟然绕过去。 顿时奇异的一幕出现了,只见盒中气泡表面金光闪动不停,体积却开始一会而膨胀,一会而收缩,幅度不大,犹如一个跳动的强劲心脏一般。 第906章上古剧目 这是什么,大眼前辈,你见过吗? 韩力眉头紧皱了半天后,用神石向大眼神君传音道。 你真以为老夫无事不知,无事不晓? 这东西老夫从未听见过。 不过既然能抗拒你神石渗透,倒也称得上是一件异宝,详细问问对方是怎么得来的此物,然后是否收下此物,就随你自己异了。 大眼神君没好气的说道。 听了此话,韩力心中一笑,没有动怒,而是目光闪动之下,神石一收,让气泡恢复了正常,并将玉盒放回了桌上。 怎么样,这样东西,道友可认识吗? 金元七切的问道。 抱歉,韩某阅历有限,实在无法认出此物来。 韩力面露歉意的说道。 韩兄也不认识啊。 不我刚才见此物有意变发生,还以为道友知道其用途呢? 老者满脸沮丧,并隐隐带有一丝怀疑的意思。 韩力轻笑了起来,毫不在意的说明道,刚才一变,只不过是将大量神石将其包裹起来后产生的。 虽然不知道是何物,但他称之为一宝,倒也勉强够了。 哦!有这样的事情。 老者仿佛有些将信将疑,目光落在了河中的金色气泡上,同样将神石放了出去。 韩力见此神色不变,静静地看着老者的举动。 过了一会儿后,那气泡果然同样金光闪动起来,并且微微地伸缩膨胀起来。 而老者长吐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些许疲倦之色,闭目稍养下神后,才又睁开双目。 金某不计,让道友笑唤了,但韩兄神石强大真非比一般啊。 金元口中说着,脸上露出了羡慕之色。 在他想来,对方修位和其差不多,但刚才的举动举重若轻,而自己吃力到如此地步,自然是因为对方是天生神石就如此强大之辈。 这在任何宗门中肯定都是重点培养的弟子了,前途一定不可限量的。 韩力威然一笑,没有反驳什么。 金凶,此物是从何处得来的? 看起来的确奇特,不知是否有什么特殊来历。 当然金凶若是觉得不便说的,也就算了。 韩力从容的说道,露出一副无所谓的模样。 此物来历倒没有什么可保密的,但是就怕说出来后,道友不信金某所言呢,因为此事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金元面上先是有些犹豫,随即苦笑了起来。 道友不说,怎么知道在下不信呢? 况且,知道了其来历,在下说不定还能想起什么来呢? 毕竟光凭一样死物,实在联想不起他的来历。 韩力洒然一笑的说道。 听对方口气,此物还真有些故事的样子。 其实此物来历也没什么可隐瞒的。 而是为了此物,老夫相交的几位好友全都陨落而亡,故而有些不想提起而已。 金元叹了口气后,如此的说道。 韩力听了此话一呆,但见对方面露思量的模样,知道对方还要说出来的,当即静静的一言不发。 道友应该猜得出来,老夫是一名散修,而且是一名修炼了土属性功法的散修。 在下别的神通普普通通,但翩翩天生的土灵之体,在土盾树上有些小造诣。 若不是在下灵根实在低劣,恐怕不少大宗门还会抢着收老夫为徒。 说到这里,老者脸上满是惋惜之色。 所以金某修为亦有所成后,经常喜欢去一些荒山屁的寻找一些上古修式的洞府,妄图找到什么灵的遗址,一夜之间就能浮来运转。 但是那些古修洞府和灵物,哪有这么好寻觅的,在下虽然不能说毫无收获,但何浪费在此的时间上必,也就不算什么了。 直到三年前。 金元的话语声不自然的顿了一顿,才沉声又道,三年前,老夫应一位好友邀请,说发现了一座仪式上古十七古修巨墓,打算借助老夫的土盾树一起前去探上一探,若真能得到宝物,自然会分给再下一份的。 金某一听此事,自然大喜,当即就应约前往了。 结果一同前去的还有另外几位认识的至交,那时我就已经知道,恐怕这个古墓大不寻常。 果然,老夫等人进入了古墓才发现,老者的声音便有些微颤起来了。 才发现古墓内竟然是上古时候一名赫赫有名的帝王之墓。 炫叶王在上古时候就以凶残著称,也算是一位传说中的大人物了,我们几人见此,却大失所望,以为要白跑了一趟,毕竟此人在凡人中再怎么了不起,但对我们修仙者来说,能有什么东西可以用的。 但谁知道闯进了主墓室后,才发现墓中陪葬的东西,竟有许多修士才用的珍稀材料和法器。 我等几人自然大喜过望,正准备取东西,谁知道墓室中众多陪葬的干尸突然间活了过来,并化为了刀枪不入的行尸,无论什么法器功法打在他们身上,全都毫无用处。 当即大部分道友不提防之下,就被撕成了碎片。 而主观中也传来一想,那位传说中的炫叶王似乎也要复活的样子。 幸亏我精通土盾之术,见识不妙,立刻从地下逃了出来,否则就在那凶木中陨落掉了,但其他人就没这个好运了。 金元说到这里时,脸色微微发白,看来当初的一幕对他实在震惊不小。 那这个东西是,韩丽心中微感吃惊,但仍然指了指玉和问道。 此物是供奉在主观上的一件东西,我离开时顺手拿走的。 原想此物应该既然如此奇特,肯定是一件奇宝,但谁知道,到各处房市问过后,人人都不知这是何物。 虽然知道它不同一般,但也无人愿意出过高价钱收购它,就这么一直搁在手中了。 金元倒也没有多做隐瞒,直接了当地说道,只是脸上的郁闷之色显而易见。 既然是上古帝王陪葬之物,那无人知道倒也并不稀奇。 毕竟上古时期,有许多东西在如今修仙界早已绝迹。 不过一位凡人帝王竟然有修仙者的东西,竟还化为了杭施,似乎问题有些严重了。 你没有找人再去探此木吗? 韩丽脸上露出古怪之色的问道。 老夫自然再去找过那座古墓,并且还带上了一大批高阶修饰前去。 谁知道,等老夫去原来的地方后,那座古墓居然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原地只有下一大片荒野而已。 老夫实在难以置信自己所见,但是那古墓位置老夫确的确没有记错,甚至老夫故意在古墓入口处留下的暗记都清晰可见。 金元说着说着,脸色漠然阴沉了下来。 韩丽眉头皱了起来,若是这一切都是真的,一群人只有老者一人幸存了下来,再加上老者没有找到古墓,那后面的事情不用说,这此位的日子绝不会好过的。 道友是在何处见到的古墓,能否说给在下听听? 稍思量一下,韩丽平静地再次开口了。 还能在那里,自然就是在这雪灵山脉深处了。 老者有些咬牙切齿地说道。 雪灵山脉? 我没记错的话,你好像说过,以前时常有修士在山脉中失踪,难道和此事有关系? 韩丽目中一色一闪即逝,缓缓地说道。 可能吧,老夫也不太清楚了。 不过若是道友对此感兴趣的话,在下可以将古墓地址给道友看看。 也许韩兄有机会去哪里看看,能有什么发现呢? 老者犹豫了一下后,静这般说道。 然后他从怀中掏出了一块玉碱,握在手中明印了些什么进去后,随意地递给了韩丽。 好吧,若是有空,韩某就前去看看吧。 漠然了片刻后,韩丽伸手来接过了玉碱,不动声色地说道。 呵呵。 看来老夫和道友还真是一见如故,心中的这番苦闷和好长时间没有向别人讲述了。 这样吧,我看韩兄对此物也很感兴趣的样子,这东西,老夫就便宜些卖给道友了。 韩道友只要给一百块零食,东西你就拿去,如何? 老者展颜一笑地说道。 一百零食? 的确很便宜了。 但是在下也不能让金兄吃亏了。 这样吧,我给金兄二百块零食来换此物。 韩丽笑了笑,仿佛有些不好意思,如此地说道。 接着他在腰间储物袋中一摸,两块中间零食就出现在了手中,递给了了对面的老者。 金元见识中间零食,脸上不禁露出了笑容,当即客气了两句,也就接了过去。 而玉盒中的金色气泡,自然主动推给了韩丽。 而韩丽当着老者面,随手将愈合地揣进了储物袋中。 老者见此,脸上满是欣慰之色,似乎颇有些不舍的样子。 但就在这时,韩丽腰间的一只灵兽袋,动了一动,并发出了一声轻微的提名声。 这时,老者一呆,盯着韩丽腰间的此灵兽袋,有些好奇地问道。 没什么,只是在下圈养的一只低阶灵兽而已。 大概剑物洗裂,对此东西有些兴趣罢了。 低手瞅了一眼那只灵兽袋,韩丽一脸不在意知色地说道。 第907章 三诗 金元听了这话,心中还有些疑惑,但也不好再问什么,当即在和韩丽闲聊了一会儿,就起身告辞了。 望着对方推开石屋大门走出去的身影,韩丽脸上笑容渐渐收敛了起来,露出了一丝阴沉。 半晌之后,她突然将那个玉盒再次取出,并打开了盖子,凝望着河中之物,一语不发。 怎么,你还真打算去那古墓一探? 神石中传来了大眼神君淡然的话语声。 当然不去。 虽然不知道那人刚才之言有几分可信,我又不是一个初出茅庐之人,怎会冒险。 不过帝王之墓,在下还真有些好奇,若我恢复了全部修为后,或许去探上一探吧。 但那人对我所这些,明显没安什么好心,什么一见如故,坦然相告,真以为我是三岁孩童。 活了这么多年的老家伙,哪会轻易将这种隐秘之事告诉别人,更别说一个刚见面的陌生人。 如此殷勤,肯定非奸即道。 韩丽嘴角泛出一丝冷笑,漫不经心的吐道。 这倒也是。 不过若是那些刚出师们的小家伙,可最容易被这种人欺骗了,以为对方对自己交心了,就轻易的放弃了警惕,以后恐怕被卖了还不知呢。 想当年,老夫也,大眼神君叹息了一声,说到自己时声低沉了下去,话语接着戛然而止。 哦,前辈当年也被这种伎俩蒙骗过。 韩丽一愣,轻笑了一声。 哼。 老夫当年也年少过,被人骗过有什么稀奇的。 大眼神君哼哼几声,有些尴尬的样子。 好了,晚辈不会追问前辈当年的丑事。 不过这个东西竟然让提魂兽都感兴趣,看来还真有些古怪。 韩丽神色一正,随后单手一拍腰间的灵兽带,一道乌光从带中击射而出,落在桌上,化为一只寸许高的迷你小猴,一身油亮乌黑的绒毛。 小猴一出现后,当即用鼻子清秀了几下,目光顿时落在了那个金黄色的气泡上,脸现一丝迟疑。 韩丽有些奇怪,盯着提魂兽不语,用心神沟通此兽。 从神识传过来的感应看来,提魂似乎对这金炮有几分畏惧的样子,可同时存在那种阴切感觉,又是怎么回事。 韩丽尚未想明白,突然提魂身上黑色阴气冒出,纵身一跳,一头扎进了金炮中。 随之金炮表面光芒大放,从炮中凭空生出一缕缕的灰色火焰,将此兽裹在了其内。 提魂兽脸上显出痛苦之色,身上却持续不断的放出漆黑色阴气和灰焰交织一起,身形在金炮中一动不动了。 韩丽眉头紧皱起来。 虽然不知道生了何事,但显然提魂兽不像马上就能从里面出来的样子,好像竟在借助灰焰,在自行修炼一般。 而让他奇怪的是,火焰出现的瞬间,金炮上漠然变得灵气盎然,无中生有般的散出惊人的灵波。 等等。 这等景象,好像在那见过,我应该有过此物印象。 神石中突然传来大眼神君的一声轻疑,他似乎联想到了什么。 前辈想起了什么? 韩丽意外之下,不禁问道。 让我想想。 似乎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大眼神君的声音凝重了几分。 听到对方如此一说,韩丽没有开口催些什么,静静的望着金炮中蹄浑兽,也垂思量起来。 过了好打一会儿后,大眼神君的声音才再次传来。 我想起来了,这东西西年我游历时,曾经在一名万年狮王身上见过一次。 好像是那名狮王生前是一名佛门高僧,变成狮王后将自己的设立,练成了一件厉害之极的护照四宝物,厉害非常。 放出体外后,短时间内几乎肩不可摧,我也曾经在此上面吃过大亏。 不过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而且对方释放出来的护照是银色的,我一时倒也没有想起来。 不过种东西应该暗藏狮王体内才对,怎落到金炎这么一位助击妻修士身上。 大眼神君的话语里,充满了诧异。 连你都曾经吃过大亏。 那此物还真是厉害非常,堪称至宝了。 不管那人怎么得到的,现在关键是提魂有没有危险。 韩丽脸上神色先是有些动容,但还是担心的问了一句。 你这还没看明白。 你的灵兽正在吸纳设立中的试验。 说起来不但你这小子是个怪胎,连你的灵兽也个个奇怪无比,竟然还有能专门克制鬼妖的灵兽。 老夫活了这么多年,还从未听说过有提魂兽这种东西。 大眼神君喃喃的说道。 吸纳试验。 韩丽细看之下,果然提魂兽放出的阴气正在一点点的吞噬灰烟,心中一安。 但听到大眼神君后面的言语后,不禁苦笑了起来。 说实话,这东西早已和原先的培育之法大相径庭,进化了几次后,还是不是提魂兽,都难说得很了。 韩丽有些无奈的模样。 哦,这东西是一种异化灵兽了,我说起背后怎么会有一个妖鬼图案呢? 这些诗验都化为了灰白之色,绝对都是万年以上的精纯失火,普通的修士灵兽年之利弊,这灵兽竟然还敢吞噬,嘖嘖,真的不同一般啊。 不过此宝好像还未被炼化完全,更没有认主,否则炼化他的诗王神念一动之间,哪怕相隔万里之遥,也会立刻飞回的。 这倒有些奇怪了。 大眼神君有些嘖嘖称奇的样子。 还未被认主。 这么说,等诗验被提魂兽吸收干净,我也算是白得一件宝物了。 嘖嘖,没想到佛门帝功法没有得到,倒先得到一件佛门之宝了。 真想看看这舍利子所画金刚照,到底有多神妙。 漠然了片刻,韩丽忽然笑了起来。 不是舍利子,是金刚舍利。 大部分的舍利子都是白色的居多,其他颜色居少,只有金色舍利子才可称之为金刚舍利,算是舍利子中非常罕见的一种类型。 凡是炼化出这种舍利子的修佛,基本上都会在佛门中会担任金刚护法之职,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大概和其他宗门执法长老的地位差不多。 大眼神君叹了口气后,给韩丽解释道。 这么说,这种舍利子所画的护照,应该比你以前见的那个还要厉害。 韩丽目光闪动,问道。 应该是吧,毕竟金刚舍利的名声,在佛门中也是大名鼎鼎的。 不过,我也没有真比较过,无从说起。 大眼神君的声音有些迟疑,不太肯定的。 韩丽笑了一笑,正想在用神石说些什么时,忽然石桌上的金色气泡一颤,一团米粒大小的绿光突然从中击射而出,直往石石顶部急顿而走。 韩丽一惊,目光盯着紫光团,加思索的神念未知一宁,顿时绿光仿佛撞到了什么,一个跌呛后从空中被反弹了下来,正是韩丽的神石化形术形成的神念之壁。 而这时提魂兽鼻子一哼,一片霞光从下方飞射而出,一下将绿光卷回了金泡中,并吞入了腹中。 韩丽眉头紧锁,盯着金色气泡,心中隐隐的猜到了什么。 与此同时,远在数千里外的一间牧师中,并排放着三具石棺。 此牧师巨大异常,足有百余杖之广,四壁不但雕刻诸多上古时期的壁画,牧师四脚还各有一个巨大的铜缸,里面汹汹燃烧着一团碧绿色火焰,将牧师照应着昏昏暗暗。 突然左边的一具石棺中传出一声痛楚声,接着砰的一声巨响,厚厚的棺盖竟然直接飞出了树杖之高,然后众虫落到地上。 黑气气缭绕,一个高大人影漠然从石棺中站了起来。 王儿,出了什么事情,为何如此生气? 中间的石棺中却传出一声中年男子的声音,浑厚低沉,不怒自威的样子。 我,我的,一,分神,没了。 那黑气中的高大人影传出几声低吼后,用鹦鹉学嘴般的口气,结结巴巴的说道。 分神没了? 是哪个派出去的化身被谁看出来,收走了吧? 没关系,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这点分神只要继续修炼你父王传给你的名和天师诀,不久就会恢复如初的,用不着这般暴怒。 你的心性还是无法控制自如啊。 另一句较小些的石棺,却传出甜美异常的女子声音,悠悠的说道。 可,可是,我的,金刚,赵。 那名高大的黑影用手锤打自己的前胸两下,仍然左顾右盼得哼哼道。 金刚赵。 就是那见我上一次苏醒时,击杀的那个老和尚,用其设立炼化的金刚赵吗? 我不是早就帮你炼化了大半,交给你了吗? 怎么到现在还未认主炼化掉? 中年男子的声音一沉,有些冰寒起来。 我,黑气中的人影一听此话,有些惊慌起来,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 大王,这件事情不怪王儿,王儿和我说过此事的。 小些的石棺也出嘎吱一声清响,棺盖被挪移了开来,做起一个阿罗妙慢的身影出来,只是目视昏暗异常,无法看清楚此女的面容。 到底怎么回事? 爱妃,你给我说清楚一下吧? 那件金刚赵可是一件难得的至宝,我是看王儿法力尚浅,才教给他护身用的,否则,本王早就自己炼化用了。 中年男子的声音略微一缓,开口询问道。 第908章谋话 那甜美的女子声音犹豫了一下后还是叹了一口气后说道,数年前在大王沉睡期间,王儿单独将自己的分学移至了地面之上,准备借助月华之力炼化此宝,好进行任主仪式,但谁知道竟然不知从何处闯进来一群外界的修士。 因为当时王儿正在运工需要吸收月华之力,所以大部分禁制都未曾开启,结果竟然让这群人闯进了王儿的主室中,王儿无奈之下只好暂时中断了修炼,并让那些没有灵智的蠢物出手解决了这群人。 但是有一人倒野机得很,竟然看出了王儿的失王身份,立刻跪地求饶,并愿意接受禁制以求活命。 王儿看那人倒野机领,就下了禁制收下了此人。 这些和金刚设立有什么关系? 中年男子听到这里,还未听到想要听的内容,有些不耐起来。 大王息怒,关键是那人给王儿出了个主意,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收取外界的修士的元神,不用我们再派手下四下的辛苦搜寻了。 女子从容地解释说道。 哦,有这种方法说来听听。 男子似乎起了一好奇。 其实很简单,那人提出让王儿交付一件稀奇古怪的宝物给他,然后在里面暗藏一缕神进去,然后他就会将此物卖给其他落单的散修,并设计引诱他们主动到王儿的古墓来。 他们若是来了自然是死路一条,但若是不来,王儿的分神也会在合适时机,催动宝物中暗藏的禁制将那人灭杀,同样卷着此人的元神飞回古墓。 不过这样宝物首先必须是世间罕见,而且藏进王儿的分神和失火还不能有丝毫失气外露迹象才可,否则就弄巧成桌了。 女子不紧不慢地说道。 下面不用说了,肯定王儿将那件还未炼化认主的金刚罩交给了此人,也只有磁堡上的舍利佛性以掩盖王儿的失气了。 男子打断了女子的话语,冷冷说道。 不错,的确是像大王想的那样。 因为认主完毕后,即使金刚罩也无法掩饰失气了,而王儿当时炼功又急需大量的修饰精魂,也就冒险将此物交给了这人。 不过我特意附过此人,让其不招惹修为结单以上的修饰,以防被人瞅出了破绽。 先前几年到陆陆续续有不少人自动送上门来,倒也没有出何差错,但这一次看来那人没有听话,导致此宝被夺,王儿分神也受损了,回头就发动进将其元神抓回来好好拷问一番。 女子也声音冰寒起来。 哼! 凭这等小打小闹的勾当能得到多少修饰元神? 我已让戈将军正在谋划一件事情,只要事情成了,以后就有源源不断的修饰元神给我们使用,而且还不会引起那些道修仙者的注意。 男子哼了一声后清冷的说道。 难道这就是前些年大王带戈将军离开古墓一段时间,然后孤身返回的原因? 女子略有些惊讶了。 不错,现在戈将军早就化身另外一个人,并操纵着一个修饰世家,让那些人类修饰为我们做事了。 甚至为了掩饰其分,戈将军还操纵联合其他世家,抢先灭杀了另一个传承佛宗的人类家族。 谁让他们组长竟然瞅出了一些不敬,还想找附近佛宗门派通风报信,我就亲自出手先灭杀了他们门内的结单以上修饰,然后再让戈将军带领人类修饰轻易的就血洗了那个世家。 男子一阵阴阴的笑声传出,充满了几分的意知色。 那大王的计划到底是,女子文言大吃一惊的问道。 嘿嘿。 这也没什么复杂的,以后你们自然知道。 此办法还是上次来访的方尖山天风真军给我出的主意,他也是这偷偷做的,并且至今安然无恙。 只要小心一些,最起码今后二三百年内我们不再为修饰元神发愁了。 就算真是出事了,我们大不了拍拍屁股走人,将牧师移到他处就是了,大劲除了有限的那些老怪物外谁还能拦住本王。 男子傲然的说道。 天风真军。 这人可不是什么简单角色,他怎会好心将自己的秘密告诉大王,别是另有图谋吧? 女子却声音微变,有些担心起来。 图谋? 他当然是有图谋了。 只不过动动嘴皮子就从本王这里要去了三粒血腥丸。 男子的声音又有些恼怒起来了。 可是妾身还是有些不太放心,方千山双魔的名声实在不怎么样,他别是想引诱大王离开牧师吧。 要知道我等三人原神性命均和此墓融为一体,只要不离开此墓,天下间能伤及我们的可救没几人。 女子还有些担心的样子。 爱妃此言倒也有理,不可不妨。 我会在刑事期间将牧师中的所有禁制全开,并在外出时多加小心,不会让双腰知道我什么时候出目的。 中年男子沉吟了一会儿后,也凝重了几分。 大王有所提防就行了。 其实何必大王亲自首,有什么事情交予妾身和几位化身办即可了? 毕竟只要大王安无事,我料想无论遇到何种强敌,都会给大王几分薄面的。 女的声音一下又变得妩媚异常起来。 呵呵。 爱妃有所不知,要实行这个计划,必须将江宁府的大士家全都掌控在手中才行。 上一次为了对付那个孔老怪,因为不能损坏其尸体,我也负了一些轻伤,才没有连续出手的。 因为其余两大士家虽然门内没有什么原因修饰,但是这两家传承不凡,有数件一宝好克制我等异类,估计也是这两家背后的宗门之道本王在此,才故意派弟子在此建立士家,望监控本王的。 现在本王千余年都未曾出来活动,他们恐怕也早就忘了此事,本王正好出手将他们一网打尽。 等这几个宗门发现反应过来时,还不知道是多少年以后的事情了。 本王早该借助人类修饰的惊魂突破最后一层境界,练成天师之梯了。 男子似乎对女子宠爱异常,耐心的解释道。 那切身就先一步要恭喜大王了,练成了天师之体,大王就可脱离牧师,不再受困于此了。 女子文言仿佛欢喜异常。 哈哈,到时候何止本王,你二人本王也有办法施展离魂术,将你和王儿的元神脱离牧师。 男子黑黑的说道。 不过,大王。 那个金刚罩还是要找回来的,毕竟此物实在不同一般宝物,炼化之后在短时间内立即可成金刚不坏身。 你忘了那个老和尚寄出这颗射立后,虽然还未行金刚罩,只是金光护体,就让大王发动失火后,花费了三天三夜才将射立上金光炼劲,灭杀此僧。 若是此颗射立被炼化成金刚罩后,恐怕威力只会更近一层。 女子提醒道。 爱妃糊涂了,这种金刚罩也只有我们万年狮王借助月华之力才可以炼成宝照,人类修士也别想此事。 而天下间的万年狮王除了本王外就只有万妖谷的副谷主那只万年狮雄了,人类修士敢去万妖谷吗? 有那赶长竖谷中的万妖藩在那里,恐怕就是十大正门和十大魔宗都无一人敢接近此谷。 男子用讥笑的言语说道。 这倒也是。 但这等宝物对我等来说正是何用一宝,还是等查清楚落入了何人手中后,就派人抢回此宝吧。 女子不舍的说道。 嗯,爱妃不说我也会派人去的。 不过既然能收金刚罩中的王儿分神,此人应该也不是一般之人,一等宝物有了下落,我就让两位化身一起出动,他只要不是原因中期以上修士就不会有事。 男子自信异常的说道。 我,我也,要去。 那名黑器中的高大人影,自从中年男子和女子说话后一直保持安静,此刻一听此话后却忽然开口说道。 你怎么出去,你一身的湿气都无法收敛入身,是个修士就能看出你的本来面目,你怎么出去。 废话少说,快些入关修炼吧。 男子声音一沉,不客气的训斥道。 那个高大人影一听此话顿时萎米了起来,只好伸出一只长满了绿毛的手臂,冲远处招了招后重新躺了下来,但一对血红的双目忽然间闪过一丝凶残之色。 十指关盖搜的一声从地上自行飞射而来,重新盖了上石棺。 数千里外的韩丽自然不知道,自己只不过灭杀了一缕小小的神念,居然会惹出这般多事情来,她现在正凝望着眼前金炮中的蹄魂兽,面色阴暗不定,不知在想些什么。 而与此同时,走出了广场刚刚回返到自己屋中的金元,突然间扑得一声轻响,整个人漠然被一股灰色火焰包裹,瞬间身躯化为一股青烟消失的无影无踪。 而其元神满脸惊慌之色的出现在了火焰中,竟没有受伤。 但随之仿佛受到什么牵引似的,元神被火焰包裹成拳头大小的不起眼光团,一下冲出半场的窗户然后往高空击射而去,转眼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从始至终,竟无一人发现老者的消失。 第909章 火融经 天机屋中的韩丽剑提魂兽似乎不是一时半刻可以吞噬完毕,思量一番后,终将提魂兽连金刚赵一同收进了灵兽袋中。 走了出去,并将石屋缩小还原。 回到大殿,将天机屋还给了那名中年女修后,韩丽回到了广场。 这时已经是下午时分,广场上的修士骤然间少了一小半,全都前往对面的另一间石店,参加拍卖会去了。 韩丽没有多加迟疑,直接漫步向对面走去。 此间大殿门口站着明白袍修士,一见韩丽过来,当即一人拱手的说道,这位道友,为防闲杂人等太多,照规定参加拍卖会要缴纳三块灵石。 韩丽闻言一笑,二话不说的伸手往储物袋中一摸,三块滴接灵石就出现在了手中,递了过去。 这两名修士顿时脸带笑容,接过灵石后,马上给了韩丽一块巴掌大小的玉盘,并让开了入口。 韩丽看了一眼手中玉盘,在玉盘中心处,标有一个二百四十三的银色数字。 他面上没有外露诧异之色,不慌不忙的走了进去。 在穿过一条二十余丈长的通道后,对面就又出现了四名修士,在他们身后则有一个布满了灵光的白蒙蒙的大门。 一见韩丽过来,这几人打量了韩丽几眼后,全都面无表情的一言不发。 韩丽同样没有理会这几人,走了过去后,推开大门,进入正殿大厅内。 方怡进入此厅,就听到一个男子大声说话的声音,五百年凤尾花,七百九十块灵石了。 好,没有其他道友加价了,这株灵药就归这位道友所有。 请一百三十号道友,一会儿去后面缴纳灵石,取走灵药。 这时韩丽才看清楚大殿内黑压压的坐满了二三百人的样子,每个人面前的桌子上,都摆放着和他同样的一块玉盘,上面闪着淡淡的银色数字,任谁都能一眼看得清楚。 而在石殿正前方,正有一名一身蓝袍满脸惊悍之色的中年人,拖着一个敞开盖子的玉盒大声的说道。 而盒中是一株鲜艳异常的紫色灵花。 买下这核中灵药的,是坐在人群中的一名体态肥胖的老者,一见中年人确认了拍卖结果,当即一脸喜色的站起身来直往一侧偏门走去,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 韩丽神色如常的朝四下看了一眼后,就朝附近空着的一个位置走去。 洁白如雪的桌椅似玉飞玉,让韩丽起了些兴趣,坐下后摸了一把身前的白色桌子,竟有些温温的感觉。 这时,韩丽思量了一会脑中所记的各种玉石类材料,竟然从未见过此种材料,嘴角一瞧,不禁露出一丝亚色。 这位道友,第一次见到温时吗? 一侧忽然传来一声女子的声音,似乎带有一丝轻笑的意思。 温时? 韩丽扭手看了一眼,这才发现在身旁坐着的修士,竟是两名容貌相似的年轻女修,仿佛同胞姐妹的样子。 二女衣衫一黄一绿,谈不上国色天香,但也有让人眼中一亮的姿色。 其中说话的则就是坐着离韩丽较近的绿山女子,见韩丽伸手摸桌子的举动有些傻气,就吊笑的说了一句。 妹妹,别胡乱说话。 道友,千万别见怪,在下堂妹初次出来游历,言语有什么不当,还望道友见谅一二。 另一名眉目间略显年长一分的女子,急忙开口道歉道。 堂妹? 竟不是同胞姐妹? 这有些出乎韩丽预料,但是如此年轻就能筑击成功,两女的资质应该非同一般吧。 如此想到,韩丽笑笑,不以为意的说道,没什么,在下以前只听说过温玉,的确第一次见到这种温石。 道友知道此物的详细来历。 这应该不是一种常见材料吧? 否则,在下虽然一直在偏僻之地修炼,也不会一无所知的。 温石自然不能和温玉相提并论。 道友以前不知道此物,也不是稀奇之事,因为这种奇特石料是雪岭山脉的特产,其余地方都无法见到的。 但是此材料除了洁白异常,温暖不良外,和其他普通石料相比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了,但在世俗间自然比一般玉石还贵上那么几分的。 另一名黄袍女子含笑的给韩丽解释道。 原来如此,多谢道友解惑了。 韩丽目中露出几分恍然的点点头,随即就一本正色的作纳理,看那名中年人拍卖下面的一件顶接法器了。 韩丽的这番举动,让那绿山女子美目微微一瞥,嘴角微微一动得似乎有些不屑,还想说些什么,但被他堂姐用一记威严眼神瞥过去,只好闭上嘴巴不言了。 韩丽对这一切犹若未见,静静地目睹一件件法器灵要被拍卖掉。 虽然这种地方世家举行的拍卖会,肯定不是多么高级,甚至可以说比较低腾的,但是韩丽存心通过这次拍卖了解下,大进的灵药法器价钱和天南相比到底差异多大,也好为以后寻找珍稀材料做些准备。 冷眼旁观了一会儿后,韩丽心中总算有数了,明显大进无论灵药还是法器都比天南贵上了一大截,甚至那些稍珍稀些的价格就更加离谱了。 他随即想了想后,就明白了。 虽然大进地域面积是天南十倍之广,但是修炼体系完备,修仙者数量恐怕远远不止十倍的,这就造成灵气灵药的缺乏油渗天南了。 不过相对来说,大进还是地大物博,还是有许多珍稀东西在天南甚至乱星海从未见到过的。 特别是一些药草炼气材料,就这一惠尔功夫就出现了三四种他也不知用途的东西。 这让韩丽心中为之一喜。 看样子,若是多跑几家大进的顶阶房市,要凑够自己的需要的那些珍稀材料,似乎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韩丽正思量之间,台上的中年人忽然叫人拿出来一个托盘,托盘上呈现三颗深红色的晶石,这些晶石闪动的红光竟如同汹汹燃烧的火焰一般,非常的惹眼。 火熔精三颗,炼制顶阶火属性法器的绝佳材料,底价五百零石,有意的倒有可以出价了。 那蓝袍中年人微笑着爆出盘中之物的名称,用途极价格。 韩丽漫不经心的看了一眼,就打算收回目光的,但忽然目光一凝,口中轻移了一声出来。 怎么,韩小子,以你的身家,难道还会看中这几颗晶石吗? 大眼神君懒洋洋的声音来。 晶石? 难得前辈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韩丽用神石轻笑的传音道,同时口中却突然报了一个六百零石的价格出来,竟参加了这三颗晶石的竞拍。 怎么,这三颗晶石还有什么特殊不成? 老夫虽然修为尽丧,但神石尚在,可不信有什么看错的。 大神君有些不信的说道。 若说阅历见识,晚辈自然拍马难及,但是若丹论对妖丹的认识一向来说,晚辈不敢说独步天下,但是天下间能比晚辈强的,估计也没有几个。 韩丽忽然声音诡异的说道。 这和妖丹有什么戏? 大眼神君听到韩丽如此自信的言语,一正之下,不禁愕然的问道。 若非他深知韩丽并非那种虚夸之人,听了这般言语,恐怕立刻认为韩丽是否头脑不清了。 不过,你既然如此说了,想必应该有自己的道理吧,但若没有什么信服的理由,老夫还很难相信这三颗火荣精有什么蹊跷。 要知道不光老夫没看出这些精识有什么异样,就是拍卖会负责鉴别材料的那些修士,也无疑不是经验丰富之人,又怎会也看错这种并非多稀罕的材料。 沉默了一下,大眼神君还是有不信的样子。 听到大眼神君怀疑的言语,韩丽嘴角露出一丝笑容,口中又爆出一个高架来,终于让其他的竞争者停止了报架,自动退让开来。 好,8010,这三颗火荣就归243号道友了。 请这位道友,到后堂缴纳灵石,领取精识。 那名男子见这火荣精卖出了一个高架来,大为的高兴,扫了韩丽桌前的玉盘数次一眼后,大声的说道。 韩丽闻言,当即拿起玉盘,起走向一侧的偏门。 那里早有一名白袍的炼气七修士在等候着,一见韩丽过来,立刻引着韩丽拐了几拐,到后殿的一间小厅中坐下。 片刻后,就有一名侍女模样的女修奉上一杯灵茶,然后下去了。 韩丽看了看茶水,没有动用一下,而是神色平静地打量了一下厅内的布置。 不一会儿,就有一名深木秃顶的柱基七老者走了进来。 让道友等候如此之久,实在惭愧呀。 道友看看,这是否是你拍下的东西? 老者一进来就笑眯眯地如此说道,然后将此前在正殿出现过的玉盒递了过来。 韩丽没有客气,接过来打开了盖子,里面红光蒙蒙,果然是那三颗火焰晶石。 他却不动神色地一个个用手指夹起,仔细检查起来,好半天都没有言语一声。 第九百一十章 精化妖当和非真 怎么,这些火熔精有问题吗? 老者笑呵呵地说道,一副和气生财的样子。 没有,正是这些精石。 韩丽点点头,表情不变地说道,随后将精石一收,抱了抱拳告辞离去。 这名老者望着韩丽消失的背影,又看看空空如也的玉盒,眉头微微一皱,目中闪过一丝疑惑。 此刻,韩丽却重新回了拍卖场座位上,手中灵光一闪,一颗火熔精出现在了手中。 韩丽微笑着看着这枚精石,目中闪过一丝得意之色。 八百灵石买三颗火熔精,倒有还真是出手大放啊。 一旁的绿山女子见韩丽这般神情,忍不住地说道。 是啊,这精石在下想买许久了。 能花八百灵石就买到此物,总算没有白跑此趟。 韩丽望了此女一眼后不慌不忙地说道,手掌一翻,精石消失得无影无踪。 绿山女子只觉韩丽眼中晶光一闪,心中一个机灵,原本道口边的话语在舌下一转后,不知怎么就无法说出口了。 一旁的黄山女子见到此目,面色微变,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但明眸一转下,却没有开口说些什么。 而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后,韩丽对下面的拍卖开始期待起来,但是这时大眼神君终于开口问到了,韩小子,那火熔精到底和妖丹有什么关系,总该给老夫说明一下吧。 其实前辈应该也猜到了几分,其中一颗火熔精其实一颗七级妖兽内丹,只是不知被搁置了多少年月,通体完全精致化了,看起来和普通的火熔精一般无二。 即使神识再强大的人,也无法看出其中的差异的。 韩丽平静地传声说道。 七级妖丹。 既然神识和外表都无法判断,你又如何看出来的? 大眼神君果然没有过于吃惊,但还有些将信仪的样子。 嘿嘿,这说起来还和晚辈身上的煞气有关。 晚辈当年曾经亲手斩杀过数以千计的高阶妖兽,才形成这浓厚煞气,所对妖丹最为敏感了,这七级妖丹方一拿出来,我身上的煞气自动就有了感应。 再说在下当年经手的妖丹如此之多,自然有些特别的辨别之法了。 韩丽悠悠地说道。 原来如此。 若是真斩杀过如此多妖兽,你身上的煞气之重到可以让老夫豁然了。 但是你能斩杀这般多妖兽,却又让老夫起了些兴趣,看来你还有许多故事,从未向老夫透露过呀。 大眼神君黑黑一笑,不知喜怒地说道。 没什么,只是当年的一些机缘罢了。 倒是前辈,恐怕还不知道这种精化妖丹的妙处吧。 当年乱星海的事情韩丽并不想对这老怪物提起,话锋一转,提了对方感兴趣之事。 哦! 精化妖丹老夫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何用途? 韩丽此话一传过过去,大眼神君刻被勾起了好奇之心,故不再问妖兽之事了。 其实精致化的妖丹已经不算是真正的妖丹,而且若是入药炼丹必含奇毒,这毒素即使不如十大绝毒,普通修士也扶之利弊。 实际上此种材料却是炼妃针类法宝的最佳材料,据说直接用这种材料打磨炼制出来的妖针,不但盾速其快,脱手即可伤敌,而且最可怕的是,这种妖针本身材质特殊,非盾起来若有若无,盾光油若能隐形一般,可是偷袭伤人的最佳利器。 只是这种精化妖丹极难形成,而且形成后有办法辨认出来的修士也是少又少,在下要不是因为杀气的缘故,恐怕也没有办法立即辨认出此宝来。 寒利摸了摸下巴,神色看似如常的说道,但心中却想起那块记载用精化妖丹炼制非真的预见。 这预见也不知是自己在乱星海时,击杀的哪名倒霉鬼得到的,当时只是将其当做了一件剧文看着,想到竟然还真让自己碰见了食物。 这种罕见的炼器材料,他自然不能轻易放过了。 这东西老夫还真是从未听说过,看来天下之大真是无奇不有,恐怕没有什么修士可以将人界所有地方都走过一遍吧。 光是据我所知,像我们天南一般的修仙界最起码还有五六楚之多,有的地方可以直接到达,有的必须冒一定风险才能进入了。 老夫当年除了大劲外,也只去过其中的两处,后来就因为寿援的缘故,不得不返回天南苦苦研究祭神术了。 大眼神君的声音为之一案,大有畅往之意。 前辈何必过于悲观,生死轮回还不是人人均要如此的事情。 就算非生灵界也不见得可以摆脱此束缚,真想要与的同寿,大概也只有仙界的仙人之流了。 可我等凡人非生灵界就千难万难了,非生仙界从古至今也没有多少人吧。 韩丽似乎也被触动了什么,漠然了一会儿后才这般说道。 嘿嘿,老夫还是不甘心啊。 老夫自认无论修仙资质还是聪明才智,绝对是天下间一等一的,可最后竟然落到了忌魂傀儡之躯上,才得已苟延残命的地步。 若是还给老夫一次机会,想必进入化神期,对老夫来说绝对不是太难之事。 大眼神君难难的说道,充满了懊悔之意,话语越来越低,最后竟然了无声音了。 听了这些话,韩丽心中不知为何也生起一丝悲凉之意。 当年极西之地的一代开派宗师,曾经笑傲天南拳无对手,当时比自己肯定更加的风光,不可一世,可是一旦无法进入化神期,竟然落到了这种凄凉的下场,让他心情也漠然沉重下来。 这位大眼神君现今的情形,很可能就是自己今后的残酷写照。 此念头一生,韩丽脸色微微阴沉下来,同样也没心思多说什么了。 拍卖会自然照常进行着,下面拍卖的东西相比前面来说珍贵了许多,但是却没再有什么韩丽看重的东西了。 等拍卖到最后几件法宝和几种灵丹时,韩丽不愿再待下去了,当即在身旁两女诧异的目光中,起身出了拍卖场,飘然离去。 走出大殿,他并没有再看其他的摊位的东西,出了广场,慢慢的在阁楼宅院间缓缓走动着,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偶尔有碰见的其他外来修士和一些交易会的三家子弟时,倒也没人注意他什么。 不过,韩丽身形却渐渐朝一些叫偏僻少人的地方,慢慢而行。 溜达了一盏茶的工后,他身形一顿停下了脚步,目光一转下,忽然发现在一间阁楼前,正有一名铸鸡漆的白袍修士站在阴影里左顾右盼,似乎在等什么人似的。 韩丽脸上表情不变,神识却朝四下飞快的一扫,数十丈内并没有其他修士的踪迹,也没有暗藏什么厉害的禁制,最近的修士也在百鱼杖之外的地方,根本不会注意到此地。 韩丽毫不犹豫的方向一变,冲这名修士走了过去。 道友有事吗? 这是一名满脸横肉的大汉,一见韩丽冲起走过来,呆了一呆,问生的问道。 道友是孔家修士。 走到跟前,韩丽脸上浮现一丝微笑后说道。 不错,在下正是孔家外堂直视。 道友试想,那名大汉仔细打量了韩丽几眼,见韩丽服饰储物带领受带样样俱全,不像一般的散修,倒也客客气气的回道。 在下有些事情要见一下贵家主,不知道有能否通禀一下。 韩丽和颜悦色的问道。 见家主? 这恐怕不行吧? 我们家主现在正有要事,不会随便见外人的,道友真有重要事情的话,不妨先和在下讲下。 大汉眉头一皱,为难的说道。 是这样的,在下刚从拍卖场出来,发现拍卖的一件东西好像出了些问题,想和贵家主说一下。 韩丽故意露出几分迟疑之色,如此的说道。 拍卖场? 难道东西不对吗? 要是如此的话,道友应该直接找负责拍卖的几位道友。 一听韩丽此话,大汉顿时神色一鸣的说道。 这不是拍卖场能解决的事情,不信道友看看我买下的东西就知道了。 韩丽叹了口气,随即单手往腰间一摸。 大汉一见韩丽这般举动,多年的经验顿时让他下意识也将一只手掌马上搁在了腰间上,做出了警惕之色。 但韩丽一翻手后,拿出的却一颗红光闪闪的晶石,并递了过来,大汉这才疑心进去,浑身肌肉为织衣松的将手拿开,口中还诧异的说道,这个不是火熔精。 这种东西为还要见家主。 他一边说着,一边不解的伸手去接晶石,可就在其手指方一接触晶石的瞬间,突然一缕蓝芒从晶石上一闪即逝的击射而出。 如此短的距离,大汉根本躲无可躲,他顿时大惊的想要大声呼叫,但是额头上一凉,随后全身一寒,整个躯体都被一层蓝芒芒的寒霜冰封住了,瞬间失去了行动之力。 袖袍一抖,一股青霞飞射而出,一下将大汉卷入霞光中,直接飞进了面前的阁楼中。 接着身形一晃,韩丽也无声无息跟了进去。 第911章小乘客栈 随意走进阁楼中一间不起眼的屋子内, 那名大汉早已僵硬的躺在了地上,身上遍布蓝色的寒霜,一双牛眼睁的老大,满是惊恐之色。 韩丽单手一翻,一根银色细针就出现在了两根手指尖,二话不说上前俯身,往大汉头颅两侧飞快的几针扎下。 大汉身子一颤,接着双目神光渐渐脸去,变得木然痴呆起来。 韩丽两手掐绝,口中几声低沉的咒语声发出,数道法觉一连串的打在了大汉身上。 大汉身上寒气立即消去,双目无神的自动翻身而起,然后如同傀儡一般的盘坐地上一动不动。 韩丽脸上清光照面,袖袍一抖,几只颜色各异的阵齐从袖中飞射而出,分别插在了二人四周,一个隔断气息的法阵漠然成形。 韩丽将法阵随后击起,人就身影一晃,站到了大汉的背后。 韩丽单手微抬,五指分开地按在了大汉头顶处,同时周身霞光大放,二人身形都卷入了光芒之内。 你叫什么名字,在孔家身居何止? 霞光中传来了韩丽的问话声,冷冰冰的,没有丝毫感情。 孔逗,外堂直视。 大汉木然地回道。 孔家从何时占据的笋云镇? 镇上原先的居民都到了何处? 七年前开始。 镇上居民都是凡人,被安置在百里外的一座叫雪江的小城中。 孔家这次的参王大会有何目的? 在这诡异的一问一答中,韩丽从对方口中得到了大部分想要的情报,最后漠然将五指收回,大汉立刻尾顿地倒地不起。 拿出一粒丹药,塞进了大汉口中,再拿出银针及刺大汉全身各处穴道。 过了一会儿,他才站起身来,面线沉吟的喃喃道,用这无忧针,应该可以封住此人记忆一定时间了,不会马上引起什么骚动。 可惜因为修为缘故,孟隐术无法全力施展,否则直接用搜魂术,何须这般麻烦,看来要去一趟那个小城了。 韩丽摇了摇头后,将四周的镇旗一收,就自顾自走出了屋子,出了阁楼。 下面他不再理会什么参王大会,人直接向大门走去。 在大会途中离开的修士,并不算少数,所以韩丽出了大门玉气飞走时,守门的一杆修士并没有任何怀疑之心。 一道清光,直奔大汉所说的小城而去。 小城距离雪灵山脉同样没有多远距离,清光在越过笋云镇没多久后,就隐隐看到了那座雪江小城。 当即身形在城门处落下,韩丽缓缓走了进去。 这座雪江城比起笋云镇来说,大了三四倍,但也只能勉强称之为小城而已。 韩丽入城时,天色已晚,漆黑一片,因此路上的行人寥寥无几,自然没有人注意到韩丽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 韩丽走在街道上,神石谨慎的缓缓放出,以防城市中隐藏着元英七的高阶修士而被叫了。 小城中果然有修士存在,不过却大都是低阶修仙者,修为最高的是隐藏在西南角某间宅院中的一位杰丹七修士。 以韩丽神石隐秘异异常,一扫过去,此人没有丝毫的察觉。 不过,韩丽来小城可不是为找什么高阶修士的,建成中没有能威胁到自己的存在,当即将神石一收,气息收敛了起来,一边沿街道走着,一边目光往两旁扫尸个不停,似乎在寻觅着什么。 很快,他就走到了一个宽阔些的十字路口时,仿佛是小城的中心所在,韩丽目光在一家客栈招牌上撇过后,瞳孔一缩,忽然停下了脚步。 招牌数尺大小,上面写着越来两个银粉字,看起来和平常招牌并没有什么两样,而大尽叫越来这般普通名字的客栈,恐怕没有一千,也有数百吧。 韩丽却盯着招牌右下角一个好似茶壶的标记,目光一动不动。 细看片刻后,他轻吐了一口气,抬看了看眼前的小客栈,在四下望了一望发现附近无人时,他身形一晃,淡淡的黄光闪动,人就直接从紧闭的大门中游若无形的穿门而入。 客栈大厅内黑兮兮的,寂静无声,不知是没有客人,还是所有人全部安息了。 稍一打量后,韩丽却闭上双目将神石放出,整间客栈的情形顿入其脑海中。 突然他无声无息的化为一股清风,没入了黑暗中不见了踪影。 越来客栈的老板是一名五十余岁的干兽老者,在小城中略终资财。 忙碌了一整天后,身体疲倦的他搂着刚刚娶回家不到一年的小妾,在香田之急的酣睡着。 但突然间,他隐隐觉着一丝寒风从身上吹过,冰寒之急,不禁机灵一下的惊醒了过来。 结果睁开双目后,客栈老板顿时出了一身的冷汗。 一个黑糊糊的人影。 就站在床头前,一对闪闪光的眼睛正冷冷的瞅着他。 你,他刚要大声呼叫,眼前银丝一闪,嗓子一麻之下,竟什么声音也无法发出了。 不要大声。 虽然客栈内没有一个修士,我也不想惊动他人,你先看看此物再说。 人影一抬手,一把银光闪闪的钥匙出现在客栈老板眼前。 客栈老板一件银色钥匙,身形一阵,整个人顿时放松了下来,目中反露出了惊喜之色。 而这个人影,自然是潜入此地的韩力。 客栈老板急忙跳下床,用手比划着,支支吾吾的想说些什么,但是口中仍然无法出声。 韩力微微一笑,一抬手,一道银丝从其喉咙上射回,落入了手中,正是一根纤细如发的银针。 能否让再下再检验下那把钥匙? 客栈老板咳嗽了几声,终于恢复了言语能力。 韩力一言不发,直接将钥匙扔给了对方。 老板接过银色钥匙,仔细检查了好大一会儿,踩脸现恭敬之色,双手把钥匙凤海给了韩力,同时深思义理地说道,你是大少爷啊? 你已经验过了钥匙,还有什么疑问吗? 韩力没有直接回答,反而淡淡地说道。 没事,既然少爷能找到老奴,并有此钥匙自然身份不假,只是,老板下意识地回看了一下身后的小妾。 放心,在弄醒你以前,我就已经施法让其昏迷过去了,你就是在他耳边大喊,他也听不到任何东西的。 韩力目光一闪,神色不变道。 这就好。 家主一连数年没人联系老奴,老奴是个凡人,也不知出了什么事情,更不敢乱打停,生怕招惹其他修士的注意。 如今少爷带了钥匙来了,老奴总算松了一口气。 要不是听家主说少爷下次来会换个模样,老奴还真不敢随便相认。 客栈老板老老实实地说道。 冯家的确出了些事情,所以我这次要开启密窟,需要取一些东西出来。 密窟的地址除了家主之道外,应该有备份地图保存在你这里才对,拿给我吧。 韩力没有客气,用吩咐的口气说道。 是。 既然有密窟钥匙,少爷自然有资格打开密窟。 请少爷稍后。 客栈老板丝毫怀疑没有的说道,随后七手八脚的套上了几件衣服,就带着韩力走出了屋子,直奔客栈后院而去。 结果在后院一个不起眼的墙角根部,客栈老板随手找来一个铁锄头,一阵跑笼后,再用双手一阵小心地摸索,抽出一个看似普通的青砖出来,这才擦了擦汗,转身过来。 密窟地址就被封印在此物中,上面有禁制,老奴是无法打开的,也从未亲眼见过,少爷应该有办法吧。 老者将青砖递给了韩力,迟疑地说道。 这个当然,我自有办法的。 另外我取走了此物,你也不用留在此城了,马上远走他乡,隐姓埋名。 韩力接过了青砖,瞅了几眼后,似乎确认了此物真假,满意地点点头,然后神色一正地吩咐道。 这么说,冯家真的出事了。 少爷放心,我数日内就后马上离开此地,不会让少爷的事情走漏消息的。 客栈老板神色一按,一口答应地说道。 你知道其中的厉害就行。 看在你对冯家这般忠心耿耿的份上,这一瓶丹药拿去吧。 虽然你是个凡人,但服用此丹药,仍可以让你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 韩力将青砖收起,在看了两眼老者黯然的表情后,神色一动,突然一翻手,一个青色小瓶出现在手中,递给了老者。 多谢少爷赏赐。 客栈老板先是一呆,随即脸上一喜地说道。 好了,我还有事,现在就走了。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韩力摆摆手,面无表情地说道。 随后在客栈老板的面前,青色霞光一闪,人骤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老者吓了一跳,四下寻觅了好一会儿,终于确认韩力已经离去,这才低下来,正正地看了看手中的药瓶。 半晌后,他长叹了一口气。 韩力一离开客栈,就立刻飞离了小城。 在附近随便找了一处无名荒山,人就预期落下,然后手掌一翻,那块青砖就浮现在了手中。 第912章杀鸡 一只手将此砖托起,重新细端向一下,另一只手就伸出一根手指,指尖触青光闪动,轻轻点在了砖面上。 顿时一层白蒙蒙的灵光,如同波纹一般荡漾开来。 韩力脸上笑容一展,点了点头。 这块青砖据缝枕所说,倒也不是一件普通的东西,而是一种类似储物袋的法器。 不过此物必须有一套专门法掘开启,否则用蛮力强行打开的话,存在其内的东西,就会立刻化为灰烬。 韩力自然从临死前的缝枕口中得到了口诀,当即终一阵滴滴咒语声传出,一张口,一团含有符纹闪动的青光喷出,正好击在了青砖上,照在了旗上。 随之单手掐绝,往此砖刺脚飞快地用手指各点一下,砰得一声清响,青砖表面现出了一个圆形孔洞,黑乎乎的。 韩力没有贸然伸手进去,而是用手一拍青砖底部,顿时霞光晃动,从孔洞中自行飞出两雾来。 一个是数寸大小的玉碱,一叠捆扎着整整齐齐的帐步般纹书。 单手一捞,将两样东西轻而易举地抓到了手中。 将青砖收起后,韩力根本没看那叠文书,先抓住那玉碱将神石沉进了里面。 没有多久,韩力神变古怪起,面容阴沉下来。 怎么? 里面没有冯家密窟的地址。 大眼神君见韩力这般模样,不禁问道。 不是,里面的确有密窟地址,而且标注得很清楚。 长出了一口气,将神石从玉碱中出后,韩力缓缓说道,但眉头皱起来。 那为何一副为难的样子? 难道密窟之地还是有什么危险? 此人不愧为活了近万年的怪物,略思一下立刻猜出了几分真相来。 可能会遇到些麻烦吧? 这冯家密窟竟然建造在雪灵山脉的深处。 韩力轻叹一声后,面露一丝无奈地说道。 冯家怎么将密窟建在那里? 难道不知道这山脉有些古怪,经常有修饰失踪的吗? 大眼神君也有些诧异起来。 谁知道呢? 也许选地址的这位冯家仙祖,大概觉得越凶险的地方,越保险吧。 韩力咧咧嘴,只能如此的猜测道。 既然冯家一直使用此密窟,这说明此地方应该不会危险的,又何必过于担心? 大眼神君悠悠的说道。 希望如此吧,都已经得到了地图,总不能因为这一点未知名的风险,就放弃不去。 若是一切顺利的话,一日后,我们就能找到此密窟了。 韩力自嘲地苦笑一声,如此地说道。 然后他将玉简收起,又随手将那一文书拿起来,稍微翻动了一下,口中轻移一声。 咦?这些是冯家在世俗间的一些资产地气的证明文书。 数量还不少,足以富甲一方了。 韩力一脸的意外。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大晋世家和天南修仙家族有一点不同,就是将入世看作寻常之事,并不适合达光豪富交往为止,甚至经常有散修主动前往投靠。 大晋地狱虽大,世俗凡人却比天南稠密多了,占据了大晋多半的地方,故而不少灵药灵石资源并非在荒芜人烟之处。 直接掌握在朝廷手中的。 而天南则不同了,凡人世界占据的地狱并没有多少,更多的还是荒野之地,天南修仕自然无需和凡人打什么交道。 大眼神军似乎对此有些了解,给韩力点指的说道。 这么说,那大晋世俗王权控制如此多修仙资源,其余宗门会允许吗? 韩力有些不信。 嘿嘿,不允许又能怎样? 大晋可不是天南那样国家众多,而是从古至今就一直都是一个强力朝廷统治着凡人世界,即使修士再厉害,也总不能明目张胆地做出伤害凡人的事情,否则不要世俗世界做出什么反应,就是其他宗门势力也会趁机借题发挥的。 现在的大晋朝廷其实已经是修仙界几大势力一番妥协后的产物。 我没记错的话,这些大势力好像有约定,任何宗门都不得明目张胆地对世俗朝廷施压,强迫其做什么,甚至为了保证世俗朝廷的威严,他们还特意允许官府直接招揽一些散修。 大晋皇族还可以培养一定数目的宫廷修士,当然这些修士的等阶和数量,都在那些大宗门冷眼观望下,不会让他们膨胀过头的。 暗地里,各大势力为了多占据世俗界的修炼资源和人力,私下里也各显神通,交好一些王族和朝廷显贵。 特别是那些郡守之类的一方大员,几乎都有大小宗门在背后活动的影子,而为了不被其他势力抓住把柄,这些事情大都是让门下的世俗出面的,就这样,渐渐的,修仙世俗在世俗界拥有了不少的资产,在大晋早已习以为常了。 不过这些东西如此小心被放在此处,应该是和修炼资源有关的地气文书,这可是一个世俗能否延续下去的关键。 大眼神君将自己所知的依依到来。 韩丽听了这些话,心中大感惊讶,摸了摸下巴。 这些文书既然如此重要,为何会放到此处? 难道那位冯家家主在出事前察觉到了什么,特意留下的后手? 韩丽只能如此的猜测起来。 可能吧。 不过这些和我们无关,无需考虑其中的古怪,还是赶快找到冯家密窟,看看里面有没有佛门功法解除你身上的煞气。 大眼神君不以为然的说到前辈说的也是。 韩丽笑了一笑,将手中的这扎文书顺手放进了一个玉盒中,收了起来。 变清楚方向后,他玉器冲天而起,直接向雪灵山脉飞顿而去。 这时,在雪灵山脉某处的地下墓室中,两名氯气罩体的人影,直直的跪在三具石棺前,一动不动。 忽然从中间一具石棺中飞射出两绿芒,一闪即逝的射入了两道人影的头颅中。 去吧! 将那人杀掉,把宝物夺来。 石棺中传来一男子森然的声音。 两道人影二话不说,身形瞬间化为两道绿光,在牧室中一个盘旋后飞射而出,不见了踪影。 好了,我已经将那名夺走金刚之人的模样,送入了化身中,再加上那件金刚罩中应该短时间内还残留王儿的一丝气息,只要那人没有马上顿出官宁府去,他插翅南非的。 多,多谢,父王。 一侧另一句石棺中来几声欢喜的结巴声。 哼! 这一次的事情也就算了,下一次,不要再自作主张了。 中间石棺中的男子哼了一声后,说道。 是,下次,绝不会了。 结巴的声音似乎有些畏惧的样子。 中间的石棺再没有什么话语声传出,但是静静的了一顿饭时间后,忽然砰的一声响,中间石棺的盖子直接飞出树杖远去,一个搜消带官的人影漠然从棺中做起。 大王,你这是? 一个甜美的女子声音诧异的从另一句石棺中传出。 时间差不多了,现在正是地脉阴气爆发之日,我暂时离开牧室修为不会大将,正好前去驻戈将军一支力,将另外个世家中的麻烦人物处理掉。 门在我离去后,将牧室所有禁制打开,不要让外人侵入进来。 此人双目泛红,神色慕然的说道。 是,大王。 大王要多加小心了。 那女子犹豫了一下,叮嘱的说道。 爱妃放心,顶多两日一夜我就返回牧室了。 那时候,就不会再轻易的外出了。 男子点点头,漠然一抬腿,身形诡异的一闪后,到了石棺之外。 晃动几下身影,男子一下模糊不清起来,接着整个人化为一团灰气,漠然在原地消散不见,竟不知道是如何离开的牧室。 而不久后,寂静牧室中,却响起了女子一声深的叹息声。 韩丽再次看到雪灵山脉时,天色已经微微发亮,没有多想一头扎进了群山之中,玉气在低空飞顿着。 生怕惹来什么麻烦,韩丽将身上气息全部收敛起来,只将神石放出体外树里远去,警惕着附近的一切异常。 冯家密窟所在位置,并非在山脉的中心,而在靠近外围的一处隐秘所在。 一日后,当韩丽在山脉中四下寻一番,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山峰下,发现了一座数百丈高的巨大瀑布。 看着眼前的瀑布和四周的景色都和预检中记载的一半无二,韩丽一直提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望了望从天滚滚而落的银河,韩丽玉气漂浮在半空中,一掐闭水绝,两手在一扬,两道清光一闪后没入了瀑布中。 一阵闷响传出,在银河上浮现出一个直径仗许的大洞。 韩丽毫不犹豫的一堆法器,人就直接飞顿而进了。 孔洞随即消失,瀑布恢复了圆状。 韩丽自然不知道,就在进入孔洞的瞬间,在离布千里之外的地方,有两道绿蒙蒙的人影忽然失去了追踪目标,在原地盘旋不前的打转起来。 并且因为暴怒,两个人影口中伸出乌黑的獠牙,时不时的发出阵阵低吼,犹如两头凶虐的猛兽一般。 但两个人影没想到的是,在他二人身后树里之外,还有另外两名隐匿身形的不速之客冷冷的盯着他们的背影,在低头娇耳的交谈什么。 第九百一十三章 入密窟 怎么样? 有没有把握在炫烟老魔化身示警前,就将他们两个禁锢拿下,否则一旦他们逃掉了,肯定会打草惊蛇的。 两名人影中的一人,用间隙异常的声音,冲另一人传音说道。 哼! 炫烟王的所谓化身不过是用士抽魂化神秘术,将手下几位统领强行炼制成自己的附属傀儡而已,灵之上可是大打折扣的。 虽然有原因期境界,但比正常的同阶修士好对付多了,联手之下,拿下他们不是什么难事。 但这种时候,老魔竟然会让自己的化身单独出来活动,可是天助我们。 灭了他们,就相当于斩断了一条手臂,到时候形势就更有把握了。 另一个低沉的声音,阴阴的说道。 天风兄说的很有道理的,只是下有些奇怪,这两个化身在追踪什么人,竟然会在其形势关键时候被派出了古墓来,而且现在突然失去目标的样子。 第一个声音有些不解。 谁知道呢? 不管是何人,对我们的计划都没有影响。 炫夜王毅离开墓室,修为必定大简,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平常这老魔狡猾之急,根本不肯离开墓室半分的,这一次要不是本真军给其下了一个圈套,恐怕我们还是没有丝毫机会,毕竟老魔只在古墓中,神通丝毫不下于原因后期修士的。 嘿嘿。 炫夜老魔若是知道,道友提前将计划暗中透露给了其余两个世家,脸色还不知会变成何般模样呢? 想必这两个世家也已暗中请来了背后的宗门,竟等老魔上钩了。 何况就算老魔另有神通,侥幸能逃脱为杀,还有我们在墓室外埋伏着,他是插翅南非。 奸细声音奸笑一声的说道。 不错,这一次我们兄弟可是谋划了近十年才成功的,并且从布下圈套之日起,就始终派手下监视着老魔的一举一动,才能恰好地抓住其行动的时机。 此魔一除,他那位宠妃玉华夫人和那位刚刚进阶成狮王的独子,根本不堪我们三人联手一击了。 到时候无论老魔收集如此多年的宝物,还是陵墓中沉睡的数千狮兵,都足够让我三人平分了。 而且听说这老魔天狮肢体快要大成,以其谨慎的性子,想必快修炼大成的天狮猪也暗藏在了墓室中某处,只要得到了此猪,将其本命元神溢除,我们就算不是狮王肢体也可以借用此物将躯体修炼到铜头铁壁,水火不尽的,这可是修炼法体的最佳宝物啊。 那名天风兄声音中隐隐透出一副贪婪之意。 呵呵,老夫修炼地功法,并不注重法体锻炼,对这天狮可丝毫兴趣也没有。 在下只要那陵墓中的数千师兵就渴了,有了这些师兵做手下,在下就可在无洞山中自成一番势力了。 那奸细声音轻轻一笑地说道。 在下就是知道阴友会说这话,也只有道友的师灵大法,可以驱使这些师兵一如反掌,否则这般多同道,我兄弟只找上道友,和道友可是各取所需啊。 另一人听了此言,似乎非常高兴的样子。 这个自然。 这时,韩力正站在一处藏在瀑布后的石门前,并不知道原本即将降临自身的一场大麻烦竟然诡异的被别人无意中。 化解掉了,否则那两名化身连惊而来,韩力虽然能轻易斩杀强敌,但最后一次解封法力机会也肯定会被耗掉了。 如今的他的目光,正落在石门的右下角处,在那里微微凸起,上面有一个寸许大的小孔洞。 韩力单手往储物带一幅,那把荧光闪闪的钥匙就出现在了手中。 手指一弹,银芒击射而出,正好射入了孔洞之中。 钥匙前半截尺寸合适,正好插进了孔洞中,只露出后半截的把柄在外面。 韩力见此微微一笑,伸出一根手指冲着钥匙轻轻点指一下。 一道轻蒙蒙的灵丝,准确的射到了钥匙之上,顿时钥匙把柄自行的微微转动半圈,原本冰冷灰白的石门,马上灵光闪烁,一层乳白色的目浮现而出。 接着一阵微颤后,石门缓缓升了起来,一个不大的洞口出现在了眼前。 韩力扫了一眼洞口方向,就不慌不忙的走了进去。 紧走出十余帐后,一个帐许大的传送阵就出现在了眼前,法阵周边的有七八个凹槽中,全都空空如也的样子。 见到此目,韩力轻了起来。 若是不知道其中奥妙的人,在这些凹槽中全都放灵石的话,恐怕在传送的瞬间就被空之力撕扯成了粉碎。 当年设计这冯家密姑的人,还真是心机深沉啊。 韩力几步走到了法阵前,目光闪动几下后,袖袍一抖,五块低阶灵石正好飞入其中的五个槽内,然后一仰手,一道法诀打在法阵上,顿时整个传送阵都发出低沉的温鸣声。 以韩力的阵法造诣,传送阵是否不妥,自然一眼就可认得出来了,极放心的身形一晃,人到传送阵中心处。 白色霞光飞卷而出,韩力身影在灵光中消失不见。 传动距离显然并不远,以韩力的强大神石,甚至没有感受到太多头晕之感,然就在白光闪动中出现在了一座不知名的大厅中。 他目光一扫之下,大厅内情形尽收眼底。 此处不算太大,只有二十余帐的样子,地面四地整洁一长,全都由那种古怪的温石砌成。 厅内的东西也不多,只有两排币绿色木架和三口树尺大的银色箱子而已。 这就是冯家密枯了,规模之小,犹在韩力预料之下。 那些木架不知是何种珍稀木料制成,存放此间许久了,竟颜色不变,还隐隐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一个架子上,摆放一件件等阶不一的法器,以中阶法器为主,有三十余件的样子,另外有数件不知名法宝参杂其中,分外惹眼。 另一个架子上,则是一块块颜色各异的玉碱,足有近百块之多,密密麻麻的摆满了木架。 韩力也没有多望那些法器和法宝,也没有瞅向那口银色箱子,二话不说的网放至玉碱的木架走了过去。 目光略意扫过后,他随手拿起一块来,将神石沉浸其中飞快的扫过。 以韩力的强大神石,一顿饭功夫后,这些玉碱就被翻越了一遍,结果其中根本没有和佛门有关地功法,不禁大感意外。 难道那位缝枕之言,有假不成? 韩力摇摇头,将这个想法抛至了脑后。 他可使用梦引术检查过对方之言真假的,以对方的神石根本不可能欺骗过自己的。 心中思量过后,韩目光终于落在了那三口银色箱子上。 略沉吟一下后,韩力几步走了过去,袖袍一抖,一一将它们挨个打开。 一口箱子中,是满满的中阶灵石,有数百颗之多,一口则成满大小不一的玉盒。 韩力神石穿透而过后,就发现里面全都是一些罕见的炼器炼丹材料,一看就是价值游在那个成满灵石的箱子中。 在打开这两个箱子,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东西后,韩力脸色不禁阴沉了几分。 最后的一个箱子被掀开后,浮现在韩力双目中的却是一打打闪着各色灵光的大小福禄,韩力顿时露出失望色,不过等其神石仔细地扫过此箱子后,却神色一动,漠然伸出一只手来冲此箱子虚空一抓。 嗖的一声,遗物从众多福禄下方击射而出,落入了韩力手中。 宁神戏看,这是一个半尺来长的赤红木匣,上边还贴了一张淡黄色的福禄,木匣表面雕刻着一些佛门的经文符记。 韩力看了看福禄,一眼看出此物是用来禁制灵气的普通福禄,当即没有犹豫的一把将福禄撕下,打开了木匣。 结果侠盖方一揭开,一股七色灵光从侠中四射而出。 发出此佛光的,赫然是一枚拇指大小,乳白色的珠子状东西。 射利子 韩力口中一声青土,脸上不禁露出了喜色。 因为在木匣中与射利子在一起的,赫然还有两件佛门法器和一块黄色玉碱。 法器是一件法轮和一串淡金色佛珠,闪动着微弱灵光。 而玉碱虽然并不起眼,但韩力心思此刻全都在此物上了。 一伸手,将玉碱拿出来,他迫不及待的将神石沉入其中。 第九百一十四章 明王诀 伏虎宫,转伦经,明王诀,韩力飞快扫过后,口中念出了这功法的名称。 光从名称上就可看出,玉碱中记载的果然都是佛门法诀。 明王诀 这个功法我听说过,是佛门金刚护法专门修炼的一种罕见功法,好像非常难以修炼的样子。 冯家这位仙祖,如何会有此法诀的? 给我看看玉碱,是否能用此功法去除煞气? 不过当名王诀三个字传出的时,大眼神君惊讶的开口了。 韩力听了这话,心中一喜,他才不管这位冯家仙祖如何会有功法的,只要能帮其解除煞气就行。 于是,他不加思索的将手中玉碱往背后竹筒中一抛。 下面的时间,大眼神君专心的参悟着玉碱中地功法,韩力则不客气的将平家密窟中的东西,开始减价值高的往自己的储物袋中装填了。 按照韩力的本心,自然想将所有东西一股脑儿的带走,但可惜储物袋实在有限,除了那些零食外,其余的东西都只好挑挑剪剪了。 那几件法宝自然药都拿走了,材料和服录,则找对其有用的拿走一小部分。 至于那些法器,韩力除了两三件功效奇特的外,其余的就留在了架子上,没有去动分毫。 挑好了东西后,韩力则面对一大堆玉碱,翻找起刚才自己神识扫过时,看到的一种感兴趣地功法。 然后盘坐在大厅内,静坐不语起来。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不知过了多久,大眼神君的声音终于在空荡荡的大厅中响起,立刻将韩力的注意力从手中递功法上吸引了过去。 这个明王爵有点邪门。 说是佛门功法,可修炼之法非常霸道,竟有些魔功倾向的意思。 大眼神君缓缓地说道。 魔功?什么意思? 这个功法到底能否解除我身上的煞气? 韩力心中一沉冷静地问道。 不用心急,从煞气上说。 我要洗你了,此功法的确可以解决你的大麻烦。 不过,此法诀并非是将煞气驱除消散,是有些近似魔道的做法,是将煞气炼化己用的一种法门。 但从修炼之法中就可以看出,此种法门修炼起来似乎有些危险的样子,毕竟煞气这东西,可并非能够轻易驱使的。 是否还要另找其他佛门功法,你自己思量一下利害关系吧? 大眼神君沉吟了一下,将自己看法一一讲出,又将那玉剑从竹筒中扔了出来。 将煞气化为己用。 修炼到高深处不会步入上古魔道吧? 韩力接住预见,心中一领,警惕地问道。 这个道不用担心。 这名王爵既然是佛门护法修炼地功法,自然不会真和魔道扯上关系的。 他虽然修炼手段有些偏激,但和一般修炼煞气的魔道功法大相亭,他只是将煞气作为辅助之用,并非直接驱动煞气来攻敌伤人的。 这样保留了煞气的霸道秉性,但却将其中的不良效果,给消除得七七八八了。 嘖嘖。 佛门中还真是有大能之人,竟能创出这种由魔入佛地功法来,估计其才智只在老夫之上不在老夫之下。 此功法也是堪比大眼觉的一门大神通。 大眼神君有几分佩服地说道。 韩力听大眼神君竟然将这功法比拟大眼觉,心中不禁将信将疑,当即将神石再次沉浸欲见中,细细地看了一遍那天明王觉。 但只看了一会儿,他就诧异地叫声来,以。 这法觉很熟悉,我怎么在什么地方见过一样。 你见过? 大眼君也有些吃惊。 不错,我想起来了。 这法觉和那东西上面的妖族功法很相似。 沉吟了一小会儿,韩力默然想起来什么,伸手储物带上一摸,一个巴掌大小的铜片,就出现在了手中。 正是那枚被早已抛至脑后好长时间的范圣针片。 韩力二话不说,重新对照铜片上的妖纹细细辨认起来。 片刻后他就发现,这所谓的明王觉和妖纹终地功法,虽然内容不同但明显是出自同一脉不假,而这两种功法中明王觉明显比铜片上法觉浅了许多,但两者大有似是而非的感觉,让韩力一头雾水,有些糊涂了。 这铜片到底是什么东西? 大神军见韩力一会儿看看遇见一会儿凝望着铜片,脸色奇怪至极,忍不住地问道。 前辈也来看看吧。 晚辈资质有限,实在看不出其中的关联,也许前辈能给晚辈解惑一下的。 韩力略犹豫一下,轻了一口气后,就将铜片扔进了背后的竹筒,同时自己双手抱肩地沉吟起来。 这是妖闻,既然如此这功法应在妖族中非同一般才是,我看一下,大眼神军嘀咕了两句后声音就低沉下去,显然已经看起了铜片上的法觉。 这一次,大眼神军花费的时间并不长,仅仅一刻钟后就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总算看出一点眉目了,很明显,佛门的明王觉是从这套妖族功法改良来的,而且是从铜片上缺的基础部分改动而来的。 大眼神军斩钉截铁的肯定道。 原来如此。 可是这明王觉最后的部分,似乎和铜片帝功法仍无法衔接一起的样子,当中应该还缺少了另一部分。 韩力这时也才思量完毕,抬手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想不到,韩小子也看出来这点来了。 此话说的没错,整套妖族功法,应该分成三部分才是。 明王觉根据最基础的炼体部分而来,这铜片上记载的是最后的神通施展法觉,而中间缺少了形体幻化部分。 这套功法还真是不同一般,有些意思了。 三头六臂,这岂不是和那只骨魔施展的神通差不多吗? 早就听人说过,妖族是最先接触上古魔界的,看来此言还真是不假了。 大眼神君竟低笑了起来,似乎大感有趣的样子。 这么说来,这功法应该是魔族传授给了妖族,然后佛门又得到其中的基础部分,改成了现如今的明王觉。 这么一套功镜同时被魔妖佛看中,看来还真是大有来历,有其独到之处的。 不过,不管这功法的威力大小如何,我身上的无鬼随时都可能封印不住煞气的,我也顾不这许多了,只有先修炼这明王觉化解眼前危机再说了。 韩力思量了半天,只叹了口气的说道。 嗯,说的也是,再去花时间去找那其他功法,时间恐怕有些危险了。 而且这明王觉对其他人来说有困难,但是你本来就有如此浓厚的煞气可用,想必修炼起来应该较顺利些才是。 大眼神君想了想后,赞同的说道。 希望如此吧。 不过这套法觉似乎是需要金刚设立子才可以修炼的,我就这样直接修炼不会出问题吧。 韩力又想起了仪式来,愁愁的问道。 金刚设立子,你不是刚到一枚吗? 也算你机缘巧合,否则老夫不一定建议你修炼此法觉的。 虽然其他设立子也可勉强一用,但比起金刚设立子效果肯定差了许多,等你那灵兽吸收完金刚罩中的失火后,你将那金刚罩完成最后的炼化,老夫再传授你一套法觉,将此物炼至成本命法宝,如此一来就没有问题了。 当年老夫出游历时,曾经对舍利子这东西大兴趣,甚至乔装改办加入过一个佛门大宗十余年,专门研究过相关东西,没必要担心此事的。 其实就是不修炼这名王爵,修炼其他化解煞气的佛门功法,同样需要一枚舍利子的,不过在大进这般佛门昌盛的的方,找到一枚舍利子,并不是什么难事的。 大眼神君胸有成竹的样子,似乎对此早就有过盘算。 若是这样,我就放心了。 既然法觉真的合用,赶紧离开此地吧。 这山脉自从进来后,我就一直隐隐的感觉不太舒服,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必须另寻一处灵脉之地修炼才可。 韩力心中仔仔细细思量一番后,觉得修炼这名王爵真的没有问题,当即心中为知一松的说道。 然后他目光最后试了一遍大厅,觉得没有什么遗漏后,人就抬腿走向了一脚的传颂阵,在白光中身形化为乌有。 一顿饭的功夫后,韩力化为一道青红,直奔雪岭山脉外飞射而去。 他一边飞顿,一边和大眼神君商量着去何处找灵脉之地前修。 但飞行了数百里后,忽然间从某个方向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整个群山都被震得嗡嗡直响,犹如天崩地裂一般。 韩力不及防之下,只觉两耳温明直响,身形晃了一晃,脸色不禁大变起来。 目光飞快地朝巨声处远远扫了一眼,韩力面色阴沉,二话不说的顿光速度加倍,青红方向一变,漠然朝远离巨声方向激射而去。 但是韩力才只飞顿了二十余里,神识就感到身后灵气波动惊人。 接着一团灰气,一片乌云,以及一股白蒙蒙的飓风,一前两后的从后感破空射来,速度比起韩力现在的柱七七修为来说,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几乎眨眼间,离韩力只有数里之遥了。 第915章一触即发 不好 韩力暗叫一声,心中大感郁闷。 本想远远地躲开是非,可如今麻烦偏偏找上门来了。 后感三人气势巨飞比寻常,明显都是元英七以上的修士。 不过前面那团灰气忽弱忽强,一副受了重伤的样子,看来只是一名被追杀的倒霉鬼而已。 眼见实在无法避开后面的三人,韩力心中一横,干脆身形一晃,玉气往一侧让去,看看这正在忙着追逐的三人,能否对他这么一个小小的筑基七修士视若不见得飞掠而过。 可是韩力身形才刚斜着飞出十余杖去,忽然戛然而止的一下停下了顿光,神情惊疑不停地左顾右盼起来。 这时身后的那团灰气呼啸着率先从韩力身旁一擦而过,一个头戴高官,面无血色的修士暗藏在灰气中冷冷地看了韩力一眼后,目中闪过一丝异色,气团转眼间就击射出数十丈去。 就在这时,忽然远处四周同时传来一阵地动山摇之声,接着一只丈许大的黄色葫芦漠漠然从百丈外的地方浮现而出。 葫芦口一抖之下,一股黄蒙蒙的风沙狂涌喷出,正好吹向了对面逃亡的灰色气团。 落魂沙 灰气中人一见此风沙,大吃一惊,并畏惧异常的急忙一个拐弯,就要避开此风沙。 哈哈! 炫夜兄,现在走可是迟了。 随着狂笑声,下巴声有浓密胡须的黄袍大汗,瞬间在葫芦上现行而出。 接着两手一掐绝,从四面八方的巨响中,同时升起滚滚而来的深黄色沙雾,随之沙雾遮天蔽日,里面更是不时引有番起闪动。 灰气中的修饰一惊,急忙向下方也看了一眼,只见低空处同样黄蒙蒙的一片,这沙雾竟将数里之广的地方全都笼罩在了内。 藏在湿气中的炫夜王,面色苍白的停下了顿光,用恶毒的眼神死死盯着巨大葫芦上的黄袍大汗。 后面的白色飓风和黑色魔云也流星感月般的赶到了炫夜王的身后,毫不客气的一左一右,正好将其夹在了中间。 炫夜兄,先前你已经中了太阳门送大先生的一记致阳尺,还没大成的天师法体多半已受了重伤,现在又被我们三人围在这里,你又何必负于顽抗? 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吐出天师珠,再让我等中下尽致,也不是不可以给你流条性命的。 毕竟炫夜兄和我等交往也有些年月了,若就这样魂飞魄散,黄某还真有些不忍心。 那名黄袍大汉,不温不躁的说道狂杀上人,我就知道是你。 从出古墓的那一刻起,我就隐隐觉得有些不自在,看来从那时起就被你盯上了。 布下这个圈套引我出来,你们谋划了很长时间吧? 还真有耐心,竟真一直监视本王十年之久,如此的处心积虑,本王中此圈套倒也不冤枉。 不过,你们真以为凭一个小小的黄沙阵,就能困住本王。 炫夜王到了此种时候,还镇定一场,脸上丝毫不见慌乱之色,冷冷的说道。 看来黄某先前的话是算白说了,炫炫道友就不要怪黄某手下无情了。 不过,这一次我们还真没料到,阁下竟然将如此重要的天师珠随身带在了身上,否则,也不可能让你跑到此地了。 另外,忘了告诉道友,在下为了能确保这次计划完美建功,特意将天师姥姥搜集百余年才炼制成的蓝鲸神沙借了小半葫芦来,并已经混在四周的落魂杀中了。 道友若是既希望用土顿数逃跑的话,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黄袍不知出于什么动机,竟然不动声色地说出了此事。 蓝鲸神沙 此神沙天使姥姥示弱性命,会借你半葫芦。 你的牛皮也吹得太大了。 炫夜王面色先是一变,但随即想起了什么,一脸不信的讥讽道。 嘿嘿,狂杀上人文言,只是冷笑不已,竟未在开口分辨,这反让炫夜王心中一领,脸色阴沉得越发厉害了。 说也奇怪,不知是这三人害怕炫夜王临死拼命,还是另有什么打算,明明大战上风也堵截住了老魔,三人却始终为而不动,并没有马上动手。 而炫夜王剑子,更是乐得如此。 他之前逃顿时,早已将求救的传音服了出去,想必援兵不久将至,自然是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 四人间,一时寂静无声地僵持起来。 不过,除了这四人外,被这黄沙困住的还有第五人,自然就是一时不妨同样被裹进大阵中的韩丽。 韩丽心中暗自郁闷,在一旁一言不发地,希望尽量不要要引起这三人的注意,好等一会儿拼斗起来时,在设法偷偷破镜溜走。 不过,这个如意算盘无法打响了,因为旁边的黑色魔云中突然传来一句尖尖的话语。 这个小辈在这里有些碍事,在办正事前,先将其解决掉算了。 藏在魔云中的不知名老魔,竟然就对韩丽动了杀机。 也好,省得一会儿爱手爱脚的。 葫芦上的黄袍大汉只是面无表情地扫了韩丽一眼,就丝毫兴趣没有地淡然道。 韩丽听到这话,心中恼怒之极,看来这最后一次的解封不用也得用了,否则小命就要不保,这一次还真是受了无望之灾。 眼看那魔云中一声微微兴奋的尖笑声传出,接着魔云一阵轻轻的翻滚,一副就要对他出手的样子。 韩丽不再迟疑了,两手当即一掐绝,口中一声低沉咒语传出,面孔上随后浮现出一张绿莹莹的鬼脸,接着鬼脸飞快变形转换鼠变,就从韩丽身上飞射出五团鸡蛋大小的绿光,一闪即逝的凭空消失了。 而这时,对面云中的老魔也已经出手了,只见魔云一小部分一阵凝聚变形,忽然幻化成一只有黑巨蟒,大口一张,身形猛然射出,向韩丽狠狠地扑去了。 无论葫芦上的黄袍大汉,还是藏身飓风中的天风真人,都没有对同伴如何虐杀小小的筑机器修饰有什么兴趣,只是炫夜王见到此目,却没稍微微一动,脸上露出一丝异样之色。 眼见巨蟒一下到了韩丽头顶,一口咬下,韩丽却二话不说的一仰手,一道金湖脱手射出,正好击在了巨蟒的大口之中,结果此蟒身子一抖,庞大躯体一个翻滚后,就马上溃散消失了。 随后韩丽身上法力略移运转,一股惊人的磅礴气势散发而出,浑身轻光闪动,灵气盎然。 四位道友在此拼斗,自行骑士就是了,又何必非要将韩某牵扯进来,在下指示路过罢了。 韩丽随手击散了巨蟒后,望着这几位老魔,不动声色的说道。 黄袍大汉等几位老魔大惊,面色大变的同时盯向韩丽。 此刻他们已看出来,这位凑巧被困在阵法中的修饰,竟然是和他们同阶的存在,只是先前不知用和秘术镜瞒过了他们的耳目。 对方到底有何居心?是凑巧还是另有企图跟踪过来的? 三老魔葛怀鬼胎,一时间正在那里。 炫夜王同样心中震动,他虽然一眼就看出来,韩丽就是拿走那金刚罩的修饰,应该有些手段才是,但同样没想到,对方真正修为竟然如此之高,神色也阴情不定起来。 韩丽却用神石将附近的黄沙尽致匆匆查看了一遍,眉头微微一皱,这些黄沙尽致还真有些神妙在其内,若是强行破阵可是要大费一番手脚的。 心中这样思量着,韩丽冲那葫芦上的大汉平静地说道,几位道友应该听明白在下刚才说的话了。 韩某不会插手你们的恩怨,但给我让开一个口子,放韩某出去。 不知道有贵性,为何会来雪岭山脉之中? 黄袍大汉面犹豫了一下,缓缓地问道。 在下姓韩,到此山脉只是路过而已。 道友对这答案可满意。 韩丽声音一冷,有些不耐起来。 他的解封时间就这一点点,可没时间和对方都什么圈子。 打开尽致,放道友出去,这恐怕不行,我们这黄沙阵不治不易,一旦松开尽致,恐怕就让对方趁机逃之夭夭了。 不如道友暂且忍耐片刻,等我们灭杀了老魔,再放道友出去如何。 黄袍大汉脸露为难之色,眼珠微转一下后,如此的说道。 嘿嘿。 韩道友若是信他们三人的话,才是自寻死路。 这三人如是灭杀了本王,为了不暴露他们的丑事,下一刻肯定会对道友动手的。 道友若是明智之人,还是和本王联手破阵的好。 这里离本王的洞府也很近,只要助我破除了此法阵,逃到了那里,这些人就不足为惧。 本王也可对心魔发誓,一定中谢道友的。 炫烈王却突然神情肃然说道。 韩丽神色不变,双眉微微的一挑。 黄袍大汉闻言,却脸色漠然阴沉下来。 道友最好思量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再做决定。 若是你帮这老魔出手,就是与我们三人作对,可就别怪我三人拉手无情,连你一起对付了。 你看清楚双方的实力,在我们这黄沙阵中,就是你二人联手最终也难逃落败身亡的下场。 道友不会想和此老鬼落一起陨落吧? 本人的条件也很简单,只要韩道友在此逗留一小惠儿功夫,什么都不用做,到时自然会放道友安然离去。 本上人同样也可对心魔发下此毒势。 黄袍大汉半威胁半拉拢的说道。 第九百一十六章参战 道友不用被他们胁迫,本王的援兵不久就到,只要道友能够护助本王片刻功夫,到时自然高枕无忧了。 炫夜王这位万年师王,却如此的说道。 韩丽这个意外因素的出现,显然被这老魔当成了救命稻草。 此时韩丽却双手抱肩,面露沉吟之色。 黄袍大汉见此,目中凶光一闪,但随之强自按捺了下去,对面这貌似青年的修士,虽然未展露其他神通,但是刚才一道电弧就击溃魔云组成的巨蛇,实在让他不敢太小瞧对方。 此人心念转动间,也顾不得再继续隐瞒原先的打算,直截了当的说道,炫夜兄,你难道没有发现? 我和天风道友身边的魔风妻子和黄尘三煞,并没有待在身边吗? 在你一出灵墓的瞬间,我就叫他们另行布置大阵,将你的灵墓早已死死的困住了。 虽然凭他们的实力,攻打墓是不大可能,但是暂时拖延个一天半日,绝没有问题的。 更何况,嘿嘿。 说着说着,黄袍大汉冷笑了起来。 更何况什么? 炫夜王心中漠然大沉,双目死死盯着大汉,双手一下紧握成拳。 更何况现在将近五十,地脉爆发的阴气正好是一天中最弱的时候,炫夜兄的天师大法,现在恐怕要威力大减吧。 狂杀上人抬手望了望天空,嘴角泛出一丝诡异的绩效。 炫夜王闻听此话,面色铁青,但隐隐浮现出一层黑气来。 好,很好。 想不到你对本王的天师大法,研究到了如此地步,连地脉阴气的事情,都知道得一经二楚。 不过你们了解再多,也只不过皮毛而已,天师大法的独到之处,本王今日就让你们亲眼见见。 炫夜王忽然仰天力笑起来,恶狠狠的道。 援兵没有希望了,他心中惊怒之下,自不肯束手待毙下去,同时自觉若不显示出一些实力来。 更打动不了一旁的韩力。 炫夜王当即一张口,一团黑血喷出体外,迎风化为了一拳头大的黑色符纹,一闪即逝的倒射进了炫夜王额头上,清晰异常的显示而出。 接着此符纹放射出妖异的黑芒,老魔身上裹着的灰白湿气一阵翻滚,同时从口中发出一阵野兽般的吼声。 黄袍大汉一见此景,虽然不知道炫夜王要施展什么神通,但自然不会让对方这般轻巧的完成,立刻不加思索的大喝一声,动手,不用再言下去了。 随后这位狂杀上人,台族猛然一点身下的巨大葫芦。 葫芦口微微一震,大鼓的黄沙马上从里面滚滚而出,转眼间杀力一凝。 划为一条树杖的巨大杀胶,狠狠扑向了炫夜王。 另外两人闻言,也同时出手了,白蒙蒙的飓风中传出破空之声,从中击射出上百道巨大锋刃。 每一个持许大小,白光刺目耀眼,发出惊人的煎鸣之音,一看就迥异一般的锋刃术。 而那魔云中,则飞出十余口飞刀出来。 这些飞刀乌黑油亮,刚射出时只有寸许大小,但转眼间就化为杖许长乌红,在那些锋刃的掩护下,无声无息斩将过来。 眼看危机极深,炫夜王也及时施法完毕。 一声怒吼后,头上高官振脱飞出,长发迎疯狂舞后狂长背许有余,同时变成了紫黑之色。 并且老魔同时两手猛意交互暴毕,身形漠然拔高树齿,浑身冒出数寸长的浓密绿毛,食指上也生出紫黑色的锋利指甲,面孔迅速干扁凹下,一对寸许长的獠牙更是惹眼之急的脱口生出,变得猙獰可不。 这位炫夜王静露出了万年失亡的原形。 就在此时沙娇,锋刃以及乌红攻到了跟前,炫夜王脸上凝色一闪,一张口,一颗拳头大小的金珠喷出了体外。 此珠滴溜溜一转后,一下化为一只金色大手,一把抓向沙娇。 而炫夜王自身,两地一阵幻影般的挥舞,无数道绿色爪盲化为一张大网,一下将自身护住。 这老魔竟打算凭一对肉爪,凶悍的来应接其他的攻势。 锋刃,乌红全都结实实地斩在了着影之上,白光乌芒交织闪烁,瞬间将炫夜王的身形淹没在了其中。 轰的一声巨响传来,在炫夜王所站之处绿芒翻滚,锋刃乌红同时被距离重击一般纷纷到飞躺开。 这位修炼天师知道的炫夜王,献出狮王原形的一对利爪竟然监于金铁,比平常法宝还硬上三分,只是一击,就破掉了锋刃和飞刀的联手攻击。 而这时,那只金珠所画的金色大手,也和沙娇一阵翻滚后,竟一把抓住了沙娇的脖梗处,将其暂时控制。 寒厉冷眼看到这里,神色未知一动,这位身上湿气冲天的家伙,在身负重伤后,竟然还如此的凶悍,真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不过,黄袍大汉见到沙娇被金手支柱,不怒烦喜,冲着正挣扎的沙娇一点指。 沙娇通体黄光闪动,身子一顿,忽然化为了一滩散沙,逃脱出金手的控制,随之重新凝聚一团,一下将金色大手包裹在了其内。 大汉并没有就此罢手,冷冷望了炫夜王和寒厉一眼后,莫不作声地两手掐绝,四周黄蒙蒙的沙物一阵骚动,忽然掀起十几丈高的巨大沙浪旗向中间滚滚涌来。 同时沉沙中不时传来温明诡气的诡异之声,忽大忽小,让人听了失魂落魄。 他竟就此发动起四周大阵,打算借助法阵禁止来绞杀中间的炫夜王。 只是寒厉在这黄袍大汉看向自己的瞬间,心中当即判断出来,这位狂杀上人恐怕连他也一同设计在其内,只要他稍微犹豫不决,让此法阵真的合拢近身的话,此人绝对会连他一起绞杀的。 恼怒的心中付费一生,原本就不打算再继续浪费时间的寒厉,终于也出手了。 袖袍一抖,数十口金色飞剑飞射而出,一个盘旋后,就化为大片剑影展向靠自己最近一面的沙浪。 同时另一只手中,早已扣住的紫色古镜也漠然亮出,法力略移注入后,顿时一道紫萌萌光柱后发先至的喷射而出,打在了沙雾之上。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专门破除雾气的紫色光焰一入沙尘中,竟如同泥牛入海,丝毫反应都没有露出。 寒厉眉头一皱,面露一丝警惕,众飞剑所化光霞,随之也斩在了沙雾所化巨浪之上,一个巨大的窝口漠然出现。 小心,落魂杀专屋飞剑,不要碰触那些沙子。 炫夜王这时正被束剑法宝围攻不停,但一见寒厉终于出手破阵后,不禁心中大喜,口中急忙大喝的提醒道。 专屋飞剑。 寒厉闻言一正,尚未反应过来。 刚刚被展开的窝口忽然间颜色大变,因风乍起。 无数的黑色沙粒仿佛幽灵般浮现在重飞剑四周,并同时从沙粒上喷出了丝丝的浓稠黑气,向每一口飞剑缠绕而去。 方亦接触这些黑丝,寒厉顿时感到心神相连的飞剑辗转呆滞,同时控制飞剑的神念也仿佛受到外力驱除,竟渐渐丧失对飞剑的控制权。 寒厉面色一冷,冲着飞剑方向一点直,口中倾吐一个暴字。 轰隆隆的雷鸣声接连响起,无数道纤细金湖从飞剑上暴射弹起,暴裂开来。 金湖所到之处,所有的黑丝被一扫而空,甚至直接沙雾中开出了大片的空荡之地。 寒厉双目一眯,往沙雾深处凝望了一眼后,神情有些难看起来。 只见沙雾中间处,密密麻麻的沙粒悬浮空中,他们看起来倒是平常的黄沙,但是数量之多,想要破开他们,绝对不是一时半刻的功夫。 他正在犹豫之际,忽然神色一沉,背后银翅漠然浮现,接着载人就在雷鸣声中,一下从原的消失横着出现在了十余丈远的另一处,而一道赤红的长歌似法宝,正好从其刚才站立处,洞穿而过。 即使隔着如此之远,寒厉仍然感到一股炙热气息,心中不由大目。 那长歌一个盘旋后,飞射而回。 他抬手冷冷地向长矛射来的魔云方向望去,瞳孔中蓝芒闪动。 魔云虽然浓密异常,但在明清灵眼神通下却如同无误,里面一位轻袍老者的一举一动,都被其看得一清二楚。 而此老者正一脸吃惊之色地同样望向寒厉,显然被寒厉的雷顿数吓了一大跳。 寒厉也不说话。 背后双翅微微一扇,一声霹雳后,人从原的消失不见。 青袍老者见此一正,但他的争斗经验可也不少,陡然想起什么的猛然一拍腰间的储物带,顿时一道清光从带中飞射而出,化为一面青色古盾,一下挡在了身前。 而就在这一刹那的功夫,在魔云边缘处荧光一闪,寒厉身形浮现而出,两手一握拳,身上金光狂闪,轰隆隆之声炸起,一层金色电衣浮现而出。 接着寒厉面无表情的一换后,人再次消失不见。 这一下,魔云中的老者心中发寒起来,不假思索的一张口,喷出一口闭光淋淋的小剑,化为一道绿红在周身飞舞不定。 老者还不放心,正要在放出几剑法宝之时,一侧方向猛然传来霹雳之声。 第九百一十七章一战惊魔 寒厉浑身电弧狂舞的浮现在数丈远地方,身上的金弧夺目耀眼,如同雷神将士一般。 附近魔云一个照面下,就被轻荡的干干净净,露出十余丈大小的一块空间,竟将老者反客为主的笼罩在了其内,身形暴露无疑。 啊! 青袍老者不由的一声低呼,随之意识到事情不妙,当即身上灵光闪动,就要慌忙的顿离此地。 但是寒厉既然冒险用雷顿前到了此地,又怎会轻易的放对方离去? 身形一晃之下,人就带着一连串幻影栖身到了老者身前处,两手齐阳,一道紫色火焰和一抹金光同时击射而出。 青袍老者见寒厉身形如此之快,大吃一惊,顾不得其他的事情,急忙一张口轻蒙蒙光强从盾上浮现而出,横在了寒厉和老者之间。 紫色火焰一闪后,不客气地击在了光强之上。 滋澜一声清响,紫色寒气在光强上迅速蔓延开来,一层厚冰飞快地覆盖了整座光强,将那青色古盾一下冰封在其内。 这是什么功法,怎么如此霸道? 老者不由自主地惊骇起来。 另一道金光随之也激射而道。 扑得一声轻响,金光在冰墙一闪即逝地不见了踪影,但马上一缕金芒又在老者面前乍现而出。 青袍老者一个机灵,身形几乎下意识地向一侧拼命一闪。 马上,他只觉尖头一凉,一股难以忍受的剧痛传来。 他精锯地急忙侧目一瞥,只见自己的一条手臂竟已被金光切落下来,而若不是反应够快,恐怕手急就已掉落了。 那道金光一个盘旋后冲高空射去,赫然是一口寸许长的金色小剑。 而他在回首后,才现面前冰墙上现出一个小小的孔洞。 那金光实在锐利无比,竟如同无物般地直接洞穿冰墙和其古盾所化光幕的双层阻挡,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老者却顾步地惊叹,此时正是惊怒之急。 他飞快地一道符露打在身上,稍一止血后,就咬牙切齿地瞅向前方,想要将韩力碎尸万段,以报断臂之痛。 但其目光扫过之处,前方却空空如也,韩力竟踪迹全无了。 不好。 老者见到此目,心中一沉,一层寒意从心底深处涌出,固步地在寻找韩力的踪影,一只手就飞快地掏向储物带,想要取出一件宝物护住全身再说。 但是却已经迟了。 青袍老者背后传来一声低不可闻的闷声,随后其护身灵光被什么东西一击而破,一只紫燕包裹的手掌,迅雷不及掩耳地从背后洞穿胸膛而出,紫色寒冰瞬间弥漫整个身躯,将其活生生地冰封其内。 老者只觉针刺般的刺痛漠然遍布全身,身形就无法动弹分毫了,心中大为恐惧起来。 而这时,诡异转到其身后的韩力,丝毫没有留守之意。 绣袍毫不迟疑地轻飘飘一幅,一张金色电网从头照下。 电弧闪动爆裂之处,紫色冰块寸寸地碎裂开来。 而一个黑光笼罩的婴儿,顿时从碎冰中击射而出,一闪之后,就要慌慌张张地瞬移离开。 但是早有预料的韩力,口中一声冷喝,电光芒大放,老者元英瞬移过后,竟一头扎进了金网之中,无法从网中脱离而顿。 韩力嘴角寒意一闪,两手一瞎绝,顿时金网默然一缩,然后骤然爆裂开来。 老者元英,就此在金网闪动中,化为了乌有。 从老者出手偷袭韩力,到韩力毫不留情地反过来灭杀青袍老者,只是片刻的功夫,黄袍大汉等方尖山二腰,根本来不及救援分毫。 眼见韩力就如此轻易地击杀元英中期的同接老者,二人同时心中大害之极,脸色同时白起来。 黄袍老者不及多想的嘴唇微动,传音几句,接着和那飓风中天风真军,固步地再继续围攻炫叶王,猛然将法宝一收,二人同时向后倒射进了杀物之中,身形隐匿不见了踪影。 炫叶王在重伤下,刚才大楚下风,但已失王之体的坚韧,挨了几记法宝攻击后,总算安然无恙地应付下来了。 不过,此刻的老魔瞅向韩力的目光,却带有一丝异样之色。 他心中震惊之余,隐隐有些不安起来。 他自存若是没有身受重伤,并且身处灵木之中,也绝无法像眼前之人这般举重若轻地灭杀一名同皆修士,甚至连元英的都灭杀得一干二净。 无论韩力的神通还是手段,都令老者魔心中微寒。 难道此人是元英后期修士不成? 炫叶王如此的想到,重新打量了一眼韩力,但的确是元英中期修为不假。 那这说明这貌似青年的修士,修炼的神通实在太惊人了,竟直追元英后期的大神通。 老魔想到这里,微吸了一口凉气。 幸亏当初只派化身去寻觅这人,若是他不知情地亲自为金刚照追杀这人的话,恐怕十有八九要倒大霉。 而他自从回到山脉中后,就无法再感应那两个化身,看来已经被对方击杀了。 炫叶王心中有些忐忑不安,下意识地将那两名化身的失踪,归倒了韩力头上。 他犹豫了一下,正想出声和韩力说些什么时,四周的法阵却突然出现了惊人的变化,一下将其注意力吸引了过去。 只见原本黄蒙蒙的沙雾,漠然颜色大变,昏尘之中沙浪消失不见,反而若隐若现地献出刚才困住韩力飞溅的那些乌黑沙粒。 这些沙粒不想像黄沙这般稠密,但一个个闪动着阴寒的乌光,密密麻麻地遍布沙雾之中,显得诡异之极。 而随着这些黑色沙粒的出现,鬼哭狼嚎之声大起,转变成了黑色的沙雾,气势汹汹地向中间挤压而来。 不好,狂杀老鬼竟将所有的落魂杀都放了出来,掺进了禁制中。 道有,这些落魂杀绝不能用普通法宝抵挡的,只能依靠自身修为应接了。 不过他驱使如此多落魂杀,法力肯定有些勉强,绝不会持久的。 只要撑过几轮猛攻,就可无事了。 炫烈王面色一领下,急忙冲韩力大声招呼道。 现在他和韩力算是困在了一条船上,自然不希望这位神通如此大的帮手出什么意外。 先前见韩力用那金色电弧破过此杀一次,但这次如此多的落魂杀一起攻来,他可不信韩力还能紧靠那些电弧,就能抵挡过去的。 落魂杀? 此杀阴气如此之重,看来是用惊魂计炼出的法宝了。 怪不得能有如此大的声势。 韩力漂浮在空中,喃喃的自语道,脸上却面无表情的样子,竟丝毫戒备的动作都没有。 炫烈王剑子,心中有些诧异,但眼看黑色杀物就要剩余的空间淹没起来,也顾不得其他了。 他一张口,一团团拳头大灰白色试验喷出口外,眨眼间凝聚成一个巨大的火团,将其罩在了其内。 也只有他苦修了无数年月的万年试验,可以抵挡这些落魂杀的围攻了。 而就这片刻的当个,这些黑蒙蒙的杀物一下就将老魔淹没在了其中。 试验,黑光瞬间交织闪动,不识出轰隆隆的爆裂声,激烈之急。 这时,韩力身形却在空中往中心处缓缓的退去。 片刻后,眼见退到退无可退的地步后,韩力双眉一挑,猛然间一拍腰间的灵兽带,一道乌光从带口中飞出,一个盘旋后落在了身前,现出一只乌黑小猴。 此猴数寸大小,满脸的不情愿之色,正是原本在金刚罩中炼化试验的提魂兽。 此兽被韩力强行用神石召唤了出来,打断了修炼,自然心情大坏。 但是片刻后,提魂兽大鼻嗅了几下,目光朝四下一扫铺天盖地压来的黑色沙物后,脸上顿时露出了欢喜之色。 当即不用韩力神念催促,他就两手一锤前胸后,口中发出低沉的长笑声,身上黑色刺茫闪动不已,身形一下狂长起来,化为一只十余杖之高的巨猿,背后的鬼脸图案立刻清晰可见,身躯扭动肩犹若活过来一般。 无论暗藏在沙物中伺机而动的黄袍大汉二人,还是正拼命抵挡落魂沙的炫夜王,一见紫园如此惊人的现身而出,都不禁心中暗惊。 他们正在思量,韩力此时放出这神秘灵兽来,到底是何用意时,巨猿已然大鼻一哼,大片黄霞从鼻中飞出,一个环绕后,霞光万道的将韩力和自己护在了中间。 黑色沙物终于气势汹汹的压上,但铺天盖地的沙物一接触黄霞,立刻冒出大股的浓稠黑气,被霞光席卷入了旗内。 黑气一去,那些黑芒闪动的沙力顿时在沙物中显露无遗。 巨猿见此,毫不客气的大嘴一脸,竟喷出一道金灿灿的光柱来。 光柱所照之处,雾落尘埃,所有黑沙丝毫反抗都没有的被狂吸而入,直接射进了巨猿的大口中。 转眼间,黄霞和光柱几番扫荡后,黑色沙物被冲击得七零八落,阴气溃散,根本无法靠近韩力身前分毫。 而被提魂兽吸纳了大量阴气和黑沙后,附近的沙物净渐渐由黑转黄起来。 藏在沙物中,栖身道附近的狂沙上人和天风真君,则不禁张目结舌起来。 第918章 经退 洛魂沙实在不是普通的宝物,为了祭炼这种可以污秽别人法宝的利器,黄袍大汉当初不知偷偷杀害了多少低阶修士,采用他们的惊魂元神和大量的珍稀材料,耗费了百余年苦工才最终祭炼成功。 以往遭遇强敌时,大汉二人只要将此沙放出,几乎无往不利,就是在和同阶的强敌对抗时,此宝也同样大展神威,屡见其功,甚至闯出了狂沙上人这般若大的名声,在旁门左道中,算是赫赫有名的前辈高人了。 这一次,他敢招惹在邪修中大名鼎鼎的炫叶王,着实也有两分有此宝座底气的缘故。 可如今,放出此沙加入大阵中来对付眼前的不知名修士,非但无法伤敌,反而三下五除二,被对方放出的巨猿收去了不少。 这自然让黄袍大汉痛惜至极,哪还敢再驱动沙物围攻对方,反而急忙掐绝,将韩丽附近的黑沙全都收回。 同时此事让他迟疑起来,心中不由地生出一丝趣意。 狂杀兄,你不是借来了蓝精神沙了吗? 干脆用此宝对付此人。 这人的巨猿虽然不知是什么灵兽,但显然只是能克制阴魂鬼气,那蓝精神沙可是纯粹的道家之宝,对方一定无法招架的。 只要灭杀了这人,一切仍能按照原有计划进行。 说这话的正是相貌奇丑的天风真君,一名脸色有黑,马脸小眼的老者。 为了这次的行动,此位花费了大量的心血精力,眼看就要得手成功了, 实在不愿意就这么功亏一篑。 蓝精神沙是我为了以防万一,才千辛万苦乞讨来的救命法宝,天使老老是和我大有渊源,才会相界一些的。 我也再三答应过,只用此宝宝命用,若是万一有个闪失,我可不好向此位交代。 狂杀上人一听此言,立刻把头摇得跟波浪鼓一般,一口回绝了此意。 可眼前这修饰,法宝灵兽无疑不犀利异常,我等不用此杀,根本无法和其对抗,难道此前的功夫就白花了不成? 别的东西也就算了,那老魔的天使珠,可是修炼法体的难得宝物,对我等突破下一层境界至关重要吗? 天风真君一听此言,不禁极了。 哼,天使珠重要,蓝精神杀就不重要了。 此杀可不是能反复使用的东西,而是一次性的,一旦使用了,我这点蓝精杀也就没有了。 天使姥姥纵然和我有点渊源,再想要第二次,却是休想的事情。 况且眼前之人神通,实在深不可测,蓝精杀也不见得肯定能击败对方,万一还被对方破掉,那可就是雪上加霜了。 狂杀上人哼了一声,仍然没有同意的说道。 可是,天风真君虽然觉得对方说的有理,心中还是大感不甘,还想再劝几句,就在这时,忽然天外一道火光从远处击射而来,在沙雾上空一个盘旋后,射入了沙雾中,落入了黄袍大汉手中。 这时,大汉一只手托着传音符所化火光,有些意外,随后毫不迟疑的将神石沉浸在了其中。 仅仅片刻后,大汉脸色一下阴沉了下来,单手一挥,火焰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走吧!现在就是使用蓝精神沙也有些迟了。 妻子和三煞那几个废物,竟然被玉华夫人驱使师兵强行冲开了他们的封锁,正带着大量高阶灵师冲这里奔来呢。 再不走,可就危险了。 狂杀上人冷冷地说道。 一听此言,天风真君大吃一惊,这才彻底吸了最后一丝幻想,只能无奈地答应一声。 随后二人不敢怠慢,急忙施法,黑色沙物一阵汹涌后,突然同时往高空飞去,凝聚一团,随后铺天盖地地向远处滚滚顿离。 这大汉二人从始至终,竟再也没有露面一次。 韩力站在巨猿的肩头,目光冷冷地注视着对方的远去。 她的时间有限,若是对方还要纠缠不清的话,说不得还要再动用一次虚天鼎了。 上次虚天鼎将天蓝圣女的灵莎自行收取,对付这些杀物,应该也不成问题的。 只是虚天鼎毕竟是通天灵宝,虽说乱星海外的修士之道的应该寥寥无几,她也不愿轻易动用世人。 否则,万一凑巧被什么人认出来了,那麻烦可就大了, 即使她法力通天,恐怕到时都难有安宁之日。 道友神通广大,竟然连这落魂杀都能破去,真让本王大开了眼界。 本王多谢道友的救命之恩了。 炫烈王剑黄袍大汉等人夹带沙物离去,最终在天边消失了踪影,心中也大松了一口气, 不过却并没有马上撤去浑身的失验,而是在火光中,冲韩力一拱手的直接说道。 韩力听了此言,目光这才落在这位万年师王身上。 杀物撤去得很快,但这位师王的情形可实在不怎么好,身上的灵气比起刚变身显出原形时,足足弱了一小半还多。 看来在重伤情况下,喷吐这种本命师爷来抵挡落魂杀,对老魔来说还真是一件大好元气的事情。 喷吐的目光淡淡的,盯着老魔丝毫感情都没有,炫夜王即使不是平常修饰,但见过喷吐刚才的大展神通后,心中也不禁暗自发喊起来,立刻提起了十二分的小心警戒,生怕自己前门刚巨虎,后门又来狼。 而喷吐身下的巨猿,自从杀物离去后,就半眯着巨木站在原地不动,仿佛一直在品味着刚才吸进入腹中的大量黑鲨。 这时炫夜王的一对喷吐略有敌尸后,和喷吐心神相连的他立刻有了感应,双目一转之下,立刻盯上了这位万年师王。 随之紫兽脸孔上净露出了非常擬人化的神之色,大嘴一张一盒的嘖嘖不停,似乎见到了什么可口的美味一般,完全一副蝉蝉欲滴的表情。 这种目光让生前身为上古帝王的炫夜王,毛骨悚然。 他刚才见到此猿轻易的收取洛魂沙,自然知道巨猿的可怕,甚至面对此兽时,心头还隐隐有一种天生的畏惧。 虽然不强烈,炫夜王也隐隐猜到此兽对其恐怕有几分天生的克制,不禁心中暗暗叫苦,整个人大为的忐忑不安。 虽然这一次出手,是这几人就由自取,但不管怎么说,在下的确救了你一条性命。 你口中的众谢指的是什么? 本人倒很有兴趣知道。 就在气氛有些紧张之时,韩力却忠于神色一缓后,缓缓地说道。 他可不是什么证人君子,再加上身上煞气反噬日益严重,现在见此处只剩下这位重伤师王一人,自然不可一致地动了几分杀心。 韩力刚才仔细打量过对方,从对方身上感受到了和那只金刚照上类似的湿气,再加上刚才一听黄袍大汉称呼对方炫夜兄心中自然将对方的身份猜得七七八八了。 这位竟然就是金元口中的那位叫炫夜王的帝王炼尸,如此快就能见到对方,还真是一件意外的事情。 不过他强行运用大眼诀,清醒了下头脑后,略意估算自己封印的时间长短,对方拥有几种拼命秘术的可能性,再加上刚才锋围斥,冰焰珠神通也先后显露而出,无法再起到出其不意的奇效,因此即使有提魂兽相助,但这万年狮王实在不是普通的炼狮,能将对方短时间内拿下的可能性并不太高。 故而韩力斟酌了一会儿后,还是将心中的杀鸡强刺按捺了下去。 不过就下对方一回后,该占的便宜自然不会放过的,故而刚才毫不客气的如此说道。 呵呵,本王别的没有,一些零食,材料还是存有一些的。 道友若是不嫌弃,就和本人一起回去,本王绝对会让道友满意的。 炫夜王一听这话,心中稍微安心,脸上露出一丝笑容的说道。 不用如此麻烦了。 在下看你这颗金珠不错,道友能否割爱相赠? 韩力目光在对方身上滞留了片刻后,就不动声色的说道。 道友说的可是此物。 炫夜王一听韩力此言,面色阴沉了起来,但看了看仍在虎视眈眈的巨人后,只勉强的一达道,一张口,将那颗金色珠子喷出了口外。 韩力漫不经心的点点头,表示就是此物。 此物叫天师珠,是我等师王修炼天师绝后,才会产生的一种类似本命法宝的东西,平常根本不会轻易试人的。 我若不猜错的话,方天山二腰,多半也是冲此物来的。 不过,这颗珠子却对我没有什么用处,道友尽管拿去就是了。 炫夜王目光闪动击下,接着忽然笑了起来,冲着身前的金珠一点指,此珠顿时机射向韩力。 韩力大感意外,但手上动作却丝毫未停,虚空冲射来的珠子一把抓去,顿时低空中献出一只青色大手,一把将金珠捞在了手上。 老魔竟真没有在珠子做什么手脚。 韩力用一团青光包裹着此珠,双目一咪的仔细打量了一遍此珠,也没有替换作假,的的确却就是原先老魔寄出来的那颗金珠。 他之所以开口要此物,原本也是心存讨价还价之意,可对方给的如此利落,反让他有些惊疑起来。 第九百一十九章双珠 韩力心念如电,脸上露出一丝沉吟。 道友不必觉得奇怪。 不瞒道友,这颗虽然也是天狮珠,但却不是在下修炼的那颗,而是当年本王得到天狮大法时,顺便得到的另一颗狮珠,和在下并未有任何关系。 在下的天狮珠事关重大,又怎会随身携带,仍在本王的墓室中被妥当收藏着。 那炫烈王见此情形,犹豫了一下,竟面露诡异的主动解释起来。 原来如此。 既然这样,在下就不客气的收下了,似乎你的人也来了,韩某就先走一步了。 韩力露出一丝恍然,点了点头后正想再问些什么时,却神色一动,抬手向远处天边望去,竟忽然说出告辞的言语。 老魔一正,尚未说些什么,韩力就周身轻光闪动,骤然化为一道青红,破空离去。 老魔望着韩力离去的背影,脸色阴晴不定起来,对韩力之言也有些将信将疑。 但是片刻后,从古墓方向传来阵阵的鬼笑,接着无边的绿云滚滚而来,里面湿气冲天。 炫烈王见此,顿时心中大喜,现在就是狂杀上人等人回转而来,他也不惧对方了。 他纵身化为一道灰光,直接迎了过去。 这时,韩力却一刻不敢迟疑的用所剩不多的解封时间,快似闪电的急顿着。 他要远远的甩开炫烈王和早一步离去的黄袍大汉等人,否则法力一旦被封,再和这几人照面,那他的麻烦可就大了。 以韩力现在的法力全力而为,自然顿速非比寻常,在法力再次被封前,一连换了数个方向后,他竟然一口气顿出了万里之外,脱离了山脉之地。 韩力这才松了一口气,稍一辨认清楚方向,不慌不忙的玉气远离了山脉。 两日后,韩力在一座荒芜人烟的小山下落了下来,随后放出几件法器,在山脚处开辟出一个简易洞府,然后立刻用一套布阵器具遮蔽住了洞口。 韩力本人则直接走进了洞府密室中,盘膝坐下。 你就打算在这里参悟名王爵? 一路上任由韩力行动,始终没有插嘴一句的大眼神军终于忍不住的问到了。 怎么?这里不行? 韩力不知可否的回道。 哼! 这里连灵脉都没有,你以这种速度修炼完后,老夫也早已魂飞魄散了。 大眼神军没有好气的说道。 嘿嘿! 前辈莫要恼怒,我刚才只是玩笑之言罢了。 我在路上已经稍参悟了一下冥王爵,第一层法爵还好,对灵气的需求并不太大,估计只要年许时间就可以炼成。 但是第二层开始,修炼难度则倍增起来,并且其中的修炼之法需要大量灵力,必须要在灵脉之地才可, 否则,花费的时间远超乎想象。 而消除煞气反噬,必须修成明王爵的前两层,这才勉强可以将煞气化为己用。 韩力倾笑一声,似乎心情还算不错的样子。 不过大进的灵脉之地虽多,却无疑不是有主之物,就是再差的灵脉,也绝对有人占据了。 而我既然打算尽快恢复法力,也不可能找过于低劣的灵脉修炼,最好还是在混进某个大宗内,悄悄的修炼法爵。 听你的口气,似乎心中已经有了计划。 大眼神君有些好奇起来。 你说的不错,我的确是有了一个目标,而且甚至都不用我花心思去伪造身份。 韩力胸有成竹地说道。 哦!有这样的好事,不妨说来听听。 大眼神君更敢诧异了。 很简单。 你还记得,我在冯家密窟中得的那些地契吗? 里面夹杂着另一份文书,记载着平家的几件密室。 恰好有冯家之主许多年前为冯家子弟准备好了一条退路,另一个和冯家完全不相干的身份,南州某富商之家。 而这位富商却有其人,还经营着十几间颇有盛名的店铺。 但此人只是冯家暗中培养的一枚暗子,故意推出来的表面人物而已,真正的大权和店铺地契等东西,还是掌握在冯家手上的。 现在冯家全灭,但这位富豪依然健在,有这人做掩护的话,败在南州的某一大宗门下,应该不成问题的。 只要过了两三年,解除了煞气回复了大半元气,我就可安心的四处搜寻材料了。 韩丽没有隐瞒之意,一一的说道。 有这样的事情? 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 不过,你现在又停留在这里,是何用意? 是打算先修炼成第一层口诀吗? 大眼神君想了想,觉得没有问题,但还是多问了一句。 我的确有先炼成第一层明王爵的意思。 毕竟这功法只有修炼一下,才能真正确定其修炼的难度,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另外,趁着此地无人干扰,我要先将那件金刚照刃主一下,并将从交易会上得到的那块金化妖丹,炼制成飞针,以备后用。 当然最重要的是另外这两个东西,我也要先处理一下的。 韩力叹了口气,手掌一翻,一百亿斤两颗圆珠同时出现在了手中,正是刚刚到手的天师珠和那枚从九仙宫弟子手中得到的雪晶珠。 雪晶珠不用说了,这是一件少见的兵属性宝物,而且还从未认过主,若是能炼化培养一段时间,肯定会对子罗天火大有益处的。 而这枚天师珠既然这么多人想要,连元英中期修士都不惜杀人夺宝,看起来同样非同一般,前辈可知岂有何用途。 韩力凝重的问道。 这种东西牵扯到了妖鬼之道的修炼法门,老夫知道的实在不多。 不过施珠这东西的名气不小,老夫还知道一些的。 这东西一般只有狮王特意去修炼才能形成的,对那些注重法体修炼的修士,其实可以看作是一种洗髓易经的灵丹妙药,吞服下去后,它可以慢慢改善修士的体质,让其在炼体方面突飞猛进。 有了此珠后就是将躯体炼成和狮王妖兽那样坚硬于铁,都是大有可能的。 而这个狮猪叫天狮猪,估计应该效果更加不凡吧? 大眼神君想了想后,如此的说道。 吞下。 像炼制法宝那样,吸入体内直接炼化吗? 韩力低手望着金猪,有些迟疑。 当然不可能就这样直接炼化。 狮猪本身都带有极其厉害的狮毒,必须先配置一种灵液,将其毒性拔除干净才可。 这种灵液所需几种材料虽然较稀有,但我记得你身上全有的,倒也无需再出去购置了。 那明王爵其中大半的修炼之法,也是炼体的法门,说不定此珠,对修炼明王爵也大有益处的。 我这就将此配方复印到御简中,你先看看吧。 大眼神君这次倒是主动的帮起韩力来,毕竟韩力身上的煞气一天不除,就一天无法大胆的去四处搜集材料。 原来如此,那就多麻烦前辈了了。 韩力吐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一丝笑容的说道。 结果等了一会儿后,就从竹筒中飞射出一只玉剑来,被韩力一把抓在了手中,并凝神细看了起来。 但是片刻后,大眼神君突然声音有些古怪,问了一句,韩小子,你从木兰草原逃出到现在,是不是忘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重要的事情? 前辈指的是何事? 韩力将心神抽出,有点不解的问道。 你难道忘了? 你那个通天灵宝的小鼎中还关着什么东西吧? 大眼神君闻言,叹了口气说道。 前辈指的是,那只天蓝圣兽的化身。 韩力笑了起来。 不错,就是此寿。 自从收了他寿后,我可看你一直未处理过此事。 莫非真疏忽忘了? 大眼神君嘿嘿一笑起来。 疏忽? 自然是不可能的。 其实我早就处理过了,只是此鼎只有在我法力回复时,才能驱出体外,故而前辈并不知道此事。 你如何处理的? 大眼神君颇感兴趣的问道。 还能如何处理? 那顶可不是我有能力随意打开的,上一次能将自行打开顶盖,将此兽收入其中,已经大出我的意料了。 我只是用神识和此兽沟通一下罢了。 韩力苦笑的说道。 结果怎样? 大眼神君紧追着问道。 哼。 此兽降临此界不久,竟然连灵智都没有开启多少,根本无法交流。 韩力有些郁问的哼哼了几句。 这很正常,没什么奇怪的。 不过,此兽既然是上戒灵兽神念所化,估计灵智完全开启用不了多长年的,到时再处理此兽也不迟。 大眼神君淡淡的说道。 也只有如此了。 可惜天蓝圣女和须天鼎近似的小鼎,同样无法取出。 否则以其喷出灵沙的威力,可是一件神通极大的宝物。 看来此鼎很有可能是须天鼎的仿制宝物了。 韩力露出了可惜之色。 那小鼎一看就不是那种专门用来灭敌的灵宝,多半是辅助型的。 而七燕善却是那种专门攻击的灵宝,你若是能搜集够材料,按老夫之法并炼制出来此宝的仿制品,最敌实的威力,肯定也在天蓝圣女的小鼎之上,有什么可羡慕的。 大眼神君却冷笑的说道。 第九百二十章 收宝 也许吧。 韩力对此倒没有什么意义。 火属性宝物无论是何种类型,十个中到有九个都是专注攻击的,毕竟火灵力原本就是几种属性中破坏力数一数二的。 和大眼神君说到这里,韩力不再多言了,袖袍往空中轻轻一抖,手中的两颗圆珠飞射而出,紧接着两道法掘打出,击在了两颗珠子上。 金白两色的光芒闪动,两颗圆珠顿时悬浮在了空中不动起来。 韩力目光闪动一下,伸手往储物袋上一拍,顿时七八个瓶子和玉盒,一只银色小鼎先后从袋中飞出,稳稳地落在了身前的地面上,而那只小鼎更是直接停留在了身前的低空处。 两手一掐绝,冲小鼎一点指,此鼎一颤之下,鼎盖自行飞射而起,一个盘旋后浮在了半空中。 而与此同时,地面上的某个玉盒也自行打开了盒盖,露出一盒绿盈盈的粉末。 韩力一张口,一团轻蒙蒙灵气从口中喷出,打在了此玉盒上。 灵光闪动,玉盒中的小半灵粉被青光包裹着腾空飞起,一个盘旋后就投入了小鼎中。 一声低喝,又一缕青色火焰从口中吐出。 此火苗纤细之极,但一击在了小鼎上立刻汹汹燃烧起来,竟将此顶下半部全部包裹在了其中。 而此火一喷出后,韩力脸色马上苍白下来,显得精神唯米不振。 韩力心中不禁苦笑了起来,没想到法力被封印后,强行提取猿鹰体内的一缕鹰火,竟然是如此的困难。 当然这也和其元气大大受损,还未康复如初也大有关系。 这时,他抬手冲另一个细长玉瓶虚空抓了一下。 此瓶飘浮而起,缓缓飞至了小鼎上空,瓶口盖子自行一起,此瓶就翻转了过来。 一道手指粗细的碧绿灵液倾倒而下,落入了顶中,和其中的青粉刹那间掺火到了一起。 接着低沉的咒语声传出,小鼎上的青色火焰在法觉一催下,立刻高涨起来,将整只小鼎都包裹了起来。 仅仅片刻后,一丝药箱就从顶中传出。 韩力煤烧一动,单手一挥之下,又一个玉盒飞到了半空中,盒中一整株火红灵草,被直接倒入了顶中。 就这样,此后在韩力精心的控制下,每隔一段时间,就添加进去一些灵药灵液进去。 一日一夜后,顶中之物终于炼制完成。 韩力绣袍一扶之下,顶上萤火顿时消失的无影无踪,而银色小鼎则轻飘飘的直接落在了韩力手上。 单手托起小鼎,低手凝望过去,只见鼎中出现的是数寸深的一种浓稠之极的灵液,翠绿晶莹,其相扑鼻。 是这种灵液没错吧? 看了一会儿后,韩力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和预见中说的一般无二,但还是谨慎的问了这么一句。 正是此灵液。 没想到你的炼丹术竟到了如此高深的境界,我还以为要炼制此灵液,最起码也要坏上两顶呢。 单以炼丹术来说,你的造诣比老夫当年都高明几分了。 你现在直接将那天尸珠浸泡灵液中七天七夜后,就可自行将尸珠中的尸毒去尽,然后可以放心的服用了。 大眼神君懒洋洋的说道。 韩力文言一笑,却没有接口多说什么,而冲被其施展悬浮术,仍漂浮在半空中的金珠一点值。 此珠瞬间化为一道金光,直接射入了小顶中,然后顶盖也紧随着的将此顶盖上,重新封死。 韩力下面将此顶往密室中一脚一松,就不再过问了,而是将心神转到那颗雪晶珠上。 这颗珠子的炼化倒无需多麻烦的,手掌一翻,低不可闻的几声咒语声后,一小团紫色火焰凭空浮现在了手心上。 反手一弹,这团紫火击射而出,正打在了雪晶珠上。 顿时晶珠表面白色灵光盒子盲闪烁不停,灵光大放,一副盒子螺天火交融一体的样子。 韩力见此脸上喜色一闪,随后一股青色霞光从口中喷出,一下将空中晶珠笼罩其内。 晶珠在霞光中急剧的缩小变形,转眼间就化为丹药般大小,然后被席卷而回的直接吞进了腹中。 韩力脸色凝重的闭上双目,两手截出了一个入定的手印,人就一动不动的内饰体内情况。 只见雪晶珠此刻正在丹田处,被子燕所化成的一朵寸许大莲花倾托其中,滴溜溜的旋转不停。 而在此珠下方,本命原鹰则正老老实实的盘坐旗下,同样两手结印,和紫燕金珠交相映衬着,显得神秘异常。 韩力见此,心中微松。 以他现在的助击期修为,自然不可能直接炼化宝珠,但好在他的紫罗天火实在霸道异常,倒可以先将此珠收入体内用紫火先加以陪练。 到以后可以炼化的时候,可就是半功倍了。 而且在紫罗天火的控制之下,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用天火操纵宝珠,强行驱使英敌。 将两珠的事情处理完毕,韩力却没有马上进行下面的事情,而是又在密室中稍微静坐了半日,让心神法力稍微恢复一下,才将腰间的某只灵兽带摘下,往空中一记。 白色霞光倒卷而出,一个金光灿灿的东西就出现在空中,正是那还未炼化完毕的金刚罩。 而在这半成品的金炮中,提魂兽正趴伏其内,舒服安逸的呼呼大睡个不停。 韩力见此,嘴角抽絮了一下,颇有些哭笑不得的模样。 这位提魂兽,也未免太时睡了,召唤其出来时,十次倒是有九次都在憨睡中。 苦笑一声,韩力无奈的伸手冲着金刚罩手指一弹,一颗不大的青色光弹飞出,正好击在了金炮表面上。 淡淡的金光一阵轻微的荡漾,就将光弹不动声色的反弹开来,但里面的提魂兽受到此震动,也朦胧的睁开双目,醒了过来。 一见自己身处灵兽带外,口中一阵的鸣叫,嗖的一声化为一道乌芒从金炮中击射而出,在空中一个盘旋后,乖巧的落在了韩力尖头之上,然后用毛茸茸的头颅,不停的轻擦韩力的脖梗。 此兽经过这些年的相处,早已将视韩力为亲人了,对韩力大为的亲热。 韩力微微一笑,偏头伸手抚摸了摸此兽的头颅一下,就转望向还停留在空中的金刚罩。 绣袍浮出,一股清蒙蒙光霞飞卷而出,立刻将那金色气泡席卷进其内,霞光万道,围着此宝旋转盘旋各不停。 但那金色气泡却丝毫反应都没有,犹如死物一般。 韩力微微一正,稍微沉吟了一下后,两手飞快掐动法诀,同时口中面动起另一种收取宝的口诀来。 一道道青色法诀,打在了金刚罩上面,结果除了让此宝灵光泛动机下外,仍没有任何显著变化。 这一下,韩力脸色微变了起来。 不过,以他的剑矢和神通,收取宝物的法诀和手段,自然不可能仅这两种而已。 深吸了一口气后,韩力不死心的接连变换手中结印,口中咒语声也呼高呼低的的念动不停,五颜六色的法诀,在其食指弹动剑接连射出。 随着时间的流逝,金刚罩上仍未见有任何效果,韩力脸色终于难看了起来。 在晦涩的吐出自己所知的最后一种收宝法诀后,咒语声戛然而止了。 大眼前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虽然我现在修位只有助七七,也不至于连瓷宝都无法收取吧。 这金刚设立变化的瓷宝,还另有什么古怪不成? 韩力眉头紧皱的问道。 金刚照这种将佛家舍利子用湿火炼化成护身之宝的做法,原本就是非常罕见的一种炼制法宝之法,毕竟舍利子和湿火两原本就应该是相克难容的。 普通的收取之法不管用,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不过我传你一套收取舍利子的口诀,你看看是否有用。 大眼神君却不慌不忙的说道。 好吧,我事上一事。 韩力不加思索的同意道。 过了小半日后,韩力动用了新得道的法诀,终于勉强将瓷宝缩小,收到了手上,这让韩力大松了一口气。 不过,当韩力想按照大眼神君所给的口诀,想将这件金刚照完成最后的炼制时,却遇到了更大的麻烦。 金刚照任凭他用萤火锻炼,却丝毫效用没有,而这一次,连大眼神君也无法可施了。 照大眼神君推测所说,想要完成金刚照最后的炼制,看来还必须用万年试验炼化才行。 韩力听了此话,两眼不禁直翻白眼,郁闷的说道,哼。 万年试验,你让我上哪再去找去,难道让我去雪灵山,再将那炫叶王给绑来一趟不成? 大眼神君听了此话,也只能无奈的哼哼几句,一时陷入了沉寂中。 正当韩力束手无策,无奈之下,甚至已经有了将金刚照就这般凑乎使用时,一直坐在韩力尖头,有些无聊的小猴,忽然间一张口,一道灰白色的火焰喷射而出,一下将那浮在半空中的金刚照包在了其中。 原本寂静无声的金刚照,顿时一阵低鸣声出,金炮在灰燕中,一掌一缩的骤然变形起来。 看到这一幕,韩力大吃了一惊。 万年试验。 大眼神君更是恶然之极的南南说道。 第九百二十一章 甘家 南郡是大晋北部中部交界的一郡,但以面积而论,此郡在三十六大郡中排名倒数几名,但论富足程度却足可以排进前五之列。 此郡管辖之地多为平原水乡,物产丰富,也有不少的灵山大川,甚至还常有凡人在这些灵山中,见到做僧道装扮的仙人飞行于天际之间。 故而此郡信佛奉道之风盛行一时,佛院,道观,遍布全郡各处,无论权贵豪富,还是农夫走足,无疑不对两者恭敬有加。 不过,除了佛道两教外,此郡书院也众多异常,府城大城小镇乡村都可以见到书院私塾的影子。 这些书院明显的分为三六九等,一等的书院有大家素如亲自只讲四书五经,教授的对象都是大有身份的官患子弟,等阶最低的小行司则只是普普通通的儒生执教,只会传授儒家基本思想和讲解一些最基本的经书。 一旦发授了其中的优秀的人才,则再会向上街书院加以推荐,这倒是穷人子弟,一跃升天的绝佳机会。 毕竟能从高阶书院出来的儒生,非常受大进上层的欢迎,最高等阶的几座书院出来的儒生,甚至连那些风疆大吏,宫侯之家都极力招揽的。 太昌府的府城太昌城就是这么一座书院遍布的大城。 此城虽然没有排名一的吴广城名气大,但在南郡来说,却是达官贵人,富豪巨商居住的最多的府城。 光是公侯之家就有三四家之多,而其中从事各行各业的形形色色的凡人,更是不计其数。 位于太昌城西边的甘家,就是太昌城中有些身家资产富商中的一位,这种拥有在太昌府各城近二十余家酒楼的大富商,在别的小些的城市,称之为富甲一方都不过分,但在此城中却只在富豪中排在中上人家而已。 不过尽管如此,甘家也在太昌城一处富豪云集的区域拥有一处不小的聚宅,门内光是蒲丛丫环就有三四十人之多,可算是不小的一处府邸了。 这一日,正当骄阳当空的午时,从街道口处缓步走来一名如山打扮的青年。 此青年二十余岁,甚为年轻,但背后鼓鼓囊囊地背着一个用灰布包着的粗长包裹,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 青年一进入此街道,目光向左不停地寻觅着什么,不一会儿,当他中看到了甘家那扇漆黑油光大门上挂着的甘府巨变时,脸上不禁露出一丝笑容。 他几步向前走到了门前,再次打量了一下甘家大门后,就没有迟疑地上前倾扣两下铁制的门环。 砰砰两声轻响后,大门里面立刻传来一阵急促的小跑之声。 青年听到此声一阵,仿佛有些意外,但片刻后大门就被飞快地打开了一小半,从里面露出一张满脸恭敬之色的中年男子脸孔,身穿下人的服饰。 此男子一看见眼前的青年时,脸上的恭敬之色顿时凝制了一下,然后飞快地收脸不见了。 阁下找谁? 男原本准备恭下的身子直了起来,有些狐疑地问道,目光还不停地上下扫视着青年,想从对方身上看出一些什么出来。 这里是甘池叔父府邮吗? 青年一拱手,含笑地说道。 甘池叔父? 甘池是我家老爷明慧,公子氏,门内男子看完青年身上的服饰后,面上原本已经露出几分轻蔑之意,现在一听此言大吃了一惊,口气立即刻起了三分。 在下韩力,是甘池叔父的一位远亲,这次特意前来拜会叔父一趟的。 眼前的青年,也就是韩力微笑着说道。 此刻已经是他当日闭关修炼一年后的时间了,经过一番潜心修炼,借助天师珠和金刚设立之力,他终于修炼成了第一层的冥王爵,原本有些蠢蠢欲动的煞气立刻安稳了许多。 这让韩力心中大喜,但也不敢拖延地立刻出发,直奔早就计划好的甘家来了。 原来是韩公子啊,这真是不巧,老爷一大早就出去会友了,现在宅子里是大公子做主。 要不小的给通禀一下。 中年男子一听此言犹豫了一下后,如此的说道。 那就有劳兄台了。 韩力嘴角一瞧,不动声色说道。 请公子稍候,小的马上就回。 中年男子点头哈腰一下,随即大门重新关上,然后就直奔后面报信去了。 韩力则悠然地站在门前,回首打量着附近的其他巨宅,和过往的一些马车行人。 虽然他未用神识扫试过此城,但明显此城中的修仙者数量实在不少,并且极有规律地遍布城中几处地方,里面也不乏高阶修士的样子。 这让他颇有些好奇,对这些修士如何入室的实在大感兴趣。 一染茶的功夫后,大门知名一声地再次被打开了,这一次,从里面走一名年纪轻轻的青年。 此青年面目清秀,身着锦袍,身后站着的,正是刚才跑走通禀的那位下人男子。 这就是韩公子吧,在下干预。 听说韩兄是甘家远亲,在下虽然没听说过,但自不应太失礼的,若不嫌弃的话,韩公子不妨先跟在下到客厅一叙。 这位干预上下打量了一遍韩丽后,竟温文有礼地说道。 原来是甘叔父的公子。 既然干兄如此说了,那韩某就不退却了。 韩丽也没有客气,略想一下,就满口地答应下来。 甘玉微微一笑,略移侧身,就将韩丽请进了甘府,漆黑大门则无声无息地关上了。 一个时辰后,一大早出去的甘家之主,一位五十余岁的发福老者,穿着蓝色圆外袍,坐着马车回到了甘府门外。 府里出什么事了吗? 这名叫甘池的老者方一下马车,就一眼看到守门下人的眼睛有些闪烁,似乎有话想说的样子。 启禀老爷,有位姓韩的公子,自称是您的亲戚,现在已经被大公子请到客厅中了,如今好像和公子交谈甚欢的样子。 守门的那名男子,立刻老老实实地回话道。 亲戚? 姓韩? 这原本想直接迈步府门的动作一顿,口气微变地问道,隐隐有一丝惊疑的样子。 怎么? 这人不是老爷亲戚,是个骗子。 那要不要小的马上去叫官差过来。 中年吓人一惊,又急忙讨好的说道。 是不是骗子,还不好说,我好像真有这么一位亲戚,只是时间太久了,既不太清楚了。 你守好你的门就行了,用不着多事。 甘池脸色一般,随口训斥了眼前吓人两句,人就匆匆地走进了府门,甚至连衣服都未去换,就先冲大厅去了。 尚未走进大厅,刚走到入口处,老者就听到李传来熟悉异常的清笑声,韩兄竟然对四书五经研究得如此透彻,小弟真是佩服之极。 不过关于书中那一段闲人之话,我认为应该这样理解,这分明是那位长子的欢笑声音,似乎正和客人谈得正在信头上的样子。 老者听到这里,脸色却微微阴沉,并且目光闪动间,有些不安的样子。 但是片刻后,他就一咬牙,不再犹豫地走进了大厅中。 父亲大人,这位韩公子氏,甘于一件近来的净是其父,立刻起身恭敬地建立道。 嗯? 我已经听下人说过了。 阁下就是那位自称远亲的韩公子,不知身上可带有什么信韩和信物。 甘驰心神全在了韩力身上,冲其子掠一白手,目光就在韩力身上一扫后,缓缓问道。 韩力这时也从座位站了起来,听到如此一问,不禁笑了笑。 当即一言不发的单手往袖中一摸,掏出了一块白光闪闪的半截玉佩,并递了过去。 甘驰见到玉佩的瞬间,面色终于动容了起来。 他郑重地接过玉佩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脸上才露出一丝恍然地说道,原来你真是韩兄的后人。 你跟我到书房来,我要详细问问逝去姑母的一些事情。 老者一把拉住了韩力的手腕,竟激动异常,随后立即带着韩力离开了大厅,奔自己的书房而去。 姑母! 甘家有这一位远亲吗? 甘玉却正正地站在厅中沉吟了起来,心中有了几分迷糊。 参见韩公子。 方宜进入书房,将书房屋门小心地关好,甘驰立刻脸色一变,恭敬异常地冲韩力身诗一礼。 起来吧! 你无需详细问我的来历,只要知道从今天起,我是专门负责和你联系的人就是了。 韩力淡淡地说道,然后袖袍一服,一股清光涌出,将老者身子自动拖起。 是。 原先负责和甘家联系的那位二先生,自从十年前一去不见了踪影,小人还担心出了什么事情,现在有公子出现,这实在是再好不过了。 甘驰见韩力施展出法术,心中的最后一点怀疑再也没有了,更加恭敬地说道。 这一次来你们甘家,我只是顺便而已,其实还是另有要事要办的,这还需要你在世俗中的身份协助一下了。 韩力满意地点点头,用不容拒绝的口气吩咐道。 第九百二十二章 白鹿书院 位于太昌城外的白鹿书院,就是南郡诸多院中不起眼的一座,在外人眼中,等皆只是在诸多书院中位于中等而已。 若是说此书院有什么特点的话,就是不是建在某大城之中,而是修建在了南郡中赫赫有名的玉田山上。 这座玉田山可是太昌府有名的玲山,有十余座大小不一的山峰,虽然谈不上什么险峻红伟,但却四季如春,齐花遍地。 有几种珍惜的灵树灵果更是只有在此山上才能种植成活,故而位列南郡十三玲山之一。 白鹿书院就修建在此山幻云峰之中,从半山腰直至峰顶,盖有大片的楼阁,面积还着实不小,足可以容纳千人以上。 但按理说,以此山的这般大名头,这座默默无名的白鹿书院完全没有资格进驻此山的,毕竟相邻的几座山峰上,修建的可都是颇富盛名的名官大庙,和白鹿书院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存在。 可是奇怪的是,白鹿书院千余年前在此修建起来后,这些寺庙道观却从没有人为此找过什么麻烦。 相反,那些道观和寺庙中的僧人道士,对那些偶尔出入书院的学生,无论年纪大小都磕磕气气,这着实曾经让不少人大感诧异的。 白鹿书院另一个怪异之处,就是其招收的就读的书院子弟,年纪身份实在天差地别。 年纪从六七岁到二十余岁间,完全不等,并且每年招收弟子的时间,也都不太固定,有时三四年就招收一批,有时则七八年不见动静。 但凡是进入此院的入读之人,却极少见有人从书院大门出来过,处处透着一股神秘的色彩。 当然这种神秘,只是对那些居住在御田山脚下的一些当地居民,山外的世俗世界,完全不知道这些异常知识,白鹿书院还是在整个南郡中默默无名,还有人注意到。 这一日,幻云峰山脚下,却有两人缓缓上山而来。 一名是相貌威严的中年儒生,一名则是位二十余岁的青年书生,皮肤微黑,相貌普通,赫然是一个月前才出现在甘府的韩丽。 韩氏直,白鹿书院早在两个月前就结束弟子的招收,不过我听甘老友说,你以前学过一些杂七杂八的倒数,也知道修仙的存在,故而老夫才带你到书院一室的。 至于书院是否会收你,还要看你本身的机缘了。 白鹿书院的鲁大先生和我有些渊源,我先带你见上一见,若他觉得没有问题,你留在书院就不成问题了。 这名中年儒生一边大秀飘飘的走着,一边口中平静的说道。 是,一切都听严先生的安排。 甘叔父在来之前已经说过,这一次无论书院是否招收小职入院,这个情分叔父一定铭记在心的。 韩丽露出一副老实模样,规规矩矩的回道。 此时韩丽身上的气息只有炼气七三四层的模样,普通修士根本看不出他真正的深浅出来。 当日他向甘池这位冯家案子提出,协助他加入本地某一修仙大宗内,无论佛,道,如军行。 之所以会如此直接了当的说,因为别看甘池只是一介凡人,但是冯家西年给其的指令,就是一直和那些入室的修士特意交好,以备后用。 所以一听这个要求,甘池虽然感到惊讶,倒也没有什么太为难。 唯一让其有些担心的,大概就是害怕韩丽混入这些宗门想图谋不轨,有可能会连累甘家吧。 不过甘府的一切生意,都是冯家一直暗中控制的,韩丽只要将那些地契文书拿出,一夜之间就能让甘家的一切化为乌有。 再加上甘池虽然知道些修仙的事情,但对冯家的来历身份更是一直感到神秘莫测,大感敬畏的。 故而在韩丽淡淡的说明,这次混入修仙宗门,不会惹出事端连累甘府的保证下,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的暗命行事了。 略微筹划几天后,甘池终于选中了这位严姓的忠年儒生作为桥梁,来保送韩丽进入白鹿书院。 之所以选此人,一方面书院相比佛道两家,招收弟子明显宽松了许多,只要不是邪道魔宗的弟子,就算本身有师承来历的,只要身世清白,仍然照收不误。 而且另一方面,西年甘池对这位严先生有过大恩,对方出身如门,对恩义之事一向最为看重,也一定会尽心尽力办此事的。 否则虽然还有其他的路子,但是成功的可能性实在不太高。 毕竟大进的修仙宗门,虽然不像天南如此难进,但也同样不是一名低阶散修,说进就进的。 韩丽听了白鹿书院之名,稍微打停清楚其所在的御田山位置后,在某日晚上偷偷遇起过去远远观察此山的灵脉,结果心中比较满意。 虽然此灵脉远远不能和他在天南安置了诸多灵眼之物的洞府相比,也算是不错的灵脉,远比太昌城附近的其余几条墙的多了。 说起来,要不是灵眼之术等东西频繁移动,会有损其内灵气精纯,常年不安置在灵脉上也会让灵性见诗,他只要带两件灵眼之物在身,随便找条低裂灵脉倒也能凑乎修炼用了,又何必处心积虑的混进大宗门内修行。 于是就这样,韩力摇身一变,立刻成了甘池某位远房投奔的殷亲。 表面来历是身具灵根,学了些肤浅法术的低阶散修,对修仙之路极为向往,这才托甘池这位远房叔父加以帮助,看看能否进入某大宗继续修行。 甘池找到了在城内某出名的大书院执教的严姓如生一说,这位出于报恩的想法,倒也一口答应了下来,二人这才有此一行的。 嗯? 看来甘兄为你这位表执还真颇花费了些心思。 不过这也难怪,世间凡人能拥有灵根者万中无一,自然对你多加垂青了。 就是在下也是苦无灵根,否则也早进入白鹿书院,苦修求仙之道了。 如生口中有些感慨的说道。 韩力笑了笑,识趣没有接口此言。 下面忠年如生不再多说什么,带着韩力直往上而去,刚走到快到半山腰时,突然肉眼可见的另一座山峰上,传来阵阵的钟鸣之声,声音清明悠扬,让人听了不由精神大震。 宝灵寺的这口清禅中,还真是一箭少箭的宝物,但每天三次的敲打一遍,宝灵寺的那些高僧也未免炫耀了一些。 如生身形一顿,牛手瞅了一眼那座比唤云峰还要高大三分的山峰,摇摇头的喃喃说道。 韩力一听那座山峰是佛宗的所在,目中金光一闪,露出一丝若有所思之色。 以他的感悟,这所谓的宝物其实也不过是件上街法器罢了,没有何稀奇的。 他身手服了服背后的粗长包裹。 就继续跟着如生往上而行。 没有多久,二人终于来到了半山腰处的一块平台处,眼前豁然一亮。 只见入目之处,翠绿盎然,郁郁葱葱,一大片青竹林出现在了眼前。 而竹林中,隐约可见红墙白楼,一片优雅景色,数条白石幽镜更是直通竹林深处,尽头处隐约可见一个高约树杖的巨大珠门。 走吧,正门通常情况下不会开启的,跟我走偏门即可了。 终年如生扫视了一眼竹林,口中如子说道,带着韩力往一侧走去,步入其中一条小路,进入了竹林中。 结果七拐八拐后,韩力和如生出现在了一扇丈许高的漆黑幕门前,如生轻吐了一口气,上前砰砰的轻轻移扣门。 门无声无息的开了,顿时从里面走出一名白袍如山的年轻人。 啊,原来是严先生到了。 先生是来找鲁大先生的吧? 这名年轻人身上有灵气波动,有炼气气三层的修为,但竟对身上丝毫法力没有的严性如生却客气异常,这让一旁的韩力看在眼内,心中不禁嘖嘖称奇。 要是在天南,这种事情说什么也不会生的吧? 看来如门还真是规矩森严,竟然让修仙者能对一名凡人低头。 不过,这种情形估计也只能在低阶修仙者身上发声,高阶修仙者绝不会出现这种事情的。 韩力暗中冷笑的想道。 嗯,我这次是来见鲁兄的。 鲁大先生现在是否有空? 中年如生不动声色的问道。 夏书院现在来了一位贵客,先生正在书房作陪。 我给阎先生通禀一下吧。 白袍年轻人想了想后,如此的说道。 也好,麻烦阁下了。 阎姓如生闻言,露出一丝笑容的说道。 白袍年轻人知道眼前之人虽然是个凡人,但是和鲁大先生渊源匪浅,当然不敢怠慢。 口中客气了一句后,急忙伸手掏出一张传音符,对其低语了几句后,然后手一扬,传音符化为一道火光向后方击射而去,转眼间就不见了踪影。 没有多久,韩丽默然感到一道不弱的神识突然从远处飞扫而来,在几人身上一掠而过后,立刻又收敛了回来。 韩丽心中一动,知道这多半就是那位方大先生了。 光从其神识强度上看,倒也有结单初期的修为,比起预料的注击中后期修为,还要高深了许多,这让他有一点点意外。 对他来说,此人修为自然越低越好了些,这才不可能看好他的掩饰之法。 片刻后,韩丽等人站立之处的上空,凌波颤动,漠然响起了一男子淡淡的声音,是严凶吗? 来的正是时候,我这里有位贵客,严凶不妨前来见见。 嗯,你旁边的这位小友,也一起过来吧。 第九百二十三章 道姑与黄清冠 听了此话,那位白袍年轻人自然不敢再阻拦韩丽二人,反而直接带着二人沿着一条走廊向内走去。 走了片刻,跨过几个院门后,韩丽隐隐听到了朗朗的读书之声,听起来和普通书院一般无二的样子,但他却微微一正,目光不经意的闪动击下。 虽然说这里名为书院,但是这些低阶修仙者,难道不打坐练气,真的白白将大部分时间浪费在读书之上吗? 这是我们白禄书院的下院弟子,在进行例行的武读。 想要进入上院修行,光有灵根法力是不行的,必须培养出我们儒门的浩然之气才可。 毕竟我们儒门的多半功法,都是以浩然之气为辅助的,浩然之气越多越雄厚,以后修炼的才可能一日千里,前途不可限量。 白袍年轻人似乎看出来韩丽的惊讶,含笑解释道。 对这位严姓儒生亲自带来的修为差不多青年,他倒有些存心交好的意思。 原来如此。 韩丽感应到了此人的善意,冲起点头笑了笑。 这时,三人穿过一大片阁楼,绕了几个弯后,忽然来到了一处优雅的小院跟前。 方毅走进此院落,原本清晰入耳的读书生,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院落竟然被布置下了隔音的禁制。 严姓儒生见此情形,神色如常,似乎来过此处不止一次的样子。 而那白袍年轻人到了此处后,就不敢进入了,直接停在了院门外向二人告辞后离去。 目睹青年的背影在一栋阁楼边上一闪不见了踪影,严姓儒生才略整理下衣衫,朝最大一间屋子缓步走去,就要扣起门的样子。 但是他刚迈出一步去,原本紧闭的屋门却一声清响后,自行开启了。 同时头顶处,再次传来了那位鲁大先生的声音,严兄请进。 黄清官的华莲仙姑,正好在陋居做客。 鲁某正好为严兄介绍一二。 鲁大先生的话语从容稳重,丝毫听不出其中有何具体的感情。 黄清官。 严姓儒生脸上露出一丝亚色,但脚下却丝毫没有迟疑的走了进去。 韩丽自然也紧跟了进去。 一进屋门,就是一间客厅,一男一女正分主客落座其中。 男的四十余岁,脸庞搜消,三缕常然,一看就是那种喜怒不形于色的四平八稳之人,身上气质和严姓儒生倒有几分相似,但是却另有一种说不出的森严之感。 女的则二十余岁,乌发雪敷,身着黄色道袍,单手持一银光灿灿的浮沉,却自有一股雍容华贵的气质,竟是一名道姑。 严姓儒生和韩丽仪进入厅内,这二人的目光自然扫视了过来。 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严姚先生吗? 贫道虽然在关中不问世事,但也听说过雍华书院严先生的大名。 大出人意料,鲁大先生还未开口,这年轻貌美帝道姑却先微微一笑的招呼道,然后目光随意的在韩丽身上扫了一下,就不再留心的收了回去。 此女子只是一名铸鸡后妻女修,但在鲁大先生面前安然落座,言谈自如,显然是大有来历之人。 不敢。 黄清关诸位仙姑的大名,严某也就闻其名了。 见过华莲仙姑。 严姓儒生丝毫不敢怠慢,急忙拱手说道。 晚辈,见过两位前辈。 韩丽也上前半步,恭谨的施礼道。 这位小友是,那名鲁大先生眼睛一眯,不知可否的问道。 这位韩丽氏职,是在下一位好友的远亲,因为听说过白鹿书院的名头,老夫默不开老友情面,特意带他来书院仪式的,看看能否有资格入住书院。 严姓儒生不慌不忙的说道。 哦,是严兄老友的子侄,灵根姿质似乎普通,不过还要仔细辨认下属性才可。 韩小友,你过来一下。 鲁大先生亮了几眼韩丽,半晌后,不动声色的说道。 是,前辈。 韩丽闻言,毫不迟疑的走了过去,被对方一只微凉的手掌,一把抓住了手腕。 以韩丽神识强大,根本不惧对方真能看出什么来。 无论灵根属性还是根骨,都可以轻易遮蔽住身体的真实情况,只给对方看到想给看的虚假信息。 不过,韩丽可不想让自己太引人注目,不利于以后在书院的低调修行,故而在灵根姿质上倒是完全展露自己的灵根属性,没有做什么手脚。 四灵根属性,基本上也够加入修仙宗门的最低标准了。 只是在根骨上,他遮蔽住了真实的古灵,让对方看不出其中的蹊跷。 哦,四灵根缺筋,倒也勉强够资格入住书院了。 但你体内有法力在身,已经修炼过一些低阶法术了。 好在修炼的是纯粹木属性功法,并非邪术魔弓,这方面也不成问题的。 不过你年龄偏大,这种姿质能够助击的可能性,基本微乎其微,冲其最后也就是炼气七七八层的样子吧。 若是这样的话,其实还不如做一散修,更逍遥自在一些。 鲁大先生探查完后,松开了韩丽的手腕,平静地说道。 这种评价晚辈也听其他前辈说过。 不过晚辈相信秦能捕捉,还是打算在修炼之徒上试上一试的。 韩丽在鲁大先生面前束手锤立,用诚恳异常的语气回道。 鲁大先生神色一动,看了看一旁的严姓如生后,点了点头后说道,小友修炼之心如此坚毅,本人也不好多说什么了。 不过小友既是散修入门,可在修炼杂术上有什么擅长之处。 听了这话,韩丽微微一正,有点意外,没有想到对方会问他一个练气七修是这种问题,难道真的看在严姓如生的面子上,要对其照顾一二吗? 心念如电的转动不停,但韩丽口中却丝毫没有迟疑地回道,晚辈在练气之道上略有射击,只是以晚辈的修为和见识,自然只能练制一些最基本的器物而已,根本淡不上什么练气的。 说完这话,韩丽仿佛有些不好意思,面上露出一丝腼腆之色。 哦,懂得练气。 现在的散修,很少有人去学练气术的,毕竟其中的耗费,实在非同小可。 鲁大先生有些意外的说道。 一旁的道姑闻听此言,脸上一色一闪,随后露出一丝喜色来。 晚辈也是得到一本练气预解,胡乱练制的。 韩丽自然极力贬低自己的练气术,若不是顾虑真说自己什么都不会的话,可能对加入书院大有影响,韩丽还真不愿意提什么练丹练气术之类的自找麻烦。 不过比起练气来说,懂得练丹术和阵法之道的更是少之又少的,说出来恐怕更引人注意吧。 韩道友,你懂得练气? 这真是太好了。 鲁前辈,我看也不用再在柜门借用什么练气弟子了,这位韩道友既然还未入柜院,不如将其让于贫道,入我皇亲关如何。 那名道姑竟突然开口说出这样的话来。 这一下,严姓如生和韩丽都吓了一大跳,随之愕然了起来。 华莲仙姑,这不太好吧? 桂官是女官,怎能让韩贤侄这么一位男子加入? 严姓如生脸上肌肉动了一下,忍不住的正色道。 皇亲关虽然是女官,但是里面又不是没有火炬道士和男性门人加入。 这些人入我皇亲关,但实际上是居住在关外的,严先生过滤了。 道姑一抿嘴,轻笑的道。 原来如此,严某对皇亲关事情的确知道不多。 只是韩贤侄是想加入白鹿书院的,加入桂官还是有些不妥当吧。 这位严先生还针对韩丽加入书院之事非常上心,明明知道对方实在是非同一般的存在,还是出声争辩道。 以韩道有资质,即使加入了书院,也只是作为一名普通弟子而已,没有什么前途而言,而本官正准备要炼制几样宝物,线下正好缺少一名懂练气术的低阶弟子当下手。 只要韩道有愿意加入本官,不但可在练气术上更近一层,甚至频道也可做主,对其在修炼上可多加照顾一二的。 不瞒严先生,频道这次来书院,原本就是想借书院一名懂练气术的弟子的,现在有个县城的,自然无需再麻烦陆道有了。 华联仙姑丝毫不以为意,反而笑吟吟的解释道。 这个,陆兄你怎么看? 严幸如生听对方如此一说,到迟疑了一下后,不禁抬手看向了陆大先生。 韩道有尚未加入本院,还是自由之身,是否愿意败入皇亲关门下,自然要他本人拿主意了。 不过就像华联仙姑说的这般,即使韩道有败入本书院门下修炼,卢某也不可能相帮什么,是没什么前途可言。 而华联仙姑这次来本书院,也的确是为了找一名懂练气的低阶弟子一用的。 败入皇亲关门下,倒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鲁大先生神色不变,沉生的说道。 话说到这里,厅堂内三人的目光,全都落在了韩力身上,有的担心,有的好奇,还有的泽微微的兴奋。 皇亲关。 好像听说过此名字,似乎是御田山上另一座山峰上的道观。 但韩力事先并不知道此道观竟是女观,对此宗门一点不了解,只能面露茫然之色,一头的雾水。 第九百二十四章是真和原诀。 对韩力来说,突然打乱计划,去一个一点都不了解的宗门,自然没有待在白鹿书院合适了。 可是眼前女修给出如此好的条件,她一味散修一口回绝调,还非要加入白鹿书院,恐怕这边的鲁大先生非得一心大起不可。 如此一来,对这位突然出来脚场的华莲仙姑,韩力自然暗自直翻白眼,心中连连赋匪。 不瞒华莲前辈,晚辈对皇亲关实在知道的不多。 但贵官既然是女官,想必在功法和修炼手段上,对我等南修来说有些不合适吧。 韩力心中飞快思量下,终于找出了一个似是而非,勉强可以说通的理由。 原来韩道友担心此事。 这一点无需担心的,我们皇亲关其实只是三皇关中的一脉分支,另外的皇阳关,皇圣关却都是南修主持的道观,南修的修炼法门根本不缺乏的。 而且我官道友身上并没有天生的浩然之气存在,败入白露书院门下还要重新培养此气,比起我等的修炼功法来说,恐怕更难三分。 当然儒门功法若是大成,在浩然之气辅助下,神通远非一般道家功法可比的,不过对于韩道友来说,谈这些也太早了一些。 莫非韩道友真的瞧不上本官不成? 华莲道姑微然一笑,不慌不忙的说道,言语里却不敢对儒门有丝毫不敬。 华莲道友说的有理,我们如门功法,前期的确要比道佛两家花费时间稍多一些。 韩小友,以你的条件还是败入皇亲关门下修炼更加合适一些。 华莲道友既然答应照顾你一二了,你在皇亲关门下,注击希望倒也并非一丝没有。 鲁大先生也从容的开口了。 听到这些话,韩丽心中无语。 看来真的无法避免要改换原定目标了,否则再坚持下去,这位鲁大先师不给仪才怪了。 好在皇亲关也在玉田山灵脉之地内,自己多加小心一些,应该不会出什么意外的。 心中这般想到,韩丽也只能捏着鼻子自认倒霉,表面上还做出了微微兴奋的神情,既然两位前辈都如此建议,想必不会错的了,那晚辈一切都听二位前辈的安排。 听到韩丽如此识趣的话语,年轻道姑终于满意的点点头,鲁大先生只是微笑不语。 而言姓儒生虽然更希望韩丽能败入儒门之下,但见韩丽自己都没有反对此安排,更不好说什么了。 韩丽的事情一定,接下来鲁大先生和道姑三人闲聊了起来,不过他们所聊的内容竟不是修仙界的奇闻意识,而是当今大晋朝政上的一些得失利弊,这让韩丽听了一阵纳闷。 儒门也就算了,毕竟他们宗旨本就讲究入室的一套,议论朝政并不奇怪,可这皇亲关的出家道姑竟也同样不卑不亢的议论这些事情,实在让韩丽一阵诧异。 难道和皇亲关和儒门一般,也是入室的修仙宗门,韩丽不禁如此思量起来。 三人在厅堂内交谈甚欢,但是过了一会儿,门外传来了脚步声,接着一声有些稚嫩的话语从门外传来,启禀师祖,弟子已将遵命将库房的紫荆童带来了。 哦,既然如此,就将东西送上来吧。 鲁大先生一听此言,不加思索的说道。 紫荆童 韩丽心中一动 这东西可是炼制顶接法器甚至法宝的上家材料,对他来说也许不算什么好东西,但对眼前二人来说绝对是珍惜难得之物。 正思两间,屋门被推开后,一个十一二岁,白白嫩嫩的童子,手捧一个大红托盘走了进来。 托盘上盖着一层银色紧缎,鼓鼓囊囊的,似乎盛满了什么东西。 恭敬的将托盘往华莲仙姑和鲁大先生之间的桌子上一放,童子就立刻后退了几步,束手而立。 下去吧,这里现在不用你在一旁伺候着。 鲁大先生看了童子一眼,不动声色的吩咐道。 那童子立刻答应一声,身诗一礼后,倒退着出了屋子。 然后鲁大先生看也不看,将托盘直接往华莲道姑身前一推。 华莲道友,这就是你相见的紫荆童,请收好了。 桂官这次四处搜寻材料,看来真打算炼制一件重要的宝物了,就不知是顶阶法器还是法宝。 鲁大先生笑了笑,仿佛随意的说道。 炼器的事情,晚辈也不甚清楚,晚辈也是奉四师姑之命行事的。 前辈若想知道些详情,不妨直接向四师姑问下了,想必会如实相告的。 道姑迟疑了一下后,却露出抱歉之意的说道。 不用多此一举,老夫也是随口疑问罢了。 鲁大先生一听这个四师姑之名,脸色微变了下,随即打了个哈哈的应付过去了。 华莲仙姑嫣然一笑,伸出白皙的玉纸,将托盘上的紧断一挑,露出紫光灿灿的一堆金石来。 看着眼前整盘的紫色铜精,道姑脸庞上露出一丝笑容,口中撑泻一声后,从腰间将摘下一只储物袋,霞光席卷一下,将这些材料全都装进了袋中,小心的收好。 此行目的全都达到,年轻道姑在和鲁大先生二人聊后,终于起身告辞了。 鲁大先生没有多加挽留,当即召唤来一名童子,给道姑引路带出书院,韩丽自然也同样向二人恭紧的告辞一声,随此女出去了。 韩丽二人的离去,让厅堂内瞬间安静了下来。 严姓儒生和鲁大先生一时间竟没有交谈一句,只是静静的坐在椅子上,互相漠然不语。 特别是严姓儒生,更是神色不定,似乎在思量些什么。 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要对付牛天德纳魔头,只有助我修成是真和圆绝,我才有七八成把握灭掉此魔。 现在万事其倍,你不会在最后关头,又怜惜自家的性命了吧? 鲁大先生终于开口了,但声音低沉,毫无感情。 哼,只要能报灭族之仇,严某一介残驱又会怜惜什么? 我唯一忧虑的是,道士鲁兄一旦神通大成,却畏惧那老魔凶艳,反而不愿去招惹了,那在下不是白送了性命。 严幸如生脸色一沉,森然的说道。 嘿嘿,严兄怎么对鲁某这般没有信心? 我不是说过了吗,一旦你一身助我修成此神通,你一身的浩然之气,自然被我继承了过去,其中必定暗含你的满腔怨气,我一日不除掉那位牛天德,就一日无法将这些浩然之气真正化为己用的。 为了严兄身上的这股醇厚的浩然之气,在下也一定会守约灭杀此魔的。 况且,严兄觉得除了我之外,还有什么修士能助你灭杀此疗,并丝毫不怕那黑阳宗的报复? 鲁大先生却丝毫没有动怒,反而不慌不忙的说道。 你说的不错。 我纵然这些年也蓄意结交了一些修士,其中鲁兄虽然不是其中神通最大,修为最高的,但是也只有你需要我的帮助,愿意替严某抱此灭族之仇。 其他的人不是根本无法做到,就是不愿为我一介凡人去招惹十大魔宗的修士。 一说道灭族之仇,严姓如生默然两手握拳,指甲深深刺入手心中而不自知。 这是自然之事。 那牛天得身为黑阳宗外事执法,岂是一般小宗门敢招惹的? 我们儒门原本就和魔道水火不容,却没有此顾虑。 而且为了显示鲁某的诚意,这五年间,我对严兄几乎是有求必应,这也足以显示在下的心意了。 鲁大长叹了一口气,又说了几句。 闻听此言,严姓如生脸沉似水,冷冷的望着鲁大先生,始终不再言语了。 好吧,为了让严兄心中放心,在下可以面对圣贤之相,发下所心咒,以后若是无法做到的话,浩然之气将无法寸进分毫了。 半晌之后,见严姓如生仍没有松口的意思,鲁大先生只好苦笑一声,无奈的说道。 好,有此话就行。 严某将不惜此躯,助鲁兄修成神通,不是严某不愿相信鲁兄之言,而是严加满足就只剩下严某一人苟活人士,在下不得不慎重一些的。 严姓如生这才尝出了一口气,脸上肌肉抽搐一下后,木然的说道。 严兄的为难,在下自然也能理解。 修炼就安排在一个月后开始,在这一个月内,严兄最好安排好后事,然后再来书院找我。 鲁大先生摆摆手,冷静地说道。 严姓如生点点头,屋内再次陷入了沉寂中。 对了,这次黄清官的人,为何一定要带走姓韩小子? 炼气的弟子,难道不能在书院随找一个吗? 严姓如生忽然间提起了韩力。 鲁某只是顺水推舟而已。 这一次黄清官炼制的宝物应该非同小可,除了他们本官的炼气室外,甚至连炼制材料的人手都不足。 虽然黄清官也可以向我等书院相借低接炼气弟子,但肯定不放心的,还不知要如何多加提防呢。 现在有这位懂些炼气的韩小友突然出现,并且还未加入任何书院,自然直接收揽门下再加以驱使了。 鲁大先生似乎知道些什么,不以为意的但笑道。 听到这里,严姓如生总算放下心来,否则真有什么不妥,回去面对老友可不好交代。 而与此同时,那位华莲仙姑用一块锦帕状法器带着韩力,玉器飞行着,直奔远离唤云峰的另一座稍矮些的山头。 第九百二十五章炼气殿 这位是韩老,也是我们三皇官的两大炼气师之一。 你以后暂时给韩老打下手,顺便学习下炼气之术。 放心,不会真让你做炼气师的,本官没有如此大财力在培养一门专职的炼气师。 只是因为最近在炼制一样重宝,需要一些人手临时帮忙而已。 不过只要你在这期间做得好,两三年结束后,我就会赐你灵丹,在修炼上亲自指点你一二,子不会食言先前对你的承诺。 冲着韩力说这话的华莲仙姑,此刻正站在一间堆满了杂七杂八材料的密室中间,一旁还站着另一名年约五十余岁的红脸老者,有助击初期的样子,上下打量着韩力,眉头紧皱着。 而韩力到了此时还能说什么,只能连连点头的秤势。 华莲道友,这位师职真懂炼技术。 年纪和修为也未免太低了些吧。 不是说要去白鹿书院给再下找一位合适帮手吗? 老者不快之下,如此的说道。 这次炼制的宝物事关重大,最好还是不要让其他宗门参与进来。 也许韩师职的修为和经验尚浅,但韩老稍微指点一下,做一些精炼材料事情,应该完全不成问题的。 华莲道姑却倾笑的说道。 可是即使提炼一些材料,也是需要一定天分的,否则可就白白浪费了原料。 不过既然华莲道友如此说了,那就让这小子姑且留下仪式吧。 老者无奈,只能不太乐意的说道。 放心,我的眼光还不至于如此差的。 这位韩师职虽然修为不高,但身上法力却精纯异常,最少控制法力和炼器上绝不会太差的。 道姑威一抿嘴,奄然一笑起来。 咦? 原来如此,倒也真有几分潜力的。 看来华莲道友也不是胡乱抓人来的。 唯姓老者闻言,意外的重新打量了一下韩丽,脸上一丝诧异之色闪过。 唯老需要的人,我已经送过来了,下面的炼制进度可要抓紧些了。 本官比起其余两官来说,进度已经迟了一些,最后可千万别耽误了大事。 否则,你我二人都吃醉不起的。 现在,贫道就先告辞了。 华莲仙姑终于起身要离去,临走前又叮嘱了一句。 放心,只要这小子堪用,就不会耽搁进度了。 红脸老者起身相送。 一口的承诺道。 听了这话,道姑才满意的真正离开了。 于是密室中,一时间只剩下了韩丽和老者二人了。 刚才的话,你也听到了,不管你对炼器有没有兴趣还是有没有天赋,我都会用心教授你一个月的炼器之道,然后就会安排任务给你。 只要你每月能按时完成我的任务,其他时间就随你自己处理好了。 若是完不成任务,那就给老夫马上滚人,老夫会重新再找合适的人进炼器店。 维姓老者倒是丝毫情分不留,毫不客气的说道。 是,弟子会尽力的。 韩丽神色平静地回道。 当然,在我们炼器店当弟子并非没有好处的,不但店内的一些法器和的火池可以免费使用,而且每月发下的零食也比其他几店弟子多得多。 现在你先跟我见一下其他几名炼器店弟子,以后有些材料也许还要你们通力合作才能完成的。 老者见似乎对韩丽的态度还算满意,又神色一缓地说道。 随后带着韩丽往密室外走去。 于是在见过其余三名炼器器的低阶弟子后,再给韩丽随意安排了一处住处,韩丽在皇亲关的修炼生涯就此开始了。 所谓的炼器店,其实就是在皇亲关所在山峰中部,另行修建的一处别院。 建筑也不算多,除了一间的火大殿,几处炼器阁外,就没有其他什么可说的建筑了。 店内弟子甚至必须住在依山而建的几处洞窟中。 至于店内之人,除了红发老者这位专职炼器师外,还有另外两名炼器七八九层的中年修士担当老者炼器师的助手。 再剩下的,就是韩丽等四名炼器店弟子了。 故而地方不大,但相比这些人来说,自然是绰绰有余的。 不过每日前来炼器店租用炼器阁,或者直接请求炼制各种器物的皇亲关各色男女弟子却着实不少。 既然是女关,其中自然十有八九都是女弟子了。 而这些女修士也不全是道姑,有不少都是待发修行的妙龄女子,滋容谈吐个个不凡,仿若大家闺秀一般。 韩丽冷眼旁观之下,发现那三名炼器店男弟子,虽然每日累得够呛,但却整日里被这些进进出出的女修,早就迷得神魂颠倒了,除了整日里只知道讨好这些女弟子拼命炼器外,自身的修为早已停滞不前多年了。 少部分来此的男弟子,则大多都是和炼器店一样打杂的外观弟子居多,有负责研究法阵的,有负责炼制丹药的等等。 而那些女弟子,则只要专心修炼即可了。 这些让韩丽暗自摇摇头后,但也不会多管闲事的。 而且接待这些男女弟子都是另外三人的事情,韩丽却专门学习材料的精炼和提纯。 红脸老者每日会抽出一个时辰,专门给韩丽讲解一些炼器之道的基础知识,甚至有时亲自动手,给韩丽示范加以指点。 以韩丽原先的修为见识,对一名铸基7炼器师自然不会认为真能从中学到什么,只是抱着应付的态度而已。 结果仅仅数日后,就让韩丽大吃了一惊。 这老者虽然修为不高,但在炼器之道上的造诣之高,绝对非同寻常。 光是从提纯材料上看,此人精通各种各样的炼器手法,似乎对许多宗派的炼器秘术,都略有研究的样子。 其中一些炼器的技巧和知识,他更是连听到没听说过。 短短十余日以后,从中受益匪浅的韩丽,不禁精细交加起来。 看来大进自称人界的修仙圣地,倒还真不是吹嘘之言。 光是一个如此不起眼道罐中的炼器师,就能掌握如此多的炼器技巧,其中既有保存完好的上古炼器手法,也有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由历代炼器大师总结研究出来的新炼器术。 这些加在一起远不是天南和乱青海的那些简简单单的几种炼器手法可比的,这实在是让他大开了一番眼界。 其实说起来,韩丽如今在炼器术上也是普普通通,当年从奇云霄手里得到的炼器术相对现在的修为和见识来说,早已显得肤浅了。 他在乱青海河加入了洛云宗后,倒也看了不少有关炼器术的典籍,但真正对其有用的东西并不很多。 现在既然遇到了这么难得的机会,韩丽自然不会轻易放过的。 他除了在其他时间静心修炼明王爵外,对违性老者的传授上心之极,表现出来的炼器天赋和认真态度都让老者大为满意。 甚至偶尔韩丽的一些疑问,更是挠到了老者的一些仰处,不知不觉就多讲了许多东西出来。 如此一来,老者对韩丽的态度在短短的一月时间内,竟渐渐大变起来,由一开始的炎力冷面,到后来的和颜悦色,让其余三名深知老者脾性的炼器店弟子不禁目瞪口呆。 处于妒忌的心理,这三人对韩丽态度自然谈不上多好,不过韩丽现在受宠,这三人也不会头脑发热的找韩丽什么麻烦,但在日常遇见时,冷漠异常自然是避免不了的。 韩丽对此却乐得如此,他正想平常一个人独处,好能安心修炼呢,无人打扰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一个月后,韩丽老者不但将各种精炼材料的手法给韩丽讲解许多,甚至连一些独特的炼器手法,也给韩丽提到了不少,让韩丽谨记在心。 他准备法力一恢复后,立刻就到大进各处搜集这些炼器术,也好让后面七雁上和大眼神君的傀儡炼制更加完善些,威力会更上一层楼。 但就像老者说的那样,一月期限一满后,韩丽立刻就被交代了一系列的提炼材料的任务。 但以他表现出来的修为来说,自然不会有太高难度的事情给他做。 结果韩丽完成起来轻松之极,根本不用放在心上,其余时间都用来修炼明王爵。 如此三四个月的时间过后,一切都很顺利,韩丽觉得选择加入皇亲关,似乎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在此期间,违姓老者却突然忙碌异常起来了。 通常除了每月几次的给四人下达一些炼器任务后,人就在地火殿的密室中不知再炼制些什么,踪影全无起来。 而那位华莲仙姑在此期间,也来过数次,每次都和老者躲在密室中不知商量些什么。 因为这二人倒也够小心的,每次谈话都释放出警戒的禁止,韩丽虽然心里有些好奇,但现在一心只想修成明王爵,也没为此冒险让神识渗入其中偷听什么的。 这一日,在洞窟的密室中,韩丽身体清澀的盘膝而坐,上半身扭曲成一个古怪的姿势,两手掐绝的在蒲团上一动不动,身体更被一层淡淡的金光笼罩着,在微微颤抖个不停。 但细看之下就可发现,韩丽的肌肤此刻遍布密密麻麻的血丝和一根根粗大的青筋,一个个鸡蛋大小的凸起更如同活物一般,在身体表面游走不定,显得诡异异常。 而随着身体的每一下颤抖,韩丽脸孔就不禁抽搐一下,显出痛苦异常的神情。 一粒粒黄豆大汗珠也不停地从额上涌现而出,仿佛正经历剧烈之极的运动,连大半衣衫也被浸透得湿漉漉的。 不知过了多久,韩丽身上的金光渐渐的脸去。 长长出了一口气后,他手中发觉一收,终于恢复了正常的盘坐姿势。 几乎与此同时,体表的一切异常现象也迅速消失不见,身体转眼间就恢复如常了。 第九百二十六章绿秀郡主 感受炙热无比的高温在体内缓缓的散去,韩丽紧闭的双目睁开了,目光满是沉吟之色。 这个冥王爵实在霸道无比,即使他这个曾经凝结过元英,一经洗髓过的身体,也差点无法承受一次次断体的剧痛,这让韩丽心中郁闷之余,也有些惊疑起来了。 前辈 这冥王爵修炼下去真的没有问题吗? 仅仅第二层的法爵,就此的痛苦,我可不信佛宗的那些光头个个都是元英后才开始修炼此爵的,否则等他们此法爵大成,恐怕受援也到大限了。 但杰丹的修炼此法爵很难挨过这种折磨的,这可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就连神识都能清晰的感应到这种痛楚。 韩丽突然间向大眼神君问道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佛宗既然有办法将妖族地功法改成这般模样,自然也研究出如何减小练功痛苦的法门或器具,毕竟佛门功法原本就特别擅长坚忍痛楚的。 再加上若是修炼之人本身毅力够强,杰丹七兼修明王爵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这功法如此霸道,也是相对我们人类而言,它原本就是给妖族和古魔修炼的,妖魔二族一个个身体强横,可不会在乎这些痛楚的。 大眼神君懒洋洋地回道 原来如此,这倒是说得通的。 可惜我们是没时间再去修炼佛宗的其他功法了,就勉强这般修炼下去吧。 现在这种程度,我还能勉强承受得住。 韩丽皱了皱眉后,苦笑地说道。 随后他一抬手,将袖袍一退,突然伸出一截手臂出来。 韩丽双目微眯地望向手臂表面,瞳孔中有蓝芒闪动。 足足一盏茶功夫后,韩丽才伸出一根手指往手臂肌肤上戳了一下,然后才将手臂放下。 虽然吃的苦头不小,但这名王爵在断体上真有独到之处,远比我知道的其他几锻炼法体地功法强得太多了。 仅仅这点时间修炼,我自己都能感到身体的惊人变化。 韩丽喃喃几句,一副自言自语的样子。 随后韩丽在静坐一会儿后,就起身出了密室,缓缓向的火大殿而去。 前些日子,他在精炼那些材料的时候,结合维姓老者给其讲解的炼器手法,终于参悟出了一种新的炼器技巧,于是他将原本炼制完大半,只差最后就可完工的精化妖丹飞针,在最近每日里正午时分,借助地火之力重新进行一番剂炼,好让其威力更上一层楼。 韩丽快接近大殿时,突然从大门方向传来一阵息嚷之声。 韩丽闻听此声,不禁一正的望了过去。 只见大门方向有一群人走来,约有八九人之多。 在前门边引路的赫然是炼器店另外三名弟子,而跟在后赶则是数名年轻的男女修士。 为首一名十六七岁少女,一身翠绿宫装,滋容秀丽,气质不凡,但目光闪动间,满是好奇之色。 这些人的修为相对其年纪来说,全都不弱,大都是炼器七八,九层的样子,那名宫装女子更是炼器七十层的修为,在这些人中是修为最高之人了。 韩丽目光扫过去后立刻看出来,这些进入炼器店的男女肯定身份大不简单,几乎每个人腰间的储物袋都是鼓鼓囊囊,有两三人甚至还挂有专用的零售袋。 而一旁的炼器店三人则是满脸的裴笑之色,一副小心奉承模样,生怕得罪了哪一人的样子。 韩丽目光闪动一下,当即回身就要故作不知的掀不入的火大殿中,他可不想多出什么事端来。 但偏偏这时,三名炼器店弟子中修为最深,对他敌意也最大的一名姓高的弟子,一眼看见韩丽的背影后,竟突然冲他大声的嚷道,韩师弟,你过来一下。 绿秀郡主要炼制一剑法器,有些材料必须经过特殊精炼才行,师弟正好协助一下完成。 这可是四官主亲自吩咐下来的任务,不容耽搁的。 郡主 韩丽一听此言微微一惊,再一听是四官主的命令,更加的意外了,脚步一顿之下,他只好重新转过身来了。 在此待了这般长时间,韩丽倒也对此皇亲官的高阶修饰有了大概了解。 此官名义上共有四位官主,全都是杰丹妻的修为,官中却还有一个天青院,据说居住着皇亲官唯一的一名元英妻修饰。 而这位四官主虽然进阶杰丹妻最晚,但据说修炼功法极其特殊,神通反而是四人中最大的一位,在整个南郡都赫赫有名。 当日白鹿书院的那位鲁大先生一闻其名,也不禁未知色变。 只是这几位官主,都身份非比寻常,韩丽到现在都还没有机会见上哪一位。 既然是四官主命令,弟子自然会尽协助的。 韩丽走过去后,打量了这些男女修饰极眼后,不动声色的说道。 你能精炼材料? 修为也未免太低了些吧? 郡主这次要提炼的可是非常罕见的血丝银,要是将材料弄坏了,你担当得起吗? 这些年轻男女同样打量了一下韩丽,一见韩丽修为才练七七三四层的样子,当即大都面露轻蔑之色,其中一名一身断蓝锦袍的男子,更是不客气的说道。 那名应该就是绿秀郡主的宫庄少女,则只是抿嘴含笑,但目光闪动间显然同样有些怀疑。 血丝银,的确是很少见的材料,在下也没有实权把握可以提炼成功,要不几位另请高明如何? 韩丽面上丝毫不见动怒,反而微笑着说道。 一听韩丽这言,这几人倒是一正,一时不知如何接口了。 哼,不是说此地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炼器师吗,为何不让他出手给郡主提炼材? 另一位面容英俊的男子终于回过神来,立刻不满的说道。 为师伯现在正在忙着炼制一件重宝,已经闭关数日了,恐怕无法出来替郡主提炼材料的。 说这话的却是一名炼器店弟子,一副想解释清楚的样子。 帮我提炼材料,只要片刻功夫就可,几位师兄就不能帮忙请为老出来一下吗? 再说我即使在王府中,也就闻为大师的大名了,正亲眼想见一见呢。 那绿山女子细声细气的说道,一副大家闺秀的田径模样,让那几名炼器店弟子听了大有受宠若惊之感。 韩丽却眉稍不经意的动了一下。 此女看似客气异常,眼中的一抹脚侠之色一闪即逝,但又怎能逃出她的注意,当即韩丽心中冷笑一声后,只是沉默不语。 而那三人却被此女的几句软言细语,给迷糊得不知轻重了,其中一人受诱惑之下,竟还真答应了去通秉为姓老者一声。 韩丽不禁暗叹了口气,他没记错的话,好像这次违姓老者闭关前,可是明明白白的给他们说过了,除非真有重大知识,否则绝不要打扰他和两位帮手在地下密室中的炼制工作。 如今仅为提炼材料的事情,就去触及违老的眉头,这通秉之人不到大眉才怪了。 果然那名弟子硬着头皮走进了地火殿中,但是仅仅片刻的功夫,就一脸灰土之色的跑了出来。 郡主,为师伯现在真的无法分身,还是让韩师弟一事吧。 这名男弟子一回到众人面前后,勉强一笑地说道。 黄清官的炼气垫这般大名声,三位就不能替郡主精炼材料吗? 说这话的却是这群男女修士中,除了绿秀郡主外的另一名年轻女子。 此女年纪稍大一些,姿色只是中上,但是嘴角边的那一颗美人质,却让其凭空增添几分风情,正笑吟吟地地问道。 不瞒明珠小姐,若是炼制普通的材料,我三人自然可以出手炼制,但是像血丝银这样的珍稀材料,也只有经过为师伯专门传授材料精炼之法的韩师弟,懂得如何炼制。 我三人主要学的,是如何炼制一些常用的法器。 这三人有些尴尬地互望一眼后,那名姓高弟子也只能无奈地这般说道。 这可有点麻烦了,我等几人是随着御夫人来此的,无法在此久待,但错过这一次机会,还不知道何时才能找到会提炼血丝银的炼器师。 看来还真要麻烦这位师兄相帮了。 那位绿秀郡主明眸秋波流转后,豁然斩言轻笑地对韩丽说道。 好,只要郡主愿意冒险,韩某自当尽力。 韩丽平静地说道。 没关系,师兄尽管精炼就是。 若是真的炼制不成,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能说绿秀机缘味道而已,以后再寻一些就是了。 一听此话,宫庄少女微微一笑地说道。 见少女都将话说到这种地步了,韩丽点点头。 不过看了看身前这一大堆人后,他又眉头微皱地说道,在下提炼材料,可无法让这般多人一起观看的,否则,分心之下恐怕成功的几率不大。 没关系,到时候只要能让我一人在旁即可了。 其他人可以先在外面候着,或者让这三位师兄带着,参观一下炼器店其他的地方。 宫庄少女听了这话,不在意地说道。 那些跟着此女一起来的人,虽然有些不情愿的样子,但却没有谁说出反对的话语。 于是韩丽也不再多说废话,当即在前带路直奔地火殿而去。 其余之人则在少女目光示意下,不得不留在了原地。 第九百二十七章 大晋皇族 地火殿作为炼器殿最重要的建筑,面积虽然不算非常大,只有百余杖之广的样子,但却分为上中下三层。 上层是堆放材料的地方,中层是接通的火,提炼材料,炼至低阶灵气之地,而下层却已经深入的下二三十丈,专门用来借助的火池中的那一缕地火之精炼至高阶灵气。 韩丽平常提炼材料的密室,就在中层的一间密室中。 带着这位绿秀郡主,韩丽不慌不忙地走进了此间密室。 密室中显得有些杂乱,她自顾自地收拾起来了。 这里就是师兄精炼物品之地。 少女好奇地打量着不大密室中的一切,特别对密室中间的那一口大鼎,及四周地上分布八个葫芦般模样法器,尤其的感兴趣,似乎第一次见到这种提炼法器的场所。 怎么? 郡主以前都没有炼制过法器。 韩丽眉梢挑了一下,淡然地说道。 我从小就跟御仪修炼功法,哪有时间去学炼器之道? 平常只是在府中修炼罢了。 宫庄少女伸手拍了拍顶尔一下,微笑地说道。 府中修炼,难道王府是修建在灵脉之地上? 韩丽神一边整理着顶中的材料残骸,一边随意地问起。 咦? 师兄原来并不知道我的真正身份。 不会真把我当成大晋美加王爷的郡主吧? 少女正了正,突然红唇一敏地笑了起来。 在下一项孤陋寡闻,是不太清楚郡主的真正身份。 韩丽心中一动,打了个哈哈地说道。 孤陋寡闻。 嘻嘻,这太好了,我倒也不用再端什么郡主架子。 其实那位大晋皇上我根本就没见过一面,也只是和皇族有那么一点点渊源,先前一直都是跟师父在山中的洞府修行,可从未去过什么王府。 少女目中嬉笑之色一闪,整个人气质突变,从一位仪态雍容的大小姐,竟一下变成了一位古怪精灵的少女。 不是皇族。 韩丽脸上有些愕然,不知是对少女的突变而大吃一惊,还是被其所说内容大感意外。 怎么? 被吓了一跳。 其实这个郡主封号倒也不假,可是当今皇上亲自封下的。 要不是出来前,玉姨一定要我不能丢什么皇族脸面,我才懒得这般束手束脚的装扮下去呢。 结果,路上又被这些家伙缠上了,更不得不整日慢慢腾腾的说话,实在是无趣的很。 现在这里就只有韩师兄一人,总算能自在放松一下了。 师兄不会这么不识去,出去后胡言乱语吧。 少女一屁股坐在密室中唯一一张椅子上。 一歪头颅,笑嘻嘻说道。 可,一切都随郡主的便吧,我只当什么都没看见。 不过,令祖应该不是一般之人吧。 韩丽刚咳几声,算是彻底无语了。 大进四大散修,你可听说过吗? 我祖父就是其中一人。 少女丝毫隐瞒之意都没有,摇头晃脑的说道,似乎颇为自豪。 四大散修? 在下就算在孤陋寡闻,又怎会没听说过? 原来郡主是高人之后,在下真是施境。 这身份可一点都不比你那郡主身份差,想必以后一定前途无量吧。 韩丽闻听此言,脸色微变,心中真的吃惊起来了。 这四大散修他当初可从曹梦蓉口中听说过,其中既有元英后期的,也有元英中期的,但个个都神通了德,实在远非一般元英修是可比的。 嗯? 是吗? 几乎每个知道我祖父名头的人,都这般对我的,想必应该不假吧? 少女倒也不客气的接受了韩丽的恭维。 韩丽摸了摸鼻子,觉得有些头痛了。 当即不再理会少女,两手一夹诀,几道法诀打出,击在了大顶上。 顿时此顶一阵的温明,当即红光缭绕的缓缓浮起。 少女毫不掩饰自己的好奇,瞪着一对漆黑宝石般的美目,望着韩丽的举动眼也不眨一下。 把材料拿出来吧。 韩丽等道具顶彻底被激活后,一转脸都少女讲道。 给你。 先给你说好了,在外展说的话可不算数啊,那只是当着其他人面,说得客气的话而已。 师兄若真是恋坏了我好不容易找来的血丝银,你可一定要陪我的。 少女眨了眨眉目,竟如此的轻笑道。 然后一番玉手,将从腰间储物袋中,掏出一块拳头大小的东西,直接扔了过来。 银灿灿的,仿佛普通的银矿石,但其中夹杂着无数道血痕般的细丝。 看着手中的矿石,再听到少女嬉笑着说出这样的言语,韩丽心中只能翻翻白眼而已。 这种稀罕的材料,别说是练气气弟子,就是筑基气修士也不见得能弄到一块,他要真是一位练气气修士,能赔得起才怪了。 当即韩丽也不多说话,手一扬,竟手中之物扔进了顶中,又往顶中投进其他几种辅助材料后,就盘膝坐在地上。 一张浮往身上一拍,一层淡蓝色的光照从身上浮现而出,口中也传出骤雨声来。 结果地上的八个葫芦状法器,同时灵光大放,接着葫芦口红芒闪动后,突然喷出八道赤红火柱出来,正好射到了锯顶下半部。 顿时一股炙热窒息弥漫了整间密室。 就在韩丽忙着炼化血丝银的时候,在山峰顶部的一间幽静偏僻的阁楼中,却有一名神色冷冰冰的老年道姑和一名中年美妇神色凝重的说些什么。 时间差不多了吧。 为了这一次的筹划,我们皇族可是整整筹划了四百多年了。 历经七八代帝王的苦心经营,才能一丝风生都没有走漏的。 但若是失败了,没有得到那两件宝物,恐怕整个皇室会立刻招来大祸。 别看我们叶家这些年暗自隐藏了不少实力,但真和佛道等势力碰撞起来,恐怕还是不堪一击。 而儒门的那些妇儒别看看口口声声的维护皇权,但真触动了他们的利益,第一个对我们皇族出手的,恐怕也是他们了。 我总觉得,这次我们叶家是在玩火。 道姑神色沉重的说道。 姑母之言,我等怎会不知。 但这也是我们叶家彻底摆脱其他势力挟持的最佳机会了。 不要忘了,七叔祖他们是如何陨落的,还不是见我们皇室的势力稍微大一些,多出了几名元英七修士,几大势力立刻联手,明着按着对叔祖他们出手的。 事后,还只是随便找个理由就推脱掉了一切。 若不摆脱这种困境,我们皇族叶家明着在修仙界有第一世家之称,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他们几大势力妥协的牺牲品罢了。 只要那传闻是真的,真得到那两件灵宝,再加上我们叶家这些年来苦心培养的势力,就能让其他势力投鼠忌器,不敢再轻易对我们叶家之人下手了,这个险还是值得一冒的。 美副卿叹了口气,缓缓的说道。 哼,虽然修仙界早就传说通天灵宝威力之大不可思议,但我还是很难相信单凭两件宝物就可以逆转乾坤,能和几大势力平起平坐了。 我怕反而弄巧成拙,彻底激起了其他势力的窥视,招来怀避其罪的灾祸。 不要忘了,即使有了通天灵宝,这些势力背后还有那种级别的存在。 虽然不知道有多少,但只要随便走出来一个,都有灭掉我们叶家的能力。 道姑母中寒光一闪,极为忌惮的说道。 化神七的存在,在我们这一界根本就是无敌,即使三叔把他们手持通天灵宝,面对这等老怪物,估计也只能勉强自保而已。 不过此事,姑母也不用太过在意的,我们叶家早在百年前就开始暗中调查这些老怪物的存在极弱点了。 经过多方面的分析,我们估计,就算这些老怪物的寿命真的像推测的那样比元英七修饰,还能多活千余年,大进这两千年来,进阶化神七以及可能进阶化神七的修饰也没有几人的。 再加上其中还有一小部分,安然飞升灵界而去,剩下残留人界的也顶多两三人而已。 而且这些人滞留人界不走,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不但不能轻易出手和人斗法,就是出手也是尽量将修为压低在元英后期的水准。 虽然不知道具体的原因,但是如此一来,这些老怪物也并非像传闻中的那么不可战胜的。 况且,这些老怪物也多半不会为哪一势力的兴衰这种事情出手的。 中年每副眉头皱了下后,郑重的说道。 这些事情你们怎么知道的? 不要告诉我,这些全都是你们的推测之言或自己打听出来的。 历年来,不知多少修饰想弄清楚化神七修饰滞留人界的秘密和消息,但都未果,你区区百余年就能弄得如此清楚,还很自信的样子,真当我老糊涂了,好糊弄不成。 到底还有什么隐瞒没说的? 老道姑非但没洗,反而脸色骤然阴寒了下来。 但我等绝没有欺瞒姑母什么的意思。 这些消息虽然不是我们叶家本族人查出来的,但也是家族前些年新收录的一位长老口中得知的。 我们推算了一下,和其他得到的线索全部都吻合,故而说是我们叶家找出来的,倒也没有错。 美妇一见自己姑母恼怒了,连忙开口解释道。 第九百二十八章 乌风铃 长老 叶家什么时候又增添一位长老,是散修还是小宗门修士? 不会有问题吧? 道姑默然一惊,连声的追问道。 姑母尽管放心,这人并不是我们大进修士,是从天蓝草原那边过来的散修,一身神通很不错。 而且已经派人探查过其底细了,来历绝对没有问题的。 天蓝草原敌却有这样一个修士,因为得罪了天蓝圣殿,不得不逃出来避祸的。 而且家族核心的事情一直未透露给此人。 美妇却胸有成竹的说道。 哦,这还差不多。 虽然我不赞成你们的后续计划,但是既然其他长老都赞同此计划,并且也已经开始实行了,那这两件通天灵宝就一定要拿到手的。 后面的事情,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以后,你还是要多加小心,那几大势力耳目非同小可,我们的动作稍微大一些,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千万别走漏了风声。 老年道姑又嘱咐的说道。 姑母,我们恐怕已经引起了一些有心人的怀疑了。 前些日子,这几大势力派往京城的驻守修士,一下多出了许多。 美妇苦笑一声,有些无奈的说道。 元英七修士也增加了。 道姑心中一沉,脸色微变的问道。 这道没有,多出来的都是杰丹七的修士。 元英级别的道和以前一样,还是那几人驻守经理。 美妇摇了摇头。 这就行。 看来他们还只是有点怀疑,并没有真发觉什么。 三皇冠这边自从放出要炼制重宝的消息,已经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否则,你们那边肯定压力更大。 老道姑神色缓和了下来。 姑母训事得对。 不过,虽然三皇冠这边只是诱饵,但是那件灵宝仿制品若真能炼制成功,也可让我们实力大增不少。 可能的话,还是尽力将此宝炼制出来吧。 美妇想了想后,又如此的说道。 这个我心里有数的。 平山印这种可以开山列地的宝物,其仿制品也非同一般,若是炼制出来,几乎相当于凭空增加一名元英后期修士,我会竭尽全力的。 倒是你二伯他们,说是要拉拢一些散修中的高人,到底进行的如何了? 说来给我听听,老道姑话语一转,关心的问起另一件事来。 拉拢散修,许久之前就开始着手了。 四大散修中的两人都已经答应了我们皇族的供奉,另外两人则行踪飘逸,根本无法掌握行踪,就谈不上什么拉拢了。 不过,西炳山的鬼王和万妖谷的复古主雄师,道乐意我们皇族能独立出来,不再受几大势力掌控,答应到时会助我们一臂之力的。 其他对我们表示善意的小宗门还有。 下面,皇亲关的老道姑和中年美妇在阁楼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对话,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地火殿中,那位绿秀郡主睁大着双目,看着手中一块同时被荧光血芒交织笼罩的鸡蛋大银色金属,脸上满是欢喜之色。 韩师兄,想不到你真将这块血丝银精炼出来了,成分还非常高的样子。 看来那位为老还真是了得,连弟子都有这等精湛的炼气术,我可跑过好几家房式的炼气屋,那里的炼气师可都没有把握精炼出来的。 宫庄少女一边把玩着手中的材料,一边笑嘻嘻地冲含力讲道。 为师伯教授的精炼术,自然不是普通房式的炼气师可比的。 而且在下并不是为师伯的弟子,也只是暂时在炼气殿帮忙而已,时间一到还是要潜心修炼的。 现在的精炼术,只是顺势而学罢了。 韩力微微一笑,平静地说道。 这样啊,那就太可惜了。 你能将血丝银精炼出来,应该在炼气上很有天赋的。 少女闻听韩力之言,面露可惜之色。 既然帮郡主炼制完了血丝银,在下还另有要事处理,就不陪郡主了。 韩力开始收拾一下法器,打算就此告辞的样子别急。 难道本郡主长得很丑,让师兄这么急着离开? 再说,谁说本郡主只炼制这一样东西了,我还有一样材料,需要处理一下,原先不知道师兄精炼技巧如何,不敢贸然拿出来,如今自然对师兄信心十足了。 少女将血丝银一收后,笑眯眯的说道,然后一下从腰间储物袋中拿出一个持续长玉盒,直接扔给了韩力。 韩力感到头有些大了。 还有材料炼制。 郡主也太高看在下了。 凭我的修为,炼制完血丝银,就已经精疲力尽了,再精炼其他的材料,在下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韩力颠凉下玉盒,连盒子都没有打开,就一脸苦涩说道。 这样啊。 这倒也是,你的法力的确浅薄了点。 不过,这次的东西可并不用精炼的,我只是想让师兄帮我将这材料稍微处理一下,省得材料灵性大失了。 先给师兄说好哦,这个东西你看过之后,可不许再泄露给第二人知道,这可是我好不容易得到的东西,天下间,估计也没有几件的。 宫庄少女歪了歪头,净露出几分得意之色。 什么材料这么珍惜? 韩力有些惊讶,看了看手中的玉盒,好奇的随手将盒盖打开。 结果尚未看清盒中之物,一股刺目鸿芒先从盒中爆发而出,不及防之下,直晃得韩力双目一阵的眼花缭乱。 韩力大吃一惊,目中不由的蓝芒一闪,明清灵目顿时下意识的自行施展出来。 咦? 你的? 这是? 少女和韩力同时叫出了声,全都充满了诧异之色。 河中赫然是一只半尺来长的羽灵,晶莹剔透,红光闪闪,如同赤焰幻化而成一般。 浩羊鸟长灵? 不对,好像不太一样。 韩力正正的望着河中之物,口中不禁难难的说道。 什么浩羊鸟? 我这是乌凤尾巴上的长灵。 这可是祖父前些年带我去海外拜访一位大神通前辈时,我趁他灵勤睡着时偷偷拔下来的。 嘻嘻,那只笨鸟睡得死沉死沉,从始至终都没有醒过来。 对了,你的眼睛怎么回事,刚才竟会放蓝光。 真很有意思,这是一种法术吗? 少女口中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眼珠更是滴溜溜乱转,不停的瞅向韩力双目,仿佛想看出来些什么似的。 但韩力发觉不妥,早将明精灵目的神通收敛了起来,自然再看不出什么异样了。 而韩力盯着河中的羽灵,正在神石中和大眼神君交谈着。 乌凤的尾灵? 我没记错的话,这个好像是和浩羊鸟齐名的火属性灵禽,它的伪灵能代替浩羊鸟的长灵吗? 韩力郑重的问道。 乌凤在传说中可是火凤的分支之一啊。 这种灵禽竟然还能将血脉从上古时候流传下来,真是让人太吃惊了。 可惜,这两种材料还是没有办法互相代替的,不过若是稍微改动一下,也掺入这种灵语的话,倒可以让你的三雁上威力更上一层楼。 但是眼前的这根,灵性流失了大半,已经不适合做材料了。 奇怪呀,当年我游历大进的时候,怎么没听说哪个老怪物训养过此灵禽? 大眼神君先是一番称极,然后大为惋惜那问起来。 这样啊,韩力一听不能替换,自然心中大为失望。 这时,宫庄少女一脸眼巴巴之色的瞅着韩力,看来对双目为何会放蓝光的事情,真的非常感兴趣的样子。 看到少女这种表情,韩力摸了摸鼻子,心中苦笑起来。 刚才双目会放异光,其实是用一种灵水擦洗双目的缘故。 这种做法,只是可以让双目稍微清明灵澈一些,只是我等低阶修饰的小道而已,根本不足一提的。 韩力不动声色,缓缓地回道。 用灵水擦目,是什么灵水? 你这里还有吗? 能送我一瓶吗? 少女文言精神一阵,兴奋地问道。 这种灵水都是当场配置才有效的。 我当年得到的早已擦拭完了,恐怕让郡主失望了。 韩力面露遗憾地说道。 韩师兄,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不会看我年轻,故意拿虚言哄我吧? 少女眨了眨了眉目,把嘴巴一撇,一脸不信的样子。 韩某句句事实,怎敢欺骗郡主? 不过我倒有令一样东西,也许郡主会感兴趣的。 韩力干笑一声,才慢悠悠地说道。 什么交易? 不是你看上了我这根乌凤铃了吧? 少女听了韩力之言一正,接着想起了什么,轻笑了起来, 目中闪过脚霞的眼神。 绿袖郡主说笑了。 这等天才地宝,岂是我区区一个炼气七修士敢妄想的, 在下只想向郡主求证一件事情,需要郡主帮在下确认一下。 韩力将盒盖重新盖上后,苦笑地说道。 求证事情。 那很简单,也不用做什么交易,你再帮我把这根乌凤铃处理好了,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就是了。 只要我知道的,肯定回答你。 少女轻笑起来,一摆手,大胆方方地说道。 好,就这样说定了。 韩力烧沉吟一下,点了点头。 第九百二十九章 风云乍起 一个时辰后,宫庄少女一态万千的从地火殿中走出来时,随其一起来的那些男女,早就在殿外等的有些急了。 那三名炼气垫弟子,也老老实实的始终坐陪一旁,这些男女修士个个都来历非凡,实在不是他们这些低阶修士敢怠慢分毫的。 一见少女绰约的走出来时,顿时这些年轻男子一拥而上的围了过去。 郡主,怎么样? 血丝银没被那家伙弄坏吧? 这些人个个热情之极的问道。 没事,多谢诸位师兄的关心。 韩师兄已经帮我精炼好了材料,中间并未出什么差错。 少女一幅额前的一缕青丝,雍容华贵的微笑道,哪还有丝毫和韩力在一起时的野丫头形象。 正从地火殿中也走出来的韩力,看到这一幕,不禁嘴角抽搐一下。 嘿嘿。 韩小子,你也真够狡诈的,竟然拐弯抹角的从这么一个小女孩口中套出了乌凤灵的出处。 怎么?你还真想去那里打那岛主的乌凤主义? 当然,既然知道能加强三艳上威力的方法,自然要尽力一试了。 花费了诸多珍惜材料和心血,威力还不能令人满意的话,岂不白忙活了一场? 毕竟普通的古堡对付元英中后期修士,实在没有多大的威力了。 走吧,他们滞留皇亲关的几日,我就在密室中待着就是了,省得被这些家伙骚扰,耽误了自己的修炼。 韩力淡淡的说地,然后人无声无息的溜出了地火殿,往自己的住处而去。 下面两日,那宫庄少女又偷偷来找韩力一次,还想让其精炼什么东西,但韩力早已挂出闭门修炼的牌子,并打开了门口的一个简单尽致,让子女撅着嘴巴的在其住处外转了一圈后,不得兴兴的离去。 两日一过,这些年轻男女终于随那名美妇离开了皇亲关,炼器店重新回复了正常。 韩力偶尔出来精炼下材料,准时完成每月任务外,其余时间都专心修炼名王爵。 时间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了,由于韩力每次都能按时完成精炼任务,让那伟老对其越发器重起来了。 中途甚至又抽出时间,给韩力讲解了一些有关材料精炼的特殊手法,然后渐渐将一些珍惜的材料,也交给韩力炼制起来了。 韩力见此,仍不动声色的的月月将这些任务按时完成,一次也没有拖延过,这让伟老有些惊讶起来了,终于认可了韩力在炼器上的天赋,自然将更多的东西, 时不时的传授给韩力。 同时开始将手中正在炼制东西,所需材料的不太重要部分,也交给韩力处理了。 结果没多久,韩力惊讶的现,交给其炼制的净全部都是罕见的土属性材料,这让他心中不禁有些愕然。 毕竟除了一味追求以利取胜的少数几种宝物外,含有什么法器法宝全部都用土属性材料炼制的。 不过,这一切都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他还是风雨无阻的按照原定计划,一点点修炼第二层的明王爵,并隐隐感到了自己身体的惊人变化。 就在这时,山外的干家突然派人给他送来了一条消息,说是送其入山的那位严姓儒生突然生了一场大病,竟然因病过世了。 大病? 当日光看过其身体,并没有什么隐疾在身的。 韩力守到此消息的时候,大感意外的自语了这么一句。 同时联想到,最近皇亲关中多次出现陌生修士,用神石悄悄扫视关内情形的事情发生,隐隐一副山羽欲来的样子。 这里绝不能久待下去。 否则还不知被卷入什么大麻烦中。 韩力凭借自己的丰富经验,立刻就做出了这番决断。 顿时在剩下的时间里,韩力修炼明王爵越发的用心了。 一年多后,皇亲关出现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一名炼气期外事弟子突然莫名其妙的在关中失踪了,这顿时惊动了关中的几位高阶修士,甚至连那位元英七的老道姑听闻了此事,也亲自过问了起来。 这么一名低阶弟子的不见,相对关中数千弟子来说,原本是鸡毛蒜皮大的一件小事,但偏偏这名弟子是炼气店中一名能为关中正炼制的东西,提供一定助力的弟子,这就难怪惊动了这般多的皇亲关高层了。 如今,在当日老道姑曾经和那名玉姓美妇商谈的阁楼中,老道姑坐在中间的一把太师椅上,旁边则站着另外两名一身黄袍的道姑,一名四十余岁,一名则二十七八的模样。 怎么回事,我们皇亲关禁制重重,竟让一名弟子,神不知鬼不觉的凭空不见了。 你们两个有什么话说吗? 老道姑面色阴沉,冷冷的问道。 启禀师伯,我已经探查过来门内的所有禁制,结果全部完好无损,不像有遭外敌入侵过的迹象。 看来要不来的是阵法大家,要不就是那名弟子自行离去的。 中年道姑迟疑了一下,恭敬的回道。 阵法大家? 我们皇亲关的护官大阵,就是大晋的那几名阵法宗师到此,也无法一夜之间就从外面破掉的。 不过若是从里面离去的话,倒并不是多难的事情。 那名弟子叫什么名字,有何来历吗? 老道姑眉头一皱后,想起什么的问道。 这名弟子叫韩丽,是华联师侄两年前从白鹿书院,将一名正要拜师的散修带回关中的。 年轻的道姑似乎打听过相关的消息,急忙的回道。 韩丽? 这名字怎么和叶家刚刚招收的那名长老的名会一模一样? 老道姑默然一呆,吃惊的说道。 是的。 师侄刚刚听到这弟子名字时,也是愣了一下。 不过两多半是巧合吧。 毕竟一名是猿鹰妻,一名是炼气妻,怎么也不大可能扯上关系的。 年轻道姑分析说道。 巧合。 这世间虽然巧合得是极多,但是偏偏在我们炼制那东西关键时期有人失踪了,而且失踪的人还凑巧和族内新加入长老同名同姓。 不管是不是真是凑巧,此事都必须好好查清楚。 派人人给京内送信,问问族内那位韩长老和这位韩丽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瓜葛吗? 另外,先将华莲娜丫头叫来,我要亲自问问这名弟子被带回本官的过程,看看是不是白鹿书院给我们下了什么圈套。 还有,炼气垫的进度一刻都不能停,我们负责炼制的东西,一定要在三年内炼制完毕,这才不能误了大事。 老道姑面无表情,口中发出了一个接一个的命令。 是,师叔。 遵命。 其他两人口中连连秤势,随后告辞,下去布置这些事情去了。 老道姑一见二人离开了阁楼,这才长叹了一口气,身子向后一仰,缓缓闭上了双目。 三个月后,一周最大的太兴房市,有一名年轻人,用三万零十的高价买走了房市某商铺摆放了近百年,都无人问津的一块不知名矿石。 五个月后,樊骏著名的樊川交易会上,一位蒙面修士用十五万零十的高价,拍走了三块火西木。 半年后,丰州开龙府,当地一家教明建宗的中等宗门中生失窃之士,宗门内收藏的一只铁角西的灵角,突然间不翼而飞。 八个月,屈骏第一世家中的宗平世家,有一名面目奇丑的原因中期大汉突然找上门来,用一株千年灵草和一枚七级妖兽灵丹交换其家族收藏的五光木。 结果宗平世家家主不从,并请出了族内的两大元英长老,一起出手对付此人。 结果被这名元英中期修士,用大神通轻易将这两名长老化为了两块聚兵。 宗家家主大吃一惊,无奈之下,只好忍痛交出来五光木。 结果那名丑陋大汉,接过此幕,狂笑几声,就扔下来一株灵草和一枚妖丹扬长而去。 宗家的两位长老费了好大功夫才被破冰救出,虽然没有性命之忧,但也元气大损了不少。 九个月后 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大晋南部频繁出现年轻人,猛面修士,丑陋大汉三人的行迹,他们四处搜刮各种珍稀材料,其中年轻人专买那些无人知晓的古怪材料,而猛面修士则屡屡在拍卖场大大的出手,仿佛手中的零食无穷无尽,丑陋大汉则毫不客气的找上各地的世家和一些小宗门头上,强行用灵药腰单换取他们收藏的各种罕见的天才地宝。 当然其中也穿插着,一些中大型的宗门门内库房中的某些东西,诡异的一夜之间不见了踪影。 前两人倒还罢了,年轻人和蒙面修士,除了个别有心人外,并无人注意到什么。 后面的蒙面大汉的强买强患和各修仙宗门头上频繁发生的库房失窃之事,却顿时震动了大进整个南部的修仙界。 不但失窃的各修仙宗门大怒之下,纷纷派出门下弟子,四下搜寻这位神通广大的神秘盗贼,而那些被丑陋大汉抢买宝物的大小世家,他们背后支持的修仙宗派同样懊恼之急的派出人手,遍布各处的到处搜寻这位胆大妄为的丑陋大汉。 第九百三十章 岳阳宫 龙州是位于大进中西部交界处的一个大州,州内高山郡岭,瘴气毒蛇众多,故而以盛产各种毒虫灵兽著称。 而和其他州郡大不同的是,这偌大的一州,却仅仅由正道赫赫有名的岳阳宫和十大魔宗中魔木宗把持着,州外的势力根本无法插手龙州内的一切。 而州内本土的其他修仙势力又都是微不足道的小宗小派,更无法对这两家超级宗门构成什么威胁,并且不得不分别投入这两家势力之下,以求庇护。 整个龙州完全被这两家纳入掌控之中,形成东西两强并力的局面。 而岳阳宫位于西川府境内的天月山脉中,此山脉方圆十余万里全都是连绵无边的荒山野岭,岳阳宫就坐落在山脉中心的一座较南天峰的飓风上。 而多达数万的岳阳宫弟子,遍布四周大大小小的山头上,将天月山脉中心处经营的如同铜墙铁壁一般,不要说根本没有什么修士敢打岳阳宫的主意,就是偶尔有胆大包天者,也根本无法通过南天峰丛里向外布置的十三层进段大阵形成的可怕尽致。 但这一日,一对岳阳宫弟子,刚刚从山脉边缘处一座无人山头上玉器掠过时,原本空无一人的山顶上突然轻光闪动,接着一名青山青年双手倒背的站在一块巨石上,朝着这些岳阳宫弟子远去的背影默默的看着,脸上面无表情,正是韩丽奇人。 韩小子,你真的要对岳阳宫下手了?我可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岳阳宫即使在正道十大宗门中,也足可排进前五之列,可不是轻易能招惹的。 大眼神军在神识中传音的说。 我自然知道此事,可是三燕扇所有的材料,我们明的暗的都凑得七七八八了,现在只差浩阳鸟的长陵和赤火胶的鳞片。 赤火胶还好,我们已经从房市得到消息,大进东部的海边出现了几条厉害恶胶上岸吞噬修氏,里面好像就有一只是红胶,就算不是赤火胶也是其他火属性的胶类,可以过去碰碰运气的。 而浩阳鸟,我们已经打停了整个南部的房市,只有岳阳宫这一家豢养了此种灵禽,不到此地来又能到何处去? 岳阳宫纵然难惹,也只有硬着头皮上了。 韩丽淡淡的说道。 我又不是不让你躲着岳阳宫,你干嘛不找上门去直接讨要,非得暗中下手吗? 以你现在的元英中期修为,再拿出几件珍稀宝物来,对方说不定会卖你一个面子呢? 大眼神君黑黑一笑地说道。 前辈不要说笑了,交换也要在双方实力差不多的时候才能进行,在下只是一名元英中期修士,岳阳宫有元英后期的大修士坐镇,怎会将晚辈这点修为看在眼中? 而且岳阳宫明显将两只浩羊鸟荡成宗门的传承灵琴,更不会让我等摘取羽灵,导致此鸟修为大损的。 而我拿出交换的宝物价值太低,岳阳宫肯定看不进眼中的,拿出的东西过于稀有,恐怕又会引得岳阳宫杀人夺宝之心大起。 我一个外来的散修,又在对方势力范围,岳阳宫可不用顾及什么的,我也没兴趣将自己的安危寄托于对方一念之间。 若是有元英后期的修为,我说不定真会找前辈之言一事的。 寒厉冷笑一声,如此的道。 你说的也有理。 不过,你已经在山脉边缘处四处逗留了十余日了,难道就这样静等那号羊鸟自行飞出来不成? 而且看你的举动,在找什么地方试的,到底在打什么鬼主意? 大眼神军默然了一会儿后,不得不承认寒厉之言有些道理,但又对寒厉最近的举动有些好奇起来。 没什么,只是在找合适的地方不陷阱罢了。 寒厉目光闪动间,微微一笑的说道。 不陷阱? 我就知道你既然敢打岳阳宫的主意,肯定有些鬼门道的,先说来听听。 大眼神军轻笑了起来。 呵呵,等晚辈找了合适的地方,前辈就会知道详情的。 倒是岳阳宫有一大一小两只浩羊鸟,哪一只更适合下手。 寒厉瞅了一眼山脉中心处方向,难难的说道。 这还用说吗? 大的那只浩羊鸟听说有妖兽八级的修为,你觉得短时间内能收拾掉吗? 大眼神军不以为然的说道。 这倒也是,要不是他们这种上古灵秦灵智开启极难,在人界根本无法化形成人,又怎会甘心受岳阳宫驱使。 我可没把握对付这种大神通的灵秦,至于小的听说稍弱一些,只有七级的水准,对付起来应该没问题吧。 韩力沉吟一下,点点头的赞同道。 不过若是用八级浩羊鸟长灵炼制三燕扇,威力肯定更大一些。 大眼神军有些惋惜起来。 算了,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事情。 对付八级浩羊不是一点机会没有,只是风险太大,稍微耽搁下时间,恐怕就惊动了岳阳宫的重修士,我可不想重演天蓝草原的被人追杀重伤的一幕。 还是对付那只小浩羊鸟更稳妥一些。 韩力尧摇头的讲道。 嗯,你讲的也不错。 不过这两只浩羊鸟无论大小,大半时间都是待在岳阳宫中,偶尔才会出来在岳阳宫外百里内活动一下,轻易不会离开山脉中心处的,要想的手,下面还要看你手段如何了。 大眼神军低声一笑,有些期待的说道。 这个放心。 先前用梦引述,已经从一名岳阳宫弟子口中套出了浩羊鸟的出宫规律。 岳阳宫的人为了怕两只灵禽待在一起,不好管束,特意将两只灵禽每月错开时间放出去透风,这就是我们的机会了。 韩力冷笑一声,胸有成竹的说。 既然你知道其中的轻重,就不用老夫再指点什么了。 不过可千万别耽搁了进京的交易会,我的傀儡还缺几种材料,应该在那里可以找到的。 大眼神军想起了什么,叮嘱地说道。 进京拍卖会作为大进三大拍卖会之一,十年才一次,我自然不会错过的。 此间事情一了,我们就赶到进京,然后再去大进东部去找那几只恶骄去。 韩力心中早就计划好一切,从容得道。 这就行。 不过话说回来,你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还真让老夫刮目相看。 老夫原以为你要收集如此多材料,最起码也要三四年时间,没想到你双管齐下,连鸣抢按夺的手段都毫不欲的用出来了,短短一年时间就将所需材料都收集的差不多了。 嘖嘖,这种杀伐决断可真是老夫没有想到的事情。 大神军忍不住的撑其道,但声音中带着笑意,明显对韩力的做法大为满意。 晚辈也想慢慢用稳妥方法搜寻材料的,但是时间不等人。 前辈元神虽然有养魂目滋养着,但明显比以前虚弱多了,晚辈若想亲眼见到前辈的元英级傀儡,只有抓紧时间了。 韩力神色一动,声音停顿了片刻后,才平静的说道。 你也算是有心了。 我也知道瞒不过你的神识,顶多再坚持三四年吧,我的元神就真要溃散了。 不过看你收集材料的速度,在我轮回前将这傀儡炼制出来,倒是大有希望的事情。 大眼神军苦笑一声后,无奈的说道。 前辈自从和晚辈相遇之后,前前后后帮了晚辈多次,韩某并不是寡情薄义之辈,这些一直都铭记在心的。 前辈心愿,在下一定会尽力住前辈达成的。 韩力长吐了一口气,郑重的说道。 可,其实我帮你也只是自保而已,毕竟我若是落在了外人手中,恐怕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的。 大眼神军也有些感慨的说句大实话。 韩力笑了笑,当即人身形一晃,青光闪动间。 整个人就迎风化为无形,再次隐匿起了身形。 两日后,韩力出现在了另一座不大的小山谷中。 此山谷被大片桃林覆盖,到处粉红一片,桃花遍地,竟是一处景色秀丽之地。 韩力身形漂浮在山谷上空,观察着谷内的一切,又将神石放出将附近百里都扫视了一遍,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之色。 不错,这地方位置很偏僻,附近也没有任何一名岳阳宫修士,山谷也很适合布置法镇。 就是这里了。 韩力喃喃的自语几声,人就化为一道青红在桃林中心处落了下来。 韩力二话不说,立刻在山谷中忙碌了起来。 一口气光是各种法镇就用阵齐阵盘布置下了七八套之多,而且大多都是那种阻断气息,隔绝灵气之类的禁制法镇,真正那种可以起到困敌效用的法镇,倒只有两三座而已。 另外还在这些法镇之上,又单独布置下一套幻阵,将桃林的真实情形掩盖了大半。 大眼神君看到眼内自然好奇,总算强忍着没问,继续冷眼旁观下去。 布置好了这一切后,韩力却没有马上行动什么,而是在桃林中心处盘膝坐下,入定起来。 第九百三十一章号杨鸟 第三日傍晚时分,一直入定打坐的韩力终于睁开了双目。 他抬手看了看有黑的天色,手掌一翻,一块月光石出现在了手中。 将此石往空中一抛,一片乳白色荧光洒下,将附近桃林照应的光明大放。 韩力默不作声的起身,再摸出一块树尺大小的红珊瑚出来,往一棵桃树下一放,接着又掏出一个玉盒,并打开了盒盖,露出了一株丹精十三叶的寸许大灵草出来。 此灵草白蒙蒙的,散发着淡淡的霞光,正是他不知道催生多少次的霓裳草。 这就是你准备的手段。 等韩力将霓裳草移植在了珊瑚上,一头雾水的大眼神君还是忍不住的开口了。 他虽然见过韩力用这种灵草喂养式金虫,效果非常的不可思议,但现在拿出瓷草来,还是让他大为的疑惑。 韩力听到此问,倾笑一声,其实瓷草还有个别名,叫做幼妖草,不用再说什么,前辈也应该明白晚辈的用意了吧。 幼妖草? 难道你想,大眼神君的声音有些恍然起来? 不错,六日后就是那只小号羊鸟,被放出来透气的时候。 到时,嘿嘿,韩力冷笑一声。 方楚是岳阳宫的一名铸鸡中期修士,这种等级修士,在整个岳阳宫没有一千也有八百的,按理说应该是宫内一名无足轻重的人物。 但实际上恰恰相反的是,不要说其他铸鸡期修士,就是一些杰丹期师舒适伯,见了方楚个个都客客气气的,丝毫没有视其为晚辈的样子。 宫内有什么好处下来时,方楚他也是铸鸡期弟子中第一个得到的。 这些都让方楚在岳阳宫中混得极为不错,不过他心中得意之余,却知道带给其这一切的,只不过是其担任的直私所致。 他恰好是门内专门负责照看较小一只号羊鸟的修士。 之所以会选中他,是因为他天生就有一些通晓秦类灵鸟言语的特殊能力,别人无法替代,否则依照浩羊鸟的珍惜程度,怎么也轮不到他负责照看。 毕竟所谓的照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驱使此灵秦,这自然非同小可了。 他负责的灵秦修为较浅,但也可以稳胜结当后期的修士,直追猿英级的存在,这就难怪其他修士对方楚大为忌惮了。 专门照看灵秦,已经有三十余年了,方楚倒一直顺手的狠,唯一的麻烦就是,无论修炼打坐,他都不得不和灵鸟整日的待在一起,甚至连让子灵秦出去透气,自行飞动的极短半日时光,他都不得不中断自己的修炼,暗中远远追随着,以防出了什么意外。 不过,对此方楚倒是一点都不担心的。 十万里的天月山脉全都是岳阳宫的控制范围,又会出什么事情? 心中这样悠然想着,这一日,方楚跟着一大早飞出了鸟舍的浩羊鸟,远远在后面跟着。 这只浩羊鸟体型不算大,有丈许大的样子,但是其尾部的树根长灵就占据了一大半长度。 远远看去,此鸟犹如一只火红的巨孔雀,但世上,又有那只孔雀会有这等火红艳丽的羽灵。 灵秦明显有些兴奋,一出了岳阳宫禁之后,就煽动火红的翅膀在空中不停的盘旋飞舞,丝毫没有发现后面还跟着一人。 若是用普通的方法,方楚自然无法瞒过浩羊鸟的神识,但是在出来前,他就早已在身上贴了一张宫中特意为其炼制的脸西服,故而即使他修为浅薄,仍然大可放心的不被浩羊鸟发现。 如今看着此鸟口中发出清明的样子,方楚会心的一笑。 和这灵秦相处久了,他自然明白浩羊鸟此刻正处于极度愉悦之中,看来今天外出一趟,又可让此鸟安安稳稳的待足下半个月了。 就这样,浩羊鸟在岳阳宫在上空不慌不忙的盘旋了好大一会儿,然后才方向一变,开始向外围飞去。 方楚丝毫不以为意,按照此鸟习惯,会围着岳阳宫,在方圆百里范围内兜上一个大大圈子,才会满意的飞回宫内,故而也从容的慢慢跟了上去。 但是这一次,他随着此鸟才飞行了三十余里地,意外就发生了。 原本性高采烈的浩羊鸟,突然双翅一顿,接着口中鸣声一变,尖锐凄立起来。 后面的方楚一听此鸟鸣,未知一正,尚未明白怎么回事时,就见浩羊鸟击斩双翅,身上猛然冒出数尺长的赤红火焰,方向一变地破空而走。 几个闪动后,就化为一颗巨大火球射出了数百余杖外。 这一幕让方楚吃了一惊,随即吓得魂飞天外,他醒悟过来后,急忙从身上掏出一块玉牌,拼命地往其中注入灵力,口中同时发出一种类似鸟鸟鸣的古怪叫声,想要将浩羊鸟召唤而回。 但是远处火光中的浩羊鸟仿佛听到了召唤,但是身形略迟疑一下后,嘴中发出几声更加过躁的叫声,就头也不回地从天边消失不见了。 方楚见此,脸色瞬间苍白无比起来了,直直地浮在空中,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但是片刻后,他想起了什么,豁然从储物袋中掏出一枚传音符,慌里慌张地对着浮露大声叫了几句什么,就不加思索地将浮露往空中一抛,顿时化为一道火光直往越阳宫方向击射而去。 而他自己则一咬牙,紧握了下手中玉牌,往浩羊鸟消失方向玉器追了过去。 不管是否真能追到,他都不能就这样在这里干等下去,否则被几位师祖遇见了,非得重罚不可。 就在方楚奋起脊椎时,天月山脉其他有灵兽的地方,也同时一阵的大乱。 在山脉北部,几名岳阳宫低阶弟子正拼命用银丝绳勒住身下一头突就般的巨大怪鸟,以强行控制这些低阶灵秦突然改变方向的失控举动。 不一会儿,人人都累得满头大汉,可身下灵秦仍暴躁之急的拼命掉头,想向某一方向冲去的样子。 山脉边缘处的某一座隐秘树洞内,一名身着黄绿服饰,犹如枯木般的蒙面修饰,正用一只绿光闪闪的大手死死按住一只齿许长的乌黑蜘蛛,看着眼前妖兽一副呲牙咧嘴的暴怒样子,此人目中闪过惊疑不定的神色。 南天风,岳阳宫,一处被禁至遮掩的密殿中,一名身着紫袍的白发老玉,用手抚摸着身前趴扶的另一只浩羊鸟。 此鸟看起来和方楚的那只一模一样,只是体型稍大一些罢了。 而老玉清楚的感应道,手下灵秦从刚才开始就丝毫征兆没有的焦躁不安起来,要不是他接连施法,强行安抚此灵秦,此鸟非得飞出密殿去不可。 他脸带一丝古怪,不禁沉吟了起来。 方楚一路不惜法力的追下来,早就被浩羊鸟给甩得无影无踪了,只是他有那玉牌能感应此灵秦的位置,故而在天月山脉中倒不怕追丢浩羊。 但当即一路上飞驰出去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件震惊之极的事情。 只见在地下的山岭中,有一些低阶妖兽纷纷从隐藏极深的兽穴中飞奔而出,朝着浩羊鸟飞顿的相同方向,或跑或跳的拼命飞驰奔着。 短短时间内,竟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兽巢,其中不乏一些平时想在山脉中寻觅,但却变无踪迹的罕见妖兽。 而山脉中的高阶妖兽和能飞行的妖琴早就被越阳宫高阶修士一扫而光了,倒不用害怕什么。 但就是这样,兽群和浩羊鸟的突然失控,还是让方楚心中亥然,大为的不安起来。 而在数万里外的隐秘山谷中,韩丽盘西静坐在地上,身前放着种植在珊瑚上,红色霞光笼罩的霓裳草。 此草已经展开了六片灵叶草,在灵光流转下,显得神秘之极。 韩丽这时却并没有盯着霓裳草,而是双目微眯的盯着桃林外的情形,脸上毫无表情。 进至外面,已经聚集了数十几只就近跑来的低阶灵兽,他们拼命的冲击着外层进至,想要冲进桃林吞噬六叶霓草。 天月山脉中竟有如此多的低阶妖兽,实在让韩丽有点意外。 不过低阶妖兽虽多,韩丽却丝毫没有多加理会,反而闭上眼睛,将神石朝越阳弓方向仔细扫去。 照他的估算,凭借霓草草的威力,诱惑七级妖兽的效力应该最合适不过,而昊羊鸟又是灵琴,飞顿速度比一般法宝还要快得多,故而没有多长时间,就应该到此处才是。 没有多久,韩丽冷冰冰的面孔上,神色一变,漠然睁开了双目。 两手一掐绝,韩丽口中一声低哼,顿时竖道法掘打出,就将最外层的幻阵激发了起来。 一层白蒙蒙的雾气从地下浮现处,转眼间,将整片竹林半遮半掩地照在了其中。 而这时,从东西两个方向同时传来一声野兽的狂吼和一声轻吟般的鸟鸣。 一颗巨大的黄色光团和一团赤红的硕大火球,同时从两个方向飞射而来,看目标竟都是韩丽所在山谷。 见到这种情形,韩丽口中轻移了一声,面露一丝诧异。 第932章 德灵 火球中一只火鸟般的灵芹,在火光中若隐若现。 而黄色光团中,则是一只模样丑陋的皮球般妖兽,浑身满是粗糙坚硬的土黄厚皮,皱皱囊囊,仿佛披上了一层后甲。 在肥胖之极的身体中间,则挤出一个尖尖的老鼠脑袋和一根细长的尾巴,仿若一只变异的巨大妖鼠。 这是什么妖兽? 如此古怪,但也有七级左右修为。 不对,这妖兽仿佛是从山外方向飞来的。 韩力意外之余,诧异起来。 这是土甲龙,是非常稀有的一种妖兽,以防御和擅长寻找天才帝宝而著称,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好事。 大眼神君却惊喜的说道。 是此灵兽。 我说怎么看起来有些印象的样子。 韩力有些恍然了。 而就在韩力说话的瞬间,两只妖兽一前一后的向山谷中白雾猛扑而下,目标正是下方的霓裳草。 经过一番遭遇后,韩力手掌一番,一个绿蒙蒙的震盘出现在了手中,飞快一掌拍下,震盘灵光大放,最外层的几道禁制同时一闪,竟将最先扎下的浩羊鸟瞬间放进了禁制中。 但等到黄色光团中的土甲龙也焦急的尾随而下时,树道禁制再次浮现而出,将此兽一时间挡在了法阵外面。 土甲龙自然惊怒交加,整个身形在黄芒闪烁间狂掌至了七八丈之巨,手脚头尾全收进了身体中。 身体表面还现出了一层层灰白色的石甲,化为一颗滚圆的肉弹,狠狠像那些禁制撞去。 砰的一声巨响,只是一击,就击破了最外层的两道禁制,然后黄芒盾了一下,又向剩余禁制砸去。 就这片刻当个,韩力却有足够时间,将那只浩羊鸟置住了。 只见此鸟一冲过禁制后,挥动双翅击下,一团团的赤红火焰四下飞溅,将下面的雾气驱散大半,露出雾气下的粉红色艳丽桃林。 此鸟灵幕一闪下,更是一眼看到了站在桃树下的韩力,即红珊瑚上散发着奇异气味的霓裳草。 此鸟素日灵制尚未大开,但韩力毫无掩饰的原因终其修为,却让此灵琴下意识的心中畏惧,竟在低空一个盘旋后,没敢直接落下,但是那霓裳草诱惑力实在太大,此鸟更加舍不得就此离去。 但此鸟这一迟一下,韩力却面无表情的一仰手,一道黑服脱手射出。 乌光闪动下,玉符净化为一只黑红鬼爪,向浩羊鸟一把抓去。 浩羊鸟大吃一惊,不及多响的双翅一动,三十几颗拳头大火球从翅上击射出去,击向鬼爪。 一阵爆裂声传来,黑芒赤焰交织闪烁一团,竟一时将那鬼爪击得不能进前。 看到这一幕,韩力口中轻移一声,但两手一掐绝,背后银翅漠然亮出。 一声雷鸣后,韩力在原地消失的无影无踪,下一刻,荧光闪动下身影就浮现在了雌鸟头顶数丈高的地方,面色阴冷的两手一搓,在同时五指一扬,两道粗大金弧从手心处弹射而出,爆裂开来,化为一张巨大电网迎头照下。 浩羊鸟正全心对抗对面的黑色鬼爪,出其不意之下,一下被金色电网罩在了其内。 此鸟顿时惊慌了起来,一抖身子,部分火雨自行脱落而下,化为密密麻麻的鸿芒,充电网击射而去。 顿时网中爆裂之声,轰隆隆的响个不停。 而韩力幕中韩光一闪,手腕一抖,口吐出一个收字。 电弧组成的大网,狂闪击下,丝毫不惧火盲攻击的骤然收缩起来。 金光大放中,拼命抵抗的浩羊鸟瞬间被拇指粗细金弧,捆腹的结结实实,再也无法动弹分毫了,只能口中发出凄厉的鸣叫。 韩力面上喜色闪过,就在这时,忽然间头顶上空轰的一声巨响传来。 神色一动,韩力漠然抬手,只见头顶上的最后一层进制已被那只土甲龙击成了粉碎。 这些用阵骑盘匆忙布置出来的进制,相对七级妖兽来说实在是太单薄了一点。 不过当这只从巨大石弹重新化为了圆形的土甲龙,一冲入白雾,看到桃林上空被粗大金狐团团捆住的浩羊鸟和韩力时,一对碧绿的小眼珠滴溜溜的转动不停,露出一副拟人化的吃惊表情。 韩力见此心中一动,这土甲龙的灵质似乎极高啊。 这时,土甲龙目光在地面上的霓裳草上面一扫过后,目中露出一丝狡诈,突然身上黄光一闪,往地面直坠而下。 拦住他,他会吐顿树的,一触地面就没入土中不见。 大眼神军出口提醒道。 放心,我早有安排。 见此情形,韩力却微微一笑,不慌不忙地回道。 土甲龙瞬间就到了地面处,见霓裳草四周再没有其他人,当即大喜地一扑而上,就要一口将此草吞下。 但就在这刹那间,霓裳草四周的地面下扑扑之声联响,十二道晶莹寒气丝毫征兆没有地喷射而出。 那土甲龙身在空中,又是近在咫尺,不及防之下根本无处而躲,立刻被寒气冰封了起来,化为一块白花花的冰雕。 随即地面下白光闪动,一下冒出十二条半尺大的雪白蜈蚣出来,仰手摆尾,口中寒气丝毫不停地喷吐着。 原来你将六翼双弓布置到了地下,我倒白担心了一场。 大眼神军眼见土甲龙被制住,惊叫了起来。 土甲龙纵然皮操肉后,面对十二只六翼双弓的寒气喷吐,却无法凭借身体强横来抵挡的,偷袭之下制住,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我原本为了以防万一,才不知下的这一手,没想到道让这土甲龙撞上了。 韩丽淡然地说道。 下面身形一晃,韩丽就到了浩羊鸟身后,目光在其尾部的几根长铃上一扫后,竟冲眼前灵琴笑了起来,我知道,你灵质虽然还不高,但是一些人言还是能听懂的。 我也无意伤你,但你尾部上的火灵是自行脱落下来,还是让我动手拔去。 韩丽竟如此地说道。 网中浩羊鸟果然听得懂人言,韩丽此画方一出口,此鸟顿时身形一抖,目中露出惊怒不甘的神色,口中鸣叫声更加的尖利。 韩丽脸色一沉,冷哼一声,不再多说什么的单手一抬,一层青灵光包裹住了整只手掌,就要向此鸟尾部探去。 浩羊鸟目中终于闪过惧怕之色,无奈之下尾部的几根长铃一抖,红光闪过后,尽数脱落而下。 毕竟这些长铃可和体内晶圆血脉相通的,若是强行除去,身体受到的伤害可不清,自行主动脱落下来,虽然同样晶圆亏损不少,却可避免肉身的伤害。 青光一闪,韩丽大喜,单手一捞之下,立刻将这几根火红长铃抓在了手中。 另一只手掌一翻,一个早已准备好的玉盒浮现出来。 飞快地将长铃放入了盒中,并在盒盖上贴上几道符露,韩丽这才小心地将玉盒收进了储物袋中。 做完这一切后,韩丽反手轻飘飘一掌轻拍在浩羊鸟的头颅上,一股灵力威冲之下,浩羊鸟当即翻身昏迷过去。 韩丽笑了一笑,目光转动间,望向了下面被冰封起来的土甲龙。 这只妖兽虽然被后兵禁止住了,但在冰中似乎还能保持神志清醒,韩丽一眼望过去时,此妖兽的一对小眼正好对上了其目光,正露出了惧怕之极的神色。 韩丽化为一道青红飞射而下。 一刻钟后,一道刺目金红如同天外雷电,一闪即逝地到了山谷上空。 一个盘旋后,金红光滑一脸,那名在岳阳宫秘殿中的紫陶老玉出现在了空中,在其身旁站着大气也不敢喘一下的另一人,正是方楚。 而此时,桃林内早已尽至全无,人去镂空,只有那只变成突围击式的昊羊鸟,被抛在一棵桃树下,仍然昏迷不醒的样子。 看到昊羊鸟这般情形,老玉心中一惊,随即用神识一扫过去,发现此灵禽虽然尾灵尽丢,元气受了损伤,但其他方面并未受到伤害,这才心中一宽。 但目光在昊羊鸟难看的尾部多看了一眼后,心中却又愈怒顿生。 你看看灵鸟情况,先将它唤醒再说。 老玉面色阴沉的吩咐道。 一旁的方楚文言,不敢怠慢的连连秤势,急忙玉气而下。 若不是他在中途被岳阳宫的这位老祖宗追上,并一同捎带而来,平起玉气速度,现在还无法到此处呢。 这时,老玉向左右看来一眼,想了想后,闭上双目,缓缓放开了神石。 开始搜寻那胆大妄为之人了。 结果片刻后,他忽然面色一变,似乎有了什么线索,口中急忙冲下方吩咐了几句后,人就化为一道惊鸿匆匆离去。 片刻后,他到了数百里外的一处高空中,拦住一名正要离开山脉的古怪模样修士。 我倒是谁? 原来是摩木宗的马道友。 道友不在门内静修打坐,来我们天月山脉偷偷摸摸做什么? 刚才的妖兽骚动,是阁下引起的吗? 老玉用怀疑的目光盯着对方,冷冷的质问道。 而对面却是一名身穿黄绿长袍的蒙面修士,一对裸露的眼珠竟犯着飞人的金芒,显得诡异非常。 第九百三十三章暗流 嘿嘿! 孙道友倒是来得够快,可惜找错人了。 在下只是追寻一只妖兽,才悟到来到贵山脉的。 刚才低阶妖兽的骚动,在下也目睹了,同样想找出这人。 蒙面修士干笑几声,大为忌惮的说道。 哼! 追寻妖兽! 马道友当老身年老糊涂不成,你一位元英中期的修士,又以顿数文明大尽,会让什么妖兽跑到我们天月山脉来? 况且我也已搜查方圆树百里的一切,除了道友外,我倒还真未找到其他有能力做此事的修士。 老玉面上泛起一层紫光,森然的说道。 出了何事? 难道刚才妖兽骚动让月阳宫受了什么损失? 我敬你是元英后期修士,才如此客气的,但道友响应栽赃马某不成。 我虽然不是你对手,但是宗内知道我入天月山脉的弟子,可不是一个两个。 况且,马某拼死一搏的话,也并非没有还手之力,除非道友存心想再次挑起正魔大战。 蒙面修士眼中金光一亮,一反刚才的畏惧,竟有些强硬起来。 见蒙面修士此举动,老玉双目微眯了下来。 真不是你做的。 半晌后,他冷声问道。 孙道友若是觉得需要,马某可对心魔发誓。 在下从刚才到现在,根本还不知贵宫出了何事。 蒙面修士一听对方此言,心中一松,同样放低了些姿态,大有能虚能伸之意。 道友也无须发什么毒誓,应该真不是道友所为。 以道友在贵宗地地位,想必也不会做出这等犹辱身份的事情。 再说,老身也没听说过马道友有召唤妖兽的神通。 不过为了一只妖兽,道兄就跑到我们天月山脉来,想必那妖兽也不同寻常吧。 能否刺教一二? 老玉神色一缓,话语也刻起了几分。 这妖兽说起来,还真是非常稀有,对马某人来说重要性恐怕不在贵宫浩羊鸟之下。 那是一只刚刚进阶七级的土甲龙,我在乡林府城的黄黎山发现的。 但此兽机灵异常,还经通土顿数,我一路追了六日六夜,才追到了此处,这才没来及向贵宫打招呼,就然闯进来的。 蒙面修士也知道不说出一些东西来,无法真正打消对方的疑心,就痛快地说出所追妖兽的情况。 七级土甲龙 那可真是罕见的一种妖兽,如此高阶的更是没听闻过,怪不得马道友心切了。 现在道友要离开的样子,莫非已经得手了? 我也只听闻过此兽的名头,还从未真正见过土甲龙,道友可否让老身开开眼界? 老玉惊讶之余,感兴趣起来。 这恐怕让马道友失望了。 就在刚才妖兽骚动的时候,在下秘术突然失效,就此失去了此兽的踪迹。 不过 不过什么? 老玉目中金光一闪。 不过,在下寻找此兽时突然见到一道青红从天上飞顿而过,非常快,却不像是桂公修士,估计刚才山脉中的异便应该和此人有关才是。 在下这才想奋起直追,想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可惜的是,这人顿光太快,在下只追了片刻就被甩得无影无踪了。 而这时却又被孙道友拦了下来。 蒙面修士苦笑一声,有些无奈地说道。 青红 这么说这人才离开没多久。 往何处顿去了? 老玉神色一动,不禁问道。 往山脉外方向去的。 以道友的神通,说不定还能追上此人呢。 蒙面修士眼珠转动几下,不动声色的说道。 多谢马道友提醒了,老申这就过去看看。 那只土甲龙既然失踪,道友也就离开此处山脉吧。 我们两家正模有别,这里也不是贵宗的神木崖,等老申再回转的时候,不希望再看见道友还滞留在山中。 老玉得到了想要的线索,立刻说出了驱逐的话语,然后人也不和蒙面修士多说什么,就骤然化为一道金红,朝山脉外积涉而去。 哼!老妖婆果然和传闻中的一样不好对付,一得到消息,竟然马上翻脸。 什么正模有别,还不是看上了土甲龙,想据为己有。 嘿嘿,没感应错的话,那只土甲龙的失踪应该也和青红有关吧。 那道顿光之快丝毫不下于原因后期修士,想追上此人,哪是这么容易的? 看他来时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似乎那人让岳阳公吃了什么大亏,这倒是个让人舒心的事情。 蒙面修士一金光远去,不见了踪影后,才冷自言自语的嘲笑几句。 随后他略意低手,目光在腰间的一只灵兽带上转了一圈后,目中竟隐隐露出了一丝喜色。 这一趟虽然没有弄到土甲龙,却是抓住一只黑血蜘蛛,总算没白跑一趟了。 那只土甲龙倒是便宜了那家伙,也不知这人用的是何方法,竟让妖兽如此的疯狂,蒙面修士露出一丝惺惺之色,随即又沉吟了起来。 不行,这人有办法引诱妖兽,此事非同小可,还需回去和牧师兄赶紧说下才行。 蒙面修士默然抬手,喃喃的嘀咕了一句,四下看了看后,随即身上绿光闪动,人就化为一道绿红,破空离去了。 而那位孙姓老玉一口气飞出去了小半日,将附近数万里之内全都用神石扫过了一遍,并未发现什么可疑之人,只好无奈之下返回了岳阳宫,随即严令门下知情弟子不要外传此事,否则其他大宗门知道了,非得成为大晋修仙界的一件笑柄不可。 好在对浩羊鸟下手之人,只是取走了火灵,并未对灵禽杀妖取丹,只要给此鸟多服些灵丹妙药,数十年内就可回复原计了。 所以这个哑巴亏,老玉也只能郁闷的藏在肚子里了。 但私下里,他却派出了门内一小部分精锐弟子,私下打听最近是否有哪个大实力或者原因级以上的老怪物需要炼制宝物,以此想顺藤摸瓜的找出下手之人。 他要找此人,除了因为灵禽之势恼怒之极,自然还想窥视那人能够招引妖兽的手段。 若是能掌握方法,此后无论杀妖取丹,还是驯化灵兽可都大大简单了起来。 当然有这种想法的并不知老玉一人,几乎同时,与岳阳公齐名的摩木宗也暗地里派出了不少弟子,到处明察暗访最近的龙舟是否有外来的高阶修士出现,面孔是否陌生。 龙舟两大势力的暗中举动,让一些自认为耳聪目明的世家宗门坠坠不安起来,纷纷暗中猜测,难道龙舟的平衡终于要打破,岳阳公和摩木宗要开战了不成。 各个小势力心慌之际,联盟的联盟,收缩收缩,整个龙舟郡的气氛一时间变得的紧张起来。 韩丽自然不知道自己的一番举动,竟然惹出了这么多事端出来,这时的她,正待在一座无名荒山的山腹中。 在一间临时开辟出的石石内,她一边打亮着手中的战利品,五根梦幻般的火焰长灵,一边和大眼神君交谈着。 最后追来的那个老妇人,应该就是岳阳公的那名元英后期的大修士了,一身修为果然不简单。 不过她的神识道只是普通而已,并没有发现练气收息的你,否则,你的麻烦可就大了。 大眼神君的心情似乎不错,竟用一种轻松的口气调侃起韩利。 嘿嘿。 大不了,到时再使用一次血影盾就是了。 我可不信,这世上还有另外一支上界圣兽分身,恰巧还让我给碰上了。 不过,我也是没办法的事情,那名老玉不知修炼的适合顿法,我速度纵然不慢,比起对方来还是稍差一筹,只能先躲藏一下了。 韩利嘿嘿一笑的说道。 这倒也是。 不过此行纵然担了些风险,但是收获还是不错的,不但得到了如此多的火灵,而且还弄到了一只罕见的土甲龙。 若是能驯服了,以后寻找什么天才地宝可是大有希望的。 大眼神君满意的说道。 话是如此说不假,但是成年妖兽无法认主,哪是这般好驯服的。 能否成功,只有看机缘了。 韩利同样心中欣喜,却知道其中的不易。 没关系,驯服成年妖兽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艰难。 特别是妖兽灵智越高,越容易屈服。 大眼神君却仿佛有这方面的经验,不以为意的说道。 哦,有这样的事情。 韩利双眉一挑,脸上露出一丝意外。 是不是,你以后就知道了。 我看这只土甲龙的灵智就相当高,应该不是太难驯服的。 希望如此吧。 不过还是先磨磨此兽的性子,以后再抽时间说此事的好。 现在却要先将这几根火灵简单处理一下,然后就去参加进京拍卖会,看看号称大进第一城的地方,到底有何等模样。 韩利若有所思的说道。 进京当年我也去过一次,虽然只是凡人的城市,却非同一般,气势非凡。 大眼神君难得的称赞道。 听前辈一说,晚辈越发的好奇了。 好在这里里进京不算太远,给我一日时间,让我处理好材料,就马上出发。 三个月的时间,绰绰有余的。 韩利平静的说道。 接着手中清光一闪,只余下了一根火灵,其余的都不见了踪影。 韩利将火灵往空中一抛,一张口,一团青鹰火将火灵罩在了漆内,引发出了火灵本身的赤红精火,顿时长灵外青内红,灵光闪动,好不艳利。 而韩利自己却盘膝闭目,双手掐绝,进入了入定中。 第九百三十四章意外预估。 一日一夜后,韩利从石室中出来,离开了山腹,直奔大进东部去。 进京,这座凡人世界的第一大城,就坐落在那里。 因为时间还早,韩利为了防止引起他人注意,只是用节单期的普通顿速,不慌不忙的一路向东而行。 不久后,韩利顺利的出了笼舟,进入相邻郡,这才将御风车取出,顿速全开的化为一团白光,破空离去。 以韩利隐隐外露的元英级修饰气息,一路上偶尔有碰见的一些低阶修饰,个个恭恭敬敬的远远避开。 元英级修饰,在大进也是普通修饰虚仰手相望的存在,自然不敢有丝毫的不敬。 一个多月后,进入了和晋京附近的金江郡时,韩利才收起了御风车,将盾速放慢,同时将身上气息收敛到了结单期水准,缓缓而行。 毕竟到了大进的腹地,高阶修仙者肯定不少,他可不想过于引人注意。 再过十余日后,进京的百里外的地方,一匹皮毛焦黄的老马拉着一辆破旧的双轮马车,在关道上徐徐行进着。 车前则坐着一名青山如生,面目普通,正是韩利。 这时他坐在车前,身子摇摇晃晃,两眼半眯,一副似睡非睡的样子,其实暗地里却正在炼化前些日子服用下的一粒雪破丸。 说起来,他从那空间裂缝出来后,这种可以增强冰寒之力的丹丸,已服用了十几粒之多。 此丹药不愧为上古灵丹的一种,韩利明显感到原先炼化的前蓝冰燕和六翼双弓的寒气,越发的精纯了。 紫罗天火中残存的一丝无法炼化的杂质,也渐渐的融合消失,让寒气威力大增了不少。 唯一有些麻烦的是,这些丹药炼化不易,丹药服用间隔几乎要三四个月才可,这让韩利有些无奈。 否则,要是每月服用一粒下去,估计紫罗天火只要百余年就会可怕到了极点,说不定可以将其修炼至传说中的冰封千里的境界。 不过就是这样下去,紫罗天火也绝不逊色于正魔两道任何最顶阶的神通,几乎还被有其他功法真正克制过。 至于韩利之所以会赶着这么一辆马车出现在此地,则是因为晋经作为凡人的都城,在大晋修仙界有这么一条没有明文的规定,在晋经千里之内的范围严禁打斗和飞行,已是对修仙者对大晋官府的一丝尊敬。 在大晋,修仙者和凡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依相存的。 不过这个规定,也只是对那些低阶修仙者而言,原因甚至自是顿法高明的结单期修士,对其置若罔闻的,可大有人在。 毕竟负责负责巡视晋经四周的,都是一些官府雇佣的散修,修为一般都不会太高,只要不被发现,或者在入京时不明目张胆的在低空飞顿即可。 而韩丽同样对此不以为然,但因为时间充足,外加上又想在路上先将这粒雪破丸链化掉,故而在数百里外,他就落下顿光,随便在一个小镇上买了匹老马,晃悠悠的上路了。 这一路上,韩丽倒也碰见了一些老老实实骑马坐车赶路的低阶修仙者。 但韩丽不想多事,身上法力一收,就如同凡人一般,这些低阶修仙者自然无法看破分毫,也没谁前去骚扰韩丽。 因为韩丽的马车并不快,这条关道上已经前前后后有七八批行人伤队,赶了过去。 韩丽则不动声色的自行骑士,现在正感受着丹田处一丝丝要力往体内经脉处徐徐散去的清凉感觉,正觉得心静如水石,忽然眉头一皱,接着车后的大道上骤然响起一阵阵狂风暴雨般的马蹄声。 韩丽神色没变,双目却睁开了,随手一拉手中将绳,老马立刻乖巧的往旁边一侧,让车子让到了关道一旁。 韩丽这才懒洋洋的回首看了一眼,只见背后关道上一条黄龙滚滚而来,里面惊奇招展,仿佛千军万马正向这里冲来。 黄龙转眼间就接近了韩丽这边,一对银盔银甲,挂刀背弓骑士的身影在陈雾中若隐若现,渐渐清晰起来。 这些骑士人人彪悍精壮,为首的是一名骑着一匹乌雅大马的锦袍中年人,腰间配着长剑,背后的一面惊奇上,书写一个陋大的王字。 而在骑士中间,还有数量用骏马拉扯的碧玉车子,一同随队急奔。 此车闪动着微弱的灵光,如此狂奔但车子纹丝不晃,仿若无物一般。 法器 韩丽见到车子时,目中闪过亚瑟。 神石略微一扫,其他车子还好,里面似乎堆放了一些死物,唯有一辆车子中隐隐有修饰的气息露出,虽然气息很弱的样子。 但是普通修仙者竟和这些军事混在一起,实在有些意外。 韩丽拉住缰绳,将车辆干脆停在了路边,好让这些军事先行通过。 这对骑士应该有三四百人左右,但从旁边经过时,却犹如刮起一阵飓风,气势惊人之极。 韩丽目光闪动击下。 这些骑士人人身带煞气,仿佛全是骁勇善战之辈,这可不是一般的守城军事啊,倒像是经常参加血战的戍边甲式。 他倒也听人说过,大劲虽然庞大无比,但是在最东南边和西北边与一些话外之地接壤,和那里的原住民经常发生凡人间的大战。 也只有这样混乱的地方,才能练出真正的铁血军事。 韩丽正思量间,一辆碧雨车从边上经过,一道目光从车窗缝隙中闪出,正好望见了一旁的韩丽,随即一声轻一声在车中响起。 韩丽似乎也感应到什么,不禁抬手望去,一对似曾相识的名谋在车窗边一跃而过。 心中微微一震,尚未想起是何人时,那对骑士就已经远去。 盯着远去的队列,韩丽沉吟了一会儿,最终还是摇了摇头,放弃了将神石伸入车中细叹的想法。 这倒不是韩丽懒得如此做,而是那几辆玉车上竟带有一些简单的隔绝尽致,要想探个究竟,就无法避免的被车中之人察觉。 而车中之人也就是炼气气修为,韩丽可并不想因为一些低阶修士,而多什么事出来。 淡然的望着前方的骑士远去后,韩丽才再次赶着马车前进。 这一次,仅仅走了十余里后,前方出现一个三岔路口,路边还有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树林,几间简陋的茶铺连接一起建在临边。 而不少车马停留在茶铺外,主人则进入在这些简陋的地方喝水浸食。 毕竟这里几乎是此方向上,到进京的唯一歇脚之处了。 大部分的路过之人都会休息片刻的。 韩丽目光随意一扫,就看到了那些银甲骑士也在下马在临边歇息着。 但几辆御车同样停留在那里,只是其中一辆现在半场着,里面空荡荡的样子。 而那位锦袍中年人同样不在骑士中间。 韩丽眉头皱了一下,向那几间茶铺下意识的扫了一眼,随即不动声色的一催车马,就要通过此路口,继续上路。 但就在这时,那些骑士中的一名假士,一看见韩丽的车子,突然大步了过来,一把拦住了去路。 韩丽不禁一愣。 这位公子可是姓韩。 这名骑士充韩丽威一失礼,不卑不亢地说道。 不错,在下施此姓。 阁下有事吗? 韩丽神色一动,缓缓地说道。 既然真是韩公子,那小人就没有找错人,我家小姐有请公子去查铺一续。 你家小姐? 嗯,好吧,我就过去一趟。 韩丽神色一动,想起刚才在车中见到的那一对名谋,略沉吟一下后,终于点了点头说道。 他随即跳下了马车。 公子请,我家小姐已经包下了那边的一间小茶铺,公子随我来就是了。 这位甲氏陈生说道,并想临边一招手,顿时另外两名甲氏过来帮韩丽牵过了马车。 韩丽则随着此人,往其中一家茶铺走去。 片刻后,韩丽出现了在了茶铺中的两女一男面前。 男的自然就是那名四十余岁的锦袍中年人,常然戏眼,一副不目自威的样子。 其余两名女子都正当妙龄,而且都是修仙者,但一名是炼气七七层,一名是炼气七五层的样子。 韩丽,数年不见,没想到竟能在此相遇。 当年对小妹的指点之恩,梦容美齿难忘。 男的稳坐不动,另外两女则一见韩丽走了进来,全都起身相迎,其中那名修为低歇的女子,更是微咬性纯的说道,秀丽的面容上隐隐现出一丝欣喜。 原来是曹姑娘,这还真是巧极了。 当年不辞而别,还望曹道友不要见怪。 韩丽一正之后,也微笑的回道。 此女竟是她数年前出道大晋,遇见的那位县位之女曹梦容。 当年韩兄想必有要事在身,梦容怎会有怪罪之意。 对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王师姐,当年在宗门时对我多加关照,与我情同姐妹。 这位是王师姐的伯父,一向驻扎在大晋的南疆,是赫赫有名的驻南大将军,这次是奉命还朝见嫁的。 曹梦容这时开始为韩丽介绍起中年男子和另一名面似桃花的妙龄女子。 第935章 剑名 驻南将军 原来大人是大晋赫赫有名的八将军之一,韩某真是失敬了。 听到那名艳丽女子是曹梦容师姐,韩丽只是客气地点头示意一下,但听说一旁气势不凡的男子身份时,脸上却不禁有一丝动容。 虽然她对大晋朝廷了解得很少,但大晋县最出名的一些高官,她还是知道一二的。 八大将军,这几乎代表了大晋朝廷所能掌控的一大半军事力量,每一人都统领百万虎狼之师的军队,镇守一些边塞重城。 不过韩丽知道这八将军之名,可不是关心凡人世界的事情,而是据说这八大将军中,其中除了两三位是皇族自己的亲信外,其余之人都是和修仙界几大势力有些关系的,甚至其中几人根本就是这些势力亲手扶持起来的,即使大晋皇族也无法轻易动他们。 而这位驻南将军既然不是皇族之姓,想必也是和某一势力有关系。 听孟荣说,先生也是修仙之人,在下一介凡人,怎敢在先生面前托大? 中年人笑了起来,冲韩丽拱了拱手后,平和的说道。 韩丽自然知道,对付说的只是客气话而已。 以对方身份,也许原因级别的修士还无法多接触到,但是杰丹七修士却不难招揽的。 而他以前给曹孟荣显示的修为,只是炼气七的境界而已,对他这么一位小修士都这般的客气,这人还真不是一般。 不过此人带队进京,为何身边没有高阶修士同行? 这胆子也真是不小。 心中这样想着,韩丽口中同样谦逊的说道,不敢,王将军太客气了。 将军的威名,即使我等散修,也早已耳闻的。 韩道友,我听说你曾经指点过曹师妹一段时间的修炼,结果让师妹竟然短短数年内,就进阶两集。 我师父知道后,都一个进而的夸师妹的机缘到了。 还说韩兄大有可能隐瞒了真正的修为境界,同阶修士决作不到这等不可思议的事情来的。 如今,韩道友身上灵气全无,明显精通脸稀之术,看来家师之言倒没有说错。 王小姐抿嘴一笑,大有深意的说道。 真是如此。 韩兄,你的修为到底是,曹梦蓉也从见到韩丽的欣喜中清醒过来,仔细打量了一眼韩丽后,无法感应到法力的波动,脸上不禁露出了惊容。 韩某当日遇到变故,身负重伤在身,修为一度跌落得厉害,现在才略微恢复了一些,并非存心欺瞒曹道友的。 韩丽微微一笑,从容的回道,却丝毫没有想说出真正修为境界的意思。 王小姐眨了眨一双美目,又仔细查看了一遍韩丽,结果还是无法从韩丽身上感应到什么,心中吃惊之余,脸上却奄然一笑起来,这么说来,韩道友真是前辈了。 师妹当日和前辈凭辈相交,前辈不会怪罪吧? 什么前辈不前辈的,在下只是大尽一介散修,对此可并不看重的。 我当日承蒙曹道友相救,继续平辈交往就是了。 韩丽摇摇头,不以为然的说道。 曹梦荣听了这番话,原本殷勤不定的表情,终于回复了正常,当即双腮泛红的默认了韩丽此言。 原来韩先生真是法力高强的前辈高人。 王某虽然是一位凡人,但也喜欢交往先师之流。 我官先生好像也是要去京城,不如一起上路如何。 一旁的中年人,一等爱女和韩丽说完话,竟非常坦然的发出邀请道。 一起上路。 好吧,那在下就打扰了。 韩丽略意沉吟,就痛快的答应了下来。 他正想找一位熟悉进京的人,好好了解一下拍卖会的情况。 以眼前这位的显赫身份,即使不是修仙者,也应该知道不少详情的。 于是接下来,韩丽和二女略微交谈了几句,并知道了曹梦荣之父这几年官场顺利,从一个区区县位被调到了京城担任了一名武官。 虽然品级只没有真正调整多少,但能从地方调到进京来,自然是高升了许多。 不过当日曹父进京时,曹梦荣闭关修炼正到关键时候,就没和其父一起入京。 这一次这位王师姐和其父路过他住处,曹梦荣正好闭关出来,自然随自己的这位师姐一起进京了。 韩丽对自己这几年的经历,只是寥寥几句带过,只说自己在某处隐居养伤,最近才刚出山。 这当然没有什么好戏说的了。 曹梦荣二女,倒没有疑心多问什么,毕竟韩丽当初从冰封中出来的情形,任谁一看都知道元气亏损肯定厉害,绝不是寥寥数年就能复原的样子。 这时,下面茶铺里的伙计送上来了一壶好茶,韩丽和两女稍再聊了两句,就悠然的品尝起来。 品完茶后,中年人终于开口了,竟和韩丽聊起了一些府中收藏的古籍残本,完全看不出来此人真正身份是一名铁血武人,被人当成一名穷酸秀才,倒是大有可能的。 不过这位祝南将军,说话始终温文尔雅,含笑而语,气度着实不凡,韩丽也不禁对其印象大好,凭空生出几分好感出来。 再加上他虽然对什么诗书不感兴趣,但当年为了寻找一些上古单方和功法秘书,也翻阅过无数的上古典籍,知道的一些密文密事更是不少,随口说出几件出来,都让这位祝南将军不禁嘖嘖称奇,大颇感兴趣的追问不停。 结果短短几句说过后,韩丽和中年人竟相谈甚欢起来,反将两女冷落到了一边。 王小姐见此,转脸冲曹梦荣苦笑一声,暗自有些郁闷了。 他这位父亲大人什么都好,就是平常喜爱收藏古书古玩,并对一些蛮荒上古时期发生的各种传闻密事有其感兴趣。 现在这位韩前辈似乎对此知道的不少,一聊起此等事情来,竟大有知己知感了。 曹梦荣却没有什么太多的意见,只是文静的坐在一旁听着二人的谈话,目光偶尔在韩丽脸上扫过后,又飞快的收回,竟有些躲闪之意。 王小姐秋波流转间,见到此情景,心中有些好笑。 通过这一路上和这位曹师妹的交心相谈,她倒是隐隐知道,这位小师妹心中的一缕情思似乎已缠在了眼前之人身上,平常和她说起此人来,也是一脸红晕,念念不忘的样子。 这让王大小姐一直以为这位韩道有生的如何的英俊潇洒,以至于平常对一干同门师兄不冷不热的小师妹竟用情如此之深,但是今日一见韩丽其人,实在让这位大小姐摇头不已。 眼前这名叫韩丽的散修,实在和英俊潇洒扯不上半点关系,只能说是长得太平凡。 而且对方十有八九是一名铸鸡妻修士,寿命也远非小师妹这样几乎铸鸡无望的低阶修士大不相同,实在不是小师妹的良配啊。 这位王小姐一边暗自思量着,一边在考虑着是否要做棒打鸳鸯的晦气势。 在她眼中,韩丽纵然修为比其高一些,但她身为铸男将军之女,想要让对方知难而退,倒不是太难的事情。 实在不行,去囚府中的两位杰丹妻供奉出面,对方还不得乖乖走人。 原来如此,当年天地乾坤巨变,竟然是因为空间裂缝不稳,让一介妖魔入侵人界所致,王某还真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在下府中的两位杰丹仙师,都从未和王某说起过此事,韩兄还真是无所不知啊,让在下大开眼界了。 不过,我还有一事不明,想请教一二。 上古传说中有一座叫昆吾的仙山,据说是天上真仙居住之地,当年,这位铸男将军似乎谈性未尽,刚问清楚一件事情后,还问些什么时,对面坐着的韩丽默然从体内发出一声龙吟般的清鸣声,虽然声音不大,但是在座之人却各个听得清清楚楚,不禁都面露惊荣的望向韩丽。 韩丽则神色大变,身上轻光一闪,整个人就豁然在椅子上消失不见。 二女吓了一跳,盲抬手四顾,这才发现韩丽诡异的出现在了茶棚之外,正在入口处抬手向天空望去,同时面露一丝凝重。 韩道友出了何事? 你体内的莫非是法宝,你是杰丹七修士? 王小姐喃喃地问道,脸露震惊之色。 一旁的曹梦荣,却两只手死死地揪住手上的一块手帕,脸色有些发白地望着韩丽,一语不发。 没什么,刚才感应到了一位故人从空中飞顿而过,可惜顿速太快,是无法追上了。 至于刚才的声音,的确是在下体内的一口本命飞剑在作怪,让王将军和两位道友见笑了。 不过这样一来,在下恐怕无法和几位一起上路了,在下有要紧之事,先告辞一步了。 韩丽神色很快平静了下来,当即转身冲中年人和二女一抱拳,面带歉意地说道。 随即不等他人说些什么,人就一堕足,化为一道丈许长青红,破空而去。 这一幕,正好被附近几个刚刚从另一个茶铺出来的商贩一眼看见,当即慌的这几人马上跪地叩拜,同时口中大声地嚷嚷。 仙师,是一位仙师大人刚刚飞天了,就从那地方飞走的。 附近的茶铺都一阵的骚动,众人全都涌出了茶铺。 第九百三十六章 跳梁小丑 一顿饭功夫后,韩丽的身影出现在了一座不高的山头上。 他远远望着隐约可见的巨大城门,以及城门前熙熙攘攘的车马行人,面阴沉似水。 算了,既然知道此魔真在大进,也算是一种意外收获了。 你总有机会夺回飞剑的,但现在可并不是最佳时机。 现在你的修为并未全部回复,三燕扇也没有炼制出来,就算此魔先前也受过重创,但你此魔吸魂吞丹的霸道魔宫,现在估计回复得七七八八了。 现在对上他,你的胜算也并不高。 在韩丽神石中,大眼神君却冷静地传音过来。 前辈说得不错,我现在就是针锥上了,能抢回的把握也不过一两成而已。 这股魔实在太厉害了一些,先前我只是想找回飞剑就可以施展大耕剑阵,才这有些心急的。 看来只有等你的傀儡和那把扇子炼制出来后,再找此魔一世了。 不过,此魔似乎有钥匙在身,一路飞顿得如此之快,连我们的存在都一直未发现。 但他显然拿两口轻竹风云剑还没有办法,既无法降服,也一直舍不得丢弃放手。 以万年金雷为主原料,再掺入了炼精和耕精这两种稀有材料,这两口飞剑的确非一般法宝可比。 况且就是想摧毁此剑,只有大耗元气的用魔火一点点炼化了,此魔绝不会做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 韩丽冷笑地说道。 这倒也是。 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这数十口飞剑若是真能全心力的用鹰火陪练个四五百年,再用其组成剑阵其威力可怕,说不定不不在灵宝之下呢。 大眼神君叹了口气,有些感慨地说道。 当年这位最风光的时候,也从来没奢望用这等珍稀材料炼制本命法宝。 嗯,也许吧。 不过,我不可能花费大半寿元,专门用来陪练法宝的。 韩丽苦笑一声说道。 哈哈,你可比老夫乖觉得狠啊。 老夫当年若是有你一半的谨慎,也早就进入化神期了。 此魔这时候出现在进京,十有八九也会参加拍卖会的。 韩小子,你可要多加留心了,别被此魔认了出来。 多谢前辈关心,晚辈会小心的。 原本想借助助南将军府的力量,了解一下拍卖会的细节,看来还要自己打听一下了。 我没记错的话,好像进京有一家酒楼也是属于冯家,先去那里看看吧,省得住客栈被有心人注意到了。 韩丽低声嘀咕了几句,整理下身上的衣衫,就大摩大的走下了山头,直奔远处的巨大城门而去。 进京城虽然被凡人和一些低阶修仙,吹嘘得多美雄伟,多么壮观,仿佛举世无双,但在韩丽眼中,此城和乱星海星城一比,还差了数仇,那才是韩丽平生见过的第一大城市。 但进京也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别的不说,此城除了最外面的那道城墙外,从外巷内每隔一里,竟还修建出另外六层巨墙,一道比前道高出五六丈。 最后那层最高十墙,甚至高达四十余丈。 光凡凡人力量就修建而成,的确是一个了不得的奇迹。 不过进京除了城墙多外,城内还划分为了十三个大区。 最北边的皇城就占地数十里之广,其余地各区也未小到哪里去,同样面积巨大。 不过和星城相比,进京的街道和房屋密密麻麻的如同牛毛一般多,韩丽从城门口穿过两区,走到城内一处时就花费了小半日光景。 这让长时间不习惯这种速度的他,心中直皱眉头。 现在,韩丽看了看眼前的两层高酒楼,不动声色的两手向后一背,人就走了进去。 此刻酒楼的生意还算不错,大半的座位上都坐满了客人。 韩丽随意的一扫后,人就直奔柜台而去。 一位掌柜模样的干兽中年人,正站在那里。 韩丽到了跟前,也不说废话,身形左右一晃,将其他人的目光挡住了大半,袍袖一幅,一块玉佩无声无息的出现在了柜台上。 此玉佩正面朝上,正好刻观名缝等几个字眼。 这名掌柜一见玉佩脸色微变,打量了韩丽一眼,就镇定的拿起玉佩,仔细端向了一会儿。 片刻后,此人突然将玉佩一收,口中压低声音的说道,随我来。 掌柜转身趁其他客人不注意,转身就走,进入了酒楼一层的偏门内。 韩丽也跟进了门内。 原来大公子到了,晓得逢全参见公子。 掌柜带韩丽方一走进某间僻静的屋子中,立刻将玉佩双手交还给了韩丽,并恭敬的说道。 看来这位也是将他当成毒发身亡的风月了。 给我找一间没人打搅的住处,不能在酒楼中,最好附近没有其他人的那种。 我到此的事情只要你一人知道就行了,不要让酒楼中的第二人知道。 韩丽没有客气,冷冷的吩咐道。 是,小的这就给公子安排住处。 公子先在此处稍歇息一二吧。 只要半日功夫即可。 这位逢掌柜毫不迟疑的说道,似乎颇有些能力。 好,快去快回。 韩丽点点头,满意的吩咐道。 随后这位逢掌柜倒退出了屋子,小心的将屋门掩盖上,才匆匆的离去。 韩丽则随手拉了一把椅子坐了下来,在屋子中,闭目仰神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韩丽神色一动的睁开双目,门外再次响起了脚步声。 片刻后,那位逢掌柜兴冲冲的走了进来。 公子,地方已经找好了。 住宅主人也算是我旧时,全家搬去了外地,所以才将一直那房子空着,最近一两年都不会回来的。 我稍微将那里重新布置了一下,可以马上搬过去了。 嗯,干得不错,带路吧。 韩丽口中称赞一句。 多谢公子谬赞,公子请随我来。 逢掌柜在前面先走几步,韩丽跟在其后的走出了屋子。 而从后门走出了酒楼,一辆半新的二轮马车正等在门口处,一名身材威驼的老翁正坐在车夫位子上。 你也算有心了,连车辆都备好了。 不过我不是说过,不要和酒楼其他人说起我来的事情吗? 此人是怎么回事? 看了一眼马车,韩丽又仔细瞅了下须街白的老车夫,双目眯了起来。 启禀公子,这位吴老师耳聪有疾之人,听不到任何话语声的,更不会乱说什么。 而那处住宅距离我们这里有些远,不得不坐车马的。 逢掌柜恭敬的回道。 这样啊,好吧。 韩丽眉头皱了皱,沉吟一下后还是上了马车。 冯掌柜一同上了车子。 顿时老者不等二人吩咐,就自顾自的一斗缰绳,车子徐徐前进了。 韩丽在车中盘膝坐下,面无表情的再次闭上眼睛。 冯掌柜则一直在车子的一角,垂手不语。 车子走得不算快,穿过十几条大大小小的街道后,方向漠然一变,朝着另一区而去。 一个时辰后,车子在一处偏僻的院落前停了下来。 附近还真没有其他的民宅相连,孤零零的一座,显得有些荒凉的样子。 韩丽和冯掌柜,一前一后的走下了车子。 就是这里了。 公子,我先进去看看,那些下人是否将房子给公子你收拾好了。 冯掌柜脸上陪着笑,人就挤步向前,就要推门而进。 但是就在这时,身后漠然传来含力淡淡的话语,你打算先逃进前面的禁制中,再让里面的三人拿下我吗? 冯掌柜文言大惊,不及多想的身形向前一冲,双手猛推面前的院门,就要冲进近在咫尺的院子中。 但就在这时,一道红线在逢掌柜脑后诡异的浮现,一闪即逝的洞穿而过。 顿时凭掌柜身上火光冲天,眨眼间化为了乌有。 一旁坐在车上的那名驼背老者,一箭含力此举动,想也不想的大喝一声动手。 随即手一扬,一口绿悠悠的飞刀,化为一道闭光急斩而来。 与此同时,原本看起来寂静无人的院落中突然冒出一股股黄雾,遍布整个院落,接着从黄雾中击射出一口乌黑飞叉和两口火红长歌,一同攻向韩力。 韩力冷笑一声,一只袖袍冲着飞来的壁红轻轻一甩。 一片青霞从袖口中飞卷而出,一下将飞刀锁化刀光席卷进了霞光中,然后一个盘旋后飞回了袖口中。 另外一只手臂则不经意的冲着飞来的三口灵气虚空一抓,一只青蒙蒙的光手诡异的浮现,闪电般的一把抓下,一下将飞叉长歌等法器全都捞在手中,无法动弹分毫了。 黄雾中顿时出大吃一惊的惊呼,而驼背老剑子,却面无血色起来。 眼前的对手,竟然不费吹灰之力的就将他们的法器收取,这代表着什么,他岂会不知道。 老者不及多想的一翻手掌,一只泛着淡淡血光的符就出现在了手中。 一咬牙,一口精血喷在了符上,此符脱手化为一团血云将老者罩在了其中,就欲破空飞走,刹那间就包裹着老到了低空十余帐外的地方了。 黄雾中的修饰反应同样不慢,三道颜色各异的光团从里面击射飞出,然后一哄而散,朝各个方向落荒而逃。 第九百三十七章三十之威 韩力脸色一沉,冲着后起步的三人手指一弹,三道剑气一展而下。 那三人方飞出数丈远,就被轻蒙蒙的剑光后发先制的淹没掉了。 三声惨叫声在剑光中漠然发出,几团血雨凭空落下,血腥支气大起。 另一边的驼背老者在血雾中回首看到这一幕,吓得魂飞天外,立刻不顾后果的将全身灵力都注入到了身上血雾中,顿速竟然瞬间又快了三分,眼见就要飞到数十余帐外的一个街道中去。 他不计希望自己真能甩开韩力的追杀,只要自己能跑到凡人混杂的地方,对方大有忌惮的不便下手,多半可以暂时保住小命的。 可是在原地未动一步的韩力冷笑一声,冲着远去的血雾轻轻一点直,那道击杀了缝掌柜的红线在血雾后方丈许远处突然现身,然后鸿芒一闪,从血雾中洞穿而过。 一声哀嚎后,血雾溃散,驼背老者直接从空中坠落而下,接着一只青色光手却鬼魅般的飞驰而至,将那三件灵器一扔,却一把将老者捞在了手中,一个盘旋后,飞向了韩力。 那道红线则在空中一晃,无声无息的凭空消失,隐去了形迹,但下一刻,他又在韩力身前再次浮现。 韩力一抬手,他就缓缓的落在了手心中,竟是一枚寸许长的飞针。 此针晶莹剔透,飞金飞幕,表面散发的鸿芒也实强实弱,着实有些诡异。 韩力扫了一眼手中的飞针,脸上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他用精化腰单前前后后花费了不少心力炼制成这根飞针,威力看起来还真是不小,最起码其顿速之快和隐秘行迹的效果,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更可况他还是法宝,若是稍加陪练的话,威力还能进一步的提升。 一翻手掌,飞针直接消失不见,被收进了体内。 然后他才抬手望向被光手抓回来的驼背老者,脸上面无表情。 此刻老者腹部被动穿出一个拇指粗细的小孔,大半身体都被光手死死抓住,根本无法动弹分毫,脸上全无血色。 此刻见韩力望过来。 老者心中大惧的勉强一笑,口中更是带有几分阿鱼之色的连忙讨好道,误会,这全是误会。 前辈能有这般神通,肯定不是我们想找的那人。 晚辈肯定找错人了,前辈大人有大量,千万别和晚辈一般见识。 晚辈是官宁孔家之人,前辈有什么想问的,晚辈全都一一相告,老者似乎知道自己的下场实在不妙,急忙口不择言的说出一大堆话出来,想希望其中每一句能打动对方,而留下自己的一条性命。 但是韩力这时却一仰手,一道符路射到了老者身上,老者口中求饶之声戛然而止,双目瞬间变得痴迷无神起来。 用不着如此麻烦,韩某想知道的事情,还是自己来查更放心一些。 韩力喃喃地低于一句,反手冲地上的那几件灵气一招,将他们吸到了手中,就转身朝那院子中走去。 青色搭手抓紧老者,尾随着韩力飘进了院落中。 院子中布置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障眼法禁制,韩力根本无法瞧入眼内,手中随手打出几道法绝后,将将此法阵破掉了。 然后带着老者,进入其中一间屋子内。 一顿饭功夫后,韩力随手一颗火球,将地上老者化为了灰烬,让他在人世不知中从世间消失,然后就在屋子中的一把木椅上坐下,单手托起下巴的沉吟起来。 刚才他使用梦引术,在不用顾惜对方神志的情况下,几乎将老者所知道的事情掏之一空。 这位驼背老者就像其刚才所说的那样,是孔家在进京的留守执事。 此人倒也能干,那位冯家掌柜在两年前因为一件小事,就被此人找了出来,并一番威胁后,只得归顺了孔家。 毕竟一位凡人,怎敢和修仙者对抗。 而韩力这一次使用风月的玉佩找上了冯掌柜,自然被这位直接卖给了老者几人,想要凭此立下一大功的。 结果老者一听竟然是家族寻觅许久的那位冯家大公子,自然欣喜若狂的不会放掉此机会,当即就设下了圈套,亲自出马准备伏击这位风月。 可韩力刚一出酒楼,就一眼就看穿了老者低劣的脸稀数,心知逢掌柜出了问题,但自不会对一名铸鸡漆修士畏惧什么,但在酒楼处凡人众多,同样不便直接下手,就顺势起了一探究竟心思,坐着马车到了此地。 结果老者和埋伏的这几名铸鸡漆修士,被想碾死几只蚂蚁般的随手被他给灭掉了。 对于这些事情,韩力丝毫不在意,他原本就隐隐有这种猜想,否则真要冲他本人来,就是结单期修士埋伏在这里,都是一件大笑话的事情。 但是韩力却对从驼背老者神石中搜索到的另一件事情,大感惊讶。 原来当年关宁三家联手举办的参王大会才刚刚结束,漠然爆发出来孔家老祖士被吞噬原神后,占据了躯体的邪魔。 当时其他两家的家主联合一批从背后宗门请来的高阶修士,直接将这位被附身的孔家老者击毙在了当场,连元神都没有跑掉。 如此一来,孔家顿时实力大损,一下从三家为首变成了垫底了。 但就在这时,知道了手下被灭,原本深藏雪灵山脉的炫叶王,顿时大怒,竟然直接将古墓生出了地面,放出了数千个都有助机器修为护墓尸位,宁木张胆布下了黄泉鬼阵,杀出了山脉来。 结果三家及那些助阵的高阶修士,和古墓中的三师一番大战,固然灭掉了不少炼师,但三家的低阶修士同样也被鬼阵吞噬了不少去。 至于几名元英级修士,也未曾在依仗古墓和鬼阵的三师手中讨了什么好处,甚至交手后,还有一位一时疏忽的身负重伤。 结果三家和这些宗门修士,被连年百里的鬼阵彻底困在了召开参王大会的山头上,他们只能依仗山头上早先布置下的几个大阵勉强自保而已。 其实这也是那些宗门修士,在埋伏下出其不意的击伤了炫叶王后,有些太小瞧了老魔的缘故。 本已为子魔刚刚身负重伤,应该很好对付的,但万万没想到原来只有元英中期修为的炫叶王,一有古墓座椅帐后,竟然立刻展现了几乎相当于元英后期的修为,如同截然变成了两人,其余两师也都有元英初期的修为,故而方一照面,就有人吃了一个大亏,失去的战力。 下面的就没什么好说的了,那炫叶王固然法力高强,但是弄出这般大的动静来,困住了这些修士越余后,终于还是惊动了附近道门的一位元英后期大修士赶来,并施展出了惊天动地的大神通,一下惊退了三师,让他们不得不重新退回了雪灵山脉的深处。 这位元英后期的修士,也没有去追的意思,竟就此飘然离去。 三家修士得救后,当然不敢再滞留附近,就将所有势力都抽离了山脉边,省得炫叶王在卷土重来。 而三师也畏惧那名元英后期修士,还插手此事,自然也不敢再轻易地出山,刚哥就此停了下来。 当然韩力知道的事情,只是老者该知道的其中一部分而已,但韩力联想其当日在从冯家密窟出来时碰到的炫叶王身负重伤的情形,倒也猜出了大半的实情,心里不禁嘖嘖惊叹了一会儿。 这位炫叶王也未免太凶悍了点,当日在雪灵山脉中和狂杀上人一战时,已经身负重伤,回到墓中这般短时间竟然就再次弄出这般大事情,一副元气尽附的样子。 可是不知服用了多少灵丹妙药的韩力很清楚,这这世上绝不可能有什么丹药可以让人元气如此快复原的,就是他在丹药充足,也至今未恢复巅峰时的修为。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了,那老魔的万年狮王大法够强横,或者修炼地功法在回复元气上有什么独特的神通,可以有这种惊人的康复速度。 不过说起狮王的神通,韩力不禁想起了那颗自己在身体内搁着的天狮猪。 在修炼明王爵的时候,他就已经赶到了此株的神奇效力。 否则光凭那件金刚设立,能否能修成第二层的明王爵,这还是模棱两可的事情。 此株有如此的奇效,说不定那炫叶王如此快的元气尽附,还是和此株有什么关系呢? 韩力静静地思量了一会儿后,就将此事搁置了脑后,开始思量在进京的计划。 住的地方就不用说了,此处住宅既然和逢掌柜有关,还是不能久待的,否则此人一旦失踪数日后,自然会有人查到这里来,那可就有些麻烦了。 还是随便找一座道观或者寺庙租借一段时间吧,这些地方还算清静,总比客栈强多了。 另外,拍卖会的事情也需要去进京本地的修仙房是探听一些细节方面的事情。 韩力心中一会儿就计量完毕,当即飘然离开了此间住宅,不知所踪了。 第九百三十八章 天机阁 韩力花了一些时间,终于在城中找到了一间不出名的小道观,其中的道士全都是真正的凡人,丝毫法力都没有。 韩力对此很满意,当即施舍了些银子,打动了观主,就暂住了下来。 在关中住了一夜,第二日一大早,韩力就出了道观,直奔白日里发现的一间有修饰气息的书院而去。 这间书院既然能开在进京这种地方,并且看起来还不算小的样子,肯定有些来历,也可能和儒门有一定关系的。 不过,韩力对此毫不在乎。 当他悄悄潜入书院内,身形出现在书院中一名白发苍苍的老年儒生面前时,身上丝毫没有掩饰地放出了原因期的强大气息。 老如原先初见韩力时,大吃了一惊,急忙全身法力一宁,但随即一看清韩力的真正修为后,却脸上神色一松地放弃了戒备,并半步上前,恭敬地冲韩力一失礼,前辈驾临书院,可有事情需要晚辈效劳的吗? 你倒是识趣。 我找你的确有些小事,将近经几个房市未知及知道的一些拍卖会事情,统统说出来吧。 你们这些当地修士,应该对此知道的最清楚的。 韩力闻言一笑,悠悠地说道。 房市位置没有问题。 晚辈马上将地图全都复制到预检中。 至于拍卖会的事情,晚辈知道的也不多,不知前辈想知道些什么。 老年儒生闻言,丝毫犹豫没有的满口答应道,并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枚白色预检,开始往其中注入有关房市位置的地图。 拍卖会召开的具体时间,地点,以及这次拍卖会是否有什么奇真材料出售。 韩力脸上笑容一收,不动声色的问道。 时间和地点没有问题。 九日后拍卖在近西房市的宝光店举行,分为结单,圆英两个级别拍卖,错开举行。 其中圆英七修士可以参加结单级的拍卖,结单七修士却无法进入圆英级的拍卖中。 至于有什么材料出售,晚辈实在不好回答了,毕竟这样的大型拍卖,可是大进最大几家房市联合举行的,外人很难知道有什么东西要出售。 不过按照以往的经验,拍卖会上出现的奇真级材料,最起码也会在百件之上。 再加上一些前辈也会临时将所带的珍稀物品交与拍卖会举行竞拍,此拍卖会一般都会持续散五六日之久。 老如老老实实的回道。 原来如此。 宝光店。 韩力略一汗手。 喃喃自语了一句。 前辈,玉剑已经复制好了,前辈请收好。 这时老如也终于炼制完了玉剑,双手奉上帝交给了韩力。 韩力也不言语的伸手将玉剑抓了过来,神石冲里面一扫后,脸上露出满意的点点头。 很好。 今日见过我的事情,不要和其他人提起。 否则,嘿嘿,韩力阴沉一笑,身上青光闪动,人就骤然在原地消失不见。 老如眼角一跳,在椅子坐下,眉头微皱的思量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后,他才用神石在屋子中一扫而过,结果空空如也,似乎真的再无他人了。 老如这才真正尝出了一口气,脸露一丝苦笑。 韩力出了书院后,将那玉剑细细看了一遍,就直奔那近溪房室而去。 所谓的近溪房室,其实就是用一种高明的隐匿法阵,常年将近京城西部一条偏僻街道遮掩起来的小块区域。 韩力出现在房室入口处,轻易通过凡人无法发掘的隐形进制,人就默然出现在了一条稍冷清些的街道上。 当然这个冷清只是相对外面熙熙攘攘的凡人而言,一眼望去,街面上起码有数百名修士,正在两侧一些商铺中进出着。 韩力没用神石仔细扫描整条街道,也知道在拍卖会即将举行的日子里,这个近溪房室肯定有原因级别的修士坐镇。 否则这么大的拍卖会,那是这么容易组织起来的。 心中这般想着,韩力缓步而行,目光向两侧扫尸个不停。 这个近溪房室明显和韩力在大晋南部各地看到的房室有些不同,房室两侧几乎全是那种两三层的高大楼阁,仿佛各个财力雄厚,都是不小的商号。 不过有些楼阁的名字,韩力还真在其他房室见到过。 看来大晋修仙界有些实力的商号,都会在这里开办分号了。 既然这样,也没有什么仔细鉴别的,韩力带着身上需要收集的几种材料清单,当即一家家的上门询问起来。 但到了现在都还未被韩力弄到手的东西,自然每一样都珍惜之极,哪是这么容易好找到的。 韩力并未心急,原本也没指望在房室中轻易找到所需材料,也只是顺势而为罢了,这次到房室其实另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做的。 参加拍卖肯定需要大笔的零食才可,韩力原先身上零食的确不少,但是经过化身的蒙面修仕收集其他材料的时候,却已经花费了大半出去,如今面对这般大型的拍卖会,身上所剩的零食自然不够了。 韩力是打算找一家大型商铺出售一些珍稀物品,好换取一些零食来用。 因为所需零食数量极大,出售的对象自然要实力雄厚才渴了。 当韩力走到一家三层高阁楼前时,双目不禁微眯了起来。 这家阁楼明显比前干商号的阁楼可大得多了,而且进出的修饰不少的样子,似乎就是一个不错的出售对象。 只是韩力看到阁楼大门上挂着的牌匾,书写着天机阁三个斗大的金字时,心中不禁一正。 这个天机阁难道就是那个专门出售天机屋的天机阁? 韩力略微犹豫了一下,还是抬腿走了进去。 阁楼的一层面积不小,长宽都有三四十丈的样子,有五六名眉清目秀的练气漆小丝正位店中的几名客人,指着四周货架上的一些东西,指指点点的介绍着。 韩力方一走进去,一名小丝满脸含笑的凑了过来,想要招呼的样子。 退下,这位前辈有我招呼就行了。 坐在厅中一脚的椅子上,正悠然品着一壶香茶的一名白袍中年人,一用神识扫过韩力修为后,立刻面容一惊的放下茶杯,急忙脱口喝住了小丝。 然后他自己整理了下衣衫,几步过来后冲韩力一失礼,恭敬的说道,前辈能到我们天机阁来,真是本格的荣幸。 一层自然不会有前辈想要的东西,前辈随晚辈到三层戏谈如何。 好,我原本就想找你们这里能做主的人。 韩力目光闪动几下,淡然的说道。 然后就在中年人的带领下,不慌不忙的上楼去了。 楼下一层的那七八明买东西的修饰,见到此情形,自然知道韩竟是一名元英级修饰,顿时一阵的骚动。 竟是元英级的前辈,我可是头一次见到啊。 怎么看起来这般年轻? 看来天机阁要有一笔大生意了。 嘖嘖。 一连串的惊叹和撑其声,接连传出。 天机阁的三层并不大,只是布置的典雅别致一些,并且在还有两名年轻貌美帝女修,一见中年人带客人进来了。 立刻吸上了一壶好茶上来。 前辈请尝一下,这是本阁重金收购来的物语灵茶,别有一番滋味的。 中年人一等韩力坐下,立刻含笑的介绍道。 茶不急着品,还是先看看我想买的几种材料,贵格是否有卖。 说实话,我已经跑过来前面不少家了,都没有收到其中任何一种,对你们天机阁,也没有抱多大希望的。 韩力看也没看什么物语茶,反而平静的说道,接着袖袍往桌上一幅,一枚绿色玉碱凭空出现在了桌面上。 既然前辈如此心急,那晚辈就先看看了。 不过既然前面几家都没有前辈所要的东西,看来这些材料应该都不是一般之物了。 中年人闻言一笑,当即伸手冲玉碱一招,将它吸到了手中,然后将神石沉浸其中的看了一眼。 片刻后,中年人的脸色就微变了起来。 韩力泽面色不惊,这种情形在前面那些商铺的掌柜脸上,他已经看到过多次了。 谁让他想要寻找的这些材料,无疑不是世间难寻的东西,甚至其中有两种材料。 普通的修士连听都不会听说过的。 怪不得前辈在前面商铺都一无所获呢,这些材料的确不是普通商铺能进到的。 除了其中的雷灵石本格还存有一小块外,其余的本格也无能为力了。 竟神石从预检中抽出来后,白袍中年人苦笑的对韩力说道。 你们有雷灵精? 原本已经做好了再次失望准备的韩力,一听此话,脸上不禁露出了惊喜之色。 不错,前辈也是来得凑巧,这块雷灵石也是本格刚刚收到的。 不过其中有些麻烦,这块珍稀材料也不是本格所有的,而是和本格交好的另一位元英七前辈存放在本格,准备用来交换其他东西的。 若是一直无法换出的话,就准备放置几日后的拍卖会上拍卖的。 中年人犹豫了一下,竟说出让韩力为知一症的话来。 第939章 天机府 交换东西 不知想交换什么,我手中正好也有一些东西,可以用来交换的。 韩力摸了摸下巴后说道。 这位前辈想交换的材料和丹药都在这里了,虽然论珍稀程度比起前辈刚才收集的也许差了一些,但也都是世间难寻的东西,否则这块雷灵精早就被换了出去,这可是炼制雷属性法宝的绝佳材料嘛。 中年修士对韩力此言并不感到吃惊,开口提醒过后,就将早已准备好的一块玉碱递了过来。 韩力将玉碱拿到手中,不知可否的用神识查看了起来。 白袍中年人小心地观察着韩力脸上的表情,想从中看出些什么,但可惜的是韩力面上神色始终不变,根本看不出任何异常来,这让中年人心中不禁有些失望和暗自嘀咕起来。 眼前的这位姓韩的元英七前辈到底是什么来历,不但外表看起来如此的年轻,要收集的材料还都是如此的稀有。 按理说修为进阶元英七还能青春永驻的修士固然不少,但大都是女修士而已。 男性修士纵然也有能保持容颜的,但他似乎也没有这等容貌和打扮的老怪呀。 难道真是新进阶的元英修士? 这位白袍中年人虽然感应到韩力是元英七境界,但稍具体些的修为判断,就如同一团雾水一般无法在韩力身上看清楚了。 只知道,似乎比他以前见过的几名元英初期修士还要强大些的样子。 这也是他会尽心接待韩力的主要原因,否则一般的元英修士,以天机格的背后势力还真不用他过于讨好的。 这位道友所需要的东西,我的确能提供一两种,不过具体的怎么交换,还需要看过那块雷灵精才可。 灵精品质太差的话,我拿来也无用的。 一小会儿后,韩力终于将玉剪中的东西都看了一遍,将玉剪随手扔还给了中年人,平静的说道。 这个自然。 这样吧,前辈,这笔交易事关重大,傅前辈就住在房市附近,我这就发出传音符,让两位前辈亲自见面协商交易的事情,如何? 中年人略意思量后,满脸失笑的说道。 傅前辈 好,我也想见见这位傅道友。 我需要的灵精数量越多越好,看看这位道友身上是否还有多余的雷灵精。 韩力略意思量后,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在他想来,对方能弄到这种珍稀材料,说不定手中还有其他材料,见上一见,亲自询问一二也好。 既然这样,前辈稍后一下,我这就传信出去。 傅前辈片刻就能到的。 中年人没有迟疑的移抱拳,走出了三层的大厅。 韩力这才悠然的拿起桌前的灵茶,轻敏了一口,觉得唇香甘甜,果然不同反响。 片刻后,那名中年人就再次走了进来,自然是已经发过传音符了。 这时品了两口灵茶的韩力,打量了一眼面前的中年人,忽然开口问道,你们天机阁是不是盛产天机屋? 我听说桂格炼制的高阶天机屋,可以将一座洞斧炼制成巴掌大小随身携带,并且还可以在上面直接附带一些厉害的进制,真有此等事情。 呵呵,天机屋正是本格的特产法器。 不过前辈所说的那种天机屋,可是本格最高等阶天机屋,应该叫天机府才是。 这种天机府索取材料过于稀有,原本就没有炼制多少出来,现在除了寥寥几件非卖品外,其余的早已出售一空了。 中年人闻听此言一正,但马上笑着解释起来。 非卖品,为什么? 你们天机阁炼制出来,不是出售的吗? 韩力有几分意外。 不瞒前辈,剩下的这几件无意不是天机府中的精品。 无论大小及上面附带的进制都远不是前面出售的那些可比。 所以这些天机府是上面专门刻意留下,同样只能用一些稀有的东西来换的。 中年人有些尴尬的解释道。 也是以物换物。 这倒有些意思了。 不过这倒不妨是的,只要这天机府真的有如此神妙,我倒想换取一件的。 道友能否先取出几件来,让韩某先见识一二。 韩力嘴角一瞧,大感兴趣的说道。 几件。 前辈莫说笑了,本阁即使是进京的主商号,但也只存有一件而已,而且还是本阁的正格之宝,其余的几件则放置在了其他分号中。 不过我们本阁的这件可是阁中的炼器大宗师华韵子亲手炼制出来的,论功效在所有天机府中都是数一数二的,光上面附带的禁制就足可以堪比一件高阶古堡。 而且,在下,在下只是阁中一个区区管事,没有权利动用瓷宝。 瓷宝是由阁中的王长老负责的,前辈若是真是有心,在下马上就可以从密室中请王长老和前辈商谈此事,需要交换什么东西也只有王长老才知道的。 中年人精神一阵,连忙的说道。 眼前的韩丽口气不小,若是真能做成这么大的一笔生意,他在天机阁中的地位,自然会直线上升的。 这样啊,此事还是等,韩丽微微一笑,想说些什么时,忽然神色一变的突然住口了。 中年人一愣,有些不明所以,但这时从楼下豁然传来一名老者的话语音,赵小子,真有人能拿出我想换的东西吗? 老夫可正在修炼的关键时候,为了此事可马上中断修炼就赶来的。 这声音虽然苍老,但中气十足,红亮异常。 接着一阵蹬蹬的脚步声,沉重的传来,似乎来人体重不轻的样子。 晚辈既然将将前辈请来,自然真有其事了。 在下怎敢欺瞒父前辈的? 白袍中年人这才知道自己请的人已经到了,连忙起身恭敬的回道。 听口处人影一晃,一个身材极为高大的人影漠然出现在了那里。 韩丽两眼一眯,仔细打量起来这人来。 这是一名身材高大的灶袍老者,面色枣红,身上灵气惊人,竟是一名元英中期的顶峰修士。 韩丽眉头不惊异的一皱,心中略有些意外。 而这位红脸老者听了中年掌柜之言,目光也扫向了韩丽,发现了韩丽外表如此年轻和元英中期的修为后,脸上同样露出一丝亚色。 但随即脸上笑容一展,大走进来厅内,这位就是赵掌柜所说的韩道友吧。 能拿出老夫需要的材料,果然不是一般的原因初期修士。 红脸老者倒也不见外,一走到韩丽跟前,就哈哈一笑的豪爽道。 哪里,傅道友的修为才让韩某钦佩呢? 韩丽笑了笑,站起身来拱手的说道。 傅某这把年纪才修炼到如今修为,哪有什么可钦佩的? 傅某是直性子,就直接开口问了。 韩道友要换雷灵精,不知能拿出来的到底是何物,能否先给傅某说上一二? 一等两人再次落座,红脸老者就迫不及待的问道,一副心急的样子。 别的东西没有,但是在下手中恰好还有一株火属性的赤精芝,足有千余年火候的。 韩丽微然一笑,从容的说道。 这赤精芝当然不是他在天南第一交易会上,用七级妖丹换回来的三千年火候那一株,而是回去借用其种子,精心另行催生出来的千年灵药。 赤精芝? 若真有千年火候,的确足以换取在下的雷灵精。 道友能否拿出来让在下看上一看? 傅姓老者闻言大喜的说道。 当然可以,灵药我随身携带着。 只是道友的灵精,是否也让韩某箭矢一二? 韩丽不动声色的回道。 哦,老夫真糊涂了,这自然是应该的。 赵掌顾,将我寄存的灵精拿出来给韩道友看上一看。 老者一正,随即不加思索的冲一旁的中年人吩咐道。 是前辈,晚辈这就亲自去取。 白袍中年人口中连忙应道,然后人就走出了厅堂。 韩道友的面孔有些陌生。 但修为却已经进阶到了原因中期,不知韩兄以前一向在何处前修啊。 道友一定是苦修之士,平常很少和其他同道结交的吧,否则,以道友的修为,傅某不可能一点印象没有的。 红脸老者趁这段时间打量了韩丽极眼后,却不禁好奇的问道。 韩丽听到对方有套自己话的意思,笑了起来。 道友不知道韩某没什么奇怪,在一向是在海外小岛修炼,很少踏足大进内陆的。 早有准备的他,不慌不忙的回道。 原来韩道友是海外修士,傅某真是失敬。 在下早就听说海外有不少神通广大的同道,修炼法门别具一格,和我们内陆修士大不一样,有空傅某还真要和道友交流一下修炼心得。 不过,道友跑如此远的路程到进京来,看来是专程为了拍卖会而来了。 红脸老者心中一震,随即恍然的说道。 大概也只有海外这等漫无边际地方的原因急修士,还能在大进默默无名吧,老者不觉心中信了大半。 下面老者和韩丽再聊了几句话后,突然听外再次传来脚步声,接着有人用清朗的声音含笑道,傅兄来我们天机阁,怎么不通知王某一声。 韩道友也是贵客,王某更应该亲自出来招待的。 随着此话声落,一鸣面色微白的银袍修士,走进了厅堂中。 第九百四十章 地下交易会 呵呵,王兄难得也露面了,我以为道友这次仍会继续闭关修炼那归灵诀不出呢,哪敢打扰王兄的清修。 父姓老者似乎和银袍修士认识已久,非常熟络的招呼道。 归灵诀老夫也只能停在第七层了,估计这辈子是没有希望进阶元英中期了。 倒是我听赵执士说,楼中来了一位疑似元英中期的道友,并且想买本格放置了数百年的天机府,再加上父兄也大驾光临本格,王某又怎能不出来见上一面的。 银袍修士五十余岁,目光在韩力身上一转后,轻笑的拱手失了一礼。 听对方这么一说,韩力哪还不知对方就是那白袍中年人方才说的王长老,并且神识一扫下,已看出对方是一名元英初期修士,但对方脸色白的有些怪异,显然是修炼的法觉有些特殊的缘故。 王兄客气了,韩某也就闻天机阁大名,才会到贵阁一访的。 韩力露出一丝笑容后,还了一礼。 韩道友想换取天机府。 嘖嘖,道友真不愧是海外修士,手笔可真不小啊。 看来海外多宝的说法,倒还真的不假。 父姓老者听了此言,却有些惊讶的说道。 海外是有一些材料较为珍惜,但又如何能和内陆的帝大物博相比,两位道友真是说笑了。 韩力却不知可否的说道。 韩力这话自然无法让这两名元英七修士相信什么,但也不好再追问海外的什么事情了,否则被韩力这般高阶修士误会了他们有亏似之心,那可不是一件小事情。 这时跟在银袍修士后面的赵姓中年人几步上前,将手中的一大衣小两个玉盒放在了韩力身前的桌上,自己则识去的重新退到了一边。 他很清楚现在阁中的王长老出面了,这里自然无需他多说什么了。 既然道友对本阁的天机府感兴趣,老夫就将此物和傅道友的雷灵石一起拿了过来,让道友可以先看上一看。 王长老用手一点那只烧大些的玉盒,客气的说道。 王兄,你的天机府还是过会儿再给韩兄看吧。 先让傅某和韩道友完成交易再说吧。 傅姓老者一咧嘴的抢先道。 没想到傅兄还是这般性急啊。 那好吧,傅兄就先来吧。 在下也对韩道友能拿出何种宝物来交换道友的雷灵精,也是大感兴趣的。 王长老哑然一笑说道。 听到二人都说出这般言语了,韩力洒然一笑,随手往储物袋中一拍,接着手掌翻转,一个巴掌大的碧绿木盒就出现在了手中,木盒上面还贴着两张金银色的符绿。 傅姓老者见此木盒如此郑重的样子,眼情不禁一亮。 只见韩力将木盒往桌上一放,随即一推就无声无息的滑到了老者身前。 傅姓老者精神一阵的把木盒按住,接着袖袍往桌上一扶,那只较小的玉盒同样被其稳稳当当的送到了韩力这边。 韩力露出满意之色,反手将玉盒捞在手中,然后略意低手将盒盖打开了,一团银白色光芒在中绽放开来。 韩力瞳孔中当即蓝芒一闪,顿时看清了荧光中之物,一块拳头大小的银白色石头。 韩力端向了此物半赏,漠然伸出一根手指,指尖处灵光闪动,一缕伸缩不定的清芒若隐若现。 手腕一抖清芒一闪之下,直刺向了河中银石。 结果清芒方一接触河中之物,一声霹雳骤然响起,随即数道纤细银弧从石头中涌出,静一下将挡住了清芒。 嗯,果然是雷灵精。 只是这灵精品质似乎只是一般,有点可惜了,但再吓到也能凑合着用了。 韩力轻吐了一口气,抬手对红脸老者郑重地说道。 极品雷灵精哪是这般好弄到的。 这块灵精已经是老夫千辛万苦才从一头罕见雷属性妖兽附中侥幸发现的。 父姓老者同样鉴别玩了韩力目中的赤精芝,脸上却全身满意的欣喜之色,似乎对韩力的赤精芝满意之极。 可是在下的这株赤精芝,却一丝杂乱灵气都没有,绝对是极品级的灵药。 韩力不动声色地说道。 他虽然不会放过这块雷灵精,但自然不会让这般太吃亏地直接同意交易。 这倒也是。 单论价值而言,老夫的这块雷灵精的确比韩兄的极品赤精芝稍逊一筹。 这样吧,老夫再出三万零食,当作弥补如何? 红脸老者倒也爽快,并未特意掩饰两者的差距,马上开出了自己的条件。 道友不用心急,先看看在下这里的一份清单,看看能否提供其中的其他材料或者知道其中一些材料的消息。 如果在下有所收获的话,这些零食韩某不要也可以的。 韩丽笑了笑,从容将手中的玉盒放回到了桌上,却抬手取出那枚记载了所需材料的玉碱,扔给了老者。 韩兄还需要其他材料。 傅姓老者面露意外,但没有多想的接过玉碱,飞快的看了一遍。 这时,一旁的王长老望着傅姓老者手中的赤精芝,目光闪动几下后,沉吟了起来。 而片刻后,傅姓老者看完了玉碱,脸露古怪之色的望了韩丽一眼,竟目露一丝迟疑。 傅某恐怕要让道友失望了。 这些材料太过稀有,老夫手中可没有一样。 不过老夫或许能指点道友一个得到这些材料的简单去处。 老者愁愁了一会儿后,终于下定决心的说道。 指点途径,道友说的莫不是数日后的大拍卖会吧。 韩丽眼珠转了转,似笑非笑起来。 哈哈,大拍卖会那里的确能买到一般的材料,但是像道友所需要的这种等阶的东西,能出现的几率可是少之又少的。 毕竟拥有这种珍惜材料的同道,也是和你我一样,大都想以物换物的。 红脸老者哈哈一笑后,不屑地说道。 哦,听道友的口气,莫非是另有什么私下交易会不成? 韩丽一惊,随之心中大喜起来,不禁追问道。 父姓老者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突然嘴唇微张却丝毫声音都没有发出,而韩丽耳中却突然响起了老者的话语声。 韩兄真是聪明人。 不过这也不算是什么私下交易会,十年一次的进京拍卖会,从许多年前就自然而然的分为一明一暗进行了。 明的自然就是那些正道支持的方式举行的交易会,一般修士都会知道,暗的则是魔道邪宗主持的地下交易会。 在地下交易会中一般物品自然还是用零食拍卖,但想道友所需要等接的材料,就大都以物换物了。 不过因为地下交易会出售的许多东西,都是修仙界明令禁止的,从根本上说还是有些见不得光的。 故而能参加此交易会的一般都必须是知根知底的修士方可。 道友是海外散修,恐怕有些不方便。 但道友若是同意眼前的这笔交易,老夫倒愿意当道友的引荐人,想必道友一定能在地下交易会大有所获。 老者一口气说了一大堆话出来,然后脸色凝重的盯着韩丽,静等回话了。 原来如此。 但问父兄,这两场明暗交易会是否同时举行? 在下虽然想参加地下交易会,但是大拍卖会同样不想放过。 韩丽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后,才仔细的问道。 这个简单,两者虽然同时召开,但是后面的最珍惜材料的拍卖交换,却在时间上故意错开一日的。 想必道友对前面普通的东西,是绝对看不上眼,无需担心错过什么的。 老者胸有成竹地回道。 既然这样,就依道友所言。 在下的确对这地下交易会大感兴趣的。 韩丽也是果断之人,没有再多加考虑的一口答应了。 好,我就知道韩兄是个爽快之人。 大拍卖会的最后一日,道友再来这天机隔浅等我就是了。 父姓老者渐转眼间就可以节省数万灵石,同样大喜地说道。 这一次的话语却没有传音,这让一旁静看二人传音交易的银袍修士听了心中一动,但面上却笑眯眯的没有露出丝毫意样出来。 直到韩丽和老者都分别收好了雷灵精和赤精之后,他才含笑地开口说道,恭喜二位道友各有所获。 韩兄下面还打算看本阁的天机府吗? 不过本阁这件宝物要换取的东西,一株千年赤精之是远远不够的。 他虽然说得客气异常,但几句话间就隐隐点出出天机府的大概价值。 没关系,只要此物真能让韩某满意,在下倒不会吝啬的。 韩丽淡淡一笑,不在乎地说道。 既然韩兄都如此说了,在下也相信以韩兄海外修饰的身家,拿下这件天机府应该不成问题的。 道友随我到本阁特制的戒子空间,见识一下还原后的天机阁吧。 王长老听到韩丽口气不小的样子,面上笑容更甚。 戒子空间 韩丽心中一震,脸上金色不禁显露两分出来。 怎么,道友没听说过虚迷空间? 对了,我差点忘了,这种可以将空间裂缝炼制成私人空间的秘书,可是近千年才在大进研究出来的。 道友出身海外,不知道并不稀奇的。 王长老一拍自己的后勺,有些恍然起来。 第941章戒子空间 将空间裂缝炼制成戒子空间 这种逆天秘书已经出现了。 韩丽脸上震惊之色隐约可见,有些难以置信的说道。 凡是涉及到空间秘书的东西,哪一个不是惊天动地,有莫大意义的。 说起来,修仙界最常见的法器储物带,其实也是空间秘书的一种最常见的应用。 只是储物带的等阶再高,能容纳的东西也是有限的,根本无法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界子空间。 甚至不少修士都认为更高阶线的空间秘书根本不可能在人界出现的,完全应该是上界修士。 才有能力施展的神通。 这种说法,在天南几乎是一种默认的事情。 可现在一听王长老之言,大晋竟早在千余年前就已经出现了空间裂缝的炼制秘书,怎不让韩丽大吃一惊。 韩兄不用如此惊讶的。 这个所谓的界子空间并没有像你想的那么高深,其出现也只是一种巧合而已。 父姓老者却忽然一笑的说道。 父兄说的不错。 界子空间其实对大部分人来说,根本就是一个鸡肋般的存在。 不但炼制困难至极,而且使用起来也限制众多,根本无法推广应用的。 说起来,这种界子空间整个大进也只不过十几处的样子,而本阁这里,却是最早出现的界子空间。 王长老也苦笑一声的说道。 最早的,难道,韩丽眉梢一动,有些惊疑起来。 不错,这种秘术其实是本阁的几位炼器大师无意中创立出来的,天下间能炼制这种界子空间的,也只有本阁的两位炼器大师而已。 其实那天机屋和天机府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根据这种界子空间炼制术另行研究出来的秘术。 王长老道也没有隐瞒的意思,竟然一五一十的全都说了出来。 嘿嘿,原来如此。 在下还真要见识一二这界子空间的神奇了。 韩丽回复了镇定,笑了一笑的说道。 王兄带韩道友去吧,老夫去过那界子空间了,就不去了。 这没吃惊之在下还要先处理一下,就先向二位道友告辞了。 父姓老者这时却一抱拳,冲二人正色的说出了告辞的言语。 既然父兄另有要事,王某就不多挽留了。 父兄改日再见。 王长老拱手失礼。 而韩丽耳中却传来老者几句叮嘱的言语,让他千万别错过了地下交易会最后一日的交易。 韩丽自然不经意的冲对方点点头。 然后老舅不再迟疑的走出了厅堂,登登地下楼去了。 韩兄,我们也走吧。 界子空间就在阁楼后面,转眼就到的。 王长老这才一转身,冲韩丽笑着说道,随后袖袍往桌上不经意的一幅,那个叫大玉和立刻从桌上消失不见。 韩丽自然不会拒绝。 当即跟着王长老穿过一片森严的劲之后,到了阁楼后面的一小片空地上。 在此处空地中间,有一个韩丽从未见过的古怪传送阵。 比普通的传送阵明显复杂了许多,也大了一圈的样子。 韩丽眉头微皱,有些意外起来。 要去界子空间,也只有从这传送阵才能到达。 似乎看出了韩丽的不解,王长老出口解释道。 要用传送阵? 难道这被炼制的空间裂缝是被固定在某一处的? 韩丽嘴角一动,心中暗自惊讶。 但这种明显涉及到炼制秘术的事情,他倒不好直接去问,当看到对方先一步走进了传送阵后,才略一犹豫的也跟了进去。 这时他才发现,传送阵四周的七八块零食都是中阶零食,别的不说,光是进入到界子空间就必须花费七八百低阶零食才可。 若是回来时同样需要传送出来,这来回一趟就要一千多零食,这个花费还真不是一般修饰能耗费起的。 就在韩丽心中思量之际,传送阵四周的零食白光骤起,二人在传送阵中一闪不见了。 一阵眼花缭乱的头晕目眩后,韩丽二人出现在一个碎石坡上,足下则是一个和传送进来法阵差不多的传送阵。 韩丽定了下神,还向四周望去。 只见一眼望去,一处千余丈广的空间出现在眼前,地上全是白乎乎的石头,但其中遍布大小不一的众多石坑,大的足有十余丈,小的却只有丈许而已,杂乱无比分布着。 韩丽深吸了一口气,心中有些嘀咕起来。 这处空间中不但一丝绿色没有,更没有感应到灵气的存在,天空看起来也灰的,分明是处死的而已。 韩丽应该看出来了,这个空间其实就是一个死绝之地。 空间裂缝中能天然产生蕴含灵脉的,可是万中无一,想得到传闻钟灵秒元那般灵气还圣人界的圣地,更是想也别想的事情。 自从我们大进修仙界发现空间裂缝以来,稍微有些灵气蕴含灵脉的,也只不过现三四处而已,甚至还远不如人界之地的灵气浓密。 但就是这些空间裂缝,那些发现的宗门都先后求本阁协助他们炼化成戒子空间了。 王长老走出传送阵后,就微笑着给韩丽说道。 这么说,这戒子空间除了能节省些空间,可以自由进出外,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用处。 怪不得,我到此地这么久,还从未听人说起过戒子空间的事情。 韩丽摸了摸下巴,脸色怪异的说道。 此话也不能这么说。 一些宗门若是想存放一些大件的隐秘东西,储存大量材料,或干脆打造一个御敌躲避的密室之地,这些戒子空间还是最佳的选择。 就是像我们天机阁这般,用来当作一处法器法宝的试炼空间,也是不错的。 戒子空间之所以稀少,还是合适的空间裂缝实在不太好寻觅。 天下间知道准确位置的空间裂缝原本就没有多少,其中位置合适又只有一些宗门独自知道隐秘些的。 就更少了。 再加上炼制这种戒子空间,花费的材料费用实在惊人之极,这诸多原因加在一起,才造成戒子空间如此少的。 王长老有些尴尬,口中连忙的解释道。 就算如此,贵格的这种戒子空间和在下原先想象的可以随意操纵,甚至能随身携带的想法,实在相差太远了。 进出竟然还要布置传颂阵,这实在谈不上什么须弥戒子之说。 韩丽叹了口气,有些可惜的说道。 嘿嘿,能随身携带如此大空间,大概也只有飞升灵界的大神通或仙界的真仙才有此能力吧? 在我们人界,绝对不可能有此逆天能力的。 能稍微借用大量珍稀材料,将现存的空间裂缝稳固下来,就是一件了不得的突破了。 王长老却不以为然了。 可以稳固空间。 难道快要塌陷的空间裂缝也能重新加固吗? 韩丽心中俱阵,目光极闪击下。 这个自然可以,只要那空间裂缝还未真正塌陷,我们都可以使用材料将这空间重新稳固下来的。 怎么,韩道友也知道一处这样的裂缝。 银袍修士神色动了下,有些诧异的问道。 嘿嘿,韩某在海外某地是发现这么一处裂缝所在。 至于是不是快塌陷了,在下还没有能力进去,倒也并未知道,只是觉得入口处有些不稳而已。 韩丽随即一笑,含糊的说道。 银袍修士自然看出了韩丽不想多提此事,当然不会不识趣的多问什么,而是一番手掌,那只城放天机斧的玉盒就出现在了手中。 王某这就将这天机斧放出,道友就可以入府看看是否满意里面的设置,若是觉得可以,我们再商谈此物的交易。 王长老含笑说道。 好,王道友尽管施法吧。 韩丽点点头回道。 见韩丽如此一说,银袍修士不再迟疑,伸手一抓将玉盒打开,露出里面白的一片乳白色灵光,隐隐有什么东西的样子。 未等韩丽看清楚何中之物,王长老就口中念念有词,将玉盒轻轻一抖。 顿时一团白光从玉盒中飞射而出,转眼间迎疯狂掌,一个盘旋后,在空中化为数亩大小的一大团白霞,里面隐隐有房屋楼阁等白玉雕成建筑若隐若现。 王长老两手掐绝,口中一声低赤的冲空中一点指,白霞一阵低沉的嗡鸣后,漠然往地面上一落。 轰隆隆的一声巨响后,在灵光万道中,一座通体用美玉砌成的完整洞府,出现在了山坡下的空地之上。 韩丽双目微眯,两手倒背的仔细打量起来。 这座看起来精致异常的洞府,比起寻常洞府来说,明显小了一号,但是其中楼阁,院落样样俱全,表面还被一层白色光幕笼罩,更让其犹如仙家别院一般的飘渺梦幻。 凝望了片刻后,韩丽身形一晃,一下化为一道青红相机射而去。 王长老剑子,急忙手掌一翻,一块白玉令牌出现在手中,用此令牌对准下方的洞府轻轻晃了几晃后,洞府外的光幕漠然消失溃散,韩丽所化青红丝毫无阻地射进了洞府大门内,一时间身形隐匿不见。 第九百四十二章 不期而遇 足足一顿饭功夫后,韩丽身影再次出现在了洞府前,身形轻飘飘地向山坡上飞来,脸上神色波澜不惊,看不出有什么异常。 王长老眉头皱了下,随即舒展开来,一等韩丽飞回石坡上,就微笑地问道,韩道友觉得此宝如何,是否满意? 洞府不大,单是,受舍等样样俱全,没有什么欠缺的。 但在下还有一事不明,需要王兄先解惑一下。 只要和天机府有关的,道友尽管问就是了,在下绝不会隐瞒的。 王长老欣然地回道。 既然这样,在下也就不客气了。 韩某知道天机府最大优点。 是可以随心所欲放大缩小洞府,便于随身携带,但是不知此宝是否能像储物带一般,可以在缩小情况下往其中放置或取出东西。 是否有灵兽带功效,受舍中的灵兽可以随洞府一起缩放无事吗? 韩丽盯着银袍修饰,缓缓问道。 此宝可以将巫射和巫中一同炼制过的桌椅等死物一同变化,但对灵兽等活物无能为力的。 即使道有的灵兽本身也具有玄弓变化神通,也无法承受天机府变幻的空间巨压,会瞬间湮灭掉的。 而且就算真有灵兽能承受这股压力,天机府一旦缩放后,洞府会立即处于封闭之中,无法从外面吸收任何灵气,时间一长,里面灵兽自然只有死路一条。 王长老没有想隐瞒的意思,一五一时解释得很清楚,毕竟这些东西稍一试验,都可立即得出答案的。 这么说,每次收起洞府时,药园中的灵药还要先移植出来才可,否则也无法生存的。 韩丽沉吟了一下,追问了一句。 韩兄说的一点不错,这些都是天机府无法解决的问题。 不过即使这样,一个天生附带禁制神通,可以随时随地召唤而出的洞府,其价值仍不是一般宝物可比的。 王长老皱了下双眉,随即正色的说道。 不错,这也是韩某对天机府感兴趣原因。 若是天机府真有前面所有功效,恐怕也不是在下能够奢望拥有的了。 韩丽却倾笑起来。 这么说,韩兄是打算换取此物了。 王长老双目一亮,有些欣喜的说道。 在下手中还有一些用不上的珍稀材料。 道友先给我一个可以用来换取的清单,我看看可以提供哪些,然后再商量下多少材料才能换取此宝吧。 韩丽微笑的说道,神情轻松随意。 这个自然,本格所需材料都在这预检中了,道友先看上一看。 银袍修饰满面笑容,袖袍一斗之下,一道白光机射向韩丽。 韩丽一把捞住此物,正是一块白色预检。 他随即就在这石坡上,手捧此物的查看起来。 一个时辰后,韩丽出现在了天机阁的大门处,王长老满脸笑容的送他出来。 韩丽转身冲他一抱拳,说了几句告辞言语后,飘然离去。 而王长老直到目送韩丽身影远去后,才一脸满意的返回了天机阁。 与此同时,韩丽摸了摸腰间突骨的储物袋,目光闪动两下后,嘴角泛起一丝笑容。 在花费了一大笔用不上的珍稀材料换取了天机阁后,他又拿出部分腰单和灵草直接出售给天机阁,换到了惊人树木的灵石。 想想当时拿出如此多材料,那位王长老脸上的震惊表情,韩丽威绝好笑的同时,心中却也大大提高了警惕。 人为财死鸟为石王的道理,在任何时候都是名言之理,只要值得出手,他可不认为自己是一名猿鹰中期修士,就真没人敢招惹下手了。 纵然天机阁这般大名声,按理说信誉应该不错,但漏了财,假扮的又是一名海外散修,他还是要打起十二分小心来, 以防那位王长老动了什么百议。 故而一走出天机阁,韩丽将部分神石放出笼罩附近,看看有没有人暗中偷窥自己。 半晌后,当确定真无人追踪自己,又走到另一处阁楼后面的死角时,他身形一晃,骤然躯体拔高寸许,容颜衣衫在一阵清光中同时变幻。 当他从阁楼后再出来时,以化为一名蓝袍如山的忠言如生,三缕常然,相貌清奇。 以他现在的修为,除非遇到原因后期修饰,别人自无法看穿他真面目的。 韩丽这才放心的向其他商号阁楼走去。 在一连走了几家后,韩丽大为失望的没有收获。 并不是这些大商号中真没有什么宝物,一些阁楼中掌柜主动推荐的一些古堡材料,韩丽看了也动心之极,但是可惜的是,材料都不是炼制傀儡和三燕扇所需的,一般古堡他又根本不缺,仔细想想后,还是没有购置任何一件。 看来也只有等拍卖会的召开了。 不久后,韩丽站在街道尽头处,望着面前一处气势雄伟的石殿,心中思量着。 这座看起来极为古朴的巨大殿堂,就是那宝光殿。 看起来和普通殿堂的确有些不同,竟然分为三层,每层二十余帐之高,仿佛一个巨型楼阁般的庞然大物。 大概也只有这等一次可以容纳上千修式的巨大建筑,才可以召开拍卖会吧。 在大殿门口,有数名铸鸡漆修式守在那里,禁止一般修式进入殿中,一副已经为拍卖会做准备的样子。 除了韩丽外,还有一些修式也对这此十殿指指点点,看来也都是知道此殿即将作为大拍卖会的场所。 韩丽深深的看了几眼宝光殿,准备转身离去。 但就在这时,忽然从那殿堂中竟然直接走出四名男女修士出来。 韩丽不在意的看了一眼,结果脸色一变,急忙故作平静的身形一转,抬腿就向来路走去。 慢着,这位道友且留步。 他刚走了两步,身后响起了悦耳洞听的话语声。 韩丽心中一沉,脸上肌肉抽搐一下,身形还是戛然而止。 道友有事吗? 转过身来,韩丽平静的说道。 在他身后六七丈远处,一名白纱照面,肌肤赛雪的白衣女子,正美目闪动的打量着他。 而在此女一旁,站着的其他一女二男,同样愕然的望着韩丽。 神识一扫之下,这些人竟全都是原英级修饰,特别那白衣女子和一名与他并肩而立的四十余岁模样黑袍修饰,更是和他一般的原英中期修饰。 韩丽心中微沉。 没什么,在下见道友修为不凡,想结交一二,道友不会见怪吧。 白衣女子上上下下打量着韩丽,目光在韩丽背后的长条状包裹上滞留了片刻,才秋波流动的嫣然道。 这名女子虽然看不清面容,但身材高挑,一举一动诱惑动人,这般一位绝色佳人开口相邀,但韩丽心中却没有丝毫的受宠若惊之感,反而大响立刻转脸就走,因为此女正是在草原和他大战过一次的天蓝圣女。 结交 道友说笑了。 以道友这人品和修为,这正是在下求之不得的事情,只是在下现在有失在身,不便在此久留。 韩丽心中有些嘀咕,但外表看起来冷冰冰的拱了拱后,就要再次转身就走。 这位道友何必心急,小女子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道友,道友可否回答在下一二。 此女白颖一晃,抢先一步挡住了韩丽去路,带眉微皱的说道。 怎么,道友是在质问下人吗? 韩丽表情一沉,口气生硬了起来。 林姑娘,你和这位道友有些纠葛吗? 那位黑袍修是终于忍不住的开口了。 此人面罩一层淡淡的黑气,一看就是某种魔宫修炼到极深境界的情形。 没有。 这位道友虽然第一次见到,但不知为何,总觉得他很像我来大晋想找的那人。 葛兄也很清楚,为了寻觅这人我已经在大晋滞留了数年,故而小妹弄清楚,这是不是银平的一丝错觉。 天蓝圣女一府肩上青丝,望向韩丽的目光清冷起来。 什么,你说这人就是拥有本宗鬼罗藩的那人? 黑袍修是还算清秀的面孔,骤然间阴霾下来,用凶狠的目光盯上了韩丽。 是不是那人我也不能肯定。 虽然容貌身材有些不同,但是他给我的感觉有些相似,并且那人背后也背着一个差不多形状的竹筒。 天蓝圣女明眸微眯,不动声色的说道。 竹筒 黑袍模修文言一正,目光也落到了韩丽背后的条形包裹上,看起来还真像一个粗大竹筒的样子。 不过当他想用神石渗透进包裹探个究竟时,却毫不客气的被另一股强大神石反弹了开来。 他心中一惊,急忙收回神石,脸色越发冰寒起来。 这位道友,在下阴罗宗葛天豪,阁下能否将背后的包裹打开,让我等一关。 只要不是我等想象的东西,自然不会再骚扰道友的。 葛天豪缓缓地说道,脸上露出了几分戒备之意。 不光是他,其他一男一女两名服饰差不多地修饰,互望了一眼后,也同样身形一晃站到了韩丽两侧,形成威逼之势。 韩丽面无表情地双手倒背,一言不发。 虽然几人无一人施法或者动用法宝,但一股煞气冲天而起,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第九百四十三章威胁 这时,附近其他注意到此情形的结单筑机等修士,一扫过韩丽等人的修为后,顿时各个色变得一哄而散,根本无人敢驻留附近观望。 这般高阶修士一旦放开手脚大站起来,他们这些小虾小鱼还不得城门失火殃及驰鱼。 冷眼看着石殿附近,转眼间就只剩他们几人,一些阁楼也如林大敌地纷纷开启了保护禁制,韩丽脸上肌肉抽搐一下,一层晶莹轻光诡异地从脸上升起,双目射出阴沉的寒光出来。 葛天豪天兰圣女四人见此情景,也不由得身上法力运转地做出警惕姿势,体内法宝全都蠢蠢欲动起来。 但就在这时,韩丽似乎想起了什么,猛然间冷笑一声,竟又将脸上的清光散去,淡淡地说道,我没有记错的话,尽惜房氏严禁修士在房氏中动手施法的,若是有违则会被房氏背后的三大道门和四大佛宗共同追杀的。 几位莫非想常常被人追杀万里的滋味,还是觉得有阴罗宗做后盾,可以不将三门四宗放进眼里了。 哼,谁敢不把我们道佛两脉放进眼中,贫道乌僻,道想要见识一二的。 就在韩丽话语刚说出口,一句气势汹汹的声音漠然从远处传来。 接着从街道另一端的某处阁楼中,豁然飞出金银两团光芒,直奔这里射来,转眼间就到了几人面前,一个盘旋后落下了顿光,露出一道一僧二人出来。 我道是那位高人,原来是阴罗宗的几位道友。 怎么,贵宗打算破坏规矩,在我们进西房试斗法吗? 说话的正是听起来声音不善的的道士。 这名老道头发灰白,面色红润,但两眼一瞪之下,一副火爆的样子。 另外一人则是位面容丑陋,长着朝天鼻子的中年僧人。 这位僧人虽然没有口出不逊之词,但同样面带不快,冷冷打亮着阴罗宗几人,只是在目光扫向韩丽和天蓝圣女时,脸上闪过一丝亚色。 在大晋出现不知名的原鹰修士,虽然有可能却也不会很多,至于修为到了原鹰中期还无名的,这就更加罕见了。 可现在身前的一男一女非但都是原鹰中期修为,而且面孔也都陌生得很,这怎不让让僧人暗吃惊了? 乌屁!葛某只不过想和眼前倒有何时一些事情罢了。 怎么,这你也要多管闲事。 葛天豪显然也认得老道,冷冷的说道。 不管你们想做什么,但是房市中不许动手的规矩谁也不能破。 几位真想动手还请一架他处,否则,就别怪贫道不客气了。 老道森然道。 乌屁,你尽可等我等真动手后再出手,葛某也早就想领教一二针吉门的神通了。 葛天豪文言大怒,口气也生硬起来了。 葛道友无须动怒,只要几位不催使法力,贫僧二人就不会插手几位道友间的事情。 而这二位施主看起来面孔有些陌生,可否先赐教下尊姓大名? 一旁的丑陋和尚一咧嘴,眼珠微转地说道,天蓝林寅平,见过二位道友。 其实事情很简单,小女子怀疑这位道友是我们天蓝圣殿的一名大敌,故而想请这位道友解开下背上包裹,向小女子证实一下其身份。 若这位道友并非在下所认之人,银平愿给这位道友敬酒赔罪,绝不纠缠下去。 天蓝圣女学景轻转地望了一眼韩丽,明眸四星地说道。 笑话,你当立某是什么人,凭什么要向你证实身份? 韩丽神色不惊地淡然道。 道友不愿意这般做,那阁下就可能是本殿的那名生死大敌,本人身为圣殿圣女,绝不能就让你就此从眼前离去。 林寅平幸存一敏,一缕杀鸡在眸中涌现,冰冷地说道。 天蓝圣女? 莫非就是草原那边的突兀族圣女? 老道文言心中一动,眉头微皱地问道。 一旁的丑陋和尚听了此言,目中也闪过亚瑟。 两位道友见笑了,小女子的确担任族中圣女一职。 林寅平不动声色地承认道。 贵族的徐仙师天纵之姿,不到四百岁就进阶到了园英中期,和老道昔日有过庶面之缘,不知现在还可安好。 乌辟老道面上怒容一收,口气稍缓地问道。 徐仙师一切安好,在数十年前就进阶到了园英后期了,现在已是本族四大仙师之一。 林寅平一听老道竟然和本族大仙师有一些交情式的样子,心中暗喜起来。 徐道友进阶后期了,果然和频道预料差不多。 如此年轻就走到这一步了,徐道友说不定真有可能再进一步的。 老道脸上一番异样后,竟发出了感慨之言。 韩丽隐隐感觉到不妙,心念急转如电地思量起来。 难道真要在这里和如此多元英级对手大打出手,再施展血影顿而逃不成? 就在他犹豫之际,神识中忽然传来了大眼神君低不可闻的传音,他眉稍微动的听完短短几句后,人当即神色大定。 而就在这时,那名老道又问了几句和那位徐仙师的话语后,目光在韩丽身上一扫过,略意犹豫后,终于冲韩丽问道,道友修为不凡,不知能否告之下出身来历,也许频道可以替两位道友调解一下的。 老道虽然不知道韩丽真正身份,但一名原因中期修士即使只是一名散修,也不愿轻易数敌的,故而这几句话说的倒也客气异常。 丽某好像没听说进入近西房市,还必须交代出身来历吧。 若是贵房市真有这一条,在下自当不会例外的遵守,若是没有的话,就请恕在下没有兴趣多说了。 韩丽脸色一板,用讥讽的口气说道。 一听此言,老道脸色一沉,心中暗恼起来,但未等他再说什么,一旁的和尚却笑嘻嘻的抢先一步说道,本房市当然没有此规定,刚才巫僻道友只是处于私人身份,好心想替两位道友, 化解一些误会罢了。 道友若不愿说也就罢了,但是我二人只能在房市内让诸位无法起冲突,万一林道友等人在房市外堵住入口,不放道友离去,这可不是我二人可管的范围了。 到时候道友一人面对四名猿鹰修士堵截,恐怕。 这丑陋和尚一副嬉笑的样子,但话里的一丝威胁之意,却显然至极。 韩力文言冷笑不已,但目光一扫葛天豪和天蓝圣女几人,见他们目光闪动不定,看来为了鬼罗藩和被他收走的圣兽分身,这一伙人十有八九还真会如此做的。 于是心念一转间,韩力盯着林寅平,忽然阴沉地说道,只要看过我包裹中的东西,就可以了。 若是在下就是几位的仇家自然没什么可说的,若是你们认错人了,包裹中并非你们想象之物,又待如何? 几位不会真以为一句陪罪话语,就能轻飘飘地让丽某心中怨气尽消吧。 什么意思? 你在威胁我们几人? 葛天豪声音一寒,口气凶狠起来。 笑话,既然认错人了,还强行要丽某打开包裹,这等七人过甚之事,你觉得在下今后会怎么做? 在下别的神通没有,但对顿数还略精通几种的,即使你们四人一起出手,在下也有六七成的把握可以逃脱而出的。 但如此之后,可就别怪力某不择手段的对付贵宗和几位了。 在下孤身一人,可不怕几位反过来报复的。 韩力仰天大笑几声后,阴森地说道。 一听此话,不止各天豪林寅平等人脸色微变,就连和尚和巫僻老道互视一眼后,心中同样有些嘀咕。 听对方口气,此人不但是原因中期散修,而且还一副牙字必报的样子,这种难缠的角色可正是各大宗门极力避免招惹的仇家。 毕竟修为到了对方这种地步,若不顾身份规定的肆意对宗门各阶弟子出手,造成的伤害那可就太大了。 若是此人真精通某种顿术的话,那更是麻烦透顶的事情,就是出动元英后期修士,也不一定能够及时能拿下对方来的。 而在此之前,对方只要稍心狠手辣一些,造成的损害足够让十大魔宗也大敢吃不消。 故而元英中期以上修士,即使是散修那些大宗门一般都是极力拉拢,拉拢不成才尽量避免得罪的。 若是实在无法避免的成为了敌人,那自然只有高阶修士进出的赶紧将对方面掉的好。 葛天豪等人也是因为鬼罗藩这等宗内至宝才会如此不客气的强行验证韩丽身份的,但有一个问题,如是韩丽是那夺取鬼罗藩的天男人,自然值得如此做,但若是不是,那可真是麻烦大了,平白为宗门招惹一个棘手仇家。 想到这里,葛天豪忍不住望向天蓝圣女一眼。 林银萍此女也带眉微皱,显然也觉得有些棘手。 若是对方真的记仇至极,以后杀向天蓝草原大举报复,他也大感头痛的。 道友何必将一件小事,说得如此严重,我等只不过想看看道友的包裹中东西而已。 这样吧,银萍若是真误会道友了,利兄可以对小女子提一个合理的条件,用你来弥补我等的过失,道友觉得如何? 林银萍美目眨动几下,娇容绽放的笑道。 第九百四十四章玉佩 天蓝圣女显然也不想在弄错人情况下,无故招惹一个实力不弱的仇家,才有些退让的说出这番话来。 条件 韩丽目光在此女身上冷漠的一转后,脸上毫无表情,看不出在想什么。 是要是道友愿意的话,小女子也可以直接赴一笔灵石当作无心之过的歉意。 林银萍微扬下巴,平静异常的说道。 嘿嘿,灵石就算了。 韩丽冷笑几声,也不说什么的漠然反手一捞,单手一把将背后包裹抓到了前。 韩丽这举动让附近几人一震,目光全落在了韩丽手中之物上。 韩丽倒也干脆,住包裹一脚手臂一抖,顿时一阵清明之声响起,一把金光灿灿的带翘长刀出现在了地面上。 此刀虽然尚未出窍,但是上面闪动的耀目灵光及无故自明的灵性,任谁一看,都知道这是一柄珍惜异常的异宝。 怪不得眼前之人对外人强行看他包裹如此的愤怒呢,换作他们被迫将自己心爱宝物强行在外人面前展示,恐怕心中都有些恼火吧。 林寅平看到长刀,美目中还过一丝惊疑,有些不太相信的将神石全部放出,将这带翘长刀重新检验了好一会儿,终于不得不确认此刀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不像施展了障眼法的样子。 葛天豪等因罗宗修士剑道包裹中不是想象之物,互望一眼后,都有些尴尬起来。 这件事情看起来,还真是他们弄出了一个大乌龙出来,幸亏刚才没有真和此人爆发冲突,否则这个仇家可结得太冤枉了。 巫僻老道和丑陋合上一本正经的不言笑一下,一副完全置身事外的样子。 看来真是误会了道友,实在是小女子的不对。 道友有什么条件,银瓶一定会量力让道友满意的。 天蓝圣女叹了一口气,失望之色一闪即逝失后,就冲韩丽的报以歉意的说道。 灵石什么的,在下并不缺少。 这样吧,临到有妖间的玉佩倒也别致,宋宇在下如何。 韩丽目光在天蓝圣女身上转了一圈后,最后落在了齐环佩叮当的柳妖处,大出人意料的说道。 玉佩 林寅平显然大为的意外,诧异的将腰间那枚碧绿晶莹的蝴蝶玉佩摘了下来,稍微凝望两下,美目中满是惊疑之色。 既然能带在其身上的事物,自然不可能是普通之物。 这件蝴蝶形的小巧玉佩具有一定提神清明的效果,是一种比较罕见的辅助型法器。 但是这种东西,对主积节单极修饰来说还算珍贵,但对原因中期的此女来说,这点提神效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此女也因为此物别致异常,且贴身携带有些黏月了,才一直没有换下的。 现在韩丽竟开口讨要此玉佩,这是什么意思? 林寅平用两根玉纸轻巧的夹起这只有数寸大小的玉佩,脸露一丝惆怅。 怎么,您倒有舍得此物吗,要不就换一个吧? 我看到有头上的珠钗,韩丽目光闪动几下,准备改口的样子。 一件小小的法器,有什么不舍得的? 只是此物跟我有些年月,略有些感情而已。 道友接着此物。 林寅平带眉一挑,瞬间心中有了决断,将手中的玉佩直接扔给了韩丽。 韩丽抬手接住了射来的玉佩,感应手上之物的余温,满意的点点头。 一翻手掌,玉佩消失得无影无踪。 接着,她又冲地上的金色长刀一招手,长刀一声温明后飞入了手中。 随即一块挥布从袖袍中窜出,眨眼间将长刀重新包成一个长条形的包裹。 将此包裹往背后一放,韩丽二话不说转身就走,想防势入口处而去。 其他修士见韩这般冷漠的样子,不禁面面相去起来。 而林寅平眼见对方真要离去,忽然间想起了什么,英纯微张的多问一句,现在我等都不知道有大名,道友能否将姓名赐教一二。 海外散修丽飞语。 韩丽脚步丝毫没停,但不带感情的话语淡淡传来,人则渐渐远去。 丽飞语。 葛兄,你们以前可听过海外有这么一个厉害的修士。 这人面对我们这么多人,竟然神色丝毫不变,一身神通应该非同一般才是。 林寅平望着韩丽的背影,目光微寒地说道。 不知为何,虽然看过了对方的包裹,但此女心头始终有一丝疑惑无法禁除,有些无法安心的感觉。 林道友此问可让在下为难了。 要知道海外修士虽然也属于大晋修仙界,但和我们内陆修士一比,实际上自行一体,也很少有修士踏足内陆腹地的。 而且海外修士修为参差不齐,散修和大小势力众多,不是海外出身的修士,很难知道海外有多少那些深藏不露的大神通修士。 当然最出名的海外三仙这等早就享誉海内外的高人自然另外一说了。 葛天豪虽然露为难之色,但还是尽心给此女详细解释道。 听到这番话,这位天蓝圣女戴眉猥琐,知道不可能再追查下去了,只好将这名叫丽菲宇的修士,暂时搁置了脑后。 另一边,韩力丝毫没有停留的直接出了房室,然后身形晃了几晃,人就出现在了不远处的一条街道上,浑在熙熙攘攘的凡人中,缓步而行起来。 前辈! 没想到你法力没有了,单凭神识就可以骗过这么多元英修士眼睛。 连我在你变幻洞幅天后都没有发现丝毫的异样,晚辈佩服之极。 韩力一边走着,一边嘴角泛起微笑的传音道。 这不算什么,当你也将大眼诀后三层炼成后,同样可以近在咫尺的将对手玩弄与鼓掌之间。 若是本身在精通换术的话,灭杀低阶对手于无形间也并非难事。 大眼神君却毫不在意的说道。 这倒也是,前四的大眼诀就已经如此厉害了,若能全部炼成,我也无法想象神识会强大到何种程度了。 可惜前辈虽然给了我第四层的口诀,在下却一直没有时间正式修炼。 韩力惊叹之余,心中有点无奈的说道。 嘿嘿,你的灵根姿质虽差,似乎在修炼大眼诀上姿质不错的样子。 再加上还有养魂墓这种奇物可以滋养神识,将大眼诀全部修成并不会比老夫当年曼哪里去的。 大眼神君却很看好韩力在大眼诀上的修炼。 希望如此吧。 不过,我有些不明白,前辈为何会让我想法取对方贴身的一样事物,难道前辈另有什么想法不成? 韩力有些不解了。 哼,你说这位天蓝圣女为何出现进京,以后会轻易放过你吗? 大眼神君眉头眉脑的反问了一句。 此女还能为何,多半是为我进入大晋的吧? 我连突兀人的圣兽分身和那件古怪小鼎一起都收进了须天鼎中,这位天蓝圣女怎可能轻易放弃,以后多半还会四处在大晋寻找我吧? 不过,此女竟然会和阴罗宗的人搅合到一起,看来以后的麻烦可不小。 韩力叹了口气后,无奈的说道。 这就是了。 西年曾经修习过一种感应株的炼制之法,可以借助对手气息,在百里内感应到对方的存在。 以后只要此女一进入你百里之内,就会对你进行警示,还能大概指出对方所在方向。 这样的话,此女以后对你有什么不利,你也可以提早做些应对了。 但是此物的效果不会持续太久,大约年许的时间就会渐渐失效。 不过这点时间,足够你在进京的日子里,暂时小心此女了。 大眼神君缓缓地说道。 原来如此,多谢前辈为晚辈考虑得如此周详。 韩力心中一喜的急忙谢道。 老夫不是为你着想,只是不想在你替老夫炼制出傀儡之前,大意出什么意外。 大眼神君淡淡地说道。 韩力闻言微微一笑,也没有多说什么,人却忽然方向一改,走进了附近的一个巷口中,然后人东一转西一拐,竟然到了一个孤零零的荒气破落院子前,附近静静无一人。 韩力这时停下脚步,脸色阴沉了下来。 道友跟着我这般久,到底抑郁如何? 说完这话,韩力缓缓转过身来,盯向了身后空无一人的某处地方,目中闪过一丝寒光。 力道友真不愧为海外修饰,竟然连老夫苦修的鬼影盾也能看破。 道友不必担心,在下可没有什么恶意的。 一个男子声音轻笑的传来,随即在那个地方绿光一闪,一个人形绿影逐渐浮现出。 韩力也一眯地仔细打量着此人。 这是一名满脸奸华之色的干兽老者,下巴有着几根稀疏的断须,修为有原因初期,正一副胸有成竹之色的望向韩力。 道友从房室中就一路跟踪在下,到底是何用意? 难道不知道,这样跟随其他同道是一件犯了大忌的事情。 我就是现在出手将你击杀,也不会有人说什么的。 韩力脸上煞气一闪,森然说道。 力道友何必这般凶神恶煞,小老儿找上道友可是想诚心做一笔交易的。 这笔交易可对道友和在下都有好处。 小老头黑黑一笑后,丝毫不慌地说道。 第九百四十五章敲诈 没兴趣。 在下从不和鬼鬼祟祟之人做什么交易,还是免了吧。 大出乎小老头预料,韩力连听都不听得一口回绝了,他脸上不禁露出一丝愕然,但随即又想起了什么,脸上皱纹书斩厚,轻笑了起来。 道友这话说得太早了,最好还是听一下的好。 听完之后,力兄再做决定也不迟,否则,吃亏的可是力兄。 老者话里竟隐隐透出一丝威胁之意。 对在下不利。 这倒让力某有些感兴趣了,姑且听上一听吧。 韩力双手一倍,目中闪过一丝沉吟后说道。 道友如此做才是明智之举。 小老儿先让道友看样东西,然后再谈交易的事情。 老者黑黑一笑,一拍腰间的灵兽带,顿时一团绿光从带中飞射而出,一个盘旋后,落在了老者头顶上,现出一只拳头大小的灵兽来。 此灵兽仿佛一放大数倍的蜗牛,但是通体秘率异常,缓缓摇动晶莹细长的触角,行动极为迟缓样子。 如虫兽,道友拿出此兽是何意思? 难道想让此兽向在下喷射毒液吗? 一见此兽模样,韩力脸色一沉的说道。 在下怎会用这种低阶灵兽道来对付道友? 不瞒力凶,老夫这灵兽有点小小的变异,而变异能力恰恰对一些幻术障眼法有点看破能力。 刚才力凶和阴罗宗几位道友对峙的时候,老夫恰巧正将一缕分神祭附在此兽身上,道友应该知道老夫所说意思了吧。 道友将那竹筒变换成了长刀情景,能瞒过他人却无法瞒得过此兽的灵觉。 老者一把将头顶上如虫兽抓到了手中,轻轻一脱的得意道。 就算如此又能怎样道友还什么想法不成? 一听到这如虫兽竟是变异灵兽,还有看破幻术的能力,韩丽心中一灵,但面上神色不露。 哈哈,道友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 老夫没有什么意思,只是道友肯赠送在下三四件宝物或者一大笔灵石的话,在下马上将刚才看到的事情,望得一干二净,绝不敢骚扰力凶的。 小老头脸上终于现出一贪婪,狮子大开口的说道。 你再要挟我。 韩丽不怒返笑起来。 怎么,道友动了杀心。 道友还是收起来的好,在下也是散修,可不怕道友的威胁之言。 老夫既然独自出现在道友跟前,自然有了十足的自保把握。 我早就让一名弟子跟在阴罗宗和那位天蓝圣女身后了,只要这边一出事,我那位徒弟就会立刻将你幻化背后之物的事情说出去,到时候道友的麻烦可就大了。 而且这里是进京城中,前来参加拍卖会的高阶修士不尽其数,道友觉得有可能在这种地方杀老夫灭口吗? 只要老夫一声长啸,道友就无可奈何的。 到那时候,小徒领着阴罗宗之人过来,这里有在下纠缠,道友根本无法顿走,只有死路一条。 也许四五名元英修士联手,还无法灭杀的了道友,但七八位如何? 据我所知阴罗宗在进京的元英长老可不仅这几人。 这么多人道友还有自信逃脱掉吗? 破财消灾,才是明智之举。 老者后退了两步,脸线尖笑的说道,同时一抬手,一块木盾从袖中飞出,化为一层黄蒙蒙光幕将自己全身席卷其内,一副谨慎异常的样子。 韩丽眉头紧皱了一下,目光在对方光幕上扫了一眼,脸色阴晴不定的沉吟起来。 看来不给道友一些好处,还真会有些麻烦的。 就不知道有想要什么宝物。 半晌后,韩丽神色恢复了正常,镇定异常的说道。 这就对了,在下也只是求财而已,丝毫没有和道友与死网破的想法。 在下也不挑剔什么,道友随便给几件古堡,老夫就心满意足了。 老者闻听此言心中大乐,连忙的说道。 对方如此的贪婪,让韩丽眉梢不经意的一跳,神色阴沉的伸手往储物带上一摸。 手掌一翻转,手心中顿时多出了一金银色光团,里面隐隐有一个鸡蛋大的圆球。 几件古堡。 道友胃口太大了。 别的古堡没有,这颗云霄珠是我当年偶尔得到的,因为功法缘故不太适合我用,阁下拿着它离去吧。 不要太贪心了,小心撑破了自己。 韩丽眉好气的说道,同时手腕一抖,圆球直奔小老头击射而来。 老者面见喜色,但目光一闪后,并没有直接伸手去接此宝,而是将如虫兽往身旁一抛,袖袍猛然一扶,一片乌光漠然从袖中飞射而出,一下将那金银色圆包裹在了其中。 过了片刻后,见此球没什么异样,才小心的穿过光幕拉到了身前。 这东西花纹奇特,的确不像普通宝物,就不知有何神效。 小老儿用神石连接到了一旁的如虫兽,感应到面前的圆球并不是幻化而成的,也没有法宝的认主气息在里面,当即疑心去了大半,伸手一招,将圆球探手吸到了手中,细看之下喃喃说道。 此宝有何功效,道友还是亲自一试的好,在下可以保证,绝对会让阁下大吃一惊的。 韩力双手抱肩,淡淡的说道。 这倒也是。 但一件古堡就想打发了在下,道友不觉得有些儿戏。 老者一边微微兴奋的尝试往圆球中注入法力,一边仍贪婪的想敲诈出更多好处。 韩力看到此景,嘴角一瞧,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讥讽。 嗯,是有些儿戏。 不如这样吧,在下就此送道友上路如何。 他突然冰寒无比的说道。 老者闻言一惊,尚未反应过来时,体内法力猛然间往手中圆球中狂泻而去。 随之砰的一惊响,圆球爆裂开来,灵光闪动间现出了数十只甲虫,正是韩力所存不多的三色式金虫。 这些灵虫方一线深就猛意展翅,同时向老者恶狠狠扑去。 如此短的距离,老者根本来不及躲闪,脑中只闪过一丝不好后,使金虫就一头砸到了老者脸孔上,密密麻麻的大口丝咬起来。 要不是老者身为猿鹰修士,护体灵光导演凝后,这片刻间就面目全非了。 如此多猙獰灵虫在面上撕咬不停,同时双目无法失误,老者惊怒之余,自然两手黑光闪动的拼命朝脸上狂抓过去,想要将这些怪虫抓下。 同时一吸气,就要张嘴发出冲天的笑声,想引来其他修饰。 可就在这时,他耳中传来一声冰寒入骨的冷哼,虽然声音不大,但方一入耳,神识就骤然传来撕裂般的剧痛。 老者身子抽搐之下,不由自主的一声惨叫,刚到嘴边的笑声戛然而止。 老者心中大害,正想不顾一切的身形先倒射腾空时,下一刻神识中剧痛忽然消失,脸上死年不放的甲虫也全都展翅高飞,双目豁然一亮,他竟重新失误了。 但与此同时,一柄被紫燕缠绕的树齿长金剑一下出现在老者眼前,迎头一展而下。 啊!老者大孔的一声低吼,根本来不及释放法宝或者施展顿术避开,只能将全身灵力狂注入身前的光幕中,希望能先挡下这一击再说。 惊目交加的他此刻早已明白,眼前这位自称海外散修的家伙,一开始就起了杀心,哪有丝毫破财消灾的想法,心中暴怒之余,也不禁大悔招惹此人。 好在他这面黄色目盾是一件好不容易得来的古堡,防御力惊人,即使对方是原鹰中期修饰,挡下一击应该没有问题的。 老者心中转念的瞬间,扑斥一声清响,黄色光幕和金剑方一接触,竟如同豆腐一般被一染两半。 接着金剑落下之势不停,四目金光一闪,老者躯体骤然变成两片向两侧倒下。 同时一个寸许高的黑色婴儿,一脸恐惧的呆呆停留在远处,被一团紫色寒冰直接封在了里面,无法动弹分毫。 金剑一个盘旋后,顺手一击将那失去了主人的蠕虫兽,一剑绞杀成了血雨,然后再一次飞至了紫冰上空。 一声霹雳后,树道粗大金湖从剑上弹射而出,化为一张纤细电网将原鹰罩在了旗内。 轰隆隆之声不断,紫冰连同里面的原鹰都在金光中化为了乌有。 这时韩力才神色一缓,但动作却丝毫不停,反手冲老者尸身出一抓,其腰间的储物袋就飞至了手中。 同时两颗拳头大的赤红火球从另一只手臂的袖中射出,将老者和蠕虫兽尸体化为了乌有。 随之韩力毫不迟疑的腾空而起,青光闪了几闪后,整个人鬼魅般的在空中消失不见。 仅仅一刻钟时间后,五道颜色各异的金红突然在此地上空现行而出,一个盘旋后,这些顿光纷纷落下地面,现出了男女五人来。 正是林银平、葛天豪等四人,另外一名面孔陌生的男青年却是一名杰丹修士。 就是这里不错,加湿气息就是在这里消失的。 那名男青年手捧一个法盘,一脸不安地说道。 这里的确有些残存的灵气波动,其中还真有那位姓丽家伙的气息。 这里还有一些血迹,看来你师父已经被灭口了。 葛天豪目光在附近一扫后,停在了地面上一点烟红处,阴沉地说道。 第九百四十六章 汗水 不可能,加湿虽然比那肥子修为稍差一筹,但怎可能连逃脱呼救的机会都没有。 青年脸色煞白,满脸不信地说道。 哼,你知道什么? 别说一个原因初期修士,那人可是曾经灭杀过同阶修士的狠人,你师父不及防之下被此人灭杀,毫不奇怪的。 不过萧老儿到底如何和你说的,再老实地和我们仔细说一遍。 葛天豪冷哼一声,没有好气地回道。 而这时,林寅平将神石放出迅速将此地搜索了一遍,突然柳妖一晃,人一下到了七八丈外的某处,伸手从地上吸起一雾来细看下,脸色骤然难看起来。 加湿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将本命法盘交于晚辈,并约定万一法盘出现异样,或者一定时间后还不见他返回就立刻将那人事情向几位前辈坦然相告,好及时救他脱离险境。 青年喃喃地说道。 不用说来,令师肯定已经出事了。 这样东西,是不是你师父使用古堡上的? 林寅平手一扬,一样东西直接射向了青年。 青年盲伸手接,看下后,顿时心中一沉。 这是一小块黄木片,上面冻着熟悉而微弱的灵光,正是小老头那面木盾残片。 这是家师木盾上的。 此盾坚固异常,防御力更是惊人,怎会被毁掉的? 青年面色更加苍白了。 林道友 看来萧老儿已不在人世了。 我原先听你之言,还不太相信那人真有灭杀同阶修士的神通,但现在看来,这人似乎比预料还要厉害三分。 萧老儿虽然只是元英初期修士,但是本身精通数种不凡顿数,可竟连求救之声都没有来得及发出就被灭杀了,可见此人神通已经不下于元英后期修士了。 仅仅仅我们几人,恐怕无法拿下此人的。 葛天豪根本懒得理会青年,只是冲着天蓝圣女凝重地说道。 怎么,葛兄不会连贵宗之宝也不打算讨回吧? 鬼罗藩既然落在了这人手中,贵宗四长老十有八九也命丧此人手上了。 林寅平峨眉一皱后,缓缓地说道。 嘿,杀了我们殷罗宗长老,还夺了本宗之宝,别说他还不是元英后期修士,就算真是的,本宗也绝不会放过此人的。 但是这人似乎和你们天蓝草原仇怨也不清,否则林道有身为一族圣女,也不会专为此人滞留我们大尽数年之久。 葛天豪干笑几声,亦有所指地说道。 只要能灭杀此人,元仙圣殿答应贵宗的条件,本人可以再加两成。 但是此人身上宝物,我们圣殿然必须先挑取一件。 林寅平红唇清敏一下后,忽然嫣然一笑地说道。 三成 秦沙如此厉害地修士,本宗还不知道会损失多少人手。 至于宝物,本宗元仙就答应贵宗的,当然不会再有他意。 葛天豪不加思索地说道。 本殿可以答应此条件。 林寅平只是略意愁愁,就一口答应下来。 很好,想必道有身为突兀圣女,也不会做出出而反而的事情。 胡师弟马上发出传音符,召集本宗在进京的所有长老弟子,全力搜寻此人。 这人既然去了房市,大拍卖会一定会参加的,这是我们抓住此人的最佳机会。 不过一切都要暗中行动,不要让其他宗门修士注意到。 低阶弟子千万不要和此人动手,几位长老若没有聚集一起也不要贸然出手。 拿下此人,其实将他引入法阵中一起出手才最妥当的。 葛天豪一转身,向另外一名阴罗宗南修如此说道。 房宗主那边是否还要通禀一声? 毕竟四长老当初可是他派出去才陨落的。 此南修开口问道。 自从上次修补鬼罗番计划只完成了一半,并且还出了四长老的事情,房宗主已经让大长老他们极不满意了。 听说他现在正在闭关炼制一件厉害的宝物,就算现在立马赶来,也无法赶上拍卖会的。 不过,到时可以先发传音符给他,若是我们手没有拿下此人,倒可以借助他们这一系人手共同对付那人的。 稍犹豫一下后,葛天豪点点头。 于是仔细商量一番后,几人当集起顿光离开了此地。 当然了怕引起烦人骚动,他们在一声到空中后,同样立刻隐匿了身形。 虽然说进京有禁止修饰飞行的规矩,但像殷罗宗这样的大宗派修饰,根本没有将其放进眼中去。 在同一时间,韩力正走在二十余里外的一条行人较少的街道上,用神识探查着袖中小老头的储物袋,里面杂七杂八的东西真不少,还真得花些心思分辨一下才行。 忽然间脚步一顿,韩力脸上现出一丝亚色。 怎么,发现什么了?大眼神君懒洋洋的道。 这是什么?好像从未见过。 韩力手掌一翻,手中多出了一个六七寸高的细长玉瓶,通体碧绿,精致异常。 伸手一根手指在瓶颈轻抚两下,一股针刺般的冰寒从指尖处传来,韩力脸上不禁露出一丝惊疑。 随后,他单手托起小瓶,轻轻晃了晃,里面隐隐传来液体流淌的声音。 韩力眉梢一挑。 难道里面是什么灵液? 不过这瓶中液体有些古怪,竟然连神石东法渗透其中。 韩力凝望着小瓶喃喃低语道。 想知道是什么,回去后仔细见别下不就知道了? 这里是凡人街道,可先别慌打开,省得惹出什么乱子来。 大眼神君出口警告道。 这个我自然到了。 韩力不动声色的手腕一抖,小瓶顿时又从手中消失的无影无踪。 韩小子你既然暴露了身份,以后再进京可要多加小心了,阴罗宗和天蓝圣女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估计他们也会猜到你会参加拍卖会的。 没关系,我可不相信进京还有第二个能看穿幻术的灵兽,只要尽量躲开进京中的原因后期修饰,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 这一次拍卖会是凑齐所需材料的唯一途径,即使有些危险,我们也得冒险仪式的。 韩力似乎早考虑过此事。 这倒也是。 不过,这一次既然是为了傀儡收集材料,如是真有危险了,老夫会破例像刚才战斗那样,用大眼觉得精神刺神通助你一臂之力的。 大眼神君淡淡的说道。 多谢前辈了。 有前辈此言,晚辈可就放心多了。 韩力心中一喜得的回道。 一个时辰后,韩力像凡人一般的慢慢溜回了道观,在和关主悠然的闲聊一段时间后,才不慌不忙的走回屋子中。 随手在屋子四周布置下数个临时法阵,韩力这才将那碧绿小瓶重新取出来,放置在眼前细细观望了一遍。 半晌后,他抬起一只手,一把抓住了玉瓶盖子,灵光闪动间,瓶盖被轻巧拔起。 顿时一股寒光从瓶中击射而出,同时整间屋子温度骤然极降,以韩力这般修炼过紫罗集火寒弓的修饰,被这寒光一照之下也不禁击击凌打了个冷战。 韩力心中一惊,周身漠然冒出一层紫燕,寒光一碰之下,立刻被紫燕排斥在了外面。 而整个屋子在寒光扫过之处,直接凝结出了厚厚的冰。 若非屋子中早就被下部下了数层进制,寒气恐怕直接就渗透出了屋外。 看来这寒光虽然没有紫罗集火这般厉害,但极寒程度竟似也离前蓝冰燕不远的样子。 这是什么鬼东西? 韩力大感兴趣的用被紫燕包裹的手掌,抓紧小瓶再次轻轻一晃,顿时又一股寒光喷出了瓶口。 他目睹刺寒光在半空中散开,让屋子更加冰寒了三分后,终于将那小瓶挪移至了眼皮底下,目光一扫之下,瞳孔中蓝芒闪动,透过那白萌萌的寒气,瓶中隐隐有刺目荧光闪动的样子。 这个好像是,你从瓶中到一滴出来,用玉盘小心接住,让我细看一下。 大眼神君的声音,突然有几分激动起来。 韩力心中一动,二话不说的从储物袋中掏出一个巴掌大玉碟,另一只手握紧小瓶手腕微微一抖。 一滴银色液体从瓶口中稳稳落下,发出了清脆悦耳声音后,滴入碟中,竟直接化为了一颗米粒大小的银珠,滴溜溜的在碟中转动不停。 大出乎韩力意料的是,这颗银珠本身却没有丝毫寒气发出,看起来实在普通。 果然没错,真的是万年兵玉中才能孕育而出的寒水。 大眼神君叹了一口气,缓缓的说道。 万年兵玉我倒是听说过,寒水是什么东西,似乎很珍贵的样子。 韩力诧异的问道。 寒水,本质上是我们最常用的炼丹炼气材料玉水的一种,只是这种寒水只生长玉万年玄玉之中,世人根本无缘得以一见。 我若是没记错的话,此东西好像只有大进西北的北叶小吉宫有这么一小瓶,当作世代相传镇山之宝的。 此外,就再也没听说过哪里出产此物。 对了,你已经炼化的那颗雪晶珠其实就是万年玄玉炼制而成的。 大眼神君回复了平静的说道。 第947章 回扬水与太阳惊火 如此稀少,这东西应该有一点特殊之处吧。 韩力盯着玉碟中的银珠,目光闪动的问道。 何止是一点点特殊? 这种东西对我们修饰还好,大多只是当成炼制法器丹药的顶级辅助材料,但是若是落入了妖族手中,却是能为之拼的魂飞魄散而不惜,这可是妖兽经历化形雷结的绝佳保命之物。 大眼神君回道。 妖族的化形雷结? 纵然韩力已经心中有了准备,闻言还是不禁呆了一下。 不错,这世间高阶妖兽数不胜数,但是能到七级顶尖还安然度过化形之劫的,却是寥寥无几。 毕竟天雷之力原本就对大部分妖兽都有克制之力的,雷结对他们来说和死结也差不多。 而杜结妖兽事先服下一滴寒水所化银珠,在炼化后就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大大减弱雷电之力对妖体的伤害,你说这种寒水对这些妖兽是否珍惜? 不过修仙界知道此物的人类修士并不太多,那北叶小吉宫因为修炼的寒属性功法非常奇特,我当年游历大进时,也曾经和他们宫中的高阶修士争斗过,故而识得此物的。 而且据说每隔千余年,大进境内一些高阶妖兽就会秘密聚集到小吉宫所在的北明冰岛,拼命攻打北叶小吉宫,为的就是能够能够强迫宫中修士交出一些寒水出来。 有这样的事情?寒历有些难以相信。 这有什么奇怪的,没有寒水他们度化形之劫,十有八九也是死路一条,若是侥幸得到一滴寒水,度过雷劫成功几率立刻大增,怎会不尽力的。 况且每当这时,万妖谷的那几个老妖怪也会主动牵头此事,即使攻打失败,这些妖兽也不会有什么大损伤的。 只是北叶小吉宫传承某上古大神通修士,几座自上古时候就流传下来的近段大阵都非同小可,特别磁岛地处天元阴脉的寒眼之上,方圆万里的冰寒刺骨的寒气更能杀人于无形。 没有修炼过寒属性功法的妖兽,一入磁岛灵力几乎大半要用来抵挡寒气的侵袭,根本无法全力和北叶小吉宫的修士争斗,故而虽然妖修每次都气势汹汹的过去,但却从未真正攻克过北明岛。 不过此灵业如此珍贵,那鸣灭在你手中的家伙如何得到的? 你看看这小瓶是否有什么特殊标记? 大眼神君给寒历解释后,又有些不解起来。 标记 这小瓶底部有个雪花状的花纹,不知这算不算标记? 寒历神色一动,伸出手指在瓶底处摸了摸,说道 那就没错了,这正是北明岛的标记。 看来紫瓶就是小吉宫的那瓶寒水了,但他竟会落在这么一名猿鹰初期修士手中,就这么随意的放进储物袋中,倒有些奇怪了。 大眼神君似乎在思量其中的难解处。 这世间什么千奇百怪的事情不可能发生,说不定紫瓶被什么人从北明岛偷盗出来,或者干脆北明岛自己的修士写保叛逃,后有巧合的落入那人手中,这些都有可能的。 倒是你刚才说,此寒水对我们修士来说只能当作炼制法器和丹药的辅助材料,若是如此的话,北夜小吉宫修士又何必为了此物利贷和众妖兽对抗,直接交出去不就行了吗? 寒历思量一下后,眉头一皱的问道。 大进一些知情且对此有疑问的修士早就有了,但小吉宫对外的说法,说是为了遏制修仙界八级妖兽以上的存在,好能保持大进修仙界的稳定,否则这小小一瓶寒水就足以催生出数十名八级妖兽出来,这股力量足以打破大进脊脉势力的平衡,从而惹出大乱。 不过这种说法也就能骗骗一些普通人而已,当年和老夫斗法的那名小吉宫修士地位不低,好像还是一位副公主的样子,因为他出言不逊,在斗法失败被我击杀后,我用搜魂术好好招待了他一番,结果无意中得到了一个有关寒水的密文。 大眼神君说到这里,声音顿了一下,似乎在回想着什么了。 密文? 寒历没稍一动,大感兴趣起来。 不错,要不是见到这寒水,老夫也早已将其忘却得差不多了,这件事情大概除了北夜小吉宫的几名高层外,其他人根本不知道的。 其实寒水除了可以当炼器炼丹材料外,最主要的功用却是炼制上古秘药回洋真水的主原料。 大眼神君声音凝重起来的说道。 回洋水? 就是那可以白骨生肉,无限修补肉体的秘药。 寒历倒吸一口惊气,吓了一跳。 不错,据说不管躯体受了多重伤害,哪怕是已经四分五裂伸手一处,只要用紫灵药撒在伤口处都可以瞬间回复如初的。 甚至一些点集中还说,紫灵药还有起死回生的逆天神效。 当然这些都是传言,谁也不知道真假,但是有一点却是所有点集公认的,那就是回洋水具有延长修饰寿元的奇效,而且足可以延长普通修饰四分之一的寿命。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了吧?大眼神君淡淡的说道。 这代表可以让一些结当后期的修饰有机会进阶元英期,元英后期大修饰大有可能进入化神期。 寒历长吐了一口气,喃喃的说道。 当然,这寒水只是炼制回洋真水的一味主原料,若想要真炼制出此水来,其他原料也算了,那深处万丈熔岩下的太阳精火,却是必不可少的。 只有用磁火淬炼的寒水才能称得上是阴阳调剂,能够炼制出回洋水,否则,只是白白糟蹋了此物。 大眼神君大有深意的说道。 太阳精火。 这东西上哪找去,不要说普通修饰能在万丈熔岩之下支撑多久,万丈熔岩中形成磁火的几率有多大。 那太阳精火一旦形成,就同成灵,根本在熔岩中来无影去无踪,如何扑多的道? 况且就算有了磁火,没有回洋水的配方,也是枉然的事情。 韩力有些自嘲的说道。 大眼神君听沉寂了下来,好一会儿后才缓缓说道,太阳精火我是没办法的,但是配方我这里却有。 韩道友难道忘了我当年灭杀的那名小急功的副公主,其神识中恰恰记着此配方,老夫当时觉得有些稀罕,也就随手记下了。 你若是真想炼制此灵药,我倒可以提供你地。 前辈有此配方,这真是太好了,那晚辈先留着吧,也许以后真有可能用上呢。 韩力听闻大眼神君之言一惊。 随后惊喜交加起来,有了回洋真水,他进阶化神奇的机会自然大增了。 那太阳精火根本不是我们这一届修士可以捕捉到的,我劝你还是不要太寄希望于此上了。 否则,北夜小急功修士历代大神通修士,持有此配方和寒水如此多年,为何从未炼制成此灵水? 大眼神君淡然地说道,随后不等韩力说什么,竹筒中飞出一块淡黄色玉捡来,他竟然这般短时间就将回洋水配方复制好了。 多谢前辈,晚辈也只是以防万一而已。 韩力一把将玉剑抓在手中,轻笑地回道。 你的雪晶球既然也是万年玄玉炼制而成,若是能够掺入数滴寒水进去,却可以将此宝灵性和威力都大增不少的,可不要忘记了。 大眼神君最后又叮嘱了一句,随后觉得日说的话足够多了,就此沉寂不语了。 韩力眉梢轻轻一挑,此话大眼神君不提,他也会如此做的。 不过有一点韩力还很好奇,就是这寒水散发的寒气如此可怕,不知可不可被其紫罗集火吸纳融合。 会不会让其紫罗集火威力更上一层楼? 心中如此想到,韩力将玉蝶中的银珠盗回了小瓶中,自己则不客气五指一张,顿时一团紫萌萌的火焰浮现在了手中,单手一翻转,顿时紫色火球立刻化为一层小巧的光幕,将瓶口封住。 随后他另一只手一掐绝,口中滴滴滴念念有词。 只见紫燕光芒一闪,在口诀声中,光幕上的丝丝火焰开始自行旋转起来,并且越来越急,越来越快。 片刻后,一缕银灿灿的寒气从瓶口中缓缓冒出,如同梦幻般艳丽。 韩力口中一声低吹,仰手打出了一道青色法绝。 光幕一吸纳此法绝,当即一颤之下,重新化为一颗拳头大火球,就将那缕寒气死死包裹在了其中,密封不透。 随后韩力抬手闯将小瓶重新盖上盖子,另一只手则冲紫燕火球一招手,火球一闪之下,立刻射向韩力。 一张嘴,韩力竟直接将紫色火球连同银色寒气吞进了腹中,然后直盘膝坐在地上,缓缓闭上了双目。 此刻在韩力丹田处,两寸大小的圆英却睁开了双目,清澈异常。 而在他身前,那颗紫色火球正徐徐转动着,里面则有一点银团闪动不已。 原因眨了眨眼睛,当即小手一掐绝,身上轻蒙蒙灵光大放,一道道法绝从手中击出。 紫色火球轰得一下彻底燃烧起来,其体内的银色光团也同样化为了银色火苗和紫燕开始交织融合起来。 而外面的韩力本体面无表情,整个人彻底进入了入定中,一动不动。 第948章 韩长老 韩力在屋子中一待就是一日一夜,那道观观主虽是个凡人,但身处道门却也知道一些修仙者的事情,并隐隐猜出了韩力的身份,故而在此期间倒也没让人打扰韩力。 当韩力在屋中终于睁开双目时,脸上露出了一丝失望。 寒水中寒气竟然丝毫无法被紫萝集火融合,看来此物现在也只能当作材料来使用了,还是用来将雪晶珠重新炼制一下吧。 韩力无奈地低于一句,立刻一张口,顿时扑得一声清响,一颗晶莹剔透的圆珠从口中喷出,悬浮在了身前树齿高处。 看着眼前之物,韩力一抬手,那只盛放寒水的小瓶出现在了手心中。 手指拂过,瓶盖自行飞起,另一只手马上冲着瓶底一拍,顿时一滴银珠从瓶中飞射而出,一下没入了雪晶珠中不见了踪影。 韩力也不多说,两手掐绝在一张口,又一缕青色萤火从口中喷出,瞬间将圆球包裹其中,迅速燃烧起来。 平静地看着火焰中的圆珠,韩力再次逼上双目。 重新炼制此珠倒不用花费多少时间,在大拍卖会照开前足够将雪晶珠炼制完毕了。 心中这样想,他用神念操纵着那一缕萤火开始一点点的凝炼眼前宝物起来。 就在韩力一心凝炼法宝之时,进京北部的皇城一角,一座气势雄伟的府邸中,一位身穿单薄青衫的年轻人站在一座石亭内,双手倒背地欣赏着亭外的奇花异草,一脸惬意之色。 忽然间此人神色一动,脸庞默然转了过来,露出此人真容,相貌容颜竟然有气氛和韩力相似。 唯一不同的是,此人有一对毫无感情的冷冰冰眼珠。 而就在这时,不远处的花园入口处有脚步声传来,接着一名乌冠锦袍的老者出现在了那里。 他抬手间正好对上了青年一对亮晶晶的眼珠,不禁机零零打了个冷战,心中一惊。 好在青年目中光一收,马上变得普普通通起来,并淡淡说道,我倒是谁,原来是云翼道友。 道友到此,是找韩某吗? 韩长老,近日我们安插在几处房市的探子传来一个消息,也许韩老会感兴趣的。 乌官老者干笑两声,人就走了过来。 消息 你知道我一向对身外知识不感兴趣,也不负责任何具体事情,道友若有事想让我出手,只需让叶长老给我说一声即可了。 青年重新将头扭转过去,盯着石亭前一片花束,冷漠的说道。 呵呵,若是其他事情,云某自然不会打搅韩兄清修的,但是这个消息却和道友有关系的。 老者毫不在意对方巨人千里之外的态度,反而大有深意的说道。 和我有关?难道你们找到那人了? 青年一阵后,双目一眯,面色意寒的说道。 不错,我们的确有此人的消息。 据说鬼罗宗的一些修士突然间在京城几处房室中悄悄的在寻找这人,这是他们所发的那人画像,和韩长老所说那人应该是同一人才对。 不过,还是需要韩长老亲眼看看的。 乌官老者一抬手,一块白色玉碱从袖中飞射过来。 青山青年阴沉的伸手一招,就将玉碱吸入了手中,神识立刻沉浸里面仔细扫尸了一遍。 不错,正是他不假。 有没有消息说,殷罗宗的人为何找他? 青山年轻人脸上肌肉一跳,迅速将神识抽了出来后,冷静地问道。 这个还没有消息。 不过殷罗宗在京城中所有元英级的长老却忽然都聚集到了一起,不知是否和此人有关。 韩长老,你说过这和你同名的修士,是你的一位大仇家,并让族内帮你寻找此人出来,故而二长老已经决定,此人就交与韩兄处理了。 不管韩长老采用什么手段对付这人,只要这人不干扰大拍卖会的正常进行即可。 毕竟这次拍卖会上,叶家也有几件东西一定要拿到手的,叶长老不希望出现什么意外。 老者不动声色地说道。 哼,只要能有此人准确消息,我会让他从这世间消失的。 不过族内帮我搜集的魔器,不知到底找到几件了。 我会加入皇族,供你们叶家驱使,可是有此条件在先的。 韩长老愣哼了一声。 韩兄放心,魔器的事情我们已经在各地注意这些东西的下落了。 先前不是已经帮助道友找到了一件吗? 至于其余魔器则有些麻烦,还需要花些时间的。 乌官老者面色不变地解释道。 我不管你们如何帮本人找到魔器,我为叶家效力二十年,二十年后必须看到说好的几件魔器必须出现在韩某手中。 韩长老嘴唇一敏,目中寒光一闪地说道。 这个自然。 我们叶家既然答应韩长老,就绝对不会食言的。 韩长老先安歇吧,一有那人的准确消息,我也会马上告知道友的。 乌官老者皮笑肉不笑的一抱拳,终于告辞离去了。 青年望着老者身影从花园门处消失后,脸上冷笑一声,随后想起了什么,袖袍轻轻一抖,一口金光闪闪小剑莫然出现在了手中。 小剑通体被树根黑丝缠在其中,却仍然灵性十足的弹跳不停,一副想要挣脱的样子。 这些黑丝却不知是何物所化,任凭金剑挣扎却总能牢牢粘在剑上将其死死的捆覆着。 青年眉头一皱。 突然一张嘴,一口黑血喷出,将金剑洒满了一身。 金剑顿时一声鸣,马上灵光暗淡了下来,但是仍然不服气般的低吟个不停。 真是麻烦,一口人剑飞剑竟然还这么难以抹去灵性,要不是看中了此剑是用金雷竹炼制成的,又何必花费这般大心思。 青年难难的低语了两句,脸上露出几分不耐之色。 不过,既然你也已经到了进京,这倒是个难得的机会。 只要灭掉它,不但可以爆了朱砂主魂让我无法恢复全部修为之仇,飞剑也立刻成了无主之物,收服起来就轻而易举了。 青年说着,面上煞气一闪,瞳孔深处竟隐隐隐泛出黑,子两色一芒,整个人骤然间变得妖艺鬼魅起来。 与此同时,府中另一处偏僻角落的阁楼中,有两男一女正坐在一张圆桌四周交谈着什么。 其中一人证实那名刚从青年那边回来的乌官老者,另外一名男子则是位面容威严,腰缠玉带的中年人。 那名女子竟是以前在黄青关道观中出现过的那名美艳妇人,只是这时的她神色肃然,正听那乌官老者讲述和青年交谈的过程。 这么说,韩长老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方脸中年人听完老者之言,就略有所思的说道。 不错。 而且韩长老一听说这位同名之人消息,虽然没有表现得过于激动,但是眼中的杀气绝对是真的。 看来其所说的和那人有深仇,应该不假才是。 乌官老者如此的说道。 可是这两人不但名字一样,连相貌都如此近似。 而那一位韩丽不久前还混入我们皇族修饰栖身的黄青关中,不知有何目的,是不是针对我们叶家来的。 如今,他又被殷罗宗修饰这般郑重的暗中追查,我总有些不踏实的感觉。 美艳妇人却怠眉一挑的说道。 里面当然有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但是我们何必管这么多事情,只要韩长老不是佛道等宗门派来的卧底, 能全力协助叶家完成大事,我们就无需分心的事事都寻根问底。 这位韩长老不但修为不弱,对上古一些密文密事更是知道甚多,是我们数年后之行必不可少的助力。 在此之前,一定要全力笼络住此人。 另外,对那和韩长老同名之人,多加留心些,能让殷罗宗如此郑重的修饰,肯定有不凡之处。 既然无法肯定此人是不是针对我们叶家来,有机会的话,还是派人协助韩长老将这人尽快铲除掉得好。 方脸老者轻拍了拍一侧的仪柄,口中沉声地说道。 二长老此言有理。 不过,这位韩长老也有些邪门,我总觉得其似乎对我们隐瞒了真正实力,还要我们帮他收集摩弃这种伤人伤己的法器,实在让人难以明白其心中真正所想。 我认为对此人,同样要多加戒备的。 乌官老者却忽然开口如此说道。 这个魏兄自然心中有数。 除了我们叶家本族和新长老外,我不会相信任何一个外人的,更不会向他们透露我们真正的计划。 云翼贤弟尽管放心就是了。 现在关键的是,这次拍卖会我们需要拿下的几件东西,一定不能让其他势力发现是我们出价拍买的,否则,他们要么会出手存心进行破坏,要么从这些材料上说不定会推断出一两分我们的计划来。 绝不能出现这种事情,所以,这一次你们一定要将此事安排妥当,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错过了这次拍卖会,无法收集全材料炼制出那几件法器的话,我们数年后的取宝之行,就无法顺利进行了。 方脸老者凝重的吩咐道。 第949章大拍卖会 二叔放心,这次拍卖会已经安排的天衣无缝,所有出价购买的修士,都是我们早已收买下来的不起眼散修。 这些修士从表面看起来根本和我们业家不相干,而且一等拍卖结束后,这些人也会立即灭灭口,绝不会走漏半点风声的。 倒是皇上那边应付的如何? 太一门和天魔宗怎么突然向宫中派出了玄青和奇妙两名老怪物到宫中来了,不会听到了什么风声吧? 美妇人迟疑的说道。 乌官老者文言,也同样露出担心之色。 你们尽管放心,大哥已经看过他们来意,是冲三黄的那件平山印来的。 如今此印即将炼成,三官就要就将各个部件完成最后的融合,这两家倒也耳目众多,仅仅从我们故意露出的一点点风声,已经隐隐知道我们炼制的是何宝了。 故而这次,是向我们叶家施压的,要求将此宝出售给他们两家。 这样也好,有此诱饵在明处,我真正计划就不会被他们注意了。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所有知道计划的长老最近外出都要结伴而行,别一不小心,遭了这两个物的暗算,被强行探查了神识就糟糕了。 特别这次天魔宗来的七妙真人,更是擅长各种迷魂秘术,即使元英级修士一不小心遭了暗算,也会不由自主的吐露出一切的。 方脸中年人面上肌肉一跳,凝重的叮嘱道。 原来如此,这就安心了。 但平山印也是我们千辛万苦才炼制出来的,就这样便宜给这两家吗? 乌官老者大为可惜的说道。 便宜他们? 怎么可能? 若只有一家找上门来,我们也许扛不住压力,只能捏着鼻子韧了,但现在既然是两家齐来,自然就有了浑水摸鱼的余地了。 大哥已经有了安排,平山印就算无法留在手中,也绝不会如此容易的落到这两家手中资敌的。 方脸中年人露出一丝激讽的冷笑道。 乌官老者每人互望了一眼,不禁一头的雾水,但却也识去的没有再接着问下去了。 于是三人再聊了一会儿,就分手离开,各自行事了。 时间一天的过去,转眼间就到了大拍卖会召开的日子。 在这期间,阴罗宗尽管四处寻找韩力的下落,但是他们寻觅的地方只是其他房市,客栈和进京附近的一些修饰聚集地方,韩力一心在道观中修炼雪晶球,根本没有外出一次,自然毫无所获了。 这日一大早,韩力就变换了容颜,化一名黑脸大汉,将背后的竹筒也换化为一柄长剑,就飘然离开了道观,直奔进西房市而来。 一路上,他脸气收息将修为降至结单期境界,以免太过引人注意。 结果和他预想的一样,越是接近近西市,他所感应到的高阶修饰气息也越多起来。 其中固然以结单期为主,原因期的修饰气却也不少,至于低阶修饰,反而少之又少。 看来稍微有些身家的修饰,都不愿放过这一次的大拍卖会。 等韩力穿过禁制,一走进房市中,顿时发现整条街道上到处都是各色打扮的修饰,其中不乏众多奇装一服之人。 不过他目光一扫之下,却在入口处发现几名面目阴沉的黑袍修饰,正不停地扫视着进入房市之人,其中一名男子赫然就是那位葛天豪。 但是天蓝圣女却不知为何,并未出现在此。 韩力心中眉头一皱,但表面故作不知地往大殿方向走去,根本没有多看这些阴罗宗修饰一眼。 但他方一抬腿走出两步,一道若有若无神识就立刻扫了过来,转了一圈后就毫无所获地离开,奔向另一名刚出现的结单期修饰。 阴罗宗这种用神识扫视进入房市修饰的举动,倒也不是每个进入房市的修饰都有此待遇,只是那些面孔陌生的,一看就是散修或身份可疑的修饰才有此遭遇,那些分属其他各宗各派的高阶修饰,这些人则根本不加理会。 他们这种神识扫视的隐秘举动对那些结单期的修饰还好,对方无法献此举动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反应,但几名原鹰级别的散修,一入房市就遭遇此事,自然心中大怒,冷冷地瞪了几眼这些阴罗宗修饰。 好在阴罗宗这些人也无意挑起什么事端,神识扫过后,就没有其他后续举动,虽让这些高阶散修纵然心中不满,但也不会为此真的招惹阴罗宗这等的魔道大宗,也只能和韩丽一样不快地离开。 阁长老,听说那人精通易容幻化之术,我们这样守在这里,恐怕根本无用吧?一名新出现的三角眼阴利老者,眼看一直毫无所获,心中不由不满起来。 我叫几位师兄这般做,原本就是想打草惊蛇,根本没想用此方法马上找出这人来。 此人神通不小,我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识破此人真身,但这般气势汹汹地找他,说不定他心中一慌,还可能露出什么马脚来。 就算这人能沉住气,丝毫破绽不漏,你们也不用担心什么。 突兀人和天魔宗也有些交情,林道友已经去向天魔宗的七妙道友借来了妙音宝镜,现在正在住处专心祭练中,只要两三日后就可驱使自如了。 我现在能找出这人最好,发现不了,也可让这人失去了警惕。 一旦到拍卖会的最后一两日,在此境破情威力之下,那人就无处可藏了,可以迅雷不及掩耳地拿下这人。 葛天豪望着阴厉老者一眼,淡淡地说道。 原来如此。 我就说一个长老在宗内算无一策的本事,怎么可能做这种无用的事情。 若是这样的话,根本用不上宗主他们赶来,我们几人就可下这人,为宗内立下大功了。 三角眼老者眼睛一亮,有些兴奋地说道。 希望如此吧。 葛天豪干笑一声,望了望宝光电方向。 这次要对付的家伙,怎么看也是一个狠角色,连宗内原来原英中期顶阶的四长老都可能命丧此人之手,哪有这么好得手的。 有什么意外出现都不稀奇的,还是多加小心点的好。 葛豪这般莫得想到,脸色不觉阴沉了下来。 这时,韩丽已站在了当日看过的巨大石殿前。 此刻这座光电完全被一层五色光幕笼罩在了其内,显得神秘异常。 让韩丽愕然的是,在宝光电的上空竟多出了另一座用白石砌成的单层大电。 虽然面积稍小些,只有下面石殿的三分之一,但也有数百丈之广,停在空中绝对是一个庞然大物般的存在。 而在韩丽面前,一名铸鸡漆的黄山侍从,正恭敬的给韩丽解释着什么。 这时的韩丽已不再掩饰圆英七的气息,这位拍卖会负责招待的修饰虽然看韩丽有些漫不经心,却丝毫不敢露出不耐之色。 在殿前,还有其他一些相同打扮的修饰,同样在招待着一些圆英级的高阶修饰。 至于杰丹七修饰,则只能老实的走到大殿门前的一块石碑上,自行看着上面写着的东西。 圆英级的拍卖会,改在上面的九霄殿了,杰丹七则还在宝光殿举行。 另外圆英级拍卖会一人要交一千零十,杰丹七拍卖会一人要交一百零十才能进入,我们没有说错吧? 半晌后,韩丽将目光一收,扫了眼前侍从一眼,淡淡的说道。 前辈明鉴,的确如此。 这一次参加拍卖会的修饰,比往年还多了三分,故而不得不从天机阁紧急借来这座九霄殿临时一用。 另外缴纳这些零十也是和往年一样的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拍卖会过于拥挤,不得不出此手段控制拍卖会人数。 不过以前被这等身份的前辈高人,这些零十自然不会看在眼内的。 否则若是什么人都可以随意进入殿中,场地就是再大十倍,也根本无法容纳。 这名黄山修饰陪笑的说道。 一千零十? 你们倒也真会大手笔捞零十? 不过就像你说的,只要能拍到我满意东西,这点零十自然不会在意的。 结单期拍卖会我自然不会感兴趣,我要参加元英级的拍卖会。 韩丽一抬手,十块中间零十扔到了黄山修饰的怀内。 前辈请进,元英级拍卖会上午就会开始,这是拍卖会的牌子,以后数日的元英级拍卖会,前辈持此牌就可以一直参加了。 黄山修饰一拿到零十脸上笑容更多,并从袖中抽出一个代号码的玉牌,递给了给韩丽。 韩丽一伸手接过玉牌,二话不说的身上清光一闪,人就化为一道惊鸿直接奔空中大殿而去。 这时,早已有其他修饰仙价玉顿光飞向空中了。 等韩丽飞入了九霄殿大门时,只见门口处除了一层淡白色的光幕外,竟然空无一人。 他没稍移动,往手中玉牌稍微注入些灵力并冲光幕晃了击晃,顿时从玉牌上射出一道红光,所过之处光幕自行分开。 韩丽想也不想的身形一晃,人就再次化为一道青红飞射而入,随后光幕马上合拢如出。 如此两个时辰后,前前后后足有数百名猿鹰级修士陆续飞进了半空中的九霄殿。 而在三声巨大的钟鸣声后,大拍卖会就此开始了。 第九百五十张墨金 韩丽坐在大殿偏僻的一角,冷眼看着大殿百于丈远的正前方,一名身穿灶袍的中年人,正手捧一块淡黄色晶石, 简单的介绍着此物。 江黄金,产于南江西部大沙漠,只有在千尺之下的沙地中才有可能找到,材质坚硬无比,且可大量容纳土属性灵器,是炼制土属性法宝的上加材料。 此物底价八千灵石,每次加价不得低于一千。 这位负责主持拍卖的修士是一名元英中期修士,声音不急不缓,也没有任何多家的夸大言语。 不过这道也很正常,若是一名低阶修士被数百元英级修士同时注视着,那股巨大的无形压力,足以让此人心神被夺,根本无法开口说话。 而韩丽仔细感应了一下,此人是元英中期顶峰修为,在没有发现拍卖会上有元英后期修士情况下,此人可说是殿中修为最高的修士,故而主持此拍卖会,倒也不会有谁敢肆意捣乱。 而这块江黄金,虽然是炼制土属性法法宝的不错材料,但却没有出现踊跃出价的情景,只有寥寥三四人出了几次价外,就被一名无名修士以一万两千零石拿下了。 下面的其他物品的拍卖,也同样不运不火的进行着。 韩丽坐在椅子上看着这一切,神色平静异常,毫不奇怪。 这个拍卖会要一连持续数日,首日拿出来的东西,自然不可能有什么太好的。 这些材料虽然相对一般元英修士也算稀有,但只要肯花时间,在拍卖会外同样可以搜集到的,故而现在店中大部分人除了真需要的人外,也不会有人争抢此物。 不过到最后,今日还是会拿出几件好东西吧,好勾起大家继续参加第二日拍卖的兴趣。 心中这样想着,韩丽自然不会将心思放到拍卖会上了,只是懒洋洋的留意着店中的众多元英修士,这些人虽然只是大进顶阶修士的一小部分,却代表大进各个大小不同的势力,无论正魔两道都有。 最引起他注意的,还是坐在大殿中间的三名脑门赠亮的大和尚。 这三名僧人一位枯兽如柴,一位肥头大耳,最后一名则慈眉善目,长须雪白。 三人全都一身灰色僧衣,低手垂目,一副的道高僧的样子。 这可是韩丽第一次见到佛宗的高阶修士,自然多望了两眼,结果坐在中间那名年纪看起来最大的老僧,立刻有所感应的朝韩丽所在方向看了一样,虽然目光平和温序,韩丽还是不禁心中一领。 这老和尚的神识如此灵敏,佛宗在大进能河道如并驾齐驱,果然有些鬼门道的。 韩丽不愿无辜引起对付的敌意,当即将神识收回,脸上献出若无其事的模样。 而明老僧目光在韩丽身上一转后,神色不变的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大殿中除了这些和尚外,其他样子奇特的修士更是大有人在,韩丽暗自对照掌握的大进修各势力情报,一一加以印证,尽量记住这些人,说不定以后会有什么用处。 随着一件件物品的拍走,时间也一点点的过去,就像韩丽预料的那样,在临近后期时,终于开始出现了一些珍稀的宝物,原本平静无波的重修士,立刻骚动起来。 一连数件宝物都竞争激烈,并拍出了惊人的天价后,气氛一下变得有些火热起来。 毕竟为了自己所需之物,原英级修士大都不会在意多花一些零食的,否则错过这次机会,靠他们自己去搜集寻觅,还不一定是猴年马月的事情。 墨金一块,重三斤四两,炼器稀有材料,底价三万零食,一次加价不得少于两千。 越是珍稀的宝物,主持拍卖的中年修士,越是解释的简单异常,此刻他手捧起一个玉盘,上面放着一块乌黑四墨但引有金芒闪动的古怪金属。 一直微笑的韩力,一听此话身子骤然绷紧,目中闪过惊喜之色。 如此快就出现了所需的材料,这可出乎他的意料。 墨金这材料,他可在找了许久,可是一直无法收购到的。 三万六 四万 四万五千零食 墨金的名头着实不小,食货的人更多,韩力还未出价,台上的拍卖人目光一扫之下,已有人接连爆出了数个高价来。 韩力闻言眉头一皱,倒也不慌着出价了,此物既然是在必得,还是等到价位到了最高点再争抢算了。 当这块墨金被一位不知名修士喊到了六万零食的高价时,原本还死缠紧跟的几人戛然而止。 六万五 韩力往身前的玉牌一点止,在上面灵光闪动下后,口中爆出了一个价位。 六万七千零食 那人似乎也真需要此物,犹豫一下还是出价压过了韩力。 七万 韩力的声音毫无感情。 这一次,那名出价修士沉寂了下来。 墨金纵然珍惜,但出如此多零食实在有些高了,他顿时果断的放弃了。 韩力见此,微微一笑。 前方主持拍卖的中年修士见此物卖出了如此高的价钱,心中已经大为满意,但仍然按照惯例重复了两遍此价格,正想问完第三遍就确认拍卖成功时,突然另一个冷冷的加价声传来。 七万五千 韩力和主持拍卖的中年修士一愣,拍卖场中的其他修士也大都诧异起来。 八万 韩力马上恢复正常,不加思索的张口说道。 八万二 这位者不动声色的又一次出嫁,这人竟和韩力一般,一副对此物是在必备的模样。 这一次不光韩力脸色微变,其他修士也忍不住将目光扫过去。 只见众人目光所望之处,大殿稍后位置,一名通体被弹黑色雾气笼罩的修士静静坐在那里,无法看到真容半分,但是从隐约可见的衣裳看来,似乎是名老者。 韩力心中纳闷,却没有心思再和对方一点点耗费下去,脸色一沉之下,漠然说出一个让全场修士心中一阵的价格。 十二万零食 这个价格一出口,店中其他修士各个面露古怪之色。 这个树木的零食,都可以买一件不错的古堡,根本远超莫金正常价格。 一阵骚动后,有不少修士也不禁朝韩力这边望了一眼,但变换了容颜的韩力,就只是一名看起来病样样的黄脸修士,自然不会有谁认识的。 韩力对其他人视若无睹,始终留心被黑气笼罩老者的一举一动。 那名老者听到这般高价,显然也大吃一惊。 若是可能的话,他绝对会出一个更高价格和韩力争抢墨金,但是据他的消息,下面还有另一样更重要的材料会出现,若是花了这般多零食,他可没有把握再稳稳拿下另一种材料了,那到时候损失就更大了。 况且看对方一口气将价钱提到如此高的地步,分明不会轻易罢手的。 心中一番盘散后,老者终于没有再出价,于是这样材料,终于落到了韩力手中,但这样一来,韩力和这位老者自然引起了有心人的关注。 但韩力还好,下面只是座椅子上闭目养神,似乎莫金到手后,就对其他东西再也不感兴趣的样子。 那名老者却在下面一个叫李火沙的更珍惜材料上,和一大群都看上此材料上的重修士一番争抢后,竟以二十余万的高价将此物够到了手中。 老者出手如此大方,自然更加的引人注意了。 这倒不是说这次拍卖会,老者是花费零食最多的修士。 最后拍卖的高阶古堡,增进修位的丹药等几样宝物,几乎每一样都在二三十万左右。 但是仅用二十余万购买一种炼器材料,还是让人联想偏偏,不是普通修士能做的事情。 第一日拍卖会结束后,韩力浑在重修士中离开了拍卖场,但在房市出口处,那几名阴罗宗修士早已不见了踪影,似乎已死心的样子。 韩力洒然一笑,不慌不忙的离开了房市,往住处而去。 韩力不知道的是,那位黑气照体老者离开了房市,却悄然的出现在了进京某处不起眼的民宅中。 那名夜家的乌官老者竟就在其中一间屋子中等着这人。 一见乌官老者,参加竞拍会的这位,二话不说的将拍卖来的那袋离火沙递了过去。 墨金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有劳高道友这一趟了。 我也没想到,也有人会花如此高价拍卖此物,否则一定让道友多带一些零食过去的。 好在墨金这东西,数日后的地下拍卖场也有人交换此物,要不还真有些麻烦。 交换材料我已经打听清楚,也给道友准备好了,到时还要麻烦道友过去一趟的。 乌官老者一接过材料,含笑的说道。 嘿嘿,云义兄一次真给在下太多零食,高某恐怕会把持不住的。 这次只是个意外,按理说事先准备的零食绰绰有余的。 数日后的地下交易会,我自会过去的。 高兴老者干笑两声的回道。 高道友做事,在下自然放心。 这个是在下给道友准备的灵单。 此事结束后,灵单树木还会翻倍的。 乌官老者满意的点点头,从储物袋中掏出一个玉盒,递给了对方。 好,道友如此守信,这几日在下自当尽力的。 高兴老者大喜之下检查过了盒中的灵单,满意的连连点点头, 然后再从乌官老者手中接过一个盛满零食的储物袋和一个记着明日需拍买材料情报的预检,就告辞离去了。 第951章妙音宝镜 乌官老者一等对方从屋子中消失,脸上挂着的笑容骤然消失,阴沉了下去。 到了晚上时,老者又在这屋子中见了另外两名结单妻的散修,这两人同样交上来一些材料并拿到好处后,然后大喜的离去了。 而韩丽在接下来的几日里,每天上午都准时的参加在九霄店的大拍卖会。 因为第一日就有所收获,所以韩丽自然对下面的拍卖大抱希望,但可惜的是,下面几日却一无所获。 就像那位换取赤精汁的父姓老者所说一样,除了每日压底的十余种东西外,韩丽想要的那种等级的珍稀材料,含有在拍卖会上出现。 最后压轴拍卖的东西,也大都是一些法宝类的成品宝物。 看来第一日就能拍到墨金,的确是凑巧了些。 不过在这期间,韩丽在拍卖会之外也没有闲着,就地下拍卖会的事情,通过各种手段倒也了解了一些。 照打庭的情报来看,这地下交易会前面几日也和大拍卖会差不多,除了出现的东西以魔道所需居多外,一般也不会出现特别珍稀的物品。 但是到了最后一日,则有一个专门针对原英级修饰举行的乙物义物交易会,往年几届都有众多罕见的材料出现。 他现在还缺的几种材料,的确大有可能在这交易会上凑齐的。 不过这交易会的确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轻易参加的,似乎只有魔道有关的修饰或者相关人等介绍推荐的修饰才可以加入的。 如此一来,韩丽心中一松,暂且将此事放置了脑后,只是每日按时参加九霄店的拍卖会。 几日后,韩丽在最后一天的拍卖会上,竟又发现了一种所需的材料,精神一阵之下,花费十余万灵时拍下了此物。 不久,这个明面上的大拍卖会终于结束了。 众修士从拍卖场中一哄而出,韩丽浑在其中飞落到地面上,但并未直接走出房室,而是直奔天机阁而去。 韩丽并不知道,她的此举竟然巧合的让其暂时躲过了一劫。 因为前几日已经从房室入口处消失的阴罗宗几名长老,突然又出现在了入口处,而且其中多出了一名依旧青沙照面低天蓝圣女。 现在此女正用玉手把玩着一口荧光闪闪的小静,看着房室入口处进出的修士,不时朝着小静望上几眼,明眸流转下带眉紧锁。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小静荧光闪动得越发厉害,但此女始终是一语不发。 旁边的葛天豪等人的面孔也渐渐阴沉下来,脸色不太好看的样子。 没有发现那人。 前面进出房室的修士,虽然有几个也使用幻术遮蔽了真容,但并不是那个人。 难道真的没参加大拍卖会? 若是如此的话,这几日可就白忙活了。 半赏后林银平吐了一口气,迟疑的说道。 不可能。 最近来进京的高阶修士,有几个会错过这次的大拍卖会。 而且当日林姑娘你也亲眼看到了,那人在宝光殿前亲自待了一段时间才离开的,分明对这次拍卖会非常重视的样子。 葛天豪缓缓地说道。 林银平听到这话,虽然不经意地点点头,但玉蓉上的沉吟之色仍然未散去。 会不会是,妙阴镜并不像传闻中的那般神庙,或者祭练时间太短,林道友尚未真正能发挥此境威力,故而无法发现那人踪迹。 那名三角眼的阴罗宗长老,忽然间这般说道。 这个也不太可能。 妙阴镜是七妙真人七妙七真宝之一,是早已成名修仙界许久的宝物。 至于祭练问题,古宝原本就不需要怎么祭练的,只是此境有些特殊,若不稍加祭练又无法充分发挥破法的神通,故而这几日的祭练已经足够了。 否则,那几名同样施展秘术的修士,就不会被我用此宝看破真容了。 林寅平摇摇头,英纯微张地解释道。 如此说来,要么这人幻言秘术神通还在妙阴镜上,故而无法被看破,要么是此人有事还待在房室中,或者另用什么手段从其他地方走掉了。 葛天豪目光闪动几下,边思量边说道。 妙阴镜如此大名声,天下间虽然有他无法破除的幻属,但也绝对是屈指可数的,哪有这么巧,这人就会此种大神通。 而第二种情况下,房室四周布置的是道门赫赫有名的八级分光阵,那人也不可能无声无息的破阵离去,十有八九应该还待在房室中未出去才是。 林寅平最后肯定的说道。 林道友的意思是。 三角眼老者反而愁愁起来。 继续守在这里,只要那人还在房室中就肯定会经过这里。 另外再派几名机灵阶的弟子去房室中各处转转,看看能否找到一些此人的踪迹。 林寅平如此的建议道。 嗯? 林道友所言有理,就依道友之言,一直等到晚上吧。 若是那人真在房室中,也应该在这段时间出现了。 葛天豪略意思量,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然后他抬手放出几道传音符,不移惠尔就招来了数名阴罗宗迪皆修士,一番吩咐后,这几人就恭敬地领命离开,往房室深处走去。 就在这几人因为变寻韩力未果,而有些惊疑动摇时,韩力却已经在天玑阁中再次见到了那位王长老,这时的他自然是恢复了本来面貌。 王长老对韩力和父姓老者在天玑阁约见之事,也知道一些的,故而毫不意外,反而非常热情地将韩力让到了贵宾室,亲自加以作陪。 韩力和这位王长老闲聊了一会儿后,两就自然而然地交流一些修炼上的经验心得,不久就都有些收获的样子。 就当二人印证的起进时,父姓老者终于如约也来到了天玑阁中,一见此情景,倒也不客气地立刻加入了讨论。 三人间的这一场交流足足进行了小半日,直到天色快黑之时,三人才相视一笑地结束了这场都有所获益的谈话。 父姓老者和韩力没有再在天玑阁酒呆,当即告辞而去,离开了天玑阁。 一走出阁楼,韩力脸上一阵模糊,瞬间幻化成了另一位陌生面容的黄脸修士,父姓老者一见先是一正,随即心领神会的不以为意了。 不过下面韩力反而诧异起来了,父姓老者竟然没有朝房式出口处走去,而是带着他直奔天玑阁附近,挂着树灵斋的另一家小楼走去。 父兄,这是。 眼看要走进此间阁楼,韩力还是忍不住的问道。 这家树斋是私人商号,其主人是和我相交多年的好友,新晋在阁楼中布置一个临时传送阵,传送的地方正好离地下交易会场所不远。 我已经打过招呼,可以直接传送过去的。 父姓老者胸有成竹地说道。 传送阵。 我没记错的话,房市不是严禁布置传送阵的吗? 韩力闻言,非但没有解惑,反而面上更吃惊起来。 嘿嘿。 道友尽管放心,我这位老有面子可不小,因为特殊原因事先向房市背后势力申请过的,已经临时得到允许。 这个传送阵只能存在短短数月时间,知道的人也寥寥无几。 父姓老者不以为意地解释道。 原来如此。 韩力有些恍然。 树灵斋的主人是一名面容普通的白敬老者,谈吐举止皆都不凡,让人一见之下大有春风拂面之感。 更让韩力吃惊的是,这位竟然还是一位名气不小的阵法大师,这让韩力大起结交之心。 可惜的是,因为急着参加地下交议会,故而韩力实在没时间和此人多说什么,就从布置在阁楼密室中的一座小型传送阵传送出了房市。 下一刻,二人直接出现在了一处不大的隐蔽山洞中。 等二人走出山洞飞到了空中,韩力这才发现他们竟然直接到了进京城南面附近的一座无名小山上。 而在小山不远处,进京那巨大的城墙还能隐隐可见。 就在韩力已经离开了房市时,还守在房市入口处的葛天豪同样看了看天色,人略沉吟一下后,忽然对一旁的林银平说道,林道友,地下交议会就要开始了。 今日交议会有几样出现的东西,对葛某今后修炼大有用处,在下不能错过的。 而现在天色如此晚了,那人还未出现,其他弟子也未在房市中发现这人踪迹,看来我们先前的推断不知哪里出错了。 此人狡诈如狐,可能早不在房市中了。 不如道友陪葛某一同参加交议会,那人也可能会出现在那里,就算没有,在地下交议会上也肯定有所收获的。 看样子再这样守株带兔下去,的确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样子。 好吧,我就随道友走一趟吧,说不定真有可能会在那里有点收获呢。 林银平咬了咬烟红的嘴唇,望了望房市深处方向,只能有些不甘心的答应道。 随后葛天豪又和其他人一番商量后,那原先一直跟着他的一男一女两名修士仍暂时留守此房市,其余的长老则有一人跟着他和林银平一起参加地下交议会,三角眼老者和另外一人则自称另有要事,竟就此告辞离去了。 一时间,殷罗宗聚集起来的众多元英级长老,尚未和韩丽接触动手,就先解体,各行其事了。 第952章 九幽宗 殷罗宗的这些修士刚离开没多久,附近的一家阁楼中突然人影晃动,又走出两名修士来。 这两人瞅了瞅入口处空无一人的情景,脸色凝重的小声的传音几句,随即也跟着走了出去。 一走出房市,二人立刻分头行事,其中一人手持一件小番轻轻一晃,身形在一团紫气包裹下立刻凭空消失,然后朝着葛天豪等人离开方向追逆而去。 另外一人则分道杨树,化为一道顿光直奔皇城方向飞射而去。 这时,进京附近的无名荒山上,复姓老者正一脸耐人寻味的冲韩丽说道,已经传送到了这里,道友不想问些什么吗? 何必多此一举? 在下对父兄非要使用传送阵传出房市之事,的确有些不解,但想必道友有自己的道理吧? 在一传送出来的瞬间,韩丽就已经小心的将附近的情况扫视了一遍,附近并未有什么异常,故而现如此平静的回道。 韩丽这番小心的举动,并没有逃过父姓老者的双目,但他不但不恼怒,反而心中大为的满意。 其实也没什么,是老夫事先得到消息,在大房市出口处,有几名阴罗宗的修士在找什么人的样子。 老夫估计,韩道友肯定不想见这几人,故而才见了这传送阵避开这些家伙。 道友不会觉得父某多此一举吧? 父姓老者目光闪动,似笑非笑的说道。 阴罗宗? 道友说这话,什么意思? 韩丽心中一领,但表面神情不变的反问道。 嘿嘿,道友不必担心什么,在下若真想对道友不利的话,早就在附近布置什么后手了。 韩兄大概就是当日在宝光殿前,和葛天豪发生冲突的那名修士吧。 父姓老者神秘一笑,缓缓地说道。 没想到,父兄连这些都知道。 但为何会出手相帮在下? 难道道友仅仅因为当日之约,就不惜得罪阴罗宗这样的魔道大宗? 韩某有些不太相信。 韩丽沉默了一会儿,淡淡地承认道。 阴罗宗算什么? 韩兄看来还不知道父某出身吧? 在下不才天居九幽宗的执法长老,本宗原本就和阴罗宗有些梁子,能够让葛天豪那家伙吃饼,父某正求之不得呢? 当然,在下帮助道友主要还是有一事向求的。 父姓老者毫不在意地坦然道。 九幽宗? 真是失敬,对贵宗在下可久闻大名的。 不过,以贵宗实力还需要在下帮什么忙? 韩丽一听对方竟然也是魔道失踪的长老,心中顿时一惊,警惕心大起。 这件事情是私人之事,父某不好借助宗内人手的。 不过此事不急,还是等我二人参加完交议会,在下再和道友戏说此事吧。 韩兄尽管放心,此事对道友也有些好处,若是觉得不合适,父某也会勉强的。 父姓老者微笑着说道。 既然如此,那这个人情,在下就先领了。 韩丽略一思量,就展颜一笑。 他已经得罪了一个阴罗宗,自然不希望再得罪一个魔道大宗,先不管以后是否真答应帮对方的忙,先虚伪应付再说了。 在下就知道韩兄也是爽快之人。 我们走吧,交议会地点离此不远。 父姓老者脸上喜色一闪而过,似乎对韩丽的反应很满意,下面二人就化为两道惊鸿向远处飞顿而去。 一路及时没有多久,在离近京城三千里外的一片黑油油荒山中,老者带着韩丽忽然往下一落,一个盘旋在一面看似普通的石壁前停了下来。 石壁微微发绿,大半遍布一些淤泥青苔,实在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韩丽看也没看石壁,反而目光一眯的四下一望,这才发现此地是深处两座山峰间的一处野山沟,一人高的野草灌木到处都是,若不是父姓老者亲自带着他过来,绝无法发现此地点竟有修饰出没。 父姓老者显然到此地不止一次了,他熟练的从袖袍一抖,一块巴掌大小圆盘飞射而出,上面白芒一闪,直接没入石壁中不见了踪影。 片刻后,石壁上漠然黄色霞光闪动,韩丽眼前一花。 石壁竟凭空消失不见,露出了一个直径十余丈宽的巨大洞口。 而在洞口前,正有两名一身毕山的中年修士,直直的站在那里。 二人都是杰丹后期修为,其中一人手中还托着那面父姓老者的法盘。 原来师父前辈到了,这位前辈面孔有些陌生,不知可否请教下尊姓大名。 那托着圆盘法器的修士,先冲二人施了一礼,然后目光在韩丽身上一扫后,不卑不亢的的询问道。 这位是海外来的韩道友,老夫做他的引荐人,有什么可查的? 快给道友一个身份盘,我二人急着参加交换会呢。 父姓老者两眼一瞪,不客气的说道。 呵呵,既然是父前辈做引荐,自然没有什么问题了。 这一块就是原英级身份盘,不但前辈可凭此物参加这次的交易会,以后三届的地下交易会,也是免费的。 当然要是前辈触犯了交易会的规矩,此法盘就会被收回货作费的。 而且按照规矩,拥有此法盘需要缴纳一万灵石。 那名绿袍修士将手中圆盘,客客气气的还给了父姓老者后,又拿出一件差不多的法盘给韩力解释道。 给,这是灵石。 听到如此多灵石,韩力有些肉疼,但表面上却负得痛快异常,一个装满上万灵石的袋子,直接扔了过去。 这是法盘,前辈请收好。 对面碧山修士稍易检查过袋中灵石数量,就满脸笑容的将那面刻有347字符的法盘双手奉上。 韩力扫了一眼后,眉梢微微一挑,有些怀的问道,347。 这次的交易会有这么多人参加? 当然没有。 韩前辈不知,其中有一部分前辈因为各种原因,不会来参加此次的交易。 按照往年的经验,大概只有二百余人参加。 另一名碧山修士出言解释道。 哦,人也算不少了。 韩力点点头,有些恍然。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二人先去参加交换会了。 有机会替我向你们师父问候一下。 父姓老者一见韩力有了法盘,当即说了一句,就带头往通道深处大步走去。 这二人修为不弱,听道有口气,难道他们是同一位师父,不知是哪位道友? 韩力跟在其后,随口的问道。 他们的师父可了不得,大进四大伞修你知道吗? 父姓老者嘿嘿一笑,反问道。 嗯,自然听说过,难道是其中之一? 韩力有点好奇起来。 不错,他二人师父是四大伞修中最神秘的一喜天道友,早已进阶元英后期多年了。 我道友机缘见过此人一面,当时亲眼目睹此人施展通天神通,轻易斩杀一只八级妖兽,修为实在深不可测呀。 据说此人是大进千年来最有可能进阶化神期的两人之一。 这次交易会组织者会让这两人把守门户,估计也有借助其师威名的意思。 父姓老者一边给韩力解释着,一边口中感叹不已,对这位一喜天大为的羡慕。 我看父兄修为身后异常,一旦突破瓶颈,元英后期也是指日可待,又有何羡慕的。 不过另外一名可能进阶化神的道友,是哪一位? 韩力心中一动,开口打停起来。 另外一人,是佛门静火宗的碧月禅师。 这位仅仅花费四百余年就进阶元英后期,也是修仙界公认的万年才出一次的天纵之才。 至于在下,傅某自存也算资质过人,但那是和一般修士相比,根本无法和以上二位相提并论的。 而我困在此境界已经二三百年之久,早已觉了再次进阶的心思。 道士道友似乎刚刚突破中期不久,说不定到时有可能轻易突破瓶颈的。 父姓老者苦笑的说道。 父兄真是说笑了,天下间哪有这般好事? 韩力干笑几声,打了个哈哈,自然不会拿对方的话当真的。 这时在父姓老者带领下,韩力已经看到前方白光闪动,隐隐一个大厅入口出现在前方,嘻嘻嚷嚷之声传出,他不禁精神一震。 另一处,在离地下交易会所在之地百余里处的半空中,葛天豪面孔猙獰,浑身黑气翻滚,单手死死抓住一名陌生修士的头颅,在施展搜魂秘术提取对方的神识中的记忆,正施法在关键之处。 这名修士面孔扭曲,两眼直翻,浑身颤抖不停,仿佛痛苦至极。 在一旁的林银平和另一名五十余岁的黑山修士,则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 片刻后,被搜魂修士突然间身子矩阵一下,耳鼻同时流出一道黑血,彻底昏死了过去。 葛天豪眉头一皱,突然间五指冒出黑幽幽的火焰,瞬间将手中之人化为了灰烬。 然后他双目轻轻闭上,一点点消化搜魂来的东西。 怎么样,查到这人身份吗? 此人为何鬼鬼祟祟跟在我们后面? 林银平一等葛天豪再次睁开双目,立刻弹口微张地问道。 第953章 俘虏与法阵 使叶家修士 葛天豪缓缓说道。 叶家,皇族叶家。 林银平露出意外之色。 林道有知道是什么人派他来的吗? 竟是叶家一名姓韩的长老,而这位韩长老相貌竟和我们正追的那人有七八分相似。 葛天豪脸露骨怪之色。 有这样的事情? 两者是同一人吗? 那人怎会和叶家扯上关系? 林银平一正地问道。 这个还不太清楚,我搜魂之人只是叶家招揽的散修。 但是两者即使不是同一人,肯定也大有关系的,否则,怎会无缘无故的派人追踪我们。 那人若真是邪家的长老,这可有些棘手的。 葛天豪脸色有些凝重起来。 怎么,皇族势力这么大? 我记得叶家不就是你们这些宗门捧起来的一个世家吗? 葛兄怎会如此的忌惮? 林银平倾笑起来。 叶家可不是普通的修仙世家,不要说他身为大晋皇族,有第一世家之称,就是光族内的元英级长老就有六七人之多,更别说他们暗中拉拢的大批散修和培养的一些不为人知的势力了。 其真正实力应该不下于任何一个修仙大宗了。 就说这个跟踪我们的修士吧,本身虽然修为不高,但驱使得那面番旗神妙异常,要不是林道友有妙阴宝镜,我们还真不易发现这人鬼鬼祟祟的跟在后面。 葛天豪叹了口气的说道。 没什么,我帝功法就注重神觉感应的修炼,从房市出来就隐隐有一种不妥的感觉,自然要用宝镜查看一番了。 也算这人运气不好,正好碰上了我有妙阴宝镜在手。 葛兄如何处理此事,贵宗还打算履行和本殿的约定吗? 这位天蓝圣女盯着葛天豪,平静的问道。 嘿嘿。 叶家固然势力不小,但本宗也不会畏惧任何人的。 况且里面牵扯到本宗镇宗之宝和一位执法长老的性命,就算这人真是邪家长老,本宗也会让叶家交出此人的,林道友尽管放心就是了。 现在时候不早了,我们先去参加交易会吧。 葛天豪抬手望了望远方,淡淡的说道。 葛兄如此说,小女子也就放心了。 林寅平满意的点点头。 随即三人化为三道顿光,鸡舍离开了这里。 这三人却不知道,在他们刚刚离开原地没多久,忽然附近一处空间黑光闪动,接着人影一晃,一名青山青年诡异的出现在了那里,望着三人消失的方向冷笑不已。 原来因罗宗和天蓝圣殿搅合到了一起。 也好,暂时放你们一条生路,让你们帮我把那姓韩的小子找出来再说。 当年的追杀之仇,本尊者可从来没有望的。 喃喃地说完这话,青年身形一晃,再次消失不见。 喃喃正身处一片绿蒙蒙的光辖中,看了看四周的情形,心中一阵的苦笑。 如今他身处一间有些昏暗的巨大厅堂中,里面有四五百个座位,围着中间一块圆形空地均匀分布着。 让他大感意外的是,进入此处时被守门的一名蒙面修士发一张特制服录贴在身上,结果二人经过一个简易传送阵,方易传送到此地,身形立刻都被一片绿色霞光笼罩住,整个人变得若隐若现起来。 喃喃自然吃了一惊,四下打量了一下,发现里面已经有数十名修士稀稀拉拉的分布在四周,或站或坐,这些人同样被各色的光辖包裹,无法看出真容来。 喃喃好奇心大起,在一个角落中随意地坐下后,对准附近一人悄悄地将神石放出,看看能否穿透别人霞光。 结果让他骇然的是,这些霞光犹如有形一般,无论多详境神石压迫过去,全都被轻易地挡在了外面。 虽然他并没有将神石强度放出最大,但估计再加强也不会有多大效果。 含力心念一转,神石下意识地朝整间厅堂扫了一下,结果发现整间厅堂似乎都处于一个古怪法阵的影响之下,此法阵弹并没有厉害禁止出现,但是整座法阵散发的灵气和所有人身上的霞光微微呼应着。 含力本身也是精通俘禄和阵法之道,略意思量也就明白了其中的究竟,不禁暗暗地称奇。 显然这些俘禄是专门配合这个古怪法阵才有用的,贴上这些俘禄,只要一进入此法阵范围内,俘禄遮掩功效就自行激发出来。 如此一来,一个修士的神石就是再强大,自然不可能对抗整座法阵的。 这可就让参加交换会的这些老怪物没有顾虑的进去,可放胆的交换物品,而不怕在会上撞见仇家,或者因为交换物品被什么人盯上了。 含力同样心中略松了一口气,原先有些担心阴罗宗修士也参加交易会的顾虑进去,将手中法盘往身前桌上一放后,就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起来。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传送进厅堂中的修士渐渐多了起来。 当含力再次睁开双目时,不但整间大厅修士近二百余人了,在中间那片圆形空地上,不知何时也多出一张数丈宽的白玉桌。 含力两眼一眯,望着前方沉默不语。 没过多久,白玉桌附近灵光一闪,一鸣被白色霞光笼罩人影豁然出现在了桌后。 时间差不多了,该来的道友也到了,交换会现在开始。 白光中人影四下扫了一眼,淡淡的说道。 随后他袖袍一幅,三四个鼓鼓囊囊的储物袋浮现在了桌面上。 厅堂中重修士目光瞬间都被吸引了过去,目中尽显热烈之色。 这次交换会仍然和以前一样,主要以各种珍稀材料为主。 古堡法器等东西,若是真的稀有少见,也可在本会上交易。 按照惯例,先由我们提供一批材料直接用零食拍卖,价高者得,然后就是诸位道友自行的以物换物。 不过有一点与往年不同的是, 这一次我们交换会受到一位大主顾的委托,将有一件重宝压轴换出。 此件重宝只换取几种世间难寻的东西,若是真的没人有这些材料,才会用零食镜拍。 诸位道友是否有机缘得宝而归,就看各自的造化了。 白光中的人影徐徐的说道。 重宝? 到底是要换什么东西,材料还是丹药法宝,道友能否先说出来听听? 否则,万一此物需要的东西,事先就先换出去了,岂不是要后悔了? 不知是什么人突然开口询问道。 嘿嘿。 此物我只能用世间难寻来形容,具体是何物,到了最后诸位自然知道了。 至于这位道友的担心,更是没有必要了。 此宝换取的东西,普通修饰若是得到,只会死死的留在身上,绝不会换出去的。 人影淡淡一笑的说道。 这几句话口气如此之大,自然引起了听堂重重修饰一阵的骚动,心中不由自主的都被勾起了好奇之心,但却没有人再多问什么。 这时玉桌后的人影,随手冲身前一只储物戴上一抓,然后手上黑光闪动,一颗外形酷似枣子,但却幽黑发亮的果实出现在了手心中。 阴枣,阴年阴月阴日出生之人坟墓上偶然所出,三百年方可成果,在用冤魂怨气用秘术炼制七七四十九日而成。 此枣可直接服用,也可当作炼丹材料入药。 底价十万零食,每次加价五千。 人影一出口,就让韩丽心中一惊。 十二万 十四万 十四万五千零食 转眼间这个韩丽连听都没听说过的阴枣,就派出了一个骇人的高价。 凡是出价的人,几乎都是身上闪动乌灰两色霞光的修饰,看来似乎是魔道中人极为重视的东西。 最后这枚阴枣以十九万零食的价格,被人派走了。 血羊铁,赤日铁用三明结丹七以上,修炼火属性功法修饰元神融合祭炼而成,是炼制阴火法宝的罕见材料。 底价十五万零食,每次加价一万。 白光中人影一等拍走阴枣之人附了零食,拿走了拍卖之物后,转眼间手中又出现一块半尺大小的长方形东西,通体血红,散发出一股炙热气息。 十八万零食 二十万 这件韩力隐隐听闻过的珍稀材料,虽然出价的人不多,但是竞价的几人似乎各个财力雄厚并都不愿意轻易放弃,竟以二十五万的惊人架被人拍走。 鬼利草 一件接一件名字听起来就充满邪气的物品,几乎每一件一出现,就被所需之人用大把的零食拍走,和大拍卖会的情况相比,真的不可同日而语。 韩力摸了摸腰间的储物袋,心中不禁苦笑起来。 他第一次有些担心,自己袋中的零食是不是换取的有些少了。 虽然他也知道在乙物换物前,就会先有一批可以用零食拍买的材料,但没想到出现的东西竟如此珍贵异常。 零食价格也抬得一个比一个高,随便拿出一个拍卖的数目,都只在大拍卖会的压轴物品之上。 玉象胶 天地灵木玉象术千年一次所产之物,是制作奇门法宝,机关傀儡最佳材料。 底价十二万零食,每次加价不少于五千。 十五万 当白光中人影拿出一块白蒙蒙的胶质状物品时,原本一直心不在焉的韩力,突然间精神一震,毫不迟疑的出价了。 第九百五十四章 骚动 显然修为到了原因期后,对炼制傀儡和奇门法宝还感兴趣的修饰并不太多,仅仅三四人和韩力争了一轮后,韩力就用十七万零食的价格轻易的拿下,这让他心中一喜。 白光人影后续拍卖的东西,又有两件被韩力看中,分别花费了十九万零食和三十一万零食拿下。 后一种材料则是某种非常出名的法宝原料,韩力不得不和众多修饰一阵狂拍,硬着头皮用天价树木才拍下了此物。 这几样东西就让韩力带中零食去了十之七八了,好在后面一直没再有出现其他需要的傀儡材料,这让韩力情不自禁的大松一口气。 当最后一件物品也被拍卖出去,玉桌上的几只储物带彻底空了的时候,白光中人影似乎对前面的拍卖颇为满意,稍顿了一下后,就轻笑的说道,我们的东西都已经拍卖完毕,诸位道友有宝物想要交换的,下面可以到这里一一展示交换。 丑话说在前面,因为是自主交换,所以若是交换物品有假或者自己看走了眼,这可和我们毫无关系,我们只提供场所,一切结果都只能自己承担。 另外按照以往的规矩,无论要交换何种东西,一次准备交换机样,只要交换成功,我们事后都会按人头抽取一万零食作为手续费用的。 下面诸位道友自便吧,只要不出现不遵守规矩的事情,老夫只是旁观者了。 这位道也爽快得很。 简单几句话说完后,就立即身形一晃,人漠然出现在了空地边缘处,然后盘膝坐下,一副直接入定的模样。 这一幕让四周大部分修饰都没有感到惊讶,反而人影晃动,同时有数道惊鸿飞射而出,结果其中一道明显比其他人快了一步,光滑一脸,一个浑身被红色霞光包裹的人影先就出现在了玉桌后,接着玛丽的双手一抱拳,口中含笑的说道, 承让,老夫先到一步了。几位道友稍后一下吧。 那几道光滑见此,只能无奈的一个盘旋后,又飞回到了原来的座位上。 韩丽见到此微微一笑,想要换取材料,一般来说早一步出手自然占了些便宜,这样可以避免自己需要的东西,被别人抢先一步换走了。 不过这种事情不会有太多,而且所换取的材料越珍惜,越不大可能和别人相中,故而大部分修饰都能沉住气,没有和刚才几人争抢什么。 韩丽还缺的几样材料,都是比较冷屁的材料,更没有多少担心了。 这几人抢先站出来,大概都是要换的东西用途太广,所以才会如此一争的。 果然红侠中修士拿出几种珍稀材料后,点名要换取的几种东西都是那种可以用在多种丹药上的炼丹材料。 结果片刻后,真有几人走上来换走了其中多数材料,这让红侠中人心满意足的走了下去。 后面陆续上来的几人,同样交换的也比较顺利,都或多或少的有所收获。 不过,当一名黄色人影手捧一块蓝灿灿的金属,点名要交换一种韩丽莲听到没听说过的水属性材料时,一连问了三遍,也没有人上来交易,这位只能沮丧的走了下去。 从此人以后,无功而返的修士开始逐渐出现,当陆续三四十人上去过后,甚至空手而归的人居多,能换到东西的人居少。 当然这并非是代表,这些修士想换取的东西在座其他人手中真的没有,而是大可能有交换物品的修士觉得对方东西不值得换取,或者对方出的物品根本不是自己想要的,故而无动于衷的没有上去进行交换。 故而这一物换物,拿出来的东西也并非越珍贵就越容易成功交换的。 当然也有修士看重其他修士的材料,却手中没有对方所要之物,而上前秘密商谈用其他宝物换取的。 但其中成功的寥寥无几,大部分都被冷冷的拒绝了,但成功的几人中,却包括了含丽在内的一次交换。 含丽的举动也很简单,直接就用几株罕见的千年灵草和一些高阶妖单来交换自己所需的材料。 这两样东西对任何修士都大有用途,虽然一两样可以在一些房市中偶尔拍买到,但是一下凑齐这般多数量,自然大为的困难。 故而那名修士只是犹豫了一下,也就不再坚持原先的打算,点头同意了。 除此之外,还有两种傀儡材料被含丽用自己储存的物品换到了手中,如今就只差两样最罕见的东西,就可凑齐全部的傀儡材料。 不过这两样东西,实在过于珍惜,估计没有必要普通修士一般不会主动拿出来交易的。 含小子,你打算拿什么东西换取材料,若是烧刺些的宝物,恐怕其他人即使有材料也不会轻易拿出来的。 大眼神君忽然间在含丽神石中传音道。 东西早就想好了,这里的修士以魔道居多,我手中不正好有一种魔道示弱至宝的东西吗? 韩丽淡淡的说道。 难道你说的是那样材料,你舍得此物? 大眼神君有些吃惊了。 舍不得也没有办法,但傀儡材料都凑齐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最后两样一定要弄到手,否则前面就白忙活了一场。 只要傀儡真向前辈说的如此厉害,还是值得如此做的。 韩丽威然一笑的传音道,然后他看了看四周,感觉似乎差不多了。 在一位修士有些沮丧的无功而返时,他终于从座位上站起,不慌不忙的走上前去,来到玉桌的后面。 在座的修士都下意识的望着韩丽,想看看他能拿出什么珍惜东西来。 韩丽两手一翻,各多出两个小巧的玉盒出来,不过并没有着急打开,而用目光略一扫四周,用略微变声的沙哑声音说道,磨到至宝炼制材料,磨碎钻两枚,换取五行玉和炫光精两种材料,诸位道友若是有的话,就可将其换走了。 韩丽一简洁的说完话,就立刻两手微斗,顿时盒盖同时脱落打开,从盒中缓缓浮起两样幽黑晶莹的数寸大东西来,散发着淡淡黑气,正韩丽在万丈魔渊得到的两枚磨碎钻。 磨碎钻?炼制魔龙刃的材料,我没听错吧? 不可能,世间怎么真有这种东西? 真的,假的。 韩丽刚把话讲完,顿时整个厅堂一阵的大乱,不少人震惊之余直接吃惊的叫出声来。 原本在空地边缘处一直闭目打坐的的白侠中的人影,也同样惊讶的睁开双目,盯着韩丽身前的两枚磨碎钻,眼也不眨一下。 说实话,若不是在下修炼的并非魔道功法,这种东西在下怎么也不会拿出来交换的。 至于真假,只要有人能拿出在下需要东西,本人自会让对方仔细检验的。 韩丽神色如常的说道。 听到韩丽如此自信的一说,原本有些骚动的修士,顿时静了下来,所有人都神色刻意的望着魔髓钻不语起来。 五行玉和炫光精固然世间难寻,但和这只在传闻中才可能出现的魔道质宝材料相比,自然差了一筹,让所有人都动心起来。 炫光精我记得仓库还有一个,只是因为此物太过贵重,所以并没有拿出来拍卖。 我可以马上让人去取此物,让在下仙检查下魔髓钻如何。 大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作为交易会地主的白光中人影,远远看了片刻魔髓钻后,忽然间这般说道。 既然是阁下开口,当然不可能是虚言。 道友可以先鉴别一下。 韩丽面上亚瑟一闪,但毫不犹豫的说道。 白侠中人似乎点了点头,一仰手,一道火光飞射而出,直接射至听顶,一闪即逝的消失不见。 随后他这才缓缓起身,向韩丽这边走来。 其他修士听到韩丽和他的交谈,又一阵的骚动,但这次谁也没有再说什么。 白光中修士既然能被派出来主持这个交换会,自然是见多识广,阅历非同一般之人,故而人人睁大了双目,静看这位鉴别的结果。 白侠中的人影似乎还真的对魔髓钻知道的不少,伸手灵巧的将一枚拿到手中后,先后一张口,就是一道白色萤火直接喷在了上面。 结果这些白色火焰一接触精钻表面的黑气,竟然如同遇到了克星一般,立刻从两旁一分而过,根本无法贴近魔髓钻断烧。 霞光中的人影脸上现出一丝兴奋,接着两手一瞎绝,将口中萤火一收,竟又喷出一团蓝蒙蒙的寒气来。 此寒气将精钻罩在其中,却无法冰封分毫。 目光闪动击下,他又单手一抬,伸出一根手指对准精钻轻轻一点,顿时一股黑蒙蒙的魔气直接灌注到了其中,结果如同泥牛入海一般,魔髓钻丝毫反应都没有。 没错,的确是魔髓钻。 此物我要了。 不知是否巧合,这位刚开口说出这番话来,身旁三四丈远的地方灵光闪动,一名灰袍罩体的蒙面羞是诡异的出现在了那里。 他冲白霞中的人影一失礼,抬手递过一个玉盒后,人就再次的消失不见。 第955章 意外收获 这一块炫光精,道有看看是不是合用。 白霞中修士没有打开玉盒,直接转手将整只盒子递给了韩力。 韩力也不客气的伸手接住,立刻打开了盖子。 入墓地是一块乳黄色的晶石,但上面散发着一圈圈的淡紫色光韵,稍一细看之下,就一阵的头晕目眩。 韩力见此心中却为之一喜,瞳孔中蓝芒一闪,头晕目眩之感顿消,然后将这块黄色晶石用两根手夹出来,放置眼前细细鉴别起来。 一旁白霞中人影见韩力注视炫光精只是身形微微一晃就若无其事了,心中暗暗吃惊。 这炫光精就是他看了一眼,短时间内都不敢再多看第二眼的,眼前的不知名修士竟然可以如此长久的直视而若无其事,实在让他大感意外。 不错,的确是极品的炫光精。 道友可以将这枚磨水钻拿走了。 韩力露出满意之色,将近是放回玉盒中,随手收进了储物袋中。 嘿嘿,那老夫也不客气了。 现在还没有其他人换取剩下一枚,看来没人有道友想要的材料了,道友可否愿意将剩下一枚高价出售给老夫,或者用其他珍稀材料换取也行,无论何种方式,在下绝对让道友满意的。 白霞中修士小心的将精钻收了起来,目光一转,有些贪婪的盯上了另一枚磨水钻。 谁说没有材料的,我这里就有一块五行玉。 且慢,这东西谁也不准和老夫抢。 此物老夫要定了。 白霞中修士的试探话语刚一说出口,在四周修士中,早就有人按捺不住了,竟同时响起了一男一女的声音。 男子声音轰隆隆的同情空惊雷,女的则声音悦耳婉转,随后一团备有黑霞光和一团刺目银霞,从两侧的座位上飞射而出,一前一后的落到了韩丽身前。 这一幕,引得其他修士一阵的窃窃私语。 和炫光精少有人知道不同,五行玉可是在修仙界鼎鼎大名,谁都知道这是炼制玉制法宝的顶阶材料。 只是此玉实在稀少,上一次出现在修仙界似乎都是五六百年前的事情了。 如今又有人拿出来,自然让不少人大为吃惊和嫉妒。 看来在座修士手中不是没有真正的奇珍异宝,而是大多都捂在手中不愿轻易试人。 白霞中人影一听那男子声音,面色大变,被霞光笼罩的面孔,一下变得阴晴不定起来。 怎么,叶老二,你敢破获交换会规矩,想独占磨髓钻吗? 黑光中修士根本不理会后一步飞到的银霞中纤细人影,反而盯着白色霞光不客气的说道。 此人虽然在黑色霞光中看不清楚面容,但身材隐约高大,声音冰寒异常。 昆兄实在多虑了,叶某怎会做出这等事情来? 在下只是对这位道友提一下建议而已,答不答应自然还在这位道友了。 既然现在有两位道友了,在下自然不会再掺和此事。 主持交换会的人影明显认得黑光中的魔修,净苦笑的一抱全失礼道,随后身形一晃,人退回到了一旁,已是退让。 算你识相。 魔修冷哼一声,两手一背,大胆咧咧的说道。 一旁的那名女修,在银霞中绰约站立着,似乎有些震住了。 四周一阵吃惊声接连传出。 姓昆,难道是血七门的长老昆无极? 看身形听声音,还真有些像的样子。 除了元英后期修士,其他人怎会这般拖大? 韩丽听了这些话,脸色微变。 这位魔修竟然是元英后期修士,血七门可也是魔道时宗中赫赫有名的宗门。 原来是血七门大长老,小女子真是失敬。 不知道有是否也有这位道友所需的材料,若是也有的话,小女子立刻转身就走,将此物让于道友。 女修漠然了片刻,倾吐一口气的说道。 看来此女并不因为对方的惊人修为和身份,而打算放弃魔髓钻。 嘿嘿。 昆某虽然没有五行玉和炫光精,但是和其差不多的材料却有的是。 你若识去些,还是乖乖回去的好。 昆无极脸色一沉,阴森的说道,话里的恐吓之意明显至极。 这可有些难办了,这没魔髓钻也是小女子一心想求之物。 要不这样,若是这位道友真的愿意挑道友的材料而不要五行玉,晚辈绝不纠缠,就将此物让于昆凶。 女修倾笑一声的说道。 好,老夫也不是蛮不讲理之人,一言为定。 大叔众人意料,昆无极魔修似乎对自己东西信心十足,不加思索的一口答应下来。 韩丽看眼前二人对自己这位主人不加理会,自行商讨的魔髓钻归属办法,心中自然快,但眼见五行玉出现,最后一种材料即将凑齐,心中同时也大松了一口气。 不动声色下,他冷冷的看着这一男一女一语不发。 这时那名女修一抬手,一个碧绿色木匣就从银匣中飞射而出,稳稳的落在了桌子上,上面还贴着一道淡银色浮露。 道友可以先查看下小女子五行玉的真假。 此女冲韩丽嫣然的说道。 昆某拿出的东西,你也看清楚了,其中有些材料的价值可在五行玉之上的。 昆无极冷笑一声,袖袍一服,七个颜色各异的大小玉盒先后飞出,也同样的落在了桌上。 韩丽也不说话,冲着木匣虚空一抓,木匣嗖的一声,被直接吸入手中。 单手一扶,一片青色灵光闪过,木匣上的浮露自行飘落,盖子被轻易的打开。 一块五色的扁圆形温玉,静静的躺在木匣中,虽然没有什么奇光异彩,但一股盎然的灵气从上面扑面而来。 韩丽将其拿在手上,只检验了片刻,就强行按捺住心中的那一丝兴奋,缓缓的冲女修点点头,不错,的确是五行玉不假。 说完这话,他将此玉放回了木匣,目光一转,落到了一旁的几只玉盒上。 照他的本心,自然就想直接换取了五行玉即可,但没有必要,他也不愿轻易得罪一位原鹰后期修饰。 况且这位昆吾吉如此大口气,他对这些玉盒中的东西,也有些好奇起来。 昆吾吉伸出一根手指,面无表情地冲这些玉盒虚空点指击下,盒盖就全都自行飞落一旁,露出了里面的各种东西。 洛凤木,宁魂石,万轮花。 韩丽尚未认出这些河中之物,四周座位中的修饰,有目光犀利的已经吃惊地一一念出了这些物品的名称,大部分人都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一旁的女修只看了两眼这些东西后,心中同样的骇然起来。 这些物品就像昆吾吉说的那样,论珍稀程度,几乎无疑不在五行玉之上,特别那万轮花似乎对某些人来说,价值还不在魔髓钻之下。 如此珍稀的东西。 难怪昆吾吉如此的自信了。 女修心中不安之下,忍不住一转手,看了一眼青色霞光中模糊的韩丽,结果一正。 韩丽的目光没有落在价值明显最高的万轮花上,而是盯着某玉盒中硕大一块的淡金色矿石,沉思不语的样子。 此女心中不禁一沉。 果然韩丽一抬手,将那块金色矿石一下吸到了其手中,低手细看起来。 昆吾吉见此同样一愣,但随即哈哈一笑起来,随即傲然的说道,怎么,道友看上了昆某的这块更精了。 道友还真是好眼力,道友若是剑修的话,这块更精足可以让阁下神通力极大增。 而这么大一块,估计整个大晋修仙界也只有昆某能拿得出来了。 这块更精我换了。 韩丽淡淡的说道。 且慢,这五行遇到有不。 住嘴,你真想惹火老夫不成。 昆吾吉闻言一喜,随后勃然色变,身上漠然发出冲天的惊人气势,一股无形灵压直接冲女修压下。 韩丽在一旁安然无视,女修却蹬蹬的一下连退束步,才重新站稳脚步。 而昆吾吉已经一把将韩丽身前的魔髓钻抓到了手中,欣喜若狂的查看起来。 果然是魔髓钻不假,老夫这趟还真来对了。 假老魔等人若是知道交易会上有此东西出现,还不知会后悔成什么样呢? 老魔将精钻一收,急仰手一阵狂笑起来,然后袖袍一挥,将桌上剩余玉盒一收,身形一晃,竟片刻不留的直奔大厅的出口处飞射而去。 昆兄,最后还有一件重宝出现,倒有不想留下看一眼吗? 主持交换会的白侠中人影却突然出声挽留道。 什么重宝,老夫可不稀罕。 如今魔髓钻到手,我可急着回去炼化里面的精脆魔气,哪还有心情看什么重宝? 一声怪笑后,昆吾吉人影在入口处灵光一闪,触动尽致后,整个人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炼化魔气。 寒厉听了这话有点意外,随即一响又有些恍然起来。 这魔髓钻在万丈魔渊之下自行凝练而成,自然其中蕴含的精脆魔气非同小可,若是魔道修士能炼化,其中的好处自然非同小可了。 怪不得,昆吾吉得了此宝,连最后的重宝是什么,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了。 这时银匣中的女修剑昆吾吉带着魔髓钻翼走了之,心中懊恼异常,一言不发冲装着五行玉的木匣一招手,就要将它吸过来。 但是这时却传来一声淡淡的声音,且慢。 这东西,我也要了。 随手含立一只手掌默然出现在了木匣上,竟阻止了女修的收回。 第956章 平山印 道友这是什么意思? 银匣中女修顿时声音冰寒了下来。 其余修士见到此木,也一个个愕然起来。 韩力微微一笑,一只手按着木匣不放,另一只手却往储物袋上一拍,又一个玉盒直接飞向了对方。 我只换魔髓钻,别的东西可没兴趣的。 女修下意识的伸手接过玉盒,却不快的说道。 道友先看看盒中的东西,再说这话也不迟。 韩力胸有成竹的的说道。 女修有些祸的打开盒盖一条缝,随意看了一眼,结果口中马上一声惊呼传出,声音充满了惊喜之意。 好。 五行玉归道友了。 女修一声畅快的轻笑,立刻将只打开了一半的盒盖盒上,迅速将玉盒一收,人就若无其事的往回走去。 四周的修士却人人都一头雾水起来。 他们并未看到韩力拿出的第三支玉盒中的东西,自然对此女竟莫名的同意了五行玉的交易,一肚子的纳闷。 其中自有些人,也猜测韩力是否拿出的是第三块磨水钻。 但是一人能拿出两枚出来,就已经让人震惊了,还有第三块的话,这也太害人听闻了,大都还是觉得不太可能,只以为韩力拿出的是其他宝物打动的这名女修。 不过就这样,众多异样眼光在韩力身上盘旋不定,羡慕的,妒忌的,不怀好意的各种各样。 韩力却对这一切视若无睹,而是瞅着女修藏在银匣中若隐若现的妙慢身形,眉头不惊异的一皱。 刚才没有注意到,现在一看此女模糊的背影,竟突然给她一种熟悉的感觉。 难道是此女? 韩力心中忽然生起一个诡异的念头,自己都吓了一跳。 虽然听声音根本不像,但是对她们修仙者来说,变换下嗓音简直是比吃饭还容易的事情。 心念急转,韩力还是忍不住的瞳孔中蓝芒闪动,借助明清灵目的神通虽然无法完全穿透霞光,但是总算可以将对方的身影看得比先前清楚了许多。 结果,韩力一脸的古怪之色。 虽然还不怎么真切,但这名女修竟仿佛真是那位天蓝圣女。 但此女并没有韩力的灵目神通,外加韩力变换了嗓音,丝毫没有发现韩力身份,此刻正满意的带着韩力的第三枚磨碎钻返回了座位上。 韩力顿时有种哭笑不得的感觉,自己千辛万苦想寻的材料,竟然还是从仇家手中最终得到的,这真是一种讥讽的事情啊。 韩力心中怀着一种说不出的怪异,但手上动作却丝毫不慢,将五行玉和更精麻利的收起,同样往座位上走去。 她可不管这些材料得自水手,如总算完成了此行的目标,并意外换到这么一大块羹精,倒省了她以后不少的麻烦。 这些羹精足以完成大半套剑阵的炼制,只要以后再稍微收集一些羹精的话,就可以重新炼制出三十六口的青竹风云剑出来了。 这让韩力心中大为满意。 后面的交换,又有三四十名修士上去交换宝物,但显然因为磨髓钻,五行玉这种等阶的材料都出现过了,所有的修士都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基本上都是匆匆了事,能成功换到东西的就更少了。 后面虽然也出现了几件不错的东西,但再也无法提起其他修士的兴趣。 最终当一名修士返回座位后,再也没人走上前去了。 原先主持交换会的白侠中人影见此情景,则不慌不忙的重新走到了玉桌后面。 既然诸位道友都已经交换完毕,那现在就开始拍卖本次交换会的最后一件宝物,也是本交易会最贵重的一件重宝。 此人从容的说完这话,就突然两手一合的啪啪轻拍两声,接着听堂入口处灵光闪动,走进来两名难修。 大出人意料的是,这两名修士竟然身上没有贴什么俘虏,直接显露真容的走向中心处。 在场的修士一阵的骚动,这二人在场的大部分修士都能叫出名字来,赫然是曾经在皇城某府邸出现过的乌官老者和那方脸中年人。 二人一名元英初期,一名中期的样子,都是皇族叶家经常出面和外人打交道的元英级长老。 就在大部分修士都心中纳问的同时,却有几人心中有数的,丝毫没有感到奇怪。 他们可是都是先得到消息的人,原本参加交换会就是冲此宝而来的,此刻自然精神大震起来。 这时乌官老者已经几步走到了桌子前,冲银峡中的人影点点头后,就一转身面向众修士缓缓说道,不用多介绍,想必在座十之八九都认识我二人的,在下就长话短说了。 这次的重宝,其实是我们叶家花费了无数人力物力,准备了上百年时间,才刚刚炼制出来的一件宝物。 不过,最近却有数个和叶家交好的宗门,同时向叶家求购此物。 这些宗门无论哪一家,我们叶家都不便得罪和回绝,无奈之下我们长老会商量过后,就决定将此宝在此交换会最后拍卖掉,看看那位道友有这个机缘,能得此重宝了。 方脸中年人一说完这话,当即转手冲乌官老者打了个眼色。 乌官老者才慢腾腾的从袖口中摸出一个持许长的四方盒子,有些不舍的望了一眼,才一咬牙的递给了银匣中人影。 嘿嘿,既然前面已经将话说的差不多了,老夫自不会再多说废话,就让大家先见识一下此宝的真面目吧。 白匣中人影轻笑一声,随即一斗手中愈合,顿时盒盖冲天飞出,接着一团拳头大小刺目黄芒从盒中缓缓浮出。 但方一出了盒子,这团黄芒就仿佛通灵般的掌缩不定,并发出了一阵低沉的嗡嗡低鸣之声。 见此情景,银匣中人影凝重的两手一掐掘,数道法掘接连打出,接着冲黄芒一点指,口中一声低喝发出。 光团光芒狂闪击下,忽然低溜溜一转后,灵光近脸,现出了圆形,竟是一只数寸大小的土黄色小印。 此印四方平整,通体温润似玉,但表面忽暗忽明间,隐隐浮现出了层层的金银色微型法阵,诡异的是灵光每一次闪动间,这些法阵的符纹竟然完全不同,并且稍一细看之下,都让人大感深奥神妙之极。 除此之外,从这小印上散发出的灵气,虽然平和稳定,但其中蕴含灵气之庞大,让所有人感应过后,都不禁面色大变起来。 这件宝物叫平山印,是仿造上古时期的通天灵宝掌天印炼制出来的。 据叶家修士亲自测试过,此宝虽然只有传闻中掌天印威能的十之一二,但是平山开的绝对没有问题的。 甚至若是修士的修为足够,能将此宝威力超常发挥的话,达到掌天印十分之三的威能,也不是不可能的。 只是这种做法,会大大损伤此宝,轻易还是不要如此做得好。 白霞中人影一边缓缓地说道,一边操纵着身前的平山印,忽大忽小的变幻不停,黄灵光中叙事呆发的惊人威能,让厅中所有修士都不禁怦然心动。 况且就算没有这番掩饰,光是通天灵宝仿制品这几个字,就足以说明此宝的非凡。 不管事先知不知道此宝的修士,都死死盯着这颗小印不放。 韩丽听到通天灵宝仿制品等字眼时,人不禁挣住了。 他废了如此大劲到处收集材料,尚未将炼制三燕扇的材料搜集齐,却万万没想到,这个交换会上竟然已经有仿制的通天灵宝出现了,这让韩丽大为的郁闷。 可惜他对通天灵宝知道的情况不多,对所谓的掌天印更是一点不知,实在不知他的三燕扇若是炼制成功,和此宝相比到底谁强谁弱。 似乎猜出了韩丽此时心中所想,大眼神君在这时忽然开口了,不用过于担心,这个平山印只能有本体法宝的十之一二的威力,我研究的出的三燕扇,最大威力却足足能发挥出七燕扇的十分之四威力。 若是像那人说的超长发挥,发挥出,原文缺,成的威能,也是可以做到的。 虽然你的扇子和那平山印都是攻击型法宝,单论威力而言,此印应该还差你的三燕扇一筹的。 嗯,和我预料的也差不多。 真希望早一日能将三燕扇炼制出来,若是有此宝在手的话,想必遇到原英后期修饰也应该不惧了吧。 韩丽暗自点点头,喃喃的回道。 哼,你不会以为大晋和天南一样,这种仿制品就这一件吧? 大眼突然冷笑的说道。 前辈话里的意思是,韩丽心中一惊,不禁问道。 据我当年游历大晋时所知,别的门派我是不清楚,但是正魔为首的太义门和天魔宗,以及万妖奇俱的万妖鼓,绝对各有一件以上的通天灵宝仿制品。 其中最出名就是万妖鼓中,常年始终插在鼓中那杆仿制的万妖帆的了。 据说因为此番稀释的修饰惊魂过多,威力很可能已经不下仿制的通天灵宝天妖番了。 至于其他的大宗大派若是也出现这么一两件通天灵宝仿制品,我也毫不奇怪的。 否则,这些大宗大派哪是这么容易屹立至今不到的。 第957章 再遇古魔 这倒也是。 叶家一个修仙世家都能够炼制出一件通天灵宝仿制品,其余大宗大派如此渊源长久,的确大有可能也存有一件仿制品的。 韩力想了想后,只能无奈的承认这一点。 你不用太过沮丧了,即使是仿制品,炼制它们的材料也不是普通之物,估计大多已经从这一界绝迹了,现在存在的都是不知经历了多少年的积攒,才偶尔凑齐一件的材料。 何况你手中不是还有一件正牌的虚天鼎吗? 若是真能够彻底掌握此宝,这一界估计绝没有人能奈何得了你。 大眼神君竟用酸溜溜的口气说道。 彻底掌握虚天鼎。 类是这般容易之事,没有化神奇的修为,只能想想罢了。 不过我真有了化神奇神通,就算没有虚天鼎也可以纵横人界了。 韩力文言,苦笑了一声。 大眼神君听了这话,却黑黑一笑,不再说什么了。 这时候,整间厅堂除了还在介绍平山印的白侠中人影外,其余地方都鸭雀无声,人人都默默不语,气氛一下压抑起来。 主持交换会的白侠中人影。 自然知道声势造得差不多了,当即也不再拖延下去,口中倾壳一声后,终于开始讲到此物的竞拍方法。 看来不用老夫多说,大家已经知道此宝的价值了。 拍卖此物,叶家已经准备好了一份清单,清单上材料凡是能够提供最多的可以得到此宝。 当然若是这个最高的材料价值,明显过低,自然也是无效的。 最后还会再采用零食方式,以三百万为底价,再拍卖一次的。 听到三百万的天价,在场修士即使大都见过大场面,也一阵的骚动,但却没谁提出反对意见。 纵然这个数目,已经可比一家中型修仙宗门大半的零食储量了,但比起此宝的价值来说的确不算过高,实际竞拍时候,这个价格再翻上数倍也是大有可能的。 韩力听到这个价格时,心里也一阵的发寒,同时突然生起一个古怪念头。 若是他的魔髓钻拿出去拍卖的话,不知可以卖出多少零食,恐怕也不会太少吧。 不过两者还真不太好比的,那所谓的魔道至宝魔龙刃,他查过资料倒也知道一些,好像只在上古时期有人炼制出来过一柄。 据说持有此刃的魔修曾经用此宝斩杀过化神七修士,从威力上看似乎不在那通天灵宝之下。 只是这魔龙刃是地地道道的法宝,还大有潜力可挖的,但一两块魔髓钻,自然无法炼制出磁刃的。 只把魔髓钻当成增进修为的灵丹妙药,来吸收里面的精脆魔器,价值却又大降了不少。 韩力正思量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时,那位乌官老者已经拿出一块预检,照着预检中记载的一些材料清单,开始一一念了起来。 老者声音不大,但整个厅堂的修士全都听得清清楚楚。 所有修士都凝神细听着,韩力则有些漫不经心,丝毫没有参加争夺此宝的意思。 这不是说他不对此宝动心,而是很有自知之明而已。 作为一个外来的修士,算他身家再富有,也不可能争得过大进当地这些宗门,像这种威力足以影响大宗大派势力大小的重宝,早已不是个人和小势力可以拥有的了。 否则,以夜家天下第一世家的地位哪会心甘情愿的将平山印拿出来拍卖,估计也是受了其他大实力重压,才拿出来破财免灾的吧。 随意的听了几种材料后,韩力心中更是确定这种想法了。 老者念的并非是像五行欲,更经这种世间几乎难寻的东西,全都是一些虽然珍贵却偏偏各大宗门都必备和储存的一些材料。 看来邪家不甘心之下,也打着让各大宗门大出血一回的念头。 心中这样想着,韩力略思量一下,人默然站起,向厅堂外走去。 如此举动,在此时自然显得格外惹人注目了,不少还对韩力拿出两枚磨水钻事情格外留意的修饰,不绝望了一眼过来,大都惊起来。 韩力对这一切视若不见,从容的走到了入口处,眼看就要步入闪着淡淡白光的静置中,耳边却漠然传来了一人的传音,韩道有,怎么现在就走了? 这熟悉的话语声,正是复兴老者的声音。 韩力身形略微一顿,嘴唇微动得同样传音过去,在下已成众矢之地,不早一步离开的话,恐怕要惹出一番大麻烦的。 傅兄的事情韩某并未忘记,若是此事不及的话,数年后韩某炼制完一件宝物后,再和傅兄详谈此事如何。 在下的事情并非十分紧迫。 不过韩兄瞒得傅某好苦啊,身怀磨碎钻着等至宝却不露丝毫口风,怪不得阴罗宗几人对道友紧追不舍呢。 四年后道友可否到南疆郡朝云府和老夫一见? 傅某同时还会约见其他几位道友在双歇山见面的。 在下可以保证,此事虽然要借助道友之力,但对韩兄绝对也大有好处的。 傅姓老者不加思索地说道。 三年。 时间上道也来得及,到时韩某会赴约的,现在就先告辞了。 韩力传完这几句话,没有多在厅堂中滞留,就头也不回地走进了眼前的静置中。 白光闪动间。 韩力身形顿时消失的无影无踪。 一展茶功夫后,韩力化为一道青红从地下交易所入口处飞出,在山沟上空一个盘旋后,丝毫停留没有的向东击射而去。 就在韩力刚离开后片刻,交换会上也有几名修士悄然离开了座位,匆匆离开厅堂。 更多有其他想法的修士,对正在拍卖的平山印实在难以取舍,权衡了下厉害后,还是大都留了下来。 毕竟韩力身上的五行玉等宝物纵然稀有,但现在已经有人盯上了,再去凑这热闹就不值得和其他修士冲突了。 一口气飞出了千里之远,当顿光掠过一处山峰附近时,韩力体内突然传出一声龙银般的剑鸣之声。 韩力面色大变,顿光立刻戛然而止。 他深吸了一口气,目光如刀向四周一扫,同时袖袍一抖,数十口金色飞溅蜂拥而出,密密麻麻的飞到了头顶上盘旋不定,气势惊人。 阁下踪迹已漏,何必鬼鬼祟祟的,出来吧。 韩力双目蓝芒闪动,豁然盯住一侧空无一人处,冷冷的说道。 嘿嘿,不愧是灭杀了我主魂的修士,果然机灵异常。 韩力所望之处,突然黑芒一闪,一个和韩力面容近似的青年出现在那里。 同样一身轻袍,面目平凡,只是其瞳孔中闪动着黑子两侧一芒。 韩力一见此人目,虽然早有所预料,心中还是一尘。 真是你! 如何找到我的? 韩力凝重的说道。 看来你知道我是谁了。 你的飞剑炼制的倒是灵性十足,竟能主动向你示警。 至于能如此快就找到你,我也是没想到的事情,看来本尊的运气还是不错的。 青年仔细打量了韩力一会儿后,悠悠的说道。 我的两口飞剑就在你身上,若还不知道阁下是谁,那在下就太蠢了。 韩力面无表情的说道。 不错,你的飞剑就在我这里。 古魔分魂不致可否的说道,随手抬一抬,只见在其手心处,正有两柄金光闪闪的小剑颤抖不已,拼命的想要向韩力这边飞射而来,但被一层层的黑丝死死缠住,根本无法离开古魔手心分毫。 韩力脸色一下阴沉了下来。 你的飞剑竟然是用破鞋的金雷竹炼制而成,其他的飞剑看来也差不多了。 有如此多的金雷竹,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看来当初在坠魔谷中,主魂拿你不下反而一命呜呼,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主魂因你而亡,可能让我避免了再被吞噬的下场,同样因为它的被灭,也让我永远在无法回复魔戒时的全圣修为。 你说说我应该感谢你,还是应该灭杀你。 古魔分魂露出似笑非笑的神色,竟如此说道。 你隐匿出现在这里,不要告诉我只是为了和我闲聊来的。 韩力漠然片刻,突然冷笑起来。 是不是来和你闲聊,要看你的态度了。 只要你肯将如何得到这般多金雷竹的方法告诉我,也不是不能放你一马的。 否则,就只有等我亲自动手抽出你的元神再搜魂了。 古魔分魂微微垂手,看了看手中的两口金剑,淡淡说道。 韩力听了此话,脸色不变,但嘴角抽搐了一下,接着轻吐了一口气。 想杀我,和能否杀掉我可是两码事。 我既不想和你闲聊什么,也没兴趣吐露什么秘密,我正想见识一下,你的神通和主魂相比到底如何。 没记错的话,上次在天南你可被重创的不轻,我不信如此短时间,你就彻底康复了。 韩力两眼一眯,森然的说道。 涉及小平的秘密,他不会考虑对方提议的。 本来想让你在临死前多说几句话的,既然你不肯配合,也就没这个必要了。 古魔分魂心中杀鸡大起,脸线胸利之色的枪枪说道,同时目中黑子光芒大涨起来。 韩力心中一领,心面移动之下,头顶重飞剑瞬间化为一片金木挡在了身前,另一只手则一翻转,装着是金虫的灵兽袋就到了手中。 第958章 魔艳滔滔 就在韩力准备和古魔分魂交手一下,冒险测试下此魔伤势有没有尽负之时,古魔却神色移动,猛然间向身后瞅了一眼。 韩力震了一下,随即也发觉了什么,眉梢一挑的朝同一方向也望了过去。 结果片刻后,远处的天边灵光闪动,接着一道金虹漠然出现在了天边处,风驰电彻的向这边激射而来,顿速之快让韩力见了野味之一惊,并且顿光中竟还隐隐传出风雷之声。 古魔渐有修饰过来,目中凶芒一闪,反而收起了脸上的绿色,面无表情的这看着飞来的顿光。 短短二三十里的距离,这道金虹几乎转瞬间就到了附近,灵光一闪,在数十丈外现出一名劈头散发的头驼来。 这头驼满脸横肉,一手拖着赤红圆波,一手抓着一只数尺长碧绿缠杖,如今他看了面前的韩力和古魔一眼,见两人面容如此相似,目中不禁闪过惊之色。 不知每位是从交换会刚出来的道友,在下有要是想和这位道友商量一二的。 头驼眼珠微微一转,忽然满脸笑容的问道。 韩力嘴角一动,斜瞅了此人一眼,淡淡的什么话也没说。 这位头驼是一位元英中期的修士,无论修位和手上的宝物,似乎都颇为的不凡,怪不得赶单枪赌马的追了过来。 不过对方安的什么心思,韩力又怎会不知道,自然懒得理会此人。 对面古魂则从这头驼出现的瞬间,就到背双手的仰手望天,一眼也没瞅向此人过,一副视若无睹的样子。 头驼见韩力二人这般态度,心中大怒。 要知道,自从他进阶元英期后,凭借手中的血焰波和盘龙杖,就是同阶修士见了他都是客气异常,什么时候被人这般轻视过。 不过眼前的韩力和古魔,表现出来的分别是元英中期和初期修为,再加上面目如此相像,他自然将二人看成一伙的了。 以一敌二,他虽然不认为自己肯定会输,但争斗起来赢得希望也不会太大,故而纵然脸色难看之极,一时间也只能勉强控制住怒气,按思量如何将二人各个击破掉的毒计。 但是未等他想出什么好方法,从其来的方向处又有光滑闪动,接着三道颜色各异的顿光一起浮现而出,连成一片的向这边激射而来。 头驼见到此目,不禁一呆。 他自负自己在盾树上别有一番神通,才能如此快地追上了韩力,这后面三人不知又有何神通,人多是众还仅比他慢一步的样子,看来想独吞宝物,有些不太可能了。 但这几人的到来,就不用他冒险一人面对两名修士了,从这方面来讲似乎也不全是坏事。 想到这里,头驼脸上露出阴力表情,开始用阴森的眼神扫了韩力和古魔一眼。 似乎感受到了头驼的不善目光,原本仰手望天的古魔突然间低下头来,目光一扫正向这边靠近的顿光,脸上现出不耐之色。 真是麻烦,本以为就这一个家伙搅局,没想到来找死的人这般多。 既然这样,就先送你上路吧。 冷冷的一说完此话,古魔身上黑芒一闪,整个人漠然间化为一道黑芒,直奔头驼射去。 头驼暗骂一声找死,不加思索的手中圆波一翻转,顿时一股血红色火焰从波中窜出,化为大片火木将头驼护在了其中。 而他另一只手一抬,碧绿缠杖脱手飞出后,化为一只绿玉蛟龙直迎向了黑芒。 眼见蛟龙口吐绿稀,狠狠地抓向古魔所化黑芒,黑芒却一颤下,骤然间在途中消失掉了。 头驼也是和人斗法经验丰富之人,一见此幕心中一惊,不及多想的两手急忙掐绝,一连数道青色法绝打进了四周火墓中,顿时火焰凭空高涨数倍,一下化为了青红色的火焰旋风,足有二三十丈之高,声势惊人。 头驼还不放心的单手往腰间一拍,就要取出另一件护身宝物出来。 但就这瞬间,一便突起。 头驼身体一侧竖杖远处,黑芒一闪,两只通体乌子的手臂闪电般从中探出,一下插进了火墓之中,净丝毫畏惧之意都没有。 啊! 头驼一见此景,心中一寒,随即不及多想的口中一声大喝,嘴唇一张间,漠然大片金霞从口中喷出,眨眼间凝结成一面光盾挡在了身前,同时他身形一颤,就要向一旁远远遁开。 喷得一声清响,金灿灿光盾如同纸壶一般,被两只魔爪一击而破,头驼身形方一动间,丹田处就同时被冻穿了两个大洞。 接着两只魔壁凶悍的左右一分,顿时整个身躯竟直接被撕裂成了两片,五脏六腑和大股血雨从半空中洒落而下。 一只红色猿鹰一声哀鸣后,欲着一口金色飞溅一闪之下,从碎尸中瞬移到了了二十余丈远的地方。 可就在此猿鹰身上金光一闪,在想瞬移离开更远时,却没有机会了。 一道紫线漠然从猿鹰身后闪过,猿鹰只觉得脑中一热,什么东西从头颅后洞穿而过,一声尖利的叫声发出,猿鹰立刻失去了全身力气一般,丝毫反抗没有的被那紫线席卷而回,一下没入了火焰中不见了踪影。 这时远处天边的三道盾光刚好也飞到了数百丈外处,盾光中修士正好将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 三名修士顿时下的魂飞天外之下,哪还敢再进前,远远的一个盘旋后,竟以比来时还快一分的顿速向后飞顿而逃。 这三人都是猿鹰初期修士,原本以为三人联手可以图谋好事的,结果远远眼见中期修士中大鸣鼎鼎的恶火投驼,竟一个照面就被人心狠手辣的毁去了肉身,还被抓住了猿鹰,怎能不心中大恐。 他们又怎敢为了什么宝物而上来自寻死路,自然溜之大吉了。 转眼间,三道顿光就不见了踪影。 韩力面对骨膜瞬间击杀投驼的狠辣,也倒吸了一口凉气,盯着远处的火焰,脸色阴晴不定起来。 一阵尖利的怪笑从火焰中发出,接着所有火焰瞬间熄灭,骨膜的身形重新显露出来。 韩力一看清楚后,嘴角不禁抽搐了一下,面色阴沉了下来。 只见这时的骨膜,已经化身为了半魔半人的魔化样子。 虽然面容身子还保持着人形,但是从撑破青山中裸露出来的手臂和双腿,却全都变成了乌紫色,巨大化了劲半。 更让人发寒的是,此人微张的口中伸出数尺长的一根紫色长舌,此舌前半截高高举起,舌尖处正洞穿着那头驼生死不知的原因,一双毫无感情的眼珠,正冰寒的盯着韩力。 韩力双目一眯,没有躲避的对视着此魔不语。 韩小子,你可不能和此魔酒纠缠,这里离地下交易会不太远,恐怕过一会儿,有更多的修饰到此,到时你想走恐怕也走不掉了。 大眼神君有些担心的提醒道。 我知道,原本想掂量一下此魔和主魂之间的神通差异,但现在看来还不是和其交手的时机,还是太冒险了。 我们走吧。 韩力淡淡的说道,然后袖袍一抖,身前的盘旋的金色飞溅一阵温明后,全都被收尽了袍袖。 然后再一张嘴,树团精血脱口喷出,大片浓浓血雾一下将韩力身形笼罩在了其中。 想走,不觉太迟了吗? 古魔木中闪过飞人的一芒,长蛇一缩,一口将袁英吞进了腹中,身形接着一晃,再次从原地消失不见了。 韩力根本不理会对方的举动,两叔一掐绝,在雷鸣声中,背后漠然闪现出了一对银白色翅膀,身形开始在血雾中模糊不清起来。 但是几乎与此同时,韩力身前黑光闪动,古魔那魔化的恐怖身影一下就出现在了面前,奇顺一速度之快,比刚才对付那投驼时快了几乎近半去,刚才根本就没有尽全力。 原本镇定异常的韩力,面色一变,暗叫一声不好。 古魔则面上凝笑一闪,一张嘴,就要将弹出口中那根紫色怪蛇,一举击杀掉血雾中的韩力。 但就在这时,古魔脑中突然穿来一声冰寒之极的冷哼,此声音如同无形之钻,即使以古魔这般神识超强肢体,也顿觉脑中一阵刺痛,微微一声闷哼,动作不禁一顿。 而就这片刻功夫,韩力在血雾中一闪,一下化为一道血影击射而出的,几个呼吸间就在天边消失不见了。 古魔一惊,急忙将神识放出,但刚刚找到百里之外的韩力,韩力马上又一次血影盾后,就逃出了其神识的极限了。 古魔顿时正在了原地。 画影盾,这不是铁赤魔那家伙的秘术吗,怎么人界的修饰也会施展? 这可有些麻烦了。 不对,好像有些不太一样。 他喃喃的挤声后,脸露一丝思量的沉吟了起来。 但就在这时,从远处的天空有灵光闪动,随即六七余道颜色各异顿光在天边同时浮现,并向这边击射而来。 古魔神色一动,被从沉吟中惊醒,目光冰冷的扫了一眼接近了群羞,脸上一丝凶色闪过。 来得正好,数年前吞噬的原因正好炼化干净了,现在再吞噬一批,想必数年后伤势就能完全康复了吧。 古魔森然的自语一声,随即深吸了一口气,顿时大片黑紫色魔气从身上大鼓的冒出,片刻后将其身形彻底照在了其中。 接着几声力吼,魔气随之一阵的翻滚汹涌,一个双头四臂巨大魔物在魔气中飘忽不定的浮现而出,四只黑紫色妖目,毫无感情的盯向了那些飞射而来的盾光。 第959章天福门 华云州是位于大晋东部的一个沿海大州,港口城镇多建于临海之地,更有诸多海外修士,经常在此州沿海房市出没,用各种妖兽材料来换取一些内陆的修炼资源。 故而此州的大房市常年生意兴隆,掌管这几家房市的宗门也才圆滚滚,年年有大笔的零石收入门内。 就是一些偏远些的小房市,只要占有地利之变,也同样收入不菲的。 开江镇就是离海边不过二百余里的一处小镇,而离此镇树里远处有一座不大的小山,此山只有二三百丈高,占地十余里大小,灵脉更是短小低劣,就是稍大些的修仙世家都无法瞧入眼内。 而这座勉强可以称作灵山的小山中,却著有一个修仙小派天伏门,此门几乎算是修仙宗门中最底层的存在,连掌门掌老外加门下弟子也不过百余人,故而灵脉虽小,勉强也能容得下此宗门弟子了。 不过别看天伏门如此败落,但也算是渊源悠久。 虽然不是向太义门,殷罗宗这般从上古时期就传承下来的上古宗门,但在数万年前,创立此门的天伏真人也曾以自创的三大秘符威震过整个大劲,甚至差一点让此门击身当时的十大正门之列。 此派也一度门人数万,雄聚过一周之地。 知识成也俘禄,败也俘禄。 天伏门虽然在制服之道上有一定的造诣,但在主修功法上平平常常,故而几代之后,此门也就迅速败落下来了。 到了数万年后的今日,天伏门也只能依仗俘禄上的一些特殊秘术,勉强延续传承而已。 如此没落的宗门,除了一些同样处境的小宗门修士外,含有其他高阶修士来此了,每日负责轮职的天伏门弟子自然清闲之极,一般不是打坐修炼,就是闲聊说话。 而这一日,两名把手扇门的练器器弟子却凑在一起哀声叹气,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李师兄,房市真的要关闭了吗? 虽然我入门尚浅,但是也知道三元房市几乎占了本门一小半的收入。 没有了这一块的灵石,本门以后更难为止了。 其中十六七岁眉清目秀的男弟子,有些喃喃的向另一人问道。 关不关门,那是本门能做主的。 前些日子,凌峰门已经给门主下最后通牒了,房市要么和他们合并,要么三个月内关门,根本就是已是欺人。 另一人是一名二十四五的青年,身材稍胖些,有些无奈的说道。 合并房市,似乎听起来还可以。 年少弟子惊讶起来。 什么还可以? 我听一位师叔说,合并房市后我们不得插手房市任何生意,凌峰门只会每年给我们上千灵石就算了。 这点灵石够干什么的,连我们原先收入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青年哼哼起声后,愤愤不平的说道。 才给这么少,那本门怎能答应他们? 就算凌峰门是大,金霞山和冥阳谷又怎会同意的。 三元房市可是这两家和我们天福门共同打理的。 我们三家联手的话,也不用过于畏惧凌峰门的。 年少弟子眼珠转了转后,疑惑的说道。 哼,仅是凌峰门,本门的确不用过于畏惧。 但是我听说促动此事的,似乎还有煞阳宗的影子,这可是货真价实的中等宗门,不是我们这样的小宗门可以对抗的。 今日掌门将其余两家掌门都请到了山上,肯定也是在商量应对之策的。 这两家情况不比我们天福门强哪里去,不可能轻易就放弃房市收入的。 青年开口解释道。 煞阳宗。 这,这的确不是我们天福门能招惹的。 看来本门这一关,很难过去了。 年少弟子一听煞阳宗之名,大感沮丧了。 若是门内收入大将,他们这些弟子每年能拿到的灵石,自然也会同样大减的。 算了,这些事情不是我等低阶弟子可以插手的,一切都交给掌门和掌老他们吧。 反正本门再不济,也总比成为散修强些的,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守好山门吧。 不要再议论此事了,否则被其他师叔发现,又要扣掉灵石的,咦,那是什么? 青年叹了口气,仿佛想开了此事,但目光随意往天上望了一眼后,突然吃惊起来。 年少弟子闻言,一呆的也望了过去。 只见远处天边灵光闪动,接着一道树丈长的青红漠然出现在了空中,向他们这里积涉而来。 这是每位前辈? 好像是朝我们这里来的。 眼前青红顿速奇快,转眼间离此不远了,年少弟子惊慌的叫了一声。 他虽然入门不久,但是如此惊人的顿光绝飞门内几名铸鸡七师叔可以施展出来的,自然大为不安起来。 不知道,也许是来找师叔祖的吧。 青年同样心中茫然,也只能这样自我安慰的说道。 青红片刻后就飞至了白竹山附近,似乎远远看见了天幅门的两名弟子,顿光一闪,青红直落而下,光滑一脸,在两人身前树丈处现出一名二十余岁的青袍青年,双手倒过来。 这里可是白竹山天幅门。 青年相貌普通,但是气势非凡,瞅了一眼二人身后若隐若现的山门尽致,淡淡的问了一句。 正是从交易会后销声匿迹的韩丽,此刻距离从古魔手中逃脱,已经是四个月后的事情了。 这里正是白竹山,前辈有何事需要晚辈效劳吗? 这两名弟子虽然修为尚浅,看不出韩丽真正修为,但也一瞬间判断出,眼前修士绝对是杰丹七以上的前辈高人,互望一眼后,青年急忙身师毅力的说道。 没找错地方就行。 我有带了一件和桂门大有渊源的东西,要见桂门掌门,你们通禀一下。 韩丽点了点头,平静的说道。 是,前辈稍后一下。 青年手忙脚乱的掏出一张传音符,低声说了几句话后,连忙将传音符往后一抛。 浮路顿时化为一道火光,一闪即逝的没入尽致中不见了踪影。 而韩丽看似在原地一动没动,但不动声色之下,已用神石往这座小山轻轻一扫而过。 虽然隔着一层尽致,但韩丽仍能隐约感应个大概。 结果他眉宇微微一皱。 虽然在来之前,就已经知道天福门肯定不大,但一个修仙宗门只有百余人,只感应到一名杰丹初期修士气息在山上,看来此宗门就像那位阴明之地云姓老者所说一样,实在只是个墨流小派。 这一次,若不是那几条恶骄出现之地就在华云州,而他也学了降灵符的炼制之法,自不会专门来此等地方的。 结果片刻后,两名守山弟子身后一阵黄光连闪,接着一个十余杖高山门浮现出来。 而在山门中正有数名修士,并肩走了出来。 这些修士越过两名弟子,目光往韩丽这边一扫后,几人同时面色大变。 一名身着黄色锦袍的老者,更是急忙抢出几冲韩丽身诗意理,恭敬异常地说道,晚辈天福门掌门月真,不知前辈大驾光临闭门,未能远迎,还望前辈恕罪。 此人已住机器修为,虽然同样无法看出韩丽准确修为,但他身为一门之主,见是自然远非两个门下弟子可比的,也见过几次元英七的修士,故而一在韩丽身上感应到同样强大的气息后,心中不禁惶恐起来。 这般强大的修士,恐怕动动手制就可以灭杀了他们这等小宗门了,到他们天福门实在是祸福难料嘛。 原先接到传音符,他还以为只是一名结丹妻修士呢,为了以防万一,出来前可是叫人去请门内唯一的长老,那名结丹妻的师叔了,可现在看来,根本是多此一举了。 嘿嘿,你们不用惊慌,我到这里来也是受人之托罢了,没有什么恶意的。 韩丽见这些修士各个忐忑不安的样子,不禁轻笑了一声。 受人之托。 晚辈有些糊涂了。 不过这里不是说话之地,前辈还是到山上一坐,再细细说来也不迟。 月真闻言心中一宽,接着心中一动的主动邀请韩丽上山了。 上山,嗯,好吧。 这件事情的确不是几句话能解释清楚的。 韩丽略意沉吟,点点头的同意了。 那前辈请进。 月真大喜,急忙将身子一侧,请韩丽先行,以示恭谨。 韩丽也没有客气,抬腿就入了山门。 其他修士则一脸的恭敬,老老实实的跟在了后面。 白竹山并不大,故而在封顶处的建筑并不多,除了一间大殿,一些阁楼外,众弟子的修炼处另有所在。 而韩丽直接被这位天服门掌门让进了大殿中。 让韩丽有些意外地势,殿中还有另外两名并非天服门服侍的中年修士坐在那里。 这二人一见韩丽,略意感应下后,顿时大惊的从椅子上跳起,急忙过来给韩丽见礼。 韩丽淡淡的一摆手,人则不客气的直接坐在一张椅子上。 而其他修士都不敢落座,只好站在一旁候着,那月真则是有些歉意的和那两名他派修士说道,二位道友,闭门来了贵客,看来那事情只有改时间再详谈了。 呵呵,这位前辈大驾光临,道友自然应该先作陪的。 是啊,我和鲁兄,就先告辞了。 这两名修士急忙表示理解,并面露羡慕异异常的神色,然后二人向韩丽再施一礼,就告退的走出了大殿。 而几乎与此同时,外面灵光一闪,一道白光直接射入了殿中,一名白袍老者在光芒中现出了身形。 月真等几名修士见子,急忙面露喜色的纷纷上前施礼,温师叔温师伯的问候道。 第九百六十章 李诗直 老者的目光自然落在了韩丽身上时,脸上肌肉顿时一跳,慌忙抱全的说道,晚辈听众失职说有高人光临本门,没想到竟是前辈这样的元英修士。 没能出去迎接,真是失礼了。 这位天福门唯一的长老者,一脸的恭敬。 月真等助基七修士听到温姓老者此言,心中大震,原存的最后一丝怀疑也彻底消失了,用更敬畏的目光望向韩丽。 元英七修士,对如今的天福门来说,实在是高不可攀的存在。 我也只是受人之托,送样东西过来而已,无需这般拘谨的。 韩丽神色不变的话语一顿,又淡淡的说道,此物放在我手里也有一些年月了,如今恰巧有事要来华云州办事,自然要将此物归还的。 这样东西,可是指明交给贵门门主的。 说着,韩丽丹手往腰间一拍,一个四方骨盒出现在了手中,随手放到了身前桌子上。 温姓老者闻言一正,但马上拾去的一转说道,月师侄你也听到前辈之言了,你过去看看前辈带来的是何物? 若真是本门遗失之物,我等自然要仲谢前辈的。 是,师叔。 月真功声答应道,然后几步上前,双手将那骨盒拿在了手中,并好奇的打开。 河内刻满了银头小字的几块骨片赫然出现在了墓中。 这是。 月真惊奇的随手拿起一片,细望了起来。 韩丽则笑而不语。 降灵符。 这是降灵符炼制方法。 上面是笔记是云师伯的。 只看了几眼,月真就惊喜的叫道。 云师兄! 你没有看错吧? 温姓老者一愣之后,神色凝重了起来。 绝对没错。 掌门书房中至今还挂着云师伯的手书, 日夜面对,怎会认错? 月真不加思索的说道。 其余的修饰也一脸的愕然。 不错,这件东西的确是云道友让我转交的。 降灵符是贵门三大秘符之一,总不会错的吧。 韩丽不知可否的说道。 当然不会错。 只是前辈何时见过的云师兄,当年我还未曾凝结金丹, 师兄就在一次去海外办事途中,突然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转眼间数十年音讯全无,云师兄没出事吧? 温兴老者关心的问道。 应该没事,其实我和贵掌门相遇也是一件巧合之事。 数十年前,我遇到了和贵掌门同样的遭遇, 当时我,韩丽将鬼物和阴明之地的事情, 大概讲述了一遍,自然有关自己和阴明受惊等不意外泄的事情, 含糊而过,没有多提几句。 世上竟然还有这样的险地,真是让人难以想象。 怪不得从许多年以前,就不时的有修士在沿海莫名的失踪,原来是这鬼物作怪。 温兴老者听到阴明之地无法动用法力的事情,倒吸了一口凉气。 不错,韩某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逃脱的, 这和中之物就是柜掌门托我有机会归还到柜门的。 不过在下对制服之道颇有些兴趣,也稍研究了下降灵符炼制之法,几位道友不会见怪吧。 韩丽目光闪动几下,微笑地说道。 前辈亲手将灵符炼制法归还本门,已经是天大的恩惠,我等怎会有这种不实好歹想法。 虽然说降灵符的确有只有本门掌门才可掌握的说法,但若不是前辈送还此物,连秘术都已经失传了,自然更谈不上什么规矩了。 温兴老者面带镜色地说道。 月真同样在一旁连连的秤势。 几位道友心胸如此开阔,韩某道有些不好意思。 不过东西已经送到,在下也算了却了一桩心愿,那就此告辞了。 韩丽满意的点点头,当即站起了身来。 前辈送物之恩我等还未报答,不如在本门多待两日,让本门略尽一下地主之意也好。 温兴老者对这将灵符的失而复得,虽然心中很高兴,但更注重的却是和这位突然从天而降的高人攀上些关系,慌忙的说道。 别的不说,只要有人知道他们门中能结交一名元英七修士,恐怕天符门的地位立刻在小宗门中急剧上升。 甚至眼前面临的一个大麻烦,说不定都可安然化解。 再做一会儿。 韩丽嘴角一瞧,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 韩前辈不是对制服之道感兴趣吗? 本门别的不说,在炼制服录上的确还有那么一些研究的,门内仙人也搜集了众多各种有关服录的点击。 前辈若不嫌弃的话,可以看上一看,顺便指点我等晚辈一二。 月真眼珠一转,突然开口这般说道。 制服点击。 韩丽文言微微一正,沉吟了一下,有些心动。 温姓老者一待后,连连点头秤势。 好吧,在下的确对制服颇感些兴趣,就在柜门待上几日吧。 韩丽自从学了降灵符后,对天符门的制服秘术也大感好奇的,想了想后,终于点了点头。 太好了。 前辈能留下是本门的荣幸。 前辈是否先歇息一二,明日在,温姓老者面上一起,小心的说道。 不用了,现在就带我去藏经阁吧。 韩丽摇摇头,以他如今的修为,只要在看书的时候稍一打坐,在路上这点法力消耗自然就恢复过来了。 那好,杨师直带韩前辈去本门的藏书阁一看。 前辈有什么吩咐,一定要全部满足。 温姓老者面上一喜,急忙冲一名中年修士吩咐道。 遵命,温师叔。 韩前辈,请跟我来。 这名中年修士,恭敬异常的答应到韩丽点点头,随着此人走出了大殿。 真没想到,云师兄竟然是被困在那种鬼地方,怪不得,当年失踪的如此诡异。 本门的降灵符秘术重新找回,也算是本门一件姓事。 温姓老者等韩丽离开大殿好一会儿后,才叹了口气的说道。 不过我们若是能趁机交好这位韩前辈,并放出些风声,对本门肯定大有好处的。 别的不说,眼前的房事问题最起码能迎刃而解的。 另一名始终没有开口的修士,缓缓说道。 有一名元英修士坐靠山,凌峰门自然会退避三尺,就是煞阳宗也不会为一个小小房事惹元英修士不快的。 只是刚才听韩前辈口气,似乎在一名之地只是和云师兄关系一般,以对方身份,人家怎会平白帮我们。 我们就是想赠送宝物,硬拉关系,门中也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入韩前辈双目的。 但是若是错过了此机会,又实在太可惜了。 月真确苦笑的喃喃道。 这的确有些棘手。 温姓老者也眉头一皱的说道。 店内其他修士互望一眼后,也有兜露出愁之色。 而这时,韩力已经随着那名中年修士,来到了一座不怎么起眼的阁楼中。 此阁楼分为三层,通体被一层淡青色浸致笼罩住。 当韩力随着中年修士进入一层中时,里面正有一名老者正盘坐在蒲团上,手中还握着一块玉碱,仿佛正在查看着碱中内容。 李诗侄,过来见过一些韩前辈。 中年修士一瞅见老者,立刻不客气的吩咐道,同时一转身,恭敬的给韩力解释起来,这位李诗侄是专门负责打理藏经阁,队阁内的各种典籍都了如指掌。 此刻那名老者仿佛才被中年修士声音从简中惊醒,急忙将玉碱一收,立刻麻利的跳了起来,并跑了过来。 原来是杨诗伯道了,诗侄没有出来远迎,还望诗伯赎罪。 这位是韩,韩前辈。 老者满脸皱纹,两眼细小,目中透着丝丝圆滑,对中年修士陪笑之色,但当其偷瞅了一眼韩力后,声音刹那间一颤,面容顿时凝质起来。 李诗侄。 韩力看清楚老者的面容后,双目愕然,面上满是古怪之色。 怎么前辈认得此弟子? 中年修士诧异起来,不禁问道。 没什么。 这位道友实在很像韩某西年的一位旧时,但仔细一看,却又不是。 看来韩某认错人了。 韩力脸上一色迅速不见,淡淡一笑的说道。 呵呵,原来如此,那前辈一人在此处静修吧。 李诗侄,这里不用你整理了,跟我出去吧。 中年修士自然不会相信此言,但也不敢多问什么,反而一扭冲李诗侄吩咐道。 是,诗侄就。 不用。 这位道友既然对阁楼中点击了解甚多,我还有借助之处,让他暂时留下陪我几日吧。 韩力突然轻笑的说道,同时目中带有深意的瞅了一眼老者。 可,既然前辈如此吩咐,晚辈自然照办。 李诗侄,你的机缘来了,一定要听从韩前辈吩咐。 中年修士虽然对两刚才的表现有些怀疑,但这位李诗侄能和一名原英修士独处几日,的确让他羡慕异常。 别的不说,随手只点击下,说不定都让他们这样的低阶修士受益无穷的。 不过韩力话里送客之意很明显,他也不敢多留此地,在嘱咐了老者两句后,就心中带着一丝祸的倒退出去。 韩力目睹中年修士背影从阁楼中消失,一转脸瞅向老者,露出了大有深意的轻笑。 第九百六十一章话神传闻 不知我应该称呼你像师兄,还是该叫你李师兄。 仔细打量了一遍老者后,韩力忽然展颜地说道。 韩前辈说什么,晚辈有些不太明白,莫非晚辈很像前辈认识的某人。 老者眼珠微转几下后,先前一色荡然无存,竟一脸陪笑地说道。 事到如今,像师兄何必还要遮遮掩掩,你不要忘了我们修仙者可都是过目不忘的。 当年在血色禁地,我们黄蜂谷能成功走出来的弟子,可救我等几人。 即使是隔多年,在下又怎会记错人的。 韩力眉梢一挑,双目一眯地说道。 这位老者竟然是当初在血色试炼前,曾经试图和韩力一起组队,较像之理的老者。 当时这位以炼气气十层的修为,最后也从血色试炼中走了出来,曾经让在场的不少修士都大吃一惊的,指韩力后来的表现更惊人,才让众人忽视了此人。 韩力当时虽然没有和这位相师兄多接触什么,但当时见此人也能活着走出禁地后,就大生体之心,隐隐觉得此人身上也暗藏什么秘密。 后来韩力一经铸鸡成功,并被收入了李化园门下,和老者再也没有见过任何面,才渐渐忘却此人的。 当年魔道六宗入侵越国后,就更是不知此人生死了。 可他万万没到的,事隔如此多年,竟会在大进一家小门派中再见到这张面孔,韩力怎能不大敢吃惊。 要知道,当年老者出现在黄蜂谷时就已经这般一把年纪的样子,如此多年过去了,别说对试炼气气修士,就是助击气气修士也早应该受缘耗尽,化为一泡黄土的。 可现在看来这位像师兄容貌样子,几乎和二百多年前一般无二,这让韩力心中大领。 最起码,这位当年在血色试炼中,肯定是半猪吃老虎的角色,就不知其混入其内到底有何意了。 韩力望着老者也不眨一下,心中各种念头飞快转动不停。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看来世上还真有一人与晚辈模样一般无二。 不过前辈的确认错人了,晚辈性理并非性相,否则,若真能和前辈这般身份之人攀上些关系,晚辈又怎会不承认的? 老者一口否认自己的说道,丝毫松口的迹象都没有。 韩力面色一沉,目中闪过一丝亚色。 道友既然如此说了,韩某可能真认错人了。 算了,道友还是先将一些制服点击给我指来吧。 韩力漠然了一会儿,神色一缓的突然改口了。 呵呵,前辈请跟晚辈来。 本门既然叫天服门,在制服上的点击自然存有不少的,不过稍微深奥些的点击,都在二层以上,晚辈这就给前辈指出来。 老脸上的笑容不变,然后就真像一名普通低阶弟子般,恭敬异常的带着韩力直奔二层而去。 二层是和一层布置非常相似,一层层的书架摆满了不大的一块地方。 韩力四下扫尸的时候,老者已经身形连晃。 别看他年纪不小的样子,但动作矫健一长,东一下,西一下的,片刻功夫,就熟练的翻找出一小堆御剪来,然后再气喘吁吁的将这些御剪报到了韩力面前,面前阿鱼之色的讨好道,前辈,这些就是本层收藏的服录点击。 三层还有一些,晚辈这就帮前辈拿下来吧,省得前辈再费心找了。 不用如此麻烦,这些御剪已经够看上一两日了。 三层的点击,刘涵某自己去就可了,道友无需在这里做陪,可以去楼下忙自己的事吧。 韩力摸了摸下巴和颜悦色的说道。 那晚辈就不打扰前辈前修了,韩前辈若有什么吩咐,招呼晚辈就可,晚辈会一直守在楼下的。 老者笑容可居的说道,随后将手中玉剪都放到附近一个架子上后,才拘紧的倒退出了阁楼二层。 望着老者消失的身影,韩力面上的微笑渐渐脸去,反线露出了一丝凝重。 怎么样,大眼前辈可看出此人修为吗? 我刚才已经用来神识强行扫过此人身体,虽然看破了此人表面的炼气漆修为只是一层幻术,但是此人真正的法律境界却无法判出来,那一层虚假修为下面,整个身体好似空荡荡的实在太古怪了。 我也一样,虽然神识和比起你来强大许多,但是遇到的情形却和你一般。 大眼中的声音传了过。 怎会出现这情况? 难道这人神识竟然比前辈还要强大许多? 韩丽有些震惊了。 怎么不可能出现这种事情了,这一界就算真有神识比我强大些的修士,但也绝不会强大到,单凭神念就可以屏蔽我的探寻。 出现这种情况,无外乎此人要么修炼什么特殊秘术,要么身上有什么至宝可以将身体变换成这般模样,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大眼神君说着说着净迟移了起来。 什么可能? 韩丽不禁追问了一句。 还有一种可能,是此人已进阶化神器,全身灵力都可以从体内经脉中尽数散到肉体中,连原因也可以短时间化为无形,你自然无法发现什么了。 大眼神君缓缓缓的说道。 化神器修饰。 前辈莫非再说笑。 即使韩丽再镇定异常,一听此话,也大惊失色起来。 我虽然未曾进阶过化神器,但也研究过一些和境界相关的东西,这种能力是化神器修饰最基本的。 大眼神君平静的说道。 我不是说化神修饰有没有这种神通,而是化神器修饰怎还会滞留这一界,不是说进阶化神器后就有能力飞升灵界了吗? 韩丽深吸了一口气后,总算平静下来。 虽然我当年走遍天下,并未见过任何一个化神器修饰,但却可以肯定这一界的确还有化神器修饰滞留着,而且还并非一两人的样子。 有能力飞升灵界和是否真能飞升可是两码事情,具体情形我不太清楚,但好像进阶化神器后,这些人就不能像普通修饰一般经常在他人面前露面了,否则必遭其祸似的。 大眼神君也有些困惑的说道。 有这种事情? 前辈,你可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此事的。 韩丽震住了。 哼,你连元英后期都未修炼道,这些事情给你说又有何用? 具体原因,想必你能进阶到化神器,自行就会明白的,否则也不会从古至今,所有化神器修饰都像约定好一般,统统从修仙界消失不见了。 大眼神君没好气的说道。 这倒也是,这么说虽然可能性不大,楼下这位还真有一定几率是化神器修饰了。 韩丽苦笑了起来。 的确有这种可能,就算不是化神器,此人也给我一种可怕的感觉,我看你还是不要招惹这人的好。 前辈也感觉到此人的危险了,我还以为只是自己的错觉呢,所以刚才在一层时,才会突然改口的。 这人既然一会儿跑到天南,一会儿出现在大进,还都是以低阶弟子身份出现,看来肯定有自己的目的,我们就姑且当作不知这一切吧。 韩丽想了想后,说道。 也只能如此了。 不过有可能的话,还是尽早离开天福门的好,万一这人真是化神器修饰,动了什么杀人灭狗的心思,你的小命可就岌岌可危了。 大眼神君提醒道。 我自然知道其中利害关系,不过现在若急着走,怕反招惹对方的敌意,倒弄巧成拙的,暂且还按原计划在天福门待上几日吧。 他既然肯隐姓埋名的藏在此处,就算真是化神器修饰,也肯定像前辈所说应受什么限制。 否则,何必如此鬼鬼祟祟,以化神器修为,天下间又哪里不能光明正大去的? 韩丽冷静的摇摇头。 你说有道理,倒是老夫考虑不周了。 大眼神君干笑一声,难得的称赞了一句。 不过,这些日子,你使用斜影盾造成的晶圆亏损也弥补得差不多了,老夫的傀儡也开始炼制了吧? 大眼神君话题一转,有些淒切的说道。 嗯,前辈不说,我也准备在一盏杀完那几只恶骄,就立刻开始炼制傀儡的事情。 毕竟那次火焦的鳞片,必须先弄到手再说。 至于乌凤灵,反倒不急于一时,在傀儡炼制完后再着手此事吧。 韩力似乎心中早有计划,不加思索的说道。 哈哈,这就行,老夫在大县来临前,能看到此傀儡,总算没有什么遗憾了。 大眼神君听了此话,满意的大笑几声。 韩力听了这话微微一笑,不再说什么,却袖袍一斗。 几根镇旗从袖口中击射而出,一个盘旋后分散向四周,光芒一闪,所有镇旗消失不见,一个淡青色尽至凭空浮现而出,将整座楼层照在了其中。 虽然心中觉得对方不可能对其骤然下手,为了小心起见,他先布置一个防护尽致再说。 做完这一切后,韩力才放心的走上两步,随手将向之力留在木架中的一枚玉碱拿了起来,将神石沉浸其中查看了起来。 第962章 秘符和八级恶骄 韩力在天符门藏经阁中,一待就是三日三夜,将阁中二三层所有和制服有关点集都翻看了一遍,里面还真有不少独特的制服秘术,他自不客气的将这些东西都复制了一份下来,好等以后有空挟时,再好好研究一番。 而且从里面的一些典籍上,韩力也了解到天符门另外两大秘符的一些情况,结果心中暗暗吃惊。 化灵符,一种将特制符禄收入体内,在丹田日夜加以培练,日后妙用无穷的灵符。 此符有些类似法宝一般,若是修炼到一定程度,不但变化犀利无穷,甚至可起到和魔道化解大法类似的神通,还不必用肢体来承担功法的反式。 六丁天甲符,一种借用符禄之力凝聚附近天地灵迹。 形成六层护罩的秘书。 只要天地灵气不绝,六层护罩就可以源源不息的重生复原,是世间不用化神器修为就可驱使天地灵气的少数法术之一,算是骇人听闻的。 三大秘符中的化灵符还好,只要进阶结丹期后就有能力用丹火陪练出来,故而是天符门利带结丹修饰必修的神通。 不过化灵符威力大小,除了要看陪练灵符修饰的修为和时间长短外,还是要看灵符制作时的材料和本身的品阶。 而六丁天甲符则不同了,只要能炼制出来,任何人都可以驱使。 而灵符功效大小,一律是天地灵气而定,灵气越是密集的地方,符禄威力也就越是惊人。 但根据某代天符门长老的记载,六丁天甲树玉剑早在天符真人作画后,就莫名的不翼而非,这让当时势力雄厚的天符门修饰大惊,后来数代天符门高层,都将追回此秘书荡座门中的首要大事,但是一点线索都没有,一直毫无结果。 当天符门没落之后,自然更没有能力再追查下去了,此事就渐渐的无人问津。 至于降灵符,因为材料问题,从创立出来就没有几人能炼制的。 所以天符门虽然一直自称三大灵符,但实际上真有用的,只有画灵符而已。 韩力看完有关的点击,自然对其余两种灵符大感兴趣,无论哪一种似乎都具有不小的神通。 特别是纳化灵符,居然可以起到化解大法功效,这可是某些时候保命的最佳手段。 三日后,韩力看完最后一块玉剪,从蒲团上站起,伸了伸懒腰,神识向楼下一扫,感应到像枝里带在一层。 韩力眉头一皱,这位让他担心半天的像师兄,这几日里老实异常,除了闭目打坐修炼外,并没有做其他的事情,更未走出过阁楼一步。 在阁楼外面让他有些好笑的是,从他查看点击的第一日起,就有几名铸鸡漆的天符门修士,轮流在外面等候他出来,一副生怕他不辞而别的样子。 想了想后,韩力走下了阁楼。 前辈,你都看完了吗?老者一见韩力出现在,立刻将手中玉剪一收,满脸堆笑的说道。 嗯?该看的都看了。道友在此地自便吧。 韩力轻笑一声,大有深意的说道,然后人自顾自的向阁楼外走去。 老者望着韩力背影在原地没动,目中金光一闪及时后,但马上回复了长色。 说来也巧,此刻阁楼外面等候韩力的,竟又是那名送他来的阳性修士。 他一见韩力出来,急忙失礼问候,恭敬地请韩力再去大殿一趟。 既然看了对方珍藏的点集,这点面子自然还要给对方的,韩力点点头,也就答应了下来。 中年修士欣喜地发出一道传音符,带着韩力直奔大殿而来。 在大殿等候韩力的,除了上次见过一面的几名天服门高层外,里面多出了两名结干妻的陌生修士,一男一女,四十余岁的模样。 温姓老者等人向韩力见过礼后,这位天服门长老立刻介绍起来,这两位是金霞山长道友和名杨谷谢道友。 两位道友听说前辈驾临门,特意拜访前辈的,已经在门等候前辈一整日了。 哦! 两位道友有心了。 韩某这几日在研究一些制服秘书,让两位道友酒后了。 韩力神色平和,看不出喜怒地说道。 哪里? 今日能得见前辈真容,是我等之性。 两名男女一扫过韩力修为后,顿时心惊地同样失了一礼。 说实话,先前听闻两家掌门回报,说天服门来了一位元英七修士时,二人都是将信将疑。 毕竟天服门的情况,二人又如何不知? 三家虽然同属小宗派,一向共进共退,互相扶持,天服门也是三家中最弱的一派了,元英修士怎会到这种小宗门来? 不过真能和一位元英修士攀上关系,其中好处自然不言而喻。 这二人无法在门中坐住,连夜就赶往白竹山,想亲自确认此事。 现在亲眼目睹了韩力深不可测的修为后,自然再无半点怀疑。 韩力坐下后,稍一示意,三名劫端修士和月真才敢同样坐下。 其余的筑基七修士自然只能垂手势力在一旁。 前辈在藏经阁中是否有收获? 本谷虽然不擅长制服之道,但也有一些制服典籍,前辈若是有兴趣的话,也可前去一看。 那名谢姓女修相貌平常,但声音倒也悦耳。 不用如此麻烦了,我有要事在身,马上就要离开此地去临江府一趟的。 韩力瞅了此女一眼,淡淡一笑。 临江府? 前辈莫非是冲那几头恶骄去的? 另一名长性男子,一声惊呼道。 你们怎么知道的? 韩力神色一动,问了一句。 最近去临江府的修士,都是冲这几只恶骄去的。 前辈的消息恐怕不是最新的吧? 长性修士迟疑的说道。 我是半年前从一房市得到的情报,才不远万里的赶来的。 听说这些恶骄都在七级左右,不会这么快就被其他修士剿灭了吧? 韩力脸色一沉,缓缓地说道。 这倒没有。 反而是前不久的一场埋伏大战,虽然杀了一条恶骄,但也有杀骄修士反被吞噬了不少。 甚至有一名袁英修士还受了重伤。 温信老者急忙解释道。 袁英修士也受了伤,出了什么事情? 韩力有些意外。 是那群恶骄中突然多出了一只八级化形的蓝骄,原先想埋伏的修士,不及防之下自然吃了大亏。 后来听说南海门的几位长老联手出击,才击退了群骄,但也无法从容击杀他们。 这些恶骄干脆跑到海边的几处海岛要到潜伏起来,不停地袭击落单的修士和凡人船只。 一旦袁英七修士联手赶过去,就立刻钻入深海中施展水盾逃之夭夭。 最近闹得好像越来越大,实在棘手得很。 听说,南海门因为此事已经邀请众多高阶修士其巨穷英岛,准备召开屠交大会。 毕竟八级的交类,实在是罕见之极。 这次是温姓老者带头说道。 八级骄龙。 韩丽自语了一下,面色不变,脑中却闪过当初被他击杀的那名八级毒骄来。 虽然说是八级妖兽,但身为天地灵兽,八级骄龙的真正实力恐怕比原鹰中期修士还高一线吧。 再加上是在海中,更是如鱼得水,难怪这般多高阶修士都奈何其不得了。 不他可不是为了什么蓝骄而来,心中略意思量后自然问道,我记得恶骄中似乎有一只红色的火胶,似乎是传说中的赤火胶。 此妖兽也去海岛那边了吗? 赤火胶? 嗯,的确有这么一只红胶也跟去了海边,是不是赤火胶就不太清楚了? 长性男子似乎对此了解不少,不加思索的回复道。 这就行。 韩力满意的点点头。 大殿中修士见韩力神色缓和下来,心中也都微微一松。 这时,温姓老者和其余二人交换了下眼色,忽然试探的问道,韩前辈修为如此惊人,不知以前在何处前修,是哪家大派的长老吧? 嘿嘿,韩某出身于非常偏僻的地方,也不是大进任何宗门的长老。 韩力目光一闪,瞅了三人一眼后,似笑非笑起来。 被韩力这种似乎洞悉一切的目光一扫,温姓老者几人顿时心中一跳,但听到回答后,又不禁惊喜起来。 前辈已研究过闭门的将灵符,不知觉得此制符术怎样,能否入前辈法眼。 迟疑了以后,温姓老者又谨慎的问道。 温道友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不用这般拐弯抹角的。 难道你还想让韩某加入贵派不成? 韩力叹了口气,不客气的说道。 前辈不要误会,晚辈怎敢有如此奢望? 晚辈只想问下,前辈可否愿意当我们三派共同的客卿长老? 听到韩力口气有些不快,温姓老者一惊,什么也顾不得的都说了出来。 客卿长老 韩力先是一愣,随即两眼微眯了起来。 有关客卿长老的事情,韩力自然知道一些。 这可是大进的一些中小宗门才有的东西,是这些宗门专门为一些高阶散修安排的特殊职位。 虽然听起来似乎和一般长老差不多,但实际上两者却天差地别。 客卿长老对这些小宗门来说,就是一种挂名长老而已,既不会受这些宗门门规的约束,也不会听这些宗门任何人的命令。 唯一的作用,大概就是这些中小宗门遇到什么麻烦时,这些客卿长老可以名正言顺的出手帮助一二。 但这种帮助也没有任何强制性的,完全是这些客卿长老心情的好坏。 当然作为报答,这些客卿长老在这些宗门中享受的待遇,却一点不比正式的长老差半分,甚至有的还远在普通长老之上。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自然是因为大进的中小宗门实在太多,而元英修士相比之下,又出现的如此少。 不要说一些小宗门,就是一些中等宗门也可能会在某段时期门内没有元英七修士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只有尽力拉拢一些元英七散修做靠山,来确保宗门的安稳了。 不过一般的高阶散修,虽然不屑加入什么宗门受约束,但对一些宗门开出的好处,却也会有时动心,这才会出现客卿长老这种在天南没有的东西。 第963章 恶骄 韩丽听到天福门小心翼翼的提出此条件,嘴角抽搐了一下,露出了一丝轻笑。 叫我做你们三家的客卿长老,你们觉得我会答应吗? 晚辈知道,以我等如此小宗门,根本没资格供奉起前辈这等高人的。 但我们几家只需前辈出手解决眼前的一场麻烦,以后挂名即可,绝不敢再有劳前辈什么的。 温姓老者原本心中忐忑,但见韩丽并没有动怒的样子,心中一松,急忙又解释道。 你的意思是说,我只要出手一次,以后韩某就可不用费神了。 韩丽目光一闪的说道。 不错,我等几人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我们三派也不会让前辈白出手的。 前辈既然对制服术感兴趣,我们天福门愿意将化灵符秘术赠送给前辈。 金侠山和明阳谷同样也各有一项传承秘术,愿意让前辈参悟。 另外我们还准备了数万灵石,希望前辈能笑那一二。 事到如今,温姓老者干脆将条件一口气都开了出来。 他很清楚,在耍什么心眼,反而可能触恼了对方,不如坦言相告了。 数万灵石。 韩丽露出一丝淡笑。 这些灵石的确少了些。 不过,我三派以后每年还会持续奉上一些灵石,以做供奉之用。 另外,本门愿意将当初创派祖师亲自炼制的化灵符赠送给前辈,想必以前辈神通族可以炼化此物的。 温姓老者一咬牙,将最后的底线也开了出去。 创派祖师,莫非指的是天福真人? 韩丽忠于神色微变。 不错,正是此宝。 不瞒前辈,此灵符虽然曾经在本门祖师手中大显过神通,但可惜我们后辈弟子无用,却从无一人能够炼化过此物。 故而此灵符在本门传承了不知多少年,我等也只能眼见此宝灵性剑尸,而无可奈何。 若是前辈能将其收为己用,也是一件两全之事。 这次竟是月真主动地说道。 贵门还有这样的宝物,韩某倒想先剑十一二。 韩丽感兴趣起来。 月师侄将灵符拿出来,给前辈看上一看。 温姓老者见韩丽有些动心,心中大喜,急忙吩咐道。 虽然她是天福门中修为最高之人,但那张当年天福真人用过的灵符,却只能掌握在历代掌门之手,故而才如此地说道。 是,师叔。 月真识趣得很,立刻手掌往储物袋上一拍,清光一闪,一个淡黄色木盒出现在了手中,双手地递给了韩丽。 韩丽也没有客气,随手一招,就将木盒吸到了手中,低头先打亮了两眼。 木盒表面毫不起眼,古朴异常,盒盖上还贴着一张金灿灿符露。 韩丽眉头一挑,单手往盒盖上一幅,灵光闪动,符露就无声无息地飘落而下。 一旁看到这一幕的其他修士没有觉得什么,温姓老者三名结单妻长老却同时一惊。 如此运用灵力将尽至符露轻易取下的本领,可不是一般修士能做到的,不但本身修为要强大到一定程度,对法力的趋势更得微妙到不可思议境界才可的。 这种手段,他们也只是从传闻中听到过,如今见韩丽不动声色间就做到了,自对韩丽更添几分敬畏。 而河盖方一打开,一团青蒙蒙光芒就出现在河中,接着一股精纯木灵气扑面而来。 韩丽心中一阵亚然。 赵温姓老者所说,如此多年后此灵符应该灵性大减,可现在还有这般威士,果然不是普通之物。 不过更让韩丽心喜的是,这化灵符竟是木属性的灵符,这可和他地功法相辅相成,陪练起来和轻松的多了。 心中如此想着,韩丽也将青光中的符禄看得一清二楚。 一张巴掌大符禄,颜色翠绿欲低,但在周边又有金银相间的符纹若隐若现,显得神秘异常。 但是引起韩丽注意的,却是在符禄中心处有一小团淡紫色光点缓缓转动,闪动不已。 韩丽单手掌一抬,整只手掌默然被一层青光包裹,五指向盒中灵符抓去。 光芒一闪,灵符一颤,忽然化为一道青芒从盒中飞射而出。 韩丽脸色一沉,反手一抓,一只光手幻影般的出现,一把就将此灵符捞到了手中。 其余修士尚未来即惊呼,光手溃散消失,灵符却被韩丽直接吸到了手中。 这就是化灵符了。 果然有些门道。 听说当年天符真人也是元英后期的大修士,想必这张化灵符中的天符真人真缘太过强大,所以一般修士将其炼化可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而且即使炼化成功,灵符威力也会大减,还需再用自己真缘重新陪练才可。 这可不是短短数十年可以做到的,弄不好,花费上百余年也是大有可能的。 凝望了几眼在手指尖如同活鱼般的不停扭曲晃动的灵符,韩丽嘿嘿一笑道。 那前辈觉得此符,听韩丽如此一说,温姓老者和其余几人互忘了一眼后,心中一沉的问道。 不过,这是对元英初期修士来讲。 我已经进阶到了中期,主修功法也是木属性的,炼化此物却容易一些,此物对我倒还是有用的。 韩丽却画风一转,不动声色的说道。 其实韩丽还有句话没有说出来,这种二次翠炼过的俘虏虽然费时及久,但再次陪炼成功后,威力肯定会远胜从前的。 那前辈意思是答应了。 温姓老惊喜的回道。 殿中其他修士文言,同样满脸的期盼。 答应不答应,这倒不急。 先说说你们想让我解决的麻烦再说吧,若不是太麻烦,我出手一次,倒不是不可。 韩丽不知可否的说道,同时手腕微微一抖,一团灵气包裹着灵符射到了木盒中,然后一招手,盒盖重新盖上了。 这个自然。 其实这件事对前辈来讲,只是举手之劳的事情。 此事主要和我们三家的一处房市有关,前些日子,温姓老者见韩丽一副考虑答应的的样子,心中大喜,急忙开始将有管房市。 沙阳宗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 韩丽静静的听着。 一刻钟后,韩丽化为一道青红离开了白竹山,直奔北边飞顿而去。 数日后,华云州修仙界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传开来。 一名自称天福门客清长老的韩姓修氏,突然来到了魔道沙阳宗的山门中,以元英中期的惊人神通,在切磋名义中轻易击败沙阳宗唯一的一名元英长老后,然后飘然离去。 而第二日,一直受煞阳宗全力支持的凌峰门,突然将其房市从原来靠近开江镇的地方,匆忙搬离到了万里之外的他处。 不光如此,其他一些中小宗门闻听此事也大惊,稍一打听清楚详情后,纷纷将势力撤离了以开江镇为中心的万里之地,自动将这一大片区域让与了天福门等三家小宗门了。 一时间,天福门金侠山等宗门自然扬眉吐气,门内修士全都欢喜异常。 这几家掌门长老,更觉原先的供奉没有白花,有这么一名元英中期的克清长老挂名在,想必百年内三宗势力都可翻上一番的。 就在这时,由华云州第一宗门南海门召开的屠胶大会终于开始了。 此大会短短数日就云集了结单期以上修士二百余人,原英七修士而已有近十人之多。 然后在南海门组织下,开始分成数组的扫荡附近各个海面,四处搜寻那几只独胶的藏身之地。 一些低阶妖兽不时被找出,然后一一被击毙,一时间人类修士士气高涨,大有一举全功之意。 但那几只恶骄狡猾弱异常,一件情形不对劲,竟然始终潜伏不出,让这些修士一连忙碌了数月之久,却始终无法找到这些妖娇踪迹,终于好的其中一部分修士耐不住自行散了去。 再过越余后,还在海面搜寻恶骄的则只有百余鸣修士了,就是原英七修士,也走了数人之多,只剩下以南海门为主的七人。 而就在这种情形,各组人手自然开始大大不足,那几只恶骄剑有机可乘,马上蠢蠢欲动了起来,不但开始频繁袭击落单的修士,甚至那只八级蓝骄直接袭击起数组人手稀少的修士队伍。 虽然这些队伍都有原英修士带队,但那八级蓝骄实在神通不小,将水遁数施展的出神入化,每次一击之后,就立刻潜入海底遁走,根本不纠缠下去,结果非但没有伤到此骄,反而被其吞噬掉了几名结单修士。 这一下,剩下的人类修士也个个人心惶惶,南海门更有骑虎南下之势,无奈之下只能尽力合并了几组人手,才敢继续派人手出海。 而这一日,又一组十余名修士在一名原英修士带领下,缓缓在一处海面飞行着,并各个小心谨慎地将神识放出,四下搜寻着。 尤其海面方向,更是这些修士神识扫过的主要方向。 在这支修士队伍中,韩力正变换成一个脸色苍白的中年修士,不慌不忙地飞在队伍最后面。 别看他脸从容的样子,但心中却正大感郁闷。 屠交大会刚一召开时,韩力就以节单期修士身份混入其中,准备浑水摸鱼的,但万万没想到,竟然一直到现在都毫无所获。 前半数月也就罢了,没有收获自然是正常,但自从恶交再次出现后,别的队伍都或多多或少地遭遇过一两次恶交偷袭,唯独他加入的这支修士队伍,却还未遭遇过一次。 这让韩力心中实在无语,真不知是他的运气太好还是太坏。